走到门口,池义也觉得拿着那些鱼竿实在是麻烦得很,就全部都还给前面卖鱼竿的大爷了。这让大爷乐得不行,毕竟卖出去不到一天的东西,又回来了。这不就是相当于白赚钱吗?前面的柳如叶献池义没有跟过来,便回过头来奇怪地看向了池义。池义无奈地耸了耸肩,拿着这些东西有点麻烦。柳如叶微勾唇,赞同地点了点头,果然是年轻人啊。王威龙就羡慕不到两人在自己面前聊天。 所以他直接上前一步,插话道,话说池义你是怎么来的啊?池义坦坦荡荡地说,我打车来的。文言,王威龙嘴角处便隐隐约约地多了一抹嘲讽的笑容。啊,这样啊,不是姐夫教训你,是你年龄也不算小了。年轻人也应该为自己以后的婚事考虑了。男人嘛,还是要有车有房的。哦对了,你买房子了吗?王威龙话里的针对十分的明显,不光是池义都听出来了,就连柳如叶也是十分明显地听出来了。不过池义在听到王威龙的话, 说话后,依旧还是十分的坦坦荡荡。没有,还没买呢。虽然手头上也算是有些钱了,但是池义目前并不打算买房。房子这种东西,以后肯定是会有的。但是目前有时候,他还是需要一些资金来消费的。听到池义的话后,王威龙面上的嘲讽之意也是越发的明显了。兄弟啊,不是姐夫嘲笑你,其实姐夫这也是在替你的未来考虑。你说你现在天天就完了,怎么能给你女朋友未来呢?所以,还是需要努力的。 说着,王威龙便语重心长地拍了拍池义的肩膀。然而不能池义说话,王威龙便又继续地说道,其实你这个年龄,就是正该努力的年纪啊。只不过工作日出来完,确实是有些过分了。你想想,你爸妈这么努力地,为你去争取未来,你怎么就可以松懈呢?王威龙话里话外的,满满的都是教育之意。这个语气不说,让池义听着很不舒服。就连一旁的柳如叶眉头也是越发地皱了起来。池义现在确实很不爽, 这若是柳如叶不在这边的话,池义早就阴阳怪气回去了。但是毕竟此时柳如叶还在这边站着呢。姐夫说的是,池义好像丝毫没有生气一般,面上的表情依旧还是笑眯眯的。只不过,我没有父母,我从小到大都是锅。此话一出,周围的气氛瞬间凝固了起来。就连王威龙放在池义肩膀上的手也顿时僵硬了起来。啊,他有些愣证地看着池义。这下一旁的柳如叶也是再也忍不住了。他面若寒霜地走上前来,直接没好气地说道,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人家的事情轮得着你管了吗?说着,柳如叶便抬起手来,一把把王威龙放在池义肩膀上的手给打掉了。王威龙也没有想到池义没有父母啊。要是知道,他也不会这么说了。毕竟这在柳如叶的眼里确实十分的不礼貌。见柳如叶冷着脸拉着池义走向车子那边,王威龙只能急忙地跟了上去。不行啊,他这边还没表达心意呢。怎么能让柳如叶对自己的印象越来越差呢? 虽然柳如叶对池义的态度好到让王威龙嫉妒,但是一想毕竟也算是帮过柳如叶的忙。所以,柳如叶这才会对他的态度这么好。这么一想,王威龙便感觉自己刚刚是实在是着急了。不应该那么着急,让柳如叶对自己的印象变得不好的。那两人已经坐到了后面座位上,柳如叶直接坐在了边缘。随后就关上了车门,看样子是不想让王威龙坐到后面。见状,王威龙也只能尴尬地笑了一声,随后便只能坐到了前面的副驾驶上。 司机有些奇怪地看了他们一眼,随后便发动了车子。毕竟刚刚就已经收到指令了。抱歉啊,池义,她也不是故意地柳如叶一脸歉意地握住了池义的手,安慰地说着。毕竟从刚刚开始,池义便一直都是一脸落寞的表情。池义演技上线,勉强地勾了勾唇脚,笑得十分难看,没事的如叶姐。我早就习惯了。瞧着池义微微搭拉着眉毛,轻声说着这句话,没有来的。这让柳如叶心里更加地心疼了。前面坐着的王威龙, 先自己插不进去话后,也不说话了。主要是确实是有些心虚。虽然看着柳如叶握着池义的手,多少有些不顺眼,但是咬牙忍忍的话,王威龙还是能忍住的。但是很快,王威龙面上伪装出来的和善的表情便顿时僵硬住了。他瞪大眼睛,瞠目欲裂地看着后视镜,一脸的错愕和不可思议。一直拒人千里之外,被人看上去温和。但是实际上十分疏离的柳如叶竟然主动地抱住了池义。王威龙面色冷淡下来,随后他便紧� 而司机自然也是注意到了。从机人开始上车的时候,司机就察觉出来不对劲了。所以,开着车的时候便一直在偷偷地瞄着这边。但是,司机也是没有想到,竟然能看到这么刺激的事情。大嫂竟然直接当着大哥的面,就这么抱上去了。看着眼前的此时此景,司机不免在心里大喊了一声刺激啊。不过余光瞥见王威龙那已经充满清静的胳膊后,司机便赶紧把视线给收了回来,随后便老老实实地开始在那边开车。其实,迟一坐在那边也挺差点的。 毕竟他也是没有想到柳如叶会突然抱住自己。虽然,可能只是因为可怜自己,但是也值了。毕竟在原著中,柳如叶就是一个十足的蛇蝎美人。虽然面上总是看着笑眯眯的,但是心里不知道还在盘算着什么事情呢。不光如此,甚至柳如叶现在看起来是在笑眯眯地和你说着话。但是心里已经开始想着,要怎么解决掉你了。而在原著中,柳如叶就是很快地察觉到了原主的不对劲。后来就直接手起刀落了,被柳如叶抱着,迟一位 微微耸动了一下鼻尖。嗅着柳如叶那薄梗间的玫瑰香气,心里着实是享受得很辣。都不用迟一回头,都能感觉到背后那炙热的视线。毕竟假装了这么多年的夫妻,其实王维龙什么便宜都没有占过。就算是平日里,在其他人眼里还是老大,但是在柳如叶的眼里,王维龙其实也就是一个小弟罢了。面对真正的老大,王维龙还是不敢造次的。 心里得意得很,按照现在柳如叶对自己的态度,看样子自己之后卧底的路也会十分的顺畅啊。柳如叶边轻声安慰着迟一,边轻轻拍打着迟一的后背。虽然迟一也就比柳如叶小上一两岁,但是毕竟柳如叶出社会的时间比较早,所以现在看着迟一,多少就像是看着一个小弟弟一般。 尤其是迟一刚刚露出那种表情,实在是把柳如叶给心疼得不行。自从上次被迟一帮助了之后,柳如叶便一直对迟一念念不忘。主要是也觉得没有好好地感谢一下迟一,还让迟一就这么受着伤离开了。他心里也是十分的愧疚。而最最主要的也是,在柳如叶这么多年的人情事故上,迟一的出现确实是特殊的。不光是认识的方式有些特殊,就连迟一的性格也是十分的特殊。自从那天起,柳如叶就旁扶上了隐一般,平日里工作的时候。 脑海中也是一直浮现着迟一的身影。所以,这次见到迟一已经十分的开心和惊喜了。加上本来就对迟一有些愧疚,想要好好地补偿一下迟一。现在好了,让王维龙那个没头脑的说了几句话后,柳如叶心里对迟一也是越发的愧疚了。见两人抱着迟迟不放开,坐在副驾驶上的王维龙忍不住了,赶紧咳嗽了几声。好像是怕两人听不现一样,王维龙的咳嗽声也着实是大得很。柳如叶还在那边愣神,听到王维龙的咳嗽声后便顿时回过 有些慌张地轻轻推开了迟一。柳如叶多少也是有些不自然地笑了两声,现柳如叶面上浮现出了一抹红韵,看上去多少有些不好意思了。迟一便主动地笑道,没事的,如叶姐,我是真的习惯了。虽然,迟一这样说了,但是柳如叶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心疼迟一的。一会儿节请客,多吃点知道吗?柳如叶生怕迟一客气便急忙说道,嗯,你放心我肯定不会客气的。脚狭地冲着柳如叶眨了眨眼睛,迟一说道,见状, 柳如叶便多少有些忍俊不惊。对了,笑了一声后,柳如叶便顿时反应过来了什么。刚刚想起来,上次和迟一告别后,其实柳如叶是想过找迟一的,但是怕让有心人知道自己在找迟一,给迟一惹上麻烦。所以,柳如叶也只能安耐着,没有让人去调查迟一。但是,其实这两天的时间,他都一直在想迟一。所以想到这里,柳如叶便直接拿出了手机。要不加个联系方式?柳如叶笑得十分清和地说道,生怕迟一拒绝自己。 闻言,前面的王维龙顿时又来了精神。就连前面的司机听到柳如叶好声好气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后,也是没有忍住,再次地回头看了一眼。看来这个人就是上次救了大嫂的人啊。不得不说,这个小伙子确实长得十分的不错。 想到这里,司机便又看了一眼旁边的王维龙。尤其是和王维龙相比,确实也是更加的好看了。毕竟这个年龄了,柳如叶的身材还算是不错,但是王维龙的话,不光是个子有些不够,身材多少也是有点走样了。 其实大家几年前刚加入古花帮的时候,知道王维龙和柳如叶是一对后,心里多少有些诧异。 毕竟他们也是实在是没有想到,柳如叶到底是怎么看上王维龙的。 尤其是,帮派里的人很多都知道。王维龙这个人,其实私底下的私生活也十分的混乱。 司机觉得这个事情柳如叶不可能不知道,所以也就有一部分十分的疑惑。 为什么王维龙私底下玩得这么的欢?柳如叶还能忍耐住他?难不成真的是真爱?但是现在嘛。 看了看后面互通了联系方式后,聊得其乐融融的两人,又偷偷地看了一眼面前脸色十分不好的王维龙。 司机暗自地在心里嘖嘖称奇,偷偷地摇了摇头。 看来,现在王维龙是真的有些不安全了呀。 毕竟他现在除了是古花帮老大之外,确实啥都比不上人家年轻小伙子啊。 就在迟毅和柳如叶聊得正欢的时候,也就是在王维龙忍耐即将抵达极限的时候,车子总算是停到了饭店门口。 车子这边刚停下,司机也学没有下去,便已经有人帮忙把车门给打开了。 看着车门外笑着一脸谄媚的两人,迟毅一下子就认出来。 这两个就是刚刚去别墅去拿工具的两人。 若不是这两人路过自己吐槽了几句,迟毅还真的不知道今天柳如叶会出现在凤阳湖呢? 大哥大嫂啊。 两人笑眯眯地冲着柳如叶和王维龙打了个招呼,只不过在看向迟毅的时候顿时顿住了。 叫我迟毅就好。 迟毅笑眯眯地下了车说道,哦哦哦,迟毅小兄弟好啊。 那两人也是十分有眼见力的人,见状也是讨好的冲着迟毅打了个招呼。 迟毅笑着点了点头,下车后直接取代了这个人的位置。 如叶姐下车吧。 说着,迟毅便伸出手去握住了柳如叶的手,扶住她往这边来。 眼看着柳如叶要下车了,迟毅又赶忙伸出一只手去挡在了车门的上面。 小心碰到头,迟毅微微低头,柔声地提醒着。 莫名地,柳如叶感到自己的心理心思漏拍了一下。 有些慌张地应了一声,柳如叶这才走了下来。 不知道是不是之前没有谈过恋爱的原因,柳如叶总是觉得, 在和迟毅相处的时候,心脏的跳动和平日里总是有些不一样。 就连刚刚迟毅温柔地说了一句话,柳如叶都多少有些心跳加速。 匆匆地看了迟毅一眼,现迟毅眉眼含笑地看着自己,柳如叶便又红着耳垂,急忙地挪开了视线来。 可,我们进去吧。 大强二强,于在后面,激动拿去后厨。 生怕迟毅看出自己的不对劲,柳如叶便赶紧假装吩咐着。 而就在柳如叶嘱咐着大强二强的时候,王维龙也是瞅准了时机,直接站到了柳如叶的身旁。 他没好气地回头看了迟毅一眼,这个臭小子。 别以为他刚刚没有看见他的举动。 之前还没见到迟毅的时候,王维龙便怀疑,怀疑这个人想要翘自己墙脚。 而且,王维龙也是不止一次地怀疑,怀疑上次在玫瑰酒吧的时候,两人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要不然,怎么回去的那几天,柳如叶一直表现得差,不思犯不响的? 这种感觉,尤其是在两人见面之后,尤其地增长了。 因为在看见迟毅的那张脸后,王维龙心里, 便顿时生起了浓浓的慌张。 毕竟那张脸,确实让王维龙毕竟有危机感。 只不过没有想到后来,这个臭小子主动叫自己姐夫。 这让王维龙还以为这个小子很识相。 结果现在王维龙知道自己一开始的想法错了。 本来自己和柳如叶在那边钓鱼的时候,还能聊上几句。 但是自从迟毅出现后,他就没有和柳如叶说上几句话。 现在见两人分开了,王维龙就赶紧凑了过来。 如叶,我记得你喜欢吃辣的,就他们做辣一点的好不好。 王维龙十分体贴地说道。 柳如叶文言,先是低头沉思了一下,随后便看向身后的池翼。 池翼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 池翼勾唇一笑,我喜欢吃红烧的。 柳如叶笑着果断答应,好,那就弄红烧的。 一旁的王维龙,这才牙齿咬得更紧了。 他狠狠地看着池翼,吃红烧的,吃什么红烧的。 他看这个叫池翼的,就像是红烧的。 见柳如叶转过头去,池翼直接毫不掩饰地对着王维龙,就是得意的一笑。 老东西,想争宠,看来也是争不过自己啊。 如叶姐,你不是喜欢吃辣的吗? 反正有两条鱼呢,一条鱼做一个口味呗。 池翼走到柳如叶的身旁,紧紧地贴着柳如叶说道。 柳如叶现在的心思,哪里在池翼的话里啊。 此时,他的注意力全部都在池翼那,紧紧贴在自己胳膊上的肌肤上。 原本现在就是夏天,所以出来的时候,柳如叶就只是穿了一条包臀长裙。 池翼也是只穿了一件短袖。 此时天色暗沉下来,周围的温度也是变得凉爽了起来。 这种天气十分的舒适,但此时柳如叶站在这边,却感觉到此时此刻。 池翼贴在自己肌肤上的胳膊,实在是炙热得很。 他不知道是因为池翼体热的原因,还是说是因为自己的心理原因。 总之,现在柳如叶的心里多少是有些慌张的。 嗯嗯好,那就按照你说的做吧。 柳如叶急匆匆地硬了一声。 池翼见状,不由地微微勾了勾唇脚。 毕竟从一开始和柳如叶遇见的时候,一切的一切都有点出乎他的意料。 原本池翼只是想着,能在卧底的时候不被怀疑,不被发现。 生命不会受到威胁就好了。 但是现在池翼微微挑眉挑衅地看着那边咬牙切齿地看着自己的王威龙。 现在的他,心里突然有了一股子大胆的想法。 也许他能在古华帮里步步高升,也不是不行吗? 一行人走进包厢落座,柳如叶坐在了中间。 而池翼则是坐在了柳如叶的左边。 当然了,王威龙自然也是要紧紧地挨着池翼坐的。 只不过,现在一共就三人,无论是王威龙怎么坐。 池翼都会坐在柳如叶的身边。 这家饭店虽然看着没,有内膜的有档次,但是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之前我和你嫂子可是经常来这边吃饭的。 王威龙笑呵呵地看着池翼说着。 只不过,用词不是那你如叶姐,而是变成了你嫂子。 池翼笑道,看来这边的味道看很地道啊,要不然如叶姐也不可能一直来啊。 池翼说着便扭头看向了柳如叶,开口打去道。 柳如叶好笑地看了池翼一样,随后便娇称地说道,说什么呢? 说得我好像很挑剔一样。 池翼挑眉,不是啊,我只是觉得像如叶姐这种女人就应该过得随心意一点。 见两人又熟络地聊了起来,王威龙便也只能狠狠地咬紧了牙关。 此时,在桌子底下,王威龙的手也紧紧都攥成了拳头。 想起下午的时候,柳如叶还对自己多少有些不耐烦。 就连叶掉的时候,也是自己一直主动找话题聊。 虽然两人之前的气氛算不上尴尬,但是也没有聊得这么地欢。 所以,现在看两人聊得这么开心,以至于都无视了自己。 尤其是看见柳如叶面上的笑容后,王威龙心里便再次地感受到了危机感。 同时,王威龙心里也暗自地下定决心。 看来要尽快地行动了,要不然很有可能。 柳如叶的心就要被这个狐妹子给勾搭走了。 是的,这还是王威龙第一次用狐妹子形容一个男人。 虽然不知道王威龙现在的心情怎么样,但是不得不说。 迟叶今天的心情还是很不错的。 毕竟现在的迟叶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确定柳如叶对自己的印象确实十分地好。 至少以后就算是被发现了,死肯定是死不了了。 随着两人的聊天,饭菜也都上齐了。 王威龙赶紧招呼着,迟叶快别客气,有什么想要吃的就尽快吃。 迟叶点了点头,好,我不客气。 说着,迟叶直接伸出筷子加了一道麻辣的鱼肉,随后就直接放在了柳如叶的碗里。 这一下不光是王威龙愣了愣,就连柳如叶也愣了愣。 柳如叶倒是不在乎王威龙的感受,毕竟他和王威龙只是假扮的。 就算是和其他的男人有什么比较亲密的举动,也都和他没什么关系。 王威龙现在几乎是气得要发抖了,在柳如叶背对着他的时候。 他甚至恶狠狠地瞪了迟叶一眼,只不过并没有什么用。 让他不客气,他还真的不客气。 迟叶从始至终都在无视着王威龙。 所以,就算是接收到了王威龙的眼神,也无动于衷。 柳如叶看着碗里的鱼肉,觉得年轻确实有活力有胆量啊。 竟然这么直接。 可,你不用总给我加菜,自己也吃。 说着,柳如叶便微微低头吃了起来。 扭头看着柳如叶微红的耳垂和脖梗,迟叶真想上手去揉一揉啊。 若是王威龙现在不坐在这里,迟叶可能真的要上手去调戏了。 想到这里,迟叶便十分不爽地看了王威龙一眼。 真是可惜啊,可惜。 王威龙? 什么意思啊? 这个小屁还是什么意思啊? 挑衅自己也就算了,现在竟然还用这种怜悯的眼神看着自己。 这么想着,王威龙心里便更加地恼火了。 连带着看着眼前的饭菜都吃不下去了。 因为他已经起饱了。 叮铃铃。 叮铃铃。 随着手机响起,迟叶拿出了自己的手机,是叶柔柔打来了电话。 可能是因为自己这魔晚还没回去,所以这才来打电话问问的吧。 手机铃声响起的一瞬间,不光是王威龙看了过去。 就连一旁的柳如叶也是看向迟叶。 迟叶举了举自己手里的手机,冲着柳如叶示意了一下。 随后便走出去接听电话去了。 而在走出门的那一瞬间,迟叶便听到后面的包厢里。 隐隐约约传来了王威龙的声音。 这魔晚了,应该是女朋友打来的吧。 听到王威龙的话后,柳如叶的动作不免一毒。 但也只是一瞬间,很快他便恢复了常态。 哦? 虽然见柳如叶态态度冷淡,但是刚刚王威龙已经注意到了他的动作顿了毒。 一想到,这才见面了几次,柳如叶对迟叶的态度就已经正磨好了。 王威龙便有些恼怒地坐直了身子。 大姐啊,我怎么瞧着迟叶这个小年轻,心思不正啊。 王威龙提醒道。 怎么不正啊,可能只是年轻而已。 柳如叶面不改色地吃着碗里的饭菜。 大姐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虽然她还年轻,但是毕竟和我们不是一路人啊。 王威龙依旧还是委婉地说着。 毕竟,现在这种事情又不能直说。 看现在柳如叶的脸色就知道,这若是直说了。 柳如叶很大概率会跟自己翻脸的。 年轻就代表不是一路人吗? 那你看人的眼光也实在是肤浅得很啊。 柳如叶眉忍住直接对道。 王威龙一叶,心里多少也是有些窝火。 大姐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让你小心。 你看这个小年轻,知道你有老公,还跟你暧昧。 你觉得它能是什么好东西吗? 王威龙没忍住,就直接了当地说道。 够了别说了,你们要觉得猜忌这么多吧? 迟疑只是带人比较热情一点罢了。 柳如叶没好气地说道。 见柳如叶的态度这么的执拗,王威龙也只能不再说些什么了。 毕竟,若是真的把柳如叶给惹恼了,那就不好了。 但是,之后王威龙也就没有再说什么话。 只是在那边自顾自地吃着自己的饭菜。 毕竟今天王威龙是专门挑了个地方。 准备和柳如叶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的。 但是谁能想到,这半路上突然蹦出来一个承咬金啊。 王威龙这样想着,心里也是越发地憋屈了起来。 连带着面前的酒也是一杯一杯地灌着。 见两人沉默了很久后,迟疑这才推门走了进来。 叶柔柔只是担心地打来了电话,自己说了一句后,他便放心了。 所以,也就只是聊了几句话的时间。 但是没有想到,两人聊得这磨的刺激。 听到两人的话后,迟疑也就没有着急进去,反而是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他微微弯着唇角走了进去,瞧见王威龙在一脸憋屈地喝酒后。 嘴角的笑意便也更甚了。 王威龙刚刚一杯酒一杯酒地灌着,脑子多少已经有些迷惑了一些。 所以,现在看着迟疑这个得意的样子,也是没忍住。 他冷笑一声,看你笑得这么开心,果然是女朋友打来的电话吧。 说着,王威龙的眼神便看向了柳如叶。 柳如叶一直都在那边安静地吃着饭菜,此时听到王威龙的话后,手上的动作再次地顿住了。 他没有继续吃饭,而是聚精会神地想要听一下迟疑的话。 迟疑挑眉,微微犹豫了一瞬后,便直接点头道,是啊。 这下柳如叶的身子是彻底地僵硬住了。 同时,柳如叶的脑海中便也想起了今晚在树林里迟疑的那句话。 如叶姐有老公,我怎么就不能有女朋友了呢? 心烦意乱地吃着饭菜,一向冷静的柳如叶。 竟然一时之间有些理不清自己脑海里的思绪。 如叶姐慢点吃,小心噎着。 就在柳如叶胡思乱想的时候,便突然感觉到一支支热的大手在自己的背上缓缓地拍打着。 咳,好。 应了一声后,柳如叶竟然一时之间有些不知道怎么面对迟疑了。 他必须等承认,和迟疑相处的时候确实十分的愉快。 他也得承认,和迟疑聊天的时候自己也确实是上头了。 竟然产生了一些不该有的错觉。 但是一直到刚刚迟疑走出去打电话的时候,柳如叶便瞬间清醒了过来。 叮叮检测天命女主好感度,奖励一百反派职。 这个好感度来得实在是突然,迟疑在听到系统的话后,甚至还有些狐疑地看了一眼柳如叶。 毕竟柳如叶刚刚硬的那一声,折食有些冷淡,现在怎么又会突然长好感度。 这倒是让迟疑有些搞不明白了。 迟疑啊,你和女朋友的感情怎么样啊? 你现在不回去,还在这边喝酒的话。 女朋友不会生气吧? 看见柳如叶的反应,王维龙十分幸灾乐祸地说道。 迟疑冷哼一声,若是让王维龙知道就算是在这重情况下。 柳如叶还对自己产生了好感度,恐怕会经掉大牙吧。 不会,他很善解人意。 不想打理王维龙,迟疑便应付了一句。 而他不知道,这一句也在柳如叶的心里激起了一些涟漪。 柳如叶微攥紧了手中的筷子,原来迟疑喜欢善解人意的吗? 但是,他并不是那种性格的人。 毕竟虽然一直装作不知道,但是柳如叶早就知道。 很多人都说自己是个蛇蝎美人。 虽然带着美人两个人,但是柳如叶知道,这个词语也并不全是夸奖。 一顿饭总算是过去,王维龙线后面两人总算是没说几句话了。 心里也算是松了一口气。 迟疑啊,你没车,要不要我们送你回去啊? 王维龙心情十分好地说道。 看样子,柳如叶多少是有些死心了啊。 等一会儿去到旁边的宾馆,他可得好好地想想办法,安慰一下柳如叶啊。 不用了,我还有点事情,你们先走,不用管我。 敷衍了王维龙一句后,迟疑便直接走到了柳如叶的身旁。 如叶姐,那我就先走了。 你要是平常有什么事情,或者是觉得无聊了,随时可以给我发消息。 弯着眼睛冲着柳如叶笑了笑,见柳如叶正了正后,迟疑果断地转身离开。 而也就是在转过身去的那一瞬间,迟疑面上的伪装也顿时消失。 属于小狼狗的表情消失,迟疑十分得意地勾了勾唇角。 叶涵这个男主角老大,自己都不怕,区区一个王维龙而已。 见迟疑左拐右拐,很快便消失在了自己的视线中。 柳如叶这才有些不舍地收回了视线。 大姐,我刚刚看你也喝了不少酒,刚刚那个司机也不知道怎么回去。 被大强二强拉着也喝了酒,现在是洗白的关键时刻,保险起见。 我们要不要去附近的酒店宾馆凑合一碗。 王维龙上前轻声说道,柳如叶闻言不有些微微醋了醋眉。 他站在饭店门口看了看,果然没有瞧现司机和大强二强的身影。 看样子,确实应该和王维龙说的一样,都喝了酒。 微微地叹了口气,柳如叶也是懒得折腾了,便也点了点头。 那行吧。 见状,王维龙心里顿时狂写了起来,只不过面上并没有表现出来。 那我在前面带路。 嗯? 看着两人走进了不远处的一家宾馆后,迟一这才缓缓地从小巷子里走了出来。 定定地看着两人的背影,迟一这才缓缓地走上前去。 不过迟一也说了实话,他现在确实是有事情。 只不过这个事情,和柳如叶还有王维龙也有关系,也就是了。 迟一脚步十分地缓慢,悠闲得好像是在散步一样。 一直到大厅的两人都进了电梯后,迟一这才走了进去。 拿了房卡,迟一并没有着急去自己的房间,而是去了王维龙的那个楼层。 不光是原著中写出来王维龙的楼层。 也是因为耳力超群的他也在外面听见了。 柳如叶还是比较警惕的,所以迟一想着他应该很快就会察觉到不对劲。 想到这里,迟一便直接坐到了那个楼层的休息厅,开始悠闲地刷起了手机。 不过,虽然迟一在刷手机,但也还是一直在看着时间的。 毕竟虽然知道剧情,但是要是真的错过了时间,那可就有些得不成失了。 就在迟一已经坐在休息厅的时候,那边的王维龙也是刚刚把柳如叶给送到了房间里。 为了让柳如叶放下警惕,王维龙还专门地在前抬开了两个房间。 果然,看见两张房卡,在听到王维龙要送自己回房间后,柳如叶确确实实也是放心下来。 柳如叶今天喝的酒不算多,而且也是因为柳如叶的酒量十分的好。 所以,现在柳如叶并没有醉,现王维龙一气走了进来。 便奇怪地看了王维龙一眼,但是他并没有说什么。 只不过在王维龙关上门后,他到底还是警惕地询问了一句。 怎么了? 你还有什么事情吗? 面对着柳如叶的质问,王维龙倒也不慌张,刚刚迟疑在。 有点事情,一直没来得及跟你聊聊。 那你现在说好了,趁着还没休息。 柳如叶以为是工作上的事情,便直接询问道。 但是这个时候,王维龙多少有些迟疑了。 不是工作上的事情,你放松一点。 说着,王维龙便去了把台那边荡着柳如叶的面,拿出了鸡瓶没有开封的酒。 你先坐下,我帮你调杯酒。 柳如叶看着王维龙的动作,随后便也点了点头应了一声。 好,王维龙的调酒技术是帮派里人尽皆知的。 而且,王维龙拿的也是未开封的酒,所以见状,柳如叶便也放心地坐了过去。 所以,到底是什么事情? 你现在说啊,柳如叶坐在吧,台前随口说着。 到底是什么事情,让王维龙这魔的,支支吾吾的。 况且,现在柳如叶的思绪到底还是有些混乱。 其实还是想要尽快地去躺下好好的休息地。 可,是这样的,大姐,咱俩伪装夫妻多少年了? 王维龙手下动作不停,边调酒边询问着柳如叶。 柳如叶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文言这才抬起头来,怎么了? 也就是这个时候,王维龙把一杯已经掉好的酒放到了柳如叶的面前。 自己也是在柳如叶的对面坐下后,喝了一口酒。 没什么,就是突然最近想到一些事情,突然就有些感慨。 王维龙笑眯眯地说道。 而瞧见王维龙喝了一口酒后,柳如叶也是微微地抿了一口酒。 稍微思索了一下后,柳如叶挑眉看向了王维龙,都这么些年过去了。 你现在说起这些事情,我怎么感觉不像是突然感慨啊? 王维龙笑了笑,尤其是看见柳如叶在把酒喝下去后,面上的笑意便也更加地深了。 哦?那你觉得是什么? 柳如叶虽然喝了酒,但是依旧还是清醒着的。 他一只手放在吧台上,慢条丝里地敲打着。 当时我让你帮我这个忙的时候也说了,等过了那段时间。 你若是想要安定下来,我们就可以宣布离婚,只不过我们两个也没结婚。 所以,到时候直接在帮派里宣传就好了。 得确,这些年咱俩年纪都不小了,你最近要是有想要安定下来的想法的话。 或者已经有看上的人,就跟我说,我提前安排一下,顺便准备一下份子钱。 不得不说,这些年王维龙却实帮了柳如叶不少的帮。 只不过王维龙现在这个身份,也给他自己带来了不少的好处就是了。 但是,柳如叶还是那种比较感恩的人的。 所以,等王维龙以后结婚了,他是真心地想要祝福的。 其实现在确实有了看上的人,王维龙并没有直说。 而是目光灼灼地看向了对面的柳如叶。 在注意到王维龙视线的那一瞬间,柳如叶便顿时微微促起了眉头。 毕竟看着现在王维龙的眼神, 还有想起今天王维龙对迟疑的态度后,柳如叶心里便缓缓地生起了一些不安的情绪。 被他的眼神看着,柳如叶只能再次地喝了几口酒来掩饰一下自己的不耐。 要是王维龙真的有了那种想法,可不行啊。 而且,事情也会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想到这里,柳如叶不免再次地叹了一口气。 虽然几年前在和王维龙做下约定后,他还专门地说了一下这个事情。 但是现在看来,这种事情多少还是有些控制不住的。 看着对面的柳如叶逐渐地把酒杯里的酒全部都喝光了后, 王维龙的眼神便也逐渐地变得幽深了起来。 毕竟,只要这杯酒下了柳如叶的肚子,事情就会变得好办起来。 谁啊? 你这些年万花丛中过,真没有想到还能安定下来。 柳如叶笑道。 其实对于王维龙这些年,一直在各个女人之间游走的事情。 柳如叶也是知道的。 但是,两人并不是真正的夫妻。 而是上司和下属的关系,他也不好插手。 也没必要插手,只是在有时候会提醒王维龙别玩得太过分了。 而且柳如叶也知道,王维龙也不仅仅只是平常暧昧。 或者是,养个情妇那么简单。 说白了,柳如叶也是真的怕王维龙现在身上已经沾染上什么病了。 毕竟有一段时间,王维龙确实像是疯了一样。 想到这里,柳如叶的眉头便忍不住地抽搐了一下。 不说他对王维龙没什么感情,就算是有同事之情。 其实他多少也是看不上他这个人。 毕竟平时王维龙没少拿着古华帮老大的身份乱来。 很多烂摊子都是他收拾的。 但是这种事情,又不好意思对他直说。 不知道是因为心里烦闷的原因,柳如叶真是想到之前的事情。 就越想越觉得心烦意乱得很,连带着头都开始晕晕乎乎了起来。 王维龙在桥线柳如叶微微抬起手来揉了揉头后,面上的笑容更甚了。 如叶,难道你还不知道我的心意吗? 王维龙柔声地说着。 边说边,深情款款地伸出手去握住了柳如叶的手。 王维龙的话和举动,直接吓得柳如叶打了个颤。 他猛地抽回自己的手来,随后便抬起头来,皱着眉头看向王维龙。 你的意思是,柳如叶叹了一口气,无奈地再次询问道。 不过不等王维龙说话,柳如叶便无奈地再次说道,王维龙。 有些事情,你还是想明白,再说比较好。 他这个,已经算是警告王维龙了,只希望王维龙能听明白他的意思。 王维龙不是傻子,自然也是听明白了柳如叶的意思。 只不过这个事情,他从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想了。 同时,也已经谋划了一段时间了。 所以,就算是柳如叶现在说出这些话来警告自己,他也依旧还是要坚持地说下去的。 如叶,我是真心的,我们一起相处了这么多年了。 你应该明白我的心意的,你在我的心里和别人是不一样的。 王维龙十分由衷地说着,但是就算是这样,柳如叶的眉头一直都还是紧紧地皱着的。 王维龙,今天的话,我就当作没听到过,这种话,你以后也不要再说了。 赶紧回去休息吧。 说着,柳如叶便脸色难看地直接站起身来,想要往自己的卧室走去。 如叶,我对你是真心的,就算是今天我不说了,明天我照样会说。 难道一起相处了这么多年,你对我真的没有什么感情吗? 王维龙十分深情地说着,边说,边大步向前直接挡在了柳如叶的面前。 柳如叶心里十分的无奈,这能有什么感情? 其实柳如叶对王维龙真的没什么感情。 要说一开始还比较敢谢王维龙能帮助自己,多少还是有点同事之前的感情。 但是,后面王维龙一次次地让自己给他擦屁股后,柳如叶是真的对王维龙没啥感情了。 毕竟很久之前,他也是因为看着王维龙比较老实,这才选择了王维龙。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仅仅只是享受了一下权力的味道。 王维龙整个人就已经全部变了。 见柳如叶站在那边沉默着不说话,王维龙心里多少有些恼火。 柳如叶,你是什么意思?你是看不起我吗? 柳如叶被王维龙吵闹的声音弄得心情更加烦躁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柳如叶自己的原因,还是说喝了酒的原因。 他的头好像比刚刚还要晕了。 等一下,酒? 柳如叶自视酒量还是很好的,毕竟之前为了经营古华帮,他就没少喝过酒。 而今天,他只是在饭店里稍微喝了两杯酒,回来后也并没有觉得醉了。 刚刚也只是喝了一杯酒罢了。 想到这里,柳如叶顿时瞪大了眼睛,好像反应过来了什么一般。 他瞪大眼睛,有些不可置信地看向了王维龙。 王维龙你,他多少有些错愕地说道。 如叶,你会理解我的对不对? 这么多年了? 我不想先你,难道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王维龙你清醒一点,我对谁都没有想法。 我现在只是想着帮派里面的事情。 柳如叶连连后退着,无奈地大吼说道。 王维龙冷笑一声,柳如叶你自己说这句话难道就不心虚吗? 你现在只想着帮派的事情? 那为什么再陷到迟疑的时候? 你就耐不住寂寞了呢? 柳如叶,你不会以为那个叫迟疑的臭小子对你是真心的吧? 你没听见他说吗? 他已经有女朋友了。 有女朋友了,还分你暧昧? 这不就是想要吊着你吗? 你自己也知道的吧? 这种年轻人最花心了。 那些搞大别人肚子不负责的人比比皆是。 你还要上赶着被玩吗? 王维龙嘲讽道。 王维龙?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听到王维龙的话后, 柳如叶再也忍不住地大吼出声。 如叶,我也是为了你着想啊。 你为什么就不能考虑考虑一下我呢? 你知道的。 我虽然花心,但是身边从来也就只有你一个人。 我对你是真爱啊。 说着,王维龙便步步紧逼, 很快便上前来揽住了柳如叶的肩膀。 闻着男人身上的汗臭味, 柳如叶本来就头晕。 现在更是有了一种想要呕吐的感觉。 你给我放开。 现王维龙一意孤行骂, 完全没有要回头的意思, 柳如叶直接用力一推。 把王维龙给推了开来。 王维龙, 我最后警告你一次, 如果你现在离开的话, 那今天的事情我就当作没有看见, 以后也会当作没有发生。 头越发得晕了起来, 连带着身上也都感觉有些乏力。 柳如叶明白, 若是再继续拖沓下去的话, 这个情况对自己多少有些不利。 而看来, 王维龙也是清楚的。 若不是用这种肮脏的手段, 王维龙现在早就被柳如叶给打趴下了。 如叶, 我了解你, 这摸些年你都没有离开我身边。 依旧让我当着你表面上的丈夫, 我相信, 你对我也是有感情的。 只是, 你自己没有一时到罢了, 没关系, 今天我会让你看清自己的内心的。 望着王维龙那面上十分猥琐的表情, 柳如叶心里的恶心更甚了。 隐隐约约的, 柳如叶的脑海中再次地浮现出了迟疑的身影。 如果是迟疑的话, 他肯定干不出这种事情吧。 冷冷地看了王维龙一眼, 柳如叶转身便要快步离开。 只不过, 现在他的身形有些不稳, 仅仅只是走了两步, 便已经十分地亮腔了。 看着他亮亮腔腔的背影, 王维龙露出了得逞的笑容。 他直接上前去从背后搂住了柳如叶的喜悠。 十分陶醉和满足地在他脖颈处吸了吸。 如叶你好香啊, 你是一个特别的女人, 和其他人完全不一样。 说着, 王维龙的手已经开始不老实了起来。 柳如叶面上冷若寒霜, 仅仅只是一瞬间, 他的眼里便闪过了一丝狠力。 他已经警告过王维龙了, 他依旧还是执迷不悟, 那也就不要怪他下狠手了。 想到这里, 柳如叶直接拿起了把台那边用来切水果的刀。 丝毫不客气地直接一话。 啊, 王维龙吃痛, 顿时松开了手。 看着手背上那道长伤口, 王维龙一手捂着伤口, 一边咬牙看着柳如叶。 柳如叶? 你做什么? 我做什么? 你倒是想想自己在做什么好了。 柳如叶紧紧地攥着手, 长长的指甲嵌入肉里。 痛感让他顿时恢复了一丝的清醒。 虽然手上的伤口十分地疼, 但是王维龙依旧还是觉得柳如叶对自己是有感情的。 毕竟在柳如叶这样的人, 在对待自己和别人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而王维龙甚至觉得, 现在柳如叶对自己这模的抗拒也是因为今天的迟疑。 在心里痛骂了迟疑一句后, 王维龙直接扑向了柳如叶。 柳如叶之前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 所以,在面对扑上前来的王维龙后, 直接挥舞起了手中的匕首。 瞧见柳如叶这模疯狂的举动, 王维龙只能一脸诧异地退后了几步。 柳如叶, 你也真的下得去手。 柳如叶冷笑, 你可以再上来试试。 说话间, 柳如叶已经打开了身后的门, 没有丝毫的犹豫。 柳如叶转身直接冲出了房门。 王维龙心里大惊, 赶忙追上前去。 而此时, 正坐在休息厅的迟疑, 也隐隐约约地听到了一些声音。 因为估摸着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所以他的注意力并没有在手机上。 在原著中, 柳如叶是靠自己躲开的这种灾难。 后面和男主一起联手队赴了王维龙。 但是现在, 迟疑觉得白来的便宜都已经送到手上了, 白捡白不加嘛。 随着声音的靠近, 迟疑不免回头看去。 随着凌乱的脚步声响起, 迟疑便瞧见了前面走路亮亮呛呛的柳如叶。 紧接着就是后面面目猙獰的王维龙。 此时柳如叶身上的腰笑, 看样子已经开始发作了。 所以, 就算是尽力地往前面跑, 也依旧还是抵不过后面的王维龙。 只不过, 他手上不停挥舞的匕首, 多少还是让王维龙有些忌惮的。 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迟, 柳如叶就连手上的动作也连带着缓慢了起来。 而后面的王维龙, 刚刚也不知道是经历了什么, 手掌周围满满的都是血迹。 这直接让王维龙去看准了机会, 想要上前去躲过柳如叶手中的东西。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空无一人的走廊里, 柳如叶顿时眼前一亮, 捕捉到了一旁的迟翼。 迟, 他期待地看着迟翼。 迟翼也不负众望, 直接站起, 伸来就朝着那边冲了过去。 在听到急速的脚步声后, 王维龙顿时一脸, 错愕地看向了迟翼。 只不过, 还没等王维龙看轻冲上前来的迟翼, 便已经被迟翼一脚踹了出去。 迟翼这一脚可是一点力气都没有收, 直接把王维龙给踹飞了出去。 也就是后面没来的机关上的门挡住了王维龙。 要不然, 还真的要飞出去好远。 但就算是这样, 那扇门也已经营引有了要开裂的趋势。 你…… 嗨嗨嗨嗨嗨。 王维龙怒火中烧得看着迟翼。 但是胸前的剧痛, 让他一时之间有些动弹不得。 此时, 旁复就连呼吸也都剧痛了起来。 不知为何, 在看见迟翼的那一瞬间, 柳如叶便顿时放松了下来。 紧绷着的神经顿时松懈, 他身形一软, 直接扑到了迟翼的怀中。 只不过, 在扑进去的同时, 柳如叶还不忘把手里的匕首给扔掉。 如叶姐, 你怎么样? 迟翼演技上线, 一脸担忧地看着自己怀里的柳如叶。 柳如叶轻轻喘息着, 随后轻声说道, 带, 带我走。 好。 迅速地点了点头, 迟翼硬了一声后, 直接把柳如叶打横抱起, 转身离开。 这下, 柳如叶也是彻底地安心下来, 浑身放松地躺在了迟翼的怀中。 其实迟翼的房间也是在这一层, 只不过在另外一个方向。 要不然, 后面柳如叶问起来的话, 还真的是有些说不准了。 两人没有搭理后面痛苦呻吟的王维龙, 直接离开。 虽然迟翼梅有收着自己的力道, 但是也丝毫不担心身后的王维龙会发生什么安全问题。 毕竟他知道的王维龙也是有点倒行的, 就那一脚不会这么轻易地让他死的。 回到房间后, 迟翼直接抱着柳如叶大步地走向了卧室。 柳如叶此时虽然浑身乏力, 连带着一时也都有些模糊了。 只不过现在的他依旧还是能清醒一点的, 不过也算是在强撑。 被迟翼放在C上后, 他抓住了迟翼的衣巾, 低声道, 迟翼。 迟翼莲宽慰道, 如叶姐你放心, 我什么都不会做的, 你快点好好休息吧。 说着, 迟翼便伸出手去揉了柳柳如叶的头, 转身离开了房间。 听到关门的声音, 柳如叶心里庆幸的同时, 又觉得有些失望。 连带着身体也都有些空缩了起来。 迟翼坐在外面的沙发上, 摒弃凝神, 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气。 随后又在心里默念的几遍清醒咒之后, 这才彻底地冷静了下来。 鬼知道, 他今天忍耐了两次。 那种看得见吃不到的感觉, 到底是有多么的难受。 况且, 此时只要迟翼一闭上眼睛, 脑海中就满满的都是柳如叶那白花花的汹涌。 但是迟翼深知, 若是今天真的忍不住了, 那之后可就不会这么容易了。 程飞然和柳如叶都是属于这种女人, 尤其是柳如叶这重杀人不眨眼的蛇蟹美人, 从底层摸爬滚打上来。 其实, 程夫肯定比眼前看到的要深。 迟翼甚至还猜测, 若是现在真的忍不住的话, 恐怕等到明天。 自己一睁开眼睛头失手, 就可能分离了。 一想到这里, 迟翼便感觉自己脖梗出凉嗖嗖的。 无奈地长生叹了一口气, 迟翼只能认命地在沙发上躺了下来。 只不过躺下的那一瞬间, 迟翼便发誓今天的两次忍耐。 以后一定要从那两个女人的身上收回来才是啊。 不过, 要说迟翼今天确实也是比较劳累的, 毕竟上午喝了一个酒局, 下午又喝了一个酒局。 很快, 迟翼便迷迷糊糊地在沙发上睡着了。 但是, 迟翼睡得轻松舒服, 隔壁就有人睡得不好了。 半夜, 也许是迟翼睡得迷迷糊糊之间。 隐隐约约地觉得, 好像有人在扒拉自己。 迟翼不耐烦地把那东西给扒拉开, 但是很快, 那东西便直接缠绕了上来。 谁啊? 被打扰得不耐烦了, 迟翼这才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看了过去。 只不过在瞧现自己身旁的人时, 迟翼到底还是忍不住叉一道, 如夜间。 夜幕降临, 今晚月色明亮, 连带着夜空也没有前几天那么的灰暗了。 看今晚的天色, 看样子, 明天天气肯定会很不错。 也是因为落地窗前倾斜进来的月光, 让迟翼明显地看清了坐在自己身侧的女人。 女人一身紧身包屯裙, 此时坐在这边更是勾勒的身材前凸后翘, 看着就让人口舌发浅。 而更致命的是女人面上的表情。 一张白皙精致妩媚的小脸上, 此时却满是红韵。 不知何时浮现出来的红润。 增添的这, 原本就十分妩媚的面孔也更加地妖艳了起来。 此时深夜, 猛然瞧现坐在自己身侧的柳如叶, 迟翼甚至还有一种错觉。 恍惚地感觉眼前的女人, 是来吸自己聚气的女妖精。 而坐在那边的柳如叶, 在听到迟翼诧异地叫了自己一声后, 便有些不好意思地扭过头去。 她眼神波光练艳, 柔柔地看了迟翼眼后, 又慌张地看向了别处。 凌乱的碎发从头顶滑落, 慢慢地落到了她的肩头, 后又到X前。 零碎的末发, 在那白花花的汹涌上对比得更加明显了。 一时间, 迟翼竟然觉得, 这白花花的汹涌要比窗外的月光要明亮得多了。 迟翼是千算晚算, 都没有想到柳如叶会主动地出来找自己。 毕竟其实两人才, 陷过两次面, 就算是之前抽到的魅力值十分地强大。 但是按照柳如叶的性格, 陷过两次面。 肯定仅仅只是对自己的好感度十分地高罢了, 肯定不至于爱上自己才是。 而且, 迟翼也是怎么想都没有想到, 柳如叶会出来找自己。 关于这个事实, 迟翼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反应过来。 只不过, 在桥现柳如叶面色飞红地扭过头去, 那霜水灵灵的毛子中满满地都是挣扎, 迟翼便顿时又想到了什么。 脑子里顿时灵光一闪, 迟翼背对着柳如叶暗自地笑了一声后, 便迷迷蹬蹬地揉了揉眼睛坐了起来。 如叶姐你怎么出来了? 是不是身体还是不舒服? 这样说着, 迟翼便以惊异脸担忧地伸出手去, 把手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柳如叶的额头上。 迟翼真的觉得自己已经很不错了, 他已经十分地君子了吧。 但是, 你这要是自己主动贴上来, 那真的不怪迟翼了。 毕竟一开始的迟翼就已经主动地避嫌了。 柳如叶心里招惹难耐, 毕竟从十点左右, 一直到现在已经三点多了, 柳如叶依旧还是被折磨着的。 他本以为洗个冷水澡之后会好很多, 但是也仅仅只是好了那一瞬间罢了。 柳如叶是万万没有想到, 王维龙下手会这磨得重。 这也就代表, 看来从一开始, 王维龙就没有想到放过自己的意思。 柳如叶原本以为自己能熬过今晚的, 但是只要他一躺在那边。 只要周围一安静下来, 只要他一闭上眼睛, 脑海中便满满的都是池叶的身影。 而柳如叶自己也清楚得很, 此时此刻, 池叶就在自己的门外。 仅仅只是一墙之隔, 只要柳如叶愿意, 便可以立马出去看见池叶。 柳如叶这样想着, 便也已经这样做了。 所以, 他缓步地走了出来, 静止地来到了池叶的身边。 他小心翼翼地坐在池叶的身旁, 瞧着池叶沉睡的面孔。 连带着呼吸都轻了许多。 但就算是这样, 在这寂静的环境中, 柳如叶依旧还是能听到自己的声音。 或许是激动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桥现池叶的原因, 柳如叶原本就招惹了身体。 此时也是更加地难受了起来。 所以, 他实在是没有忍住, 直接伸出手去握住了池叶的手。 池叶那冰凉的手, 不免也是带给了柳如叶一丝丝的安慰。 但是那也仅仅只是一瞬间有用, 很快那骨子燥热便再次来袭。 柳如叶没忍住继续触碰着池叶, 也是因为这样, 池叶这才会被柳如叶吵醒。 但是, 虽然刚刚已经在房间里下定了决心。 但此时此刻, 在面对池叶那诧异的面孔时, 柳如叶到底还是十分羞涩地转开了目光, 转开了头。 只不过, 池叶的手却是十分的冰凉, 在他主动触碰到柳如叶的额头时。 柳如叶到底还是没有忍住, 直接喘息了一声。 啊。 虽然很快, 柳如叶便尽快地咬住了唇部。 但是, 在他想要抑制住自己的声音时, 已经来不及了。 如叶姐, 你怎么了? 旁边的池叶就像是什么都不明白一样, 在听到柳如叶的声音后, 面上的担忧便也更加地急切了起来。 见柳如叶依旧还是不肯迟视自己。 池叶直接就伸出手去握住了柳如叶的肩膀。 随后, 在柳如叶挫不及防的时候, 池叶直接微微用力, 让柳如叶面对自己。 面上闪过了一丝的错愕, 柳如叶的面色顿时爆红了起来。 如叶姐, 身体还有什么不舒服? 池叶鸣之故问道。 而乔见池叶一脸的担忧, 柳如叶心里顿时便生起了罪恶感。 池叶是这魔地担心自己, 但是自己竟然想要。 想到这里, 柳如叶叶变顿时觉得自己太不是个东西了。 甚至, 柳如叶此时此刻已经在心里谴责起了自己。 不, 不是。 虽然心里在谴责自己, 但是不得不承认, 在桥现池叶的那一瞬间。 柳如叶是真的。 他眨了眨眼睛, 那拨光练燕的眼睛在看向池叶后便再也挪不开了。 两久后, 在池叶那担心的表情中, 他便微微俯身, 随后便缓缓靠近。 最后一双柔软的胳膊直接缓住了池叶的脖梗。 池叶, 抱歉。 轻起红唇, 柳如叶轻声说道, 随后他便挪动了一下臀部Latin。 缓缓地俯下了身子。 池叶顿时瞪大眼睛。 乖乖, 不愧是古华帮老大柳如叶。 就是和别的女人不一样啊。 面上装着震惊, 但是池叶的手已经开始不老实了起来。 他一双轻轻抱起的大手, 用力地牵住了柳如叶的腰肢。 引得柳如叶惊呼一声。 随后池叶叹息, 如叶姐, 这可就不怪我了。 柳如叶内心羞涩, 但也知道, 确实怪不得池叶。 羞耻地应了一声, 柳如叶不由地沉沦下去。 一日, 柳如叶是在卧室里醒来的。 这个房间是一室一厅的规格, 所以, 昨天晚上再把柳如叶放在卧室后, 池叶便出来睡了。 虽然最后, 柳如叶还是出来找池叶了。 柳如叶醒来后, 便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间, 现在已经是下午了。 确实, 毕竟他也是天色蒙蒙亮的时候, 睡过去的。 想到这里, 柳如叶便不由地想起了昨夜的疯狂。 瞬间, 白皙的皮肤上便顿时浮现了一抹红韵, 从肩膀一直到脸颊上。 只不过, 在缓和过来后, 柳如叶便下意识地看向了自己旁边的位置。 顿时, 一股巨大的失望笼罩了柳如叶的内心。 此时, 他身旁的位置早就已经没有温度了。 长叹一口气, 柳如叶也知道自己自知理亏, 毕竟昨晚确实是他的不对。 但就算是这样, 柳如叶心里多少还是有些苦涩的。 果然, 就像是王维龙说的那样模。 自己的年纪已经大了, 像迟一那重年轻人, 肯定是看不上自己的吧。 心里虽然有些难受, 但是柳如叶还是强打起精神, 起来穿衣服, 准备回去。 毕竟昨天发生了那样的事情。 这也就代表着, 自己和王维龙已经撕破了脸皮。 他得提前为之后的事情做打算才是。 想到这里, 柳如叶便匆匆穿好衣服, 快步走出了房间。 但纵使柳如叶习武多年, 在站起身来的那一瞬间, 也不免觉得腿有些软。 不光如此, 就连大腿内侧也是酸痛得很。 一时之间, 柳如叶竟然又想起了昨晚的事情, 让他面上再次羞红了起来。 迟一买完吃时候, 便缓步地走了回来。 他醒来的时候已经不早了, 想着出去买点吃的。 回来的时候, 他边开门, 边开着系统提示。 丁丁检测到天命女主好感度, 奖励666反派值。 丁丁恭喜宿主拿下天命女主柳如叶, 奖励66666反派值。 瞧着这些反派值, 迟一心里不免十分的清爽。 这段时间, 他兢兢业业可是积攒了不少的反派值啊。 等下自抽奖的时候, 他可得好好地盘算一下。 毕竟也不能一直抽至尊宝箱。 若是想要获得一些其他的东西, 其他的宝箱也是有必要的。 而过了这摩歇时间后, 迟一也终于明白了魅力值的重要了。 之前虽然他样貌不错, 比叶涵好看。 但是没有魅力值, 而且人家还有男主光环。 所以, 就算是他站在那些人的面前, 依旧还是路人甲, 依旧还是不会有人看得见自己。 但是现在, 有了叶涵在身边。 加上迟一之前, 已经获得了一些魅力值, 所以颜值的重要性就出来了。 能被人瞧现的同时, 颜值还在线, 所以迟一这才会觉得这么地顺畅。 但是现在这点魅力, 若是想要和叶涵的男主光环相比较, 也还是不太够的。 所以, 迟一准备专门抽一些魅力值出来。 毕竟, 若是累积的多了, 这个东西那就十分地有用了。 迟一边在心里估摸着, 便用房卡打开了面前的门。 迟一刚刷上房卡, 面前的门便已经打开了。 有些诧异地抬起头来, 迟一正好和门内一脸错愕的柳如叶对上眼神。 你, 你回来了? 与迟一对上眼的那一瞬间, 柳如叶便赶紧慌张地移开视线。 随后便面色红润地后退了两步。 迟一倒是没有想到黑半大姐头, 看见自己竟然会震磨得慌张。 不过看见他面上的羞红后, 迟一便顿时理解了。 迟一抬了抬自己手上的吃食道, 我出去买午饭了, 想着给你补补。 便说迟一便一脸掉砍了, 走进了房间。 你,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柳如叶面色飞红, 闻言凶巴巴地瞪了迟一眼。 只不过, 那平日里十分狠立的眼神, 现在配上这飞红的小脸, 却有了另外一番的风味。 至少在迟一看来, 还是很诱人的。 没什么, 快点吃吧, 害你急匆匆的是有事情, 那也至少吃点饭再走吧。 耸了耸肩后, 迟一便把买来的午饭都摆在了餐桌上。 随后便一脸担忧地说道。 只不过, 除了这些事情后, 迟一便没有多问了。 毕竟现在迟一扮演的, 只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小狼狗罢了。 虽然现在看起来, 柳如叶还挺好相处的。 但是迟一知道, 若是自己一个不小心, 说出了关于一些古花帮的事情, 那肯定是会引起柳如叶的警惕的。 所以, 迟一有些事情还是不敢多说。 柳如叶心情有些凝重地点了点头。 不过对于迟一方才的调侃, 柳如叶并未生气。 乔县迟一竟然没有独自离开, 这便已经足够让柳如叶十分地狂喜了。 但, 这件事情确实还是要尽快地回去处理比较好。 只不过, 在乔县迟一贴心地为自己布置好了吃食, 并且一脸担忧地看向了自己。 这顿时让柳如叶心里多一丝的不忍, 就像是自己这样直接离开的话, 恐怕会很伤迟一的心。 所以, 面上犹豫了一瞬间之后, 柳如叶到底还是坐下来准备吃完饭再走。 他低着头, 看起来十分温顺地吃着饭菜, 边吃。 柳如叶边敲咪咪地抬头, 看向迟一。 没想到, 在第三次抬起头来看向迟一的时候, 竟然直接被迟一逮了个正正。 对世上迟一那笑咪咪的表情, 柳如叶有些不自然地轻咳了一声。 咳。 昨晚, 十分感谢, 然后, 抱歉。 说着说着, 平日里的大姐大, 竟然缓缓地在迟一面前垂下头去。 没事, 我说过的, 咱俩之前不用这么客气了。 迟一笑意盈盈地说道, 要是说谢谢的话, 他恐怕还要对柳如叶说谢谢呢。 毕竟也是多亏了柳如叶, 他昨晚这才睡了一个好觉。 昨天确实比较特殊, 两次都看得现不能吃, 迟一多少有些没睡好。 就算是睡着了, 心里也是多少有些烦闷。 但是, 谁能想到柳如叶能主动地送到跟前来啊? 这实在是意想不到的福利。 尤其是, 柳如叶实在是热情似火了。 柳如叶面色爆红, 再次垂下头去。 此时此刻, 他的脑海中满是昨天的画面, 甚至都有些不敢抬头看向迟疑。 两人都十分地热情似火, 碰撞起来, 摩擦出来的火花实在是激烈得很。 以至于, 就算是现在柳如叶想起来, 还觉得有些口前舌燥。 想到这里, 柳如叶便匆匆忙忙地拿过了一旁的水杯, 灌了鸡口水。 他之前从未经历过这些, 虽然都说他看起来风情万众。 也有人猜测, 他在王为龙之前肯定还有不少的男人。 毕竟那深的气质是锻炼不出来的。 但是, 只有柳如叶自己知道, 他之前是没有的。 之前柳如叶只对自己的事业感兴趣, 对其他的东西一概没有兴趣。 这也就导致了, 他对人与人之前的这些东西也都没有兴趣。 只是现在, 柳如叶压下那骨子口前舌燥的感觉, 下意识地抬头看向了迟疑。 他怎么觉得, 自己好似已经快上瘾了呢? 对了, 昨天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那边? 柳如叶好奇地问道, 他一半是真的有些好奇, 另外一半则是想要转移开话题。 昨天我不是说有点事情吗? 处理完之后, 感觉也打不到车了。 就想着在附近住下算了, 只不过没有想到会突然遇到你。 说到这里, 迟疑便一脸担忧地上下打量了一下柳如叶。 对了, 昨天瞧见见, 那人身上满是血字, 你没事吧? 迟疑故意在说姐夫的时候顿了毒。 没事没事, 你放心好了。 气氛一下子变得微妙了起来。 柳如叶善笑了两声后, 便装模作样地开始认真地吃起了饭。 毕竟自己之前骗迟疑说, 两人是夫妻, 但是哪有夫妻会像左腕一样, 冰刃相见呢? 所以这个谎言, 在迟疑这里也就不攻自破了。 现迟疑没有继续询问这些事情, 柳如叶便也顿时松了一口气。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柳如叶放在一旁的手机便想了起来。 他看了过去, 发现是自己的助理。 他拿起手机来, 下意识地看向了一眼对面的迟疑。 但是没有想到, 迟疑早就已经起身走向了一边。 可, 我去冲得早。 说着, 迟疑就已经走进了洗漱间。 柳如叶知道, 这是迟疑故意想要给自己腾出私人空间打电话的, 想到这里。 柳如叶看向迟疑的背影, 便顿时心里一暖。 迟疑关上洗漱间门的那一瞬间, 系统的提示音便也传了过来。 丁丁检测到天命女主好感度, 奖励二百反派值。 勾唇一笑, 迟疑便也真的开始洗漱起来。 洗漱完后, 迟疑出去后发现屋子里已经没有柳如叶的身影了。 桌子上的餐鱼垃圾已经被收拾干净了。 而迟疑手机里也多了一条柳如叶发来的消息。 柳如叶, 迟疑, 我突然有些事情就先走了, 昨天晚上的事情真的十分感谢你。 还有对不起。 迟疑轻轻一笑, 看来柳如叶还是觉得心里对自己这个小狼狗有些愧疚。 愧疚好啊。 愧疚的话, 以后遇陷了, 有事情也好办了。 这样想着, 迟疑便收拾了一番后, 也准备回去了。 从今天早上开始, 迟疑便收到了不少的短信。 有宋情的虚心假意, 还有花蝴蝶的关心, 还有成飞燃和颜飞飞的抱歉。 当然了, 也有叶柔柔的信息轰炸。 虽然是信息轰炸, 但是也只是比其他人发的消息比较多罢了。 话说, 昨天晚上, 迟疑也是没有想到叶柔柔会主动打电话, 关心自己回没回家。 迟疑还以为, 小魔女会要交个鸡天呢? 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开始找自己了。 一一地回复了之后, 迟疑便点开了自己和叶柔柔的聊天框。 都是从早上开始, 陆陆续续发给自己的。 叶柔柔, 一哥, 你还不回来摸? 叶柔柔, 一哥,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叶柔柔, 一哥, 你怎么不回我消息? 你没出什么事情吧? 叶柔柔, 泪眼汪汪, 担心表情包。 叶柔柔, 一哥, 我们聊聊吧。 叶柔柔, 一哥, 你能不能理理我? 叶柔柔, 一哥, 之前的事情都是我不对, 你能和我聊聊吗? 这些消息, 都是从早上一直陆陆续续发到现在的。 迟疑一一看着叶柔柔发来的消息, 看来此时小魔女的心情肯定十分的惶恐吧。 可能是以为自己故意不搭理她的吧。 只不过, 迟疑多少有些冤枉, 毕竟她从昨晚开始, 真的是有急事。 所以, 这才一直没有看手机。 但是目前看来, 没有看手机还有意外之喜啊。 毕竟傲娇的小魔女, 这魔快愿意低头, 是迟疑没有想到的。 果然, 还是得高端局啊。 迟疑就开始就明白, 只有真正的高端局, 才能真正地笼络人心啊。 再不会附业柔柔的消息, 就不大好了。 迟疑, 抱歉, 之前有事情, 没看手机。 在迟疑消息发出去的一瞬间, 对面的业柔柔很快便回复了消息。 迟疑看微微挑眉, 看这个速度, 难不成一直在注意着自己有没有回消息。 叶柔柔, 没事的没事的, 只要一哥, 你没事就好。 迟疑, 嗯, 你放心我没事。 语气严肃, 没有之前那中调锒铛的感觉。 迟疑是故意这样回复的。 果然, 在迟疑发出去消息后, 对面叶柔柔的聊天框, 就一直是正在输入中。 想来, 面对这样的迟疑, 叶柔柔一时之间, 可能也是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 叶柔柔, 嗯嗯, 那一个,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迟疑便收拾了一下东西便, 发送了消息, 我一会回家。 说着, 迟疑就已经打好了车。 打车多少还是有些不方便, 迟疑已经开始想着, 怎么开始套路叶寒的车了。 他一个小弟, 为老大办事, 开老大的车怎么了? 和老大的妹妹, 还有一些枝有愉快的玩耍怎么了? 怎么想都很合理好吧? 叶柔柔, 哦, 那就好, 那就好。 迟疑就还是冷淡的道, 嗯。 对面的叶柔柔眉有在发消息, 想来可能是开始忙了, 也可能是不知道要怎么回复迟疑了。 抵达别墅区, 迟疑下了车后进门之后, 便直奔二楼而去。 一哥你回来了? 熟悉的声音传来, 迟疑转头便瞧现沙发前那名谋好齿的少女, 缓缓走上前来。 不得不说, 在瞧见叶柔柔的一瞬间, 迟疑确实愣了一瞬。 毕竟这个时间点, 迟疑确实没有想到叶柔柔竟然还在家里。 在叶柔柔缓步走上前的时候, 一旁的宋情已经迅速地走上前来, 一脸谄媚地帮迟疑把外套给脱下来了。 毕竟宋情也是瞧着, 这磨些时间了, 自己老老实实的。 没有想到, 迟疑真的没有再吊戏过自己了。 所以, 宋情便想着一直这样老实下去, 只要等叶寒回来了, 那就有迟疑好看了。 这样想着, 宋情在帮迟疑脱下外套的时候, 面上的笑容就已经忍不住了。 而此时正, 缓步走向迟疑的叶柔柔在桥县宋情快步走上前去的时候, 不免愣了愣。 尤其是桥县宋情笑容逐渐甜蜜的时候, 这让叶柔柔的脚步顿时顿在了那边。 此时此刻, 叶柔柔突然发现, 帅气逼人的迟疑。 好像早就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 俘获了很多人的心。 宋情没有想到, 叶柔柔看现自己的这个举动会想歪。 他在帮迟疑脱下外套后, 便很快离开, 走向了厨房。 在送情走了之后, 客厅里一时之间就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 一哥。 叶柔柔小心翼翼地叫了迟疑一声, 可是在桥县迟疑面色十分地冷淡后, 便站定在原地, 不敢往前走了。 迟疑微微挑了挑眉头, 他是想着, 高端局的话肯定是比平常要有用。 但是迟疑是万万没有想到, 竟然会这磨得有用啊。 就算是叶柔柔在那边卑微地等着自己的消息, 但是迟疑也是怎么想都没有想到, 叶柔柔竟然会没有上班, 在家里等着自己。 这实在是意外之喜啊。 瞧着那叶柔柔面上的小心翼翼, 迟疑心里也是越发地狂喜了起来。 你今天没有去上班? 迟疑问道。 叶柔柔先是犹豫了一下, 这才道, 呃, 我, 我今天休班? 其实叶柔柔今天并不休班, 夜市集团实行的是双修制度。 但是今天可是工作日, 欣欣念念着迟疑, 所以见迟疑一晚上没有回家, 甚至都没回复自己的消息。 这让叶柔柔一整天的时间都有些心神不宁。 就算是今天去上班的时候, 一上午的时间也是根本就集中不了注意力。 而, 也就是在午休的时间再收到迟疑的消息后, 叶柔柔的注意力也是完全不在工作上面了。 仅仅只是犹豫了一瞬间, 叶柔柔便直接请了假, 直接回了假。 昨天一晚上, 不对, 应该是这几天的时间里, 叶柔柔都没有休息好。 也是在迟疑没有回来的那一晚, 叶柔柔心里便想了很多。 她想了很多的同时, 也在犹豫了一晚上, 心里也有很多话想要跟迟疑说。 只不过, 现在在侨献迟疑表情的那一瞬间后, 叶柔柔便愣在了那边。 一时之间, 叶柔柔真的不知道要不要说出那些话了。 嗯, 好, 没什么事情的话, 那我就先上去了。 见叶柔柔笔直地站在那边在愣神, 迟疑便知道。 现在小姑娘心里肯定在犹豫着什么呢? 只不过看起来多少还是有些犹豫的。 迟疑倒也不着急, 毕竟高端局的利益已经出来了。 迟疑在说完这句话后, 便直接上了楼。 见迟疑上楼之道, 叶柔柔顿时愣在了那边。 一直到迟疑的身影从自己眼前消失后, 叶柔柔也都一直没有反应过来。 两久后, 叶柔柔这才有些恼怒地攥紧了拳头。 她不免在心里开始吐槽着自己, 都已经想了那抹酒了。 现在有什么好思考的? 之前不是已经想好了, 再见到迟疑后, 就立马上前去吗? 叶柔柔越想, 心里也是越发地恼怒了起来。 一想到刚刚错失了好机会, 叶柔柔心里便觉得惋惜。 但是一想到刚刚, 宋青一脸轻腻地上前去帮持一脱外套的模样, 叶柔柔便觉得十分地不顺眼。 毕竟之前叶柔柔就不是很喜欢宋青。 宋青已经要把勾搭叶涵这几个字刻在自己脸上了, 一想到她是这种人, 叶柔柔就不喜欢。 但是一想到刚刚宋青的动作, 叶柔柔心里便涌现出了一股子不祥的预感。 不是吧, 宋青不会也喜欢迟疑吧? 那可不行啊。 这样想着, 叶柔柔那精致的小眉头便皱得越发紧了起来。 看来的趁着有时间的时候, 给哥哥打个电话了。 都已经撩拨人家了, 可别又放着人家不管啊。 主要是放着, 不管其实也没什么事情, 但是要是宋青想要去勾搭迟疑的话, 那就有事情了。 此时, 迟疑已经大步地走上了楼, 丝毫不知道下面叶柔柔的想法。 不过, 若是让迟疑知道叶柔柔的想法, 那心里肯定会了疯了。 毕竟, 若是叶柔柔真的那样想的话, 那在叶柔柔的心里, 他和叶寒的地位岂不是差不多了? 而现在, 迟疑大步走上二楼后, 并没有着急回到自己的房间。 而是直接走进了柳青霜的房间。 这两天, 迟疑基本上是上午给柳青霜按摩一次, 下午给柳青霜按摩一次的。 昨天下午他没来, 今天可得好好地刷一刷好感度。 青霜姐我回来了, 不知道一晚上没见。 你有没有想我啊? 一走进房间, 迟疑便与气调侃地说道。 知道之前, 柳青霜对自己的好感度已经足够地高了。 所以, 迟疑并不觉得自己这调侃的一句话, 会让柳青霜降低对自己的好感度。 而事实上, 确实如此。 在听到有人推开门后, 柳青霜心里便一直在期待着。 不得不说, 在听到迟疑的声音后, 柳青霜心里是狂喜的。 日复一日地躺在这里, 柳青霜确实心里一直在期待着迟疑的到来。 甚至, 就连柳青霜都不知道, 在不知不觉中对迟疑的这份期待。 已经超过了对夜寒的期待了。 此时, 在听到迟疑这调侃的语气后, 柳青霜心里多少是有些哭笑不得的。 这个臭小子。 不等柳青霜吐槽完, 便觉得自己脸颊上多了一抹柔软的触感。 好似是男人亲手亲脚地捏了捏他的脸。 青霜姐, 你要我怎么办才好? 若是你迟迟不醒过来, 我要是去执行任务了。 老大肯定不会想起你的, 那就没有人照顾你了啊。 迟疑装做十分语重心长地说道。 而不得不说, 听到迟疑这语重心长, 且充满心疼担忧的声音后, 就连柳青霜的心里也是不免地颤了颤。 若是, 若是能带着你走就好了, 迟疑洋装深情地说完后, 便转身开始收拾着东西了。 迟疑知道, 在高端局这一方面, 最主要的就是靠脑补了。 尤其是现在, 在说完这些比较暧昧的话后, 迟疑便转身忙着自己的了。 就像是迟疑想的那样, 在听到迟疑心疼又十分暧昧的话后, 躺在那边一动不动的柳青霜, 心里便十分地震撼。 连带着平静已久的心脏, 也不免快速地跳动了起来。 而在迟疑的手, 就像是一根浮毛一般, 在他心肩肩上碰了碰后, 便又离开离开了。 连带着, 柳青霜的心里 也多了一些不可言说的失落感。 但是更加让柳青霜震惊的 就是迟疑刚刚的那句话。 其实, 之前柳青霜心里就猜测过, 猜测迟疑是不是喜欢自己。 但是很快, 柳青霜就否定了这个想法。 毕竟按照柳青霜对男人的了解, 若是迟疑真的喜欢自己的话, 早就对自己不老实起来了。 毕竟现在自己 躺在这边一动不能动, 很多人肯定是忍不住想要占便宜的。 但是迟疑没有, 除了一般在按摩的时候, 两人是有身体接触的。 但是柳青霜觉得, 迟疑肯定没有多想的。 毕竟, 柳青霜一直觉得 他的举动十分地正经。 之前这样想的时候, 柳青霜的心里还十分地失落。 毕竟, 之前在和叶涵暧昧的时候, 叶涵就十分地不老实。 虽然说, 柳青霜十分喜欢叶涵的个人魅力。 但是有时候, 叶涵那有些轻浮的举动, 还是莫名地让柳青霜有些不喜欢。 只不过, 两人每次都没有进行到最后一步。 柳青霜甚至还有些怀疑, 是不是老天故意的。 故意不让自己和叶涵真正地确认关系的。 所以这一对比, 柳青霜便觉得迟疑十分地老实。 但, 刚刚迟疑的那些话, 成功地让柳青霜再次地怀疑了起来。 怀疑迟疑是不是真的喜欢自己? 是不是真的对自己有意思? 越是这样想着, 柳青霜便越是怀疑了起来。 而且, 也是越这样地想着, 柳青霜便越是发现了十分多的蛛丝马迹。 也是啊, 若不是喜欢一个人, 完全没有必要对一个人做到这个份上。 就连柳青霜刚刚出世的时候, 叶涵也都没有对柳青霜这么地体贴过。 那个时候的叶涵, 就算是再体贴, 也是雇佣各种各样的人。 不得不承认, 一开始, 柳青霜却识对叶涵的那种体贴所感动。 但, 时至今日, 若是和迟疑相提并论的话, 那叶涵之前的体贴确实不够用。 想到这里, 柳青霜心跳便越发地加速了起来。 叶涵检测到天命女主好感度, 奖励二百反派职。 正在给银针消毒的迟疑,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动作不免顿了毒。 看来她的想法是正确的, 果然还是脑部比较重要。 迟疑也没有想到, 柳青霜对自己的好感度竟然那抹好。 自己只是说了几句话后, 便已经提升了好感度。 叶涵检测到天命女主好感度, 奖励二百反派职。 系统提示音再次传来, 迟疑面上不由地勾唇一笑。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柳青霜确实已经开始对自己心动起来了。 不比程飞燃和柳如叶。 柳青霜确实是一些小说里描写的那种冰山美女总裁。 之前看小说的时候, 迟疑便注意到了柳青霜的人设。 也仅仅只是在面对男主叶涵的时候, 脸色会稍微缓和一些。 但是平常时间, 尤其是在工作的时候, 面上的表情便都十分地冰冷。 那表情已经不仅仅是冷淡可以形容的了。 原著中甚至还描写着柳青霜的员工在被柳青霜冰冷的眸子瞧上眼后, 便顿时全身发寒。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迟疑对柳青霜的十分感兴趣的。 毕竟他也是十分地好奇, 书中描写的。 不论什么时候, 柳青霜都是一副冰冷的神情到底是真的假的。 而且, 迟疑也是真的想要见识一下, 是不是在一些时候, 柳青霜真的还能一直淡定地坚持那冰冷的神情。 不得不说, 迟疑十分想要从柳青霜那张冰山美人的脸上, 看见一些不一样的风景。 虽然这段时间迟疑没少看, 但是毕竟柳青霜都是闭着眼睛的。 那种感觉自然是不比睁开眼睛的时候震撼的。 迟疑心里越想着, 也是越发地期待了起来。 还是老样子, 先帮你按摩一下再针灸。 说着, 迟疑便熟忍地走上前去, 把那一张薄贝给掀开。 很快, 那风鱼的身材变成陷在了迟疑的面前。 迟疑伸出手去, 揪住了那睡裙, 随后便缓缓往上拉扯去。 明明是平常一样的举动。 但是, 此时躺在那边的柳青霜心里不免开始紧张了起来。 若是迟疑真的对自己有意思, 那自己一个大美人就这样躺在这里。 他真的不会心动吗? 也是真的不会冲动吗? 这样想着, 柳青霜不免地开始有些期待了起来。 柳青霜并不是过于自负, 而是从小到大的经历中也让柳青霜自己知道。 自己的样貌确实十分地出众。 而现在, 迟疑还没开始按摩呢? 便已经瞧见柳青霜那精致的小脸上已经浮现了一抹红韵。 挑了挑眉头后, 迟疑便弯下腰去。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共巨大的失落感顿时笼罩住了柳青霜那原本有些活跃的心脏。 因为, 迟疑还是和往常一样, 正儿八经地在帮自己按摩。 多余的举动一丝也没有了。 这也让柳青霜心里产生了一些自我怀疑。 难不成, 他就真的一点都不吸引迟疑膜? 迟疑看现他竟然无动于衷。 但是很快, 柳青霜又想, 是不是因为在床上躺了两年的原因, 身上的肌肉已经开始萎缩了? 所以, 此时的他身材和容貌已经不如之前了? 现在的他的样貌肯定十分地丑陋吧? 这有想着, 柳青霜的心里不免有些伤感了起来。 也是, 一想到之前资料中桥现的那种身材, 柳青霜带入了一下, 确实也是比较嫌弃。 若是他现在真的变成了那种兽骨灵巡的模样, 恐怕就连他自己都不敢直视自己。 那这样的话, 他也不指望迟一会看上自己。 是啊, 现在的他是这模的丑陋, 又怎么能指望迟一会喜欢上自己呢? 以往的柳青霜是无比的自信的。 毕竟之前的他, 长得好看又有实力。 可是现在的他, 躺在这里早就已经不是以往的他了。 尤其是现在, 在觉得自己现在的样貌肯定十分丑陋之后。 面对十分贴心的迟一, 柳青霜竟然觉得有些自卑了起来。 是啊, 迟一样貌不差的, 尤其是自己的性格也十分地不错。 就算是之前, 迟一是真的喜欢自己, 但是现在, 自己已经躺了两年了。 人家自己就十分地出色, 怎么可能会一直等自己呢? 这样想着, 柳青霜顿时有些伤感了起来。 迟一并不知道, 柳青霜心里的想法到底是转了几个圈。 此时的他, 心情十分地良好。 同时, 迟一也十分地庆幸。 幸好一开始的自己, 采用的就是高端局的玩法。 这也让使得, 虽然现在叶寒离开这才快两个月的时间。 但是因为魅力值和高端局的原因, 他现在的这些成就。 自己还是十分满意的。 按摩结束后, 迟一多少有些错觉。 怎么感觉, 肌肉比昨天要僵硬了一些? 但是不应该啊。 毕竟昨天才按摩过, 不至于会突然变得这么僵硬啊。 心里有些疑惑, 所以迟一便赶紧地给柳青霜拔了一下脉。 在清楚脉相后, 迟一这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身体看起来没什么事情, 那就好。 与以往一样, 迟一缓缓地落下一针。 但是更加不一样的是, 这一针下去。 迟一竟然发现柳青霜的身子 开始缓缓颤抖了起来。 这个颤抖不像是之前局部的颤抖, 而是全身的。 只不过, 这颤抖十分地细微, 若不是迟一观察得足够极致, 还真看不出来柳青霜的肌肉在颤抖。 一针针下去后, 迟一便转头看向了柳青霜。 防山, 迟一瞧现柳青霜的肌肉出现了颤抖后, 心里便多少有些狂喜。 甚至, 迟一还在想柳青霜不会今天就会醒过来吧。 只不过, 反常仅仅只是出现了震抹一点。 很快, 柳青霜的身体状况再次恢复如初。 迟一有些失望, 但是他又把握柳青霜肯定会比原住中的时间 要醒来得早。 勤勤恳恳地在柳青霜身边刷了一下好感度后, 迟一便转身出去了。 毕竟眼看着要进入古华邦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迟一还有一些自己的计划还没做完。 离开房间。 迟一没有想到身后的柳青霜的手部动弹得比前两天更加的厉害了。 而, 他直接朝着自己的房间直奔而去。 在推开门后, 迟一瞧着房间内的场景不免愣了一瞬。 一哥, 见迟一总算是回来了, 叶柔柔便有些羞涩, 又有些不好意思地站起身来走了过来。 你, 怎么在这里? 迟一挑眉看向叶柔柔。 说实话, 叶柔柔今天确实是主动地过分了。 迟前可还是害羞地不行啊, 但是今天各个方面都十分地主动。 叶柔柔的小手垂在身侧, 而在瞧见迟一走进房间后, 他便紧张地下意识地攥紧了自己的裙杯。 我, 我有一些事情, 想要跟你说。 叶柔柔紧张地说着。 说着说着, 他便缓步上前, 直接走到了迟一的面前。 这磨直接吗? 现在就直接开口吗? 说实话, 迟一也是有些被叶柔柔的这个个性给惊讶到了。 但是说实话的话, 迟一昨天好像比没有特别地刺激叶柔柔啊。 想说什么? 迟一虽然心里已经猜测出来了一些, 但是表面上依旧还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模样。 说着, 迟一便已经放下了手里的东西, 自己坐到了办公桌前。 而此时精心打扮过的叶柔柔, 想来也是没有想到, 就算是到了现在了。 迟一对自己的态度依旧还是这模的冷淡。 望着正面色认真坐到桌子上, 不搭理自己的迟一。 叶柔柔面上多少多了一些的苦涩。 迟一, 他有些慌张地走上前去, 近乎是撒娇地喊了一声。 他就不相信, 迟一在面对自己的时候, 真的会无动于衷。 若是迟一真的对自己无动于衷的话, 那前几天, 一开始在车子里的时候, 他为什么要和自己内眸的暧昧呢? 嗯? 怎么了? 闻言, 迟一下意识地抬头看过去。 其实, 叶柔柔真的猜对了。 迟一在面对叶柔柔如此娇称的声音, 还真的做不到无动于衷。 小魔女, 虽然兴致有些娇蛮, 但是, 这一声撒娇, 还真是叫得迟一心里痒痒的。 原本叶柔柔看着迟一的模样, 心里多少是有些犹豫不定。 但是, 见迟一看向自己后, 叶柔柔便又顿时充满信心。 他伸出手去, 直接揽住了迟一的一条胳膊, 随后便走进了迟一。 叶柔柔一咬牙, 心意狠, 竟然直接从办公桌和迟一直接挤了进去。 迟一诧异地看向叶柔柔, 没有想到现在这个小魔女的胆子这么大了。 现在的情况就是迟一坐在办公椅上, 而叶柔柔直接挤了过来。 这个距离基本是已经在迟一的怀里了。 许氏也是第一次有这磨大胆的举动。 所以, 现在叶柔柔面上多少也是有些不好意思。 此情此景, 面容精致的女生, 此时脸夹上一片飞红。 这个模样看上去着实事诱人的狠啊。 这磨大胆的过来, 是想要说什么? 见叶柔柔这磨大胆, 迟一也就不装了。 他微微挑眉, 语气吊砍地说道。 边说, 迟一边伸出手掌去握住了叶柔柔的腰肢。 叶柔柔满脸羞红, 背齿轻咬红唇, 面色红如血滴。 迟一, 那天的事情我已经想明白了, 我。 碰。 一个, 一个。 不等叶柔柔说完话, 外面已经转来了急匆匆的脚步声。 随后迟一的房门便被迅速地推开, 宋情也是一脸着急地看了过来。 瞬间, 三人互相对视, 皆是一脸惊恶与诧异。 宋情? 微微皱了皱眉头, 迟一无奈地看向了宋情。 迟一十分无奈地看向宋情, 甚至在说话时, 语气里也多了一丝的咬牙切齿。 这女人, 就算她再晚来几秒, 自己也就能听到自己想要听的话了。 宋情瞪大眼睛, 愕然地看着面前举动轻易的两人。 就算是之前已经猜测出两人的关系不一般, 但是亲眼看线到底还是不一样的。 而其中, 最惊恶的就要鼠叶柔柔了。 毕竟在这种关键的时刻, 叶柔柔也是没有想到会有人突然地闯进来。 惊呼一声, 叶柔柔便面色长红, 急匆匆地从迟一的怀中退了出去。 怀中的软欲消失, 这让迟一的心情更加地不爽了。 叶柔柔毕竟现在算是叶寒的妹妹, 所以之前迟一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但是现在好不容易, 叶柔柔都以金主洞找上前来了。 万万没有想到, 关键时刻宋情竟然直接闯了进来。 出什么事情啊? 这磨急急忙忙的? 难不成是叶寒嘎了不成? 当然了, 后面那句话迟一自然也是没有说出来的。 啊? 哦? 眼前的场景这时是有些刺激, 以至于到了刚刚, 宋情也是没有反应过来。 在迟一出生之后, 宋情这才顿时回过神来。 想起了刚刚的事情, 宋情又开始着急了起来。 我, 我刚刚去青霜姐房间, 看见, 看见她。 今天瞧见得令人惊讶的事情, 实在是太多了。 以至于宋情说话都开始磕磕绊绊了起来。 只不过, 还没等宋情说完话呢。 原本坐在那边的迟一便已经匆匆忙忙地站起身来走了出去。 看见她下床了, 缓缓地说完这句话, 现迟一匆匆地离开后。 宋情便也赶紧跟了上去。 仅仅只是一瞬间, 房间里便顿时只剩下了叶柔柔一个人站在那边。 望着迟一迅速冲出去的背影, 叶柔柔也是愣整了一瞬。 随后心里巨大的失落感袭来。 想到这段时间意外, 无论是什么时候回来。 迟一都要先去青霜姐的房间看一眼, 这才会放心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柳青霜的房间距离迟一的房间并不算很远。 很快, 迟一便快步地走到了柳青霜的房间。 她是想着, 柳青霜肯定是会比原住中醒来得要早。 但是迟一也是万万没有想到, 今天她竟然就直接醒过来了。 青霜姐。 迟一诧异地瞧着眼前的人。 此时那风雨的美人已经从床上站起身来。 站在面前的柳青霜也是活生生的柳青霜。 不再是之前一直躺在那边的冰山美人。 而在那一双美眸看过来时, 迟一这才感受到了那重充满活力的美。 之前柳青霜美是美, 但是是魔有生气的。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眼前的柳青霜实在是美的灵动。 匆匆地看了迟一眼后, 柳青霜先是温和地笑了笑, 随后便微微垂下头去。 不光是在场的人十分地惊讶。 就连柳青霜也是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在这一天直接苏醒过来。 在迟一开始为自己针灸的时候, 柳青霜便已经感觉到了体内的不对劲。 不过, 他以为还要等一段时间, 倒是没有想到是今天。 其实方才猛地睁开眼睛时, 柳青霜也是愕然的。 今天他心里的波动确实十分地大, 也不怕别人笑话。 在睁开眼睛下床的那一瞬间, 柳青霜想要做的竟然是想要照照镜子。 此时的柳青霜, 十分极切地想要看看自己现在的模样。 他心里十分地忐忑, 觉得现在的自己肯定是十分丑陋的。 所以, 在方山迟一看向他的时候, 他这才会略微有些匆匆地挪开了目光。 你们来了。 柳青霜扶住柜子颤颤巍巍地说着。 但是毕竟已经在床上躺了两年了。 这段时间, 他只有输液才能维持住自己的生命体质, 但是多的也就没有了。 所以, 现在仅仅只是站起来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才只是说了两句话的时间。 柳青霜便已经要站不稳了。 啊。 还没等柳青霜说完话, 他便惊呼一声, 控制不住地往一边倒去。 见状, 迟一便急忙走上前去搀扶住了他。 与按摩时的触感不一样, 此时此刻, 迟一是稳稳当当地揽住了柳青霜的腰肢。 虽然一动不动地躺在那边两年了, 但是此时柳青霜的身材还是极好的。 尤其是这个触感。 这让迟一心里不免有些感慨。 微微喘息着柳青霜有些乏力地已在迟一的怀中, 已在那宽阔的胸膛前, 柳青霜鼻尖也是男人的气息。 莫名的, 柳青霜感到十分的心安。 不光如此, 此时此刻的他竟然顿时觉得心跳加速了起来。 下意识地抬头看了迟一眼, 再对上迟一那霜充满笑意的眼眸。 柳青霜便面色有些红润地垂下头来。 就连抵在迟一胸膛前的手, 也是下意识地抓紧了迟一的衣襟。 怎么回事? 之前柳青霜就知道, 迟一的相貌是不差的。 但是很奇怪, 那英俊的样貌对他竟然没有一点吸引力。 就连这段时间, 柳青霜闭着眼睛躺在那边感受着迟一的个人魅力, 都觉得比那个时候的大。 不过现在迟一给他的感觉, 竟然不一样了。 不知道是不是柳青霜的错觉, 明明人还是之前的那个人。 但是就是有什么变了。 明明样貌和之前的是一样的, 但是就是觉得, 气质好像不一样了。 不仅仅只是气质, 就连整个人都比之前要引人注目了起来。 这也显得整个人比之前也都要帅了起来。 虽然这两天一直在心里想着之前迟一的样貌, 但是亲眼瞧见的, 和心里想的多手, 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柳青霜心跳加速的不行, 甚至已经不好意思抬头看向迟一了。 青霜姐, 你没事吧? 身体还有什么不舒服吗? 现女人飞红着链接, 迟一边故意地询问道。 啊? 没事没事, 我没事, 就是刚刚醒过来头有些晕。 说着, 柳青霜便晃了晃脑袋。 见状, 迟一边搂着她的腰支, 搀扶着她坐到了一旁的床沿边上。 那青霜姐你再好好休息一下, 我去帮你联系医生。 迟一一脸担忧地说道。 见迟一正魔为自己担忧, 柳青霜心里不免意满。 叶柔柔就是这个时候进来的, 在迟一的房间愣了一会儿神后。 叶柔柔便也赶紧走了过来。 毕竟她确认自己刚刚没有听错, 宋青说的就是柳青霜醒望。 叶柔柔对柳青霜的感情还是很深的。 所以, 此时走到门口, 瞧见柳青霜真的活生生地坐在了床前。 也让她顿时愣在了那边。 青霜姐, 叶柔柔不由地红了眼眶, 愣正地瞧着柳青霜。 她美眸睁大, 瞧着柳青霜的样子, 多少是有些不可思议。 闻声, 屋子里的人也全部都看向了叶柔柔。 柳青霜虚弱地已在迟疑的怀中, 瞧见叶柔柔后, 面上的表情也顿时变得柔和了起来。 她微微勾着嘴角, 青霜姐, 你总算是醒了, 呜呜呜呜呜。 从柳青霜口中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叶柔柔顿时冷静不住了。 她红着眼眶大步向前, 直接扑到柳青霜的面前, 搂住了她。 也是一瞬间, 叶柔柔顿时气不成声了起来。 青霜姐, 我还以为, 我还以为, 说着说着, 叶柔柔便轻声哭泣了起来。 只不过, 不用叶柔柔说出来, 众人也都明白叶柔柔的意思。 而柳青霜确实也对叶柔柔的感情比较深厚。 甚至在昏迷的时候, 柳青霜也不止一次地听见过叶柔柔为了自己。 对过宋秦, 好妹妹, 让你担心了。 柳青霜同样是俯过身子去搂住了叶柔柔。 她同样也是没忍住, 顿时也是红了眼眶。 柳青霜抱着叶柔柔, 听着叶柔柔的抽气声, 便也没忍住地流下了泪水来。 同样的, 她也是有一下没一下地伸出手去拍打着叶柔柔的后背。 见状, 迟一便默默地站起来走了出去, 打算打电话联系一下医生。 而一旁的宋秦站在门口也是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宋秦觉得植物人在躺在那边的时候, 肯定是听不到什么声音的。 但是可能也是觉得有些心虚, 所以她一直都是默默地站在那边, 没敢往前走。 随后, 见迟一走出去了, 便也跟着一起走了出去。 迟一在那边打电话的时候, 宋秦便一直安静地站在一边。 与医生说完了情况, 迟一转身就瞧见了宋秦。 怎么了? 有事? 迟一收起手机, 挑眉看向宋秦。 嗯, 宋秦顿时支支呜了起来。 现宋秦这个样子, 显然是有话要说。 所以, 迟一便也耐心地等在这边, 想着看看宋秦到底要说些什么。 不是, 就是那个事情。 你就不怕他们两个站在一起, 会发生一些事情。 宋秦十分隐晦地说道。 文言, 迟一直接挑眉看了过去。 他冲着宋秦细血一笑, 随后便装作什么都听不懂的样子询问道。 哦, 会发生什么事情? 听到迟一的话后, 宋秦也是愣了愣。 毕竟宋秦也是没有想到, 迟一是真的听不出来。 怎么平常看着挺机灵的, 现在这种关键时刻, 就脑子跟不上烫了呢? 无奈地看了迟一一眼, 宋秦便心虚地左右看了看。 见两人依旧还是待在卧室里的时候, 宋秦这才小声地说道。 舅, 就是你不怕他们两个突然就暴露了。 能暴露什么? 迟一再次反问。 宋秦也是再次愣住。 难不成迟一的胆子真的这磨大, 就算是互相暴露了, 也真的没关系。 不过瞧见迟一那十分自信又十分淡然的表情后, 宋秦也是顿时反应过来了什么? 也是, 自己都不担心柳青霜知道自己以前偷懒, 和勾搭叶寒的事情。 不就是因为觉得柳青霜躺在那边的时候, 什么都感受不到? 什么都听不到吗? 那这样的话不就代表, 就算是之前迟一真的和柳青霜有些事情什么, 但是柳青霜其实都不知道吗? 想到这里后, 宋秦看向迟一的眼神变顿时变了一个样子。 他鄙夷地瞧着迟一, 最后说了一句没什么后便离开了。 迟一不知道宋秦的脑回路到底是什么, 看着他的背影多少有些莫名其妙。 不过在转身马上要走进房间的时候, 迟一便顿时反应了过来。 刚刚宋秦到底在想些什么? 迟一? 不是, 他平常有这摩BT吗? 至于把自己想的这摩变, 太吗? 迟一? 在迟一进去的时候, 房间里的两个女人, 情绪均是已经好了许多。 虽然两人的眼眶还是红着的, 但是不难看出, 情绪已经稳定了好多。 而叶柔柔此时此刻也是正在给柳青霜讲着, 她昏迷的这段时间, 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想到这两年, 叶寒的是叶发展得还不错呀。 柳青霜听到叶柔柔的话后, 不免感叹道。 虽然没有达到自己两年前的预期, 但是毕竟自己没有参与。 叶寒自己做成这个样子, 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那这两年的时间里, 柳青霜倾起红唇, 说道。 只不过话说到一半后, 便停顿了一下。 只见他面上闪过了一丝犹豫, 随后便道, 那这两年的时间里, 叶寒身边。 话虽然没有说完, 但是叶柔柔还是明白了柳青霜的意思。 这下, 顿住的就变成了叶柔柔了。 毕竟别人不知道他哥的尿性, 难道他还不知道吗? 毕竟在他这个亲妹妹的眼里, 叶寒就是一个渣男。 这也就能表明, 叶寒到底是多么的能勾搭人了。 见叶柔柔愣愣在那边, 面色犹豫着, 迟迟没有说出话来。 这也让柳青霜顿时明白了什么。 他不禁在心里苦笑了一声, 看来自己昏迷期间听到的那些都是真的了。 虽然昏迷期间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他就已经对叶寒十分的失望了。 但, 现在做事这些事情后, 柳青霜的心里不免还是苦涩了起来。 毕竟是之前认真喜欢过的人。 聊什么呢? 都饿了吧? 中午了已经, 剑房间里的气氛顿时凝固了下来, 迟意便走上前去笑道。 闻言, 叶柔柔也顿时松了一口气。 是啊是啊, 青霜姐你好不容易醒过来, 是不是饿了? 我让宋晴去给你做吃的。 叶柔柔赶紧跟着转移话题, 担忧地说道。 柳青霜苦笑一声, 他何尝看不出来叶柔柔是在转移话题。 只不过事已至此, 反正之前的时候, 他就已经十分的失望了。 轻轻地点了点头后, 柳青霜微微笑着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让你们这魔异说, 我确实是有些饿了, 毕竟已经两年都没吃过东西了。 多少是有点馋了。 虽然馋了, 但是现在可不能随随便便吃东西啊。 还是得等到医生来了才能再说。 迟意笑着调侃道。 听到他打去的声音, 柳青霜便下意识地抬头看了过去。 而神奇的是, 在桥现迟意的时候, 他心里的苦涩竟然顿时缓解了不少。 丁丁检测到天命女主好感度, 奖励五百反派职。 听到系统的这个提示音后, 就算迟意的心里再怎么地平淡, 依旧还是十分地诧异。 什么? 五百反派职? 但是刚刚柳青霜也仅仅只是看过去一眼啊。 所以, 在刚刚那一瞬间, 柳青霜到底想了些什么? 虽然心里十分地震惊, 但是迟意面上倒是没有显现出来。 嗨, 那没办法了, 不过, 我也早就已经习惯了。 说到这里, 柳青霜面上也是闪过了一丝的落寞。 是啊, 躺在那边已经两年多了。 就算是之前吃过再多的美味佳肴, 也早就已经忘记了其中的滋味。 乔现柳青霜的这个模样, 叶柔柔和迟疑的心里多少是有些不忍。 比起其他女主自从跟着男主之后就开始享福。 柳青霜是从叶涵刚回国后便跟着在他身边了。 虽然两人只是普通的暧昧关系, 但是谁都能看出来两人之间的不同。 就连柳青霜也觉得, 两人已经是男女朋友关系了。 虽然两人迟迟没有进行最后一步。 也是因为这个的原因, 柳青霜在经营着自己公司的同时, 也在努力地帮叶涵打理的这工作。 说实话, 叶涵在回国初期, 公司能发展得这么快, 这么得顺利。 其实也是多亏了柳青霜的实力和人脉。 其实这个道理, 就连叶涵也是十分明白的。 毕竟, 自从柳青霜昏迷成了植物人后, 叶涵也是感觉出来, 自己公司的发展逐渐缓慢了起来。 一开始的叶涵, 不论是因为什么, 还是想要柳青霜尽快地醒过来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光是身边的女人越来越多了, 也是因为各个原因。 反正叶涵对待柳青霜 也没有之前那么地上心了。 所以, 比起其他的天命女主, 柳青霜的经历多少是有些悲惨的。 既然说话间, 迟一叫来的私家医生已经全部都到了。 虽然是私家医生, 但是毕竟用金十分地丰厚。 所以, 再来的时候, 她就已经把所有需要的设备 全部都带来了。 不过当然了, 原本柳青霜房间的设备就十分地全。 因为房间里逐渐地忙碌了起来, 也是因为柳青霜的突然清醒。 这次来的医生也十分地多, 所以, 迟一和叶柔柔两人自然也是被挤了出来。 与迟一并排站在门口, 叶柔柔看向迟一的眼神多少有些复杂。 明明刚刚差点就要把心理想的事情说出来了, 但是没有想到会有突发情况。 怎么了? 见叶柔柔表情莫名地看着自己, 迟一便洋装疑惑地转头看了过去。 默默地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叶柔柔十分无奈地摇了摇头, 没事, 没什么。 虽然, 现在叶柔柔依旧还是想要把自己的心意说出来, 但是很显然, 现在并不是说这些的好时机。 微微挑了挑眉头, 迟一倒是没有说什么。 只不过, 现在可还是有一件事情要说。 你跟你哥说青霜姐醒来的事情了吗? 迟一开口询问道, 叶柔柔摇了摇头, 还没来得及呢? 是的, 毕竟从柳青霜醒过来后, 叶柔柔便一直陪在旁边说话。 确实悬没时间给叶寒打电话。 迟一点了点头, 脑子里灵光一闪, 随后他道, 好, 那我一会儿给你哥打个电话。 闻言, 叶柔柔也是点了点头。 毕竟现在他各个方面的情绪都不大好, 确实不想打电话。 医生检查的时间十分地漫长。 而叶柔柔坚不能走进去碍事, 便找了宋秦后下楼了。 虽然不知道现在的柳青霜到底能不能吃些东西, 但是叶柔柔还是准备让宋秦做一顿丰富的午饭。 平常, 他们吃的饭菜就已经十分地丰富了, 但是现在叶柔柔说了, 还要再丰盛一点, 奢华一点。 无奈, 宋秦也只能心里苦哈哈地点头印下了。 毕竟现在谁让他们是自己的雇主呢? 迟一倒是没有着急打电话, 而是现柳青霜那边不能很快结束, 便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熟练地打开了笔记本电脑, 迟一很快便锁定了两个IP。 这两个IP一个是叶寒的, 而另外一个自然也就是莫里斯小姐的。 见两个IP确实在同一个地方, 迟一这才放心了下来。 看来一会儿确实是一个打电话的好时间啊。 等迟一再次出去的时候, 那群医生已经差不多弄完了, 还在那边分析着。 迟一觉得他们可能还得分析一段时间。 毕竟因为自己的原因, 柳青霜可是比原著中醒来的时间要早了。 那也就说明, 自己肯定也是无意中改变了柳青霜的一些体质。 这也就代表, 这些人检查身体的话, 肯定也是能检查出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的。 越过他们, 迟一缓缓走了进去。 只见此时人群后面的柳青霜正面色呆呆地坐在椅子上。 听到迟一的声音后, 他下意识地抬起头来, 只不过那看向迟一的眼神。 多少是有些异常。 正在迟一心里有些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系统的声音再次传来。 丁丁检测到天命女主好感度, 奖励一千反派值。 乖乖, 今天到底是什么好日子? 柳青霜这提供的反派值也太高了吧。 心里十分诧异, 他面上却十分担忧地走上了前去。 青霜姐, 我看你面色不是很好看,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要不要让他们再给你看看? 迟一面色十分焦急地说道。 柳青霜见状, 看向迟一的眼神便也跟着闪烁了一下。 刚刚检查的时候, 柳青霜也不免紧张地蹦紧了精神。 毕竟比起其他人来说, 他也是更加地关心自己的身子。 主要是, 其实柳青霜自己也想知道, 自己到底是因为什么。 这才会快速地醒了过来。 虽然, 迟一只是短短地给他针久了快两个月的时间, 时间要说长的话, 也并不算是很长。 但是, 冥冥之中, 柳青霜就是觉得, 觉得自己这次能醒过来。 就是因为迟一的原因。 在检查当中, 不知道是不是柳青霜的错觉, 便总觉得那些医生紧紧地皱着眉头, 好似对什么东西感到十分的疑惑一般。 果然, 很快, 柳青霜便听到那些医生也在说奇怪。 柳青霜心理疑惑地开口询问了一下, 便从医生那边得知。 在之前来给柳青霜检查身体的时候, 他的身体状况还没这磨得好。 那个时候, 很多医生便断定, 恐怕柳青霜这辈子都不会醒过来了。 就算是真的有几率能醒过来的话, 恐怕也要很久一段时间。 长着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 短则五六年。 反正至少不是今年。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些医生便对这个结果产生了十分大的疑惑。 他们自然也是想要询问一下, 柳青霜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 毕竟在这期间, 柳青霜一直都是植物人的状态。 他躺在那边, 听不见, 感觉不到, 所以自然也是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因为这个, 医生也就没有问出来, 只是转身继续和那些人开始讨论了起来。 而柳青霜也是陷入了沉思。 别人可能不知道, 这段时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柳青霜肯定是知道的。 他知道, 在这期间唯一的变故, 就只有迟疑了。 这下, 柳青霜也是彻底地明白了过来。 自己现在能醒过来, 也是多亏了迟疑。 想到这里, 柳青霜看向迟疑的眼神, 也是变得更加柔和了起来。 在听到迟疑的话后, 柳青霜也是缓缓地摇了摇头。 没事的, 我现在并没有觉得不舒服。 是的, 虽然已经卧床两年了, 但是现在苏醒过来。 柳青霜除了觉得有些劳累和浑身没有力气之外, 并没有发现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相反, 很久都没有从床上起来, 现在仅仅只是坐在这边。 柳青霜的心情都十分地好。 请问一下, 你是负责柳青霜小姐安全的保镖吗? 就在两人说话之际, 一旁的主治医生便又走了过来。 迟疑看过去后, 便缓缓点了点头。 是, 那主治医生面色严肃。 我有些事情想要询问你。 我之前来给柳青霜小姐检查过身体, 但那个时候的情况, 和现在相比, 简直就是天差地别。 所以, 迟疑挑眉看向她。 果然, 肯定是能检查出来不一样的。 所以, 我想要询问你一下, 在这期间, 柳青霜小姐身上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那医生紧紧地等着迟疑, 生怕自己会错过什么一般。 发生过什么事情? 迟疑洋装苦恼地皱起了眉头。 这个私人医生到底还是隶属于叶寒的。 所以, 迟疑可没打算把自己的事情说出来, 就叶寒的那个小心言子。 若是知道自己医术了得的话, 那眼里岂不是更加容不下自己了。 这样的, 她生命危险系数也就变大了呀。 嗯嗯, 比如有什么医生来医治过柳小姐吗? 那医生又急忙地补充道。 这个, 好像并没有。 这几个月的时间里, 青霜姐都一直躺在这里。 而整栋别墅里, 这段时间除了我们几个之外, 就只有造型师来过。 而且, 他们也都没有来过二楼。 迟疑面色认真的说着。 听到迟疑的话后, 那医生不免一脸失望地 叹了一口气。 啊, 这样啊, 那好吧, 看来这, 确实是柳青霜小姐 自己一人创造出来的奇迹啊。 那医生不免再次感慨道。 闻言, 柳青霜便抿着唇 有些不好意思地 冲着那医生笑了笑。 只不过, 在那医生走了之后, 柳青霜便面色正正地看向了迟疑。 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 植物人肯定对外界的事情 是感知不到的。 所以他们默认, 柳青霜在这两年里 就像是睡了一觉一般。 对自己身边发生的什么事情 都不知道。 看来, 现在迟疑也是这样认为的。 不过现在柳青霜的心里 十分地诧异。 毕竟他想着 这个功劳迟疑 肯定会认下来的。 不光说 自己对他的感谢肯定不菲。 就说眼前的这个私人医生 可是叶寒花了重金招聘来的。 这人十分地有权威, 平日里若不是特别大的情况, 也只能先让他 走完自己的事情后才能来。 若是被这个人看上了, 那以后的生活 肯定和现在不一样了。 想到这里, 柳青霜便又是一脸诧异地 看向了迟疑。 他是万万没有想到, 迟疑竟然会一下子 拒绝了这两次的机会。 没想到, 迟疑是这种不看重名利的人。 想到这里, 柳青霜心里 对迟疑的好感 不免又上升了一些。 丁丁检测到天命女 主好感度, 奖励五百反派直。 迟疑眉眼含笑地 看向柳青霜, 瞧着她面上 难以掩饰的诧异之色。 心里自然是能猜到 柳青霜此时心里 到底在想些什么。 迟疑你, 神情复杂地看向迟疑, 柳青霜一时之间 竟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毕竟像迟疑这种人 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嗯? 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吗? 迟疑面色温柔地 看向柳青霜。 柳青霜瞧着迟疑 现在依旧 还是没有想要说的样子, 便也没有继续说。 她笑着摇了摇头, 准备把化验进肚子里。 没事, 我没事的。 说着柳青霜便也温笑地 看向了迟疑。 若是迟疑不想说的话, 那她便也不会挑明。 但是, 就算是其他人不知道, 但柳青霜 依旧还是要自己 记在心里的。 别人虽然不知道 是迟疑做的好事, 但是, 她自然是要记得的。 而这相当于 救命之恩的恩情, 她也会一点点报恩的。 刚刚检查完, 你先休息一下, 我去询问一些事情。 说着, 迟疑便扶着柳青霜 重新坐到了床上, 随后自己便走到了医生那边。 询问了一下柳青霜的身体状况。 迟疑便又询问起了 最近时间柳青霜吃食的事情。 听到迟疑在那边细细地 询问着医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听着那些是无惧细的问题, 柳青霜自问, 这些问题自己都问不出来。 有些问题, 她连想都想不起来。 但是没有想到, 迟疑作为一个男人心思 竟然正魔得戏。 想到这里, 柳青霜心里便又是一暖。 丁丁检测到天命女主好感度, 奖励一百反派直。 整个过程中, 柳青霜的视线 不免一直都在 跟着迟疑乱转着。 就连柳青霜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的注意力 好像一直都在迟疑的身上。 就连那沉寂已久的心脏, 好似也因为此时亲眼看见迟疑, 而迅速跳动了起来。 这让柳青霜心里 不免再次猜想。 迟疑无私地帮助自己, 现在还正魔得关心自己。 是真的对她有意思的吧? 这样想着, 柳青霜放在迟疑那边的思绪 才渐渐地收了回来。 同时, 她也想起来 自己刚刚一直在检查, 还没来得及 看看自己现在的样貌。 这样想着, 柳青霜赶紧扶住床檐, 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 准备走向配套的洗手间。 梳妆台早就已经被众人堵住, 柳青霜也不好意思这样走过去。 迟疑与这边的医生讲完话后, 便下意识地 看向了坐在床檐边的柳青霜。 毕竟现在柳青霜刚刚醒过来, 现在也正是刷好感度的好机会。 柳青霜现在竟然没了身影。 迟疑倒是不担心, 现在柳青霜会失踪, 毕竟别墅里可都是人。 只是, 迟疑奇怪地左右看了看, 最后看见了颤颤巍巍 负责柜子往前面走的柳青霜。 见状, 迟疑直接就大步向前, 丝毫没有犹豫地 直接揽住了柳青霜的腰肢。 青霜姐, 你现在是要做什么去? 迟疑语气十分关心地说道。 啊?柳青霜动作顿了毒, 也不知道是心虚还是什么。 连戴着身子都僵硬了一瞬。 现在他急需想要 确认一下自己的容貌。 一想到自己刚刚 竟然忘记了遮挡。 直接就把如此丑陋的容貌 暴露在了迟疑面前, 柳青霜心里就十分地懊悔。 没,没什么, 我就是,就是。 柳青霜多少也是有些不好意思说 自己只是想要去照照镜子。 微微挑了挑眉头, 迟疑下意识地抬头看去。 青霜姐要去洗手间? 我扶你去吧。 说着, 迟疑变动作温柔地 搀扶着柳青霜往前面走着。 嗯,对, 我想着去个洗手间来着。 柳青霜顿时松了一口气, 随口应付地说道。 这样想着, 柳青霜心里便十分地无奈。 真的是躺在那边躺的人都傻了, 连个借口都找不到了。 带走进了洗漱间, 时宜出去顺手关上了门后。 柳青霜便迫不及待地 转头看向了镜子那边。 心里忐忑地, 柳青霜微微闭着眼睛, 甚至都有些不敢抬头看去。 但, 仅仅只是一瞬间, 柳青霜便下定了决心。 猛地睁开眼睛, 她有些忐忑地看向了镜子。 不过在瞧见镜子中的自己后, 柳青霜便顿时松了一口气。 虽然比之前要消瘦了很多, 但是也比自己之前想象中的那些模样 要好上许多。 毕竟她想象中的那些 都是兽骨灵巡的模样, 真的十分地丑陋。 柳青霜甚至还想着, 若是自己真的成了那个模样, 她就真的要把自己 关在卧室里不出去了。 要等到身形恢复后, 这才赶出去。 毕竟一直骄傲的人 多少是有些接受不了这些的。 在做完检查后, 那些医生讨论了一下后, 便留下检查结果离开了。 迟意送着他们离开的时候, 便瞧现在厨房里忙活着的送情。 还有一旁的叶柔柔。 叶柔柔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拿了一个菜谱, 此时正在那边看着。 之前青霜姐也十分地喜欢 吃牛排之类的西餐, 你一会儿看看也弄点。 说着, 叶柔柔还在那边翻着。 而那边忙得脚不沾地的宋情, 文言差点又是一口血没有喷出来。 仅仅只是快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个大小姐已经点了一大桌子菜了。 就这些, 她都要做不完了, 更别说再来一些西餐了。 瞧着宋情那敢怒不敢言的模样, 迟意多少有些哭笑不得。 在做什么呢? 迟意缓步走上前去。 见迟意走过来后, 叶柔柔这才合上了自己手里的菜单。 而厨房里的宋情则是求救性地看了迟意一眼, 随后又收回了视线去。 毕竟她也不指望迟意会救自己了, 迟意这个人过来不加两道菜就算了。 她其他的也就不指望了。 想到这里, 宋情不免又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继续开始准备着需要的食材。 一个, 你看看, 还有需要的吗? 叶柔柔把菜单都递给了迟意。 迟意看了看菜单后, 不免嘴角抽搐了一下。 这一会儿的时间, 小魔女已经点了二十多道菜了。 真的是应有尽有啊, 上有十大滋补, 下面也有各式量的西餐。 哪些已经做好了? 迟意看了一眼菜单后, 便看向了厨房里面。 宋情无奈地抬起手来擦了擦汗, 随后指了指一旁在保温的饭菜。 那些是已经做好的了。 迟意看了一眼, 也不少。 其实一个小时之内, 做好这些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更别说还准备好了其他需要的食材。 好了, 就做那些吧, 其他的不用做了, 再来几个适合病人吃得清淡一点的。 不要特别油腻的菜就好。 迟意把菜单放到一边后, 说道。 啊? 宋情文言先是愣了愣, 随后便看向了叶柔柔, 又看了看迟意。 那边的叶柔柔也是一脸的疑惑。 都取消, 那青霜姐吃什么? 她眨了眨眼睛。 迟意无奈地看着她, 不禁有些失笑。 看来这个小魔女是真的什么常识啊? 你青霜姐躺了两年了, 都已经两年没吃过东西了, 若是一下子吃这些东西, 身体肯定会受不了的, 所以自然要先吃一些清淡的食物了。 哭笑不得地伸出手去, 敲打了一下叶柔柔的额头后, 迟意笑道。 啊? 哦哦哦哦, 对哦, 捂着自己的额头, 叶柔柔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 那行吧, 都取消, 都取消。 叶柔柔赶紧摆了摆手, 而那些已经做好的饭菜, 就已经足够让她们吃了。 从叶柔柔的口中听到了这句话 宋晴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毕竟叶涵走了 自己最主要的雇主就是叶柔柔了 嘱咐叶柔柔做鸡道清淡的饭菜就可以了后 迟疑便上楼了 见状 叶柔柔也一起跟了上去 宋晴听到两人走上楼梯的脚步声 便下意识地抬头看向楼梯上的男人 虽然不知道刚刚男人是不是故意来帮助自己的 但是宋晴依旧还是觉得心里暖暖的 丁丁检测到天命女主好感度 奖励一百反派职 听到系统的提示音后 迟疑迈上楼梯的脚步都不免顿了毒 现在迟疑可没做什么 所以一时之间 还真的不知道这个好感度是怎么触发的 但是根据之前迟疑的经验 这个好感度都是每次在自己做完什么事情后 才会触发 想到这里在走上二楼的时候 迟疑鬼使神差地转头看了一眼一楼的厨房前 在迟疑看过去的时候 那一抹身影便很快闪进了厨房 见状 迟疑便也露出了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 难不成这个好感度真的是宋秦提供呢 从之前宋秦莫名其妙地把自己领带给藏起来后 迟疑就已惊察觉出宋秦的不对劲了 不是吧 难不成 他还真的是无意之间又偷了一个家 一哥 见迟疑站在那边好似在发呆 叶柔柔便疑惑地抬头看了过去 嗯 抱歉就是有点累了 说完 迟疑便缓步走进了柳青霜的房间 叶柔柔站在迟疑身后 瞧着迟疑的背影 眼神不免闪烁了一下 但 他也是很快便跟着一起走了进去 迟疑走进去的时候 柳青霜已经从洗漱间出来了 此时医生正在和他聊着平常的注意事项 其实 这个组织医生的年龄也不小了 之前也是遇见过不少的植物人患者 但是柳青霜这种的 还是第一次 尤其是柳青霜现在苏醒过来后 检查的身体状况 也是比那些平常的植物人患者 要好上不少 医生走了之后 叶柔柔便又一脸关心地 坐到了柳青霜身边 瞧你这个样子 我现在已经醒过来了 没事了 看着叶柔柔一脸担心的表情 柳青霜便哭笑不得地伸出手去 揉了揉叶柔柔的头 叶柔柔不好意思地善笑了两声 一双大眼睛眨呀眨 道理虽然是这个道理 但是现在看见你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 我多少还是觉得有些不真实 叶柔柔不免小声感慨道 是吗 听到叶柔柔的话后 柳青霜也是叹息一声 不说叶柔柔觉得现在有些不真实 就连柳青霜自己也是觉得 此时此刻 她坐在这边和他们聊天 也是觉得十分不真实极了 毕竟就在上午的时候 她还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能动 现在却能自由地行动了 一想到这里 柳青霜便又下意识地 抬头看了迟一眼 迟一笑了笑 对了 青霜姐你 醒过来这件事情 老大还不知道呢 要给她打个电话吗 听到了叶寒的名字 柳青霜嘴角的笑意 不免收敛了几分 毕竟也是喜欢了今年的男人 一想到自己昏迷了两年时的场景 她便心里还是有些发毒 不过 现在醒过来了 确实还是要跟她说一声的 好 那就现在给她打个电话好了 柳青霜说道 柳青霜的手机 早就在她昏迷之后 就被自己的秘书给保管起来 与一些机密文件所在了一起 所以现在一时半会还拿不回来 迟一原本是想着 自己打这个电话的 但是后面想了想 还是觉得算了 毕竟看过原著的她是知道 叶寒的心眼是多么的小 这个时候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还是尽量不折腾了比较好 所以 在听到柳青霜的话后 迟一先是装模作样的 找了找自己身上 嗯 我手机呢 经过了这几个月的磨练 迟一的演技 也是越发的娴熟了 虽然比不上那些演员 但是关键时刻用一用 还是可以的 果然 乔建迟一找不到手机 一旁坐着的叶柔柔便 痛快地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我给我个打电话好了 说着 叶柔柔已经动作迅速地 拨通了视频通话 见状 迟一便暗自地在心里笑了一声 刚当的时候 迟一还专门查了一下 叶寒和莫里斯小姐的IP 现在两人确实还是在一起呢 是的 迟一就是故意在这个时候打电话的 只不过 作为小弟 破坏了老大的好事 和亲爱的妹妹 破坏了自己的好事 多少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 迟一这才会选择 让叶柔柔拨通 这个电话 这个时间点 叶寒那边 应该还是黑田 只不过 这个莫里斯小姐 是出了名的喜欢玩呢 所以 为了讨好莫里斯小姐 叶寒肯定会在旁边陪着呢 果不其然 就像迟一猜想的那样 这个时候 叶寒却实还没有休息 以至于 这边叶柔柔的电话 刚刚拨打过去 那边便很快就接通了电话 喂 柔柔 那边的叶寒 有些诧异地 看向叶柔柔 毕竟作为妹妹 叶柔柔一般就只是 给她发个消息 打电话的时候很少 因为 叶柔柔也知道 自家哥哥花心得很 每次给她打电话的时候 都在和女人待在一起 这让叶柔柔 多少有些尴尬得很 所以久而久之 叶柔柔就只发消息了 怎么了 是出什么事情了吗 按照自己妹妹的性格 接通电话后 叶寒的第一反应 就是这样 叶柔柔文言 不禁有些无语地看了她一眼 哥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没闯祸 难道我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 听到叶柔柔埋怨的语气 叶寒善笑了两声 哪有 哥没说啊 不过哥 你这大晚上的在哪里呢 周围难魔草 叶柔柔好奇地 看着手机里的叶寒 此时叶寒那边已经是深夜 从手机上能看出来 此时叶寒好像在参加一个私人宴会 就连身后也都是穿着比基尼的人 在泳池里玩乐 几乎是在看清那边场景的一瞬间 叶柔柔和柳青霜 便直接皱紧了眉头 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一个角色美人 缓缓地走进了叶寒的镜头中 哥 那是 虽然上次在迟一的房间中 叶柔柔已经偷听到 这个女人是谁了 但是 现在她还是 要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同时 叶柔柔又有些担忧地 看了一眼一旁的柳青霜 想着 之前柳青霜跟叶寒的关系 磨好 现在醒过来 跟叶寒打电话 肯定也十分地激动吧 但是没想到 却看到了这一幕 而那边的莫里斯小姐 已经和叶寒交谈了起来 因为家里 从小就请了华人的保姆 所以 莫里斯也是会说中文的 只不过机句话当中 自然也是掺杂着机句英文 不过 在座的机人 也都听得懂英语 在座什么 莫里斯走上前来询问道 那边有人邀请你一起去玩 叶寒面上十分柔和地 冲着莫里斯笑了笑 莫里斯不愧是 黑手挡家的千金 比之前叶寒遇见过的 所以女人都难以讨好 所以 在面对莫里斯的时候 叶寒面上一直都是温柔的 也都是贴心的 只不过这样的叶寒 让此时坐在一旁 却没有出现在 镜头面前的柳青霜 感到十分的心寒 毕竟在之前柳青霜 还未昏迷之前 印象中叶寒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只不过 那个时候 叶寒确实也跟几个女人 十分的暧昧 想到这里 柳青霜不眠苦笑了一声 果然任何事情都是有预兆的 只是自己选择性地 把那些预兆给无视掉了 我只想和你 一个玩不可以吗 叶寒冲着莫里斯 十分暧昧地笑了笑 那莫里斯面上笑得开心 却还是把叶寒 握住自己胳膊的手给扶开了 那可不行 他们热情得很 叶寒文言 也只能无奈地耸了耸肩 那好吧 等我打完电话就过去 看了一眼手机上的人 莫里斯冲着叶柔柔礙帽地点了点头 柔柔这位是莫里斯小姐 叶寒面色温柔地笑着说道 啊 你好 叶柔柔顿了顿后 便礼貌地打了声招呼 说完这句话后 叶柔柔便又小心翼翼地 看了一眼旁边的柳青霜 这是我妹妹 叶寒专门冲着莫里斯解释道 显然是不想让她误会 笑着点了点头后 莫里斯和叶柔柔打了个招呼后 这才离开 柔柔怎么样 莫里斯小姐 是不是长得十分漂亮 叶寒心里美滋滋地 喝了一口酒说道 叶柔柔现在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此时她坐在这边如坐针毡 浑身上下都不得进 而站在一旁的池翼 看见叶柔柔这个模样 心里乐得不行 叮叮检测道 宿主有破坏天命男女主感情行为 奖励五百反派职 听到系统的提示音 看着柳青霜阴沉的脸色 池翼的心里更是乐得不行 见叶柔柔迟迟迟不说话 只是善笑了两声 叶寒倒也没觉得有什么 对了 柔柔 你这次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情 平时你可不经常打电话 叶寒挑眉看向叶柔柔 只不过看着叶柔柔神情僵硬 心里便多少有些疑惑 柔柔 她又轻声叫了一声 是我想要给你打电话的 瞧见叶柔柔拿着手机坐在那边 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 柳青霜便也有些无奈地叹一口气 随后她便直接拿过了 叶柔柔手中的手机 缓缓说道 嗯 一开始听到柳青霜的声音后 叶寒多少还是有些没有反应过来 毕竟她确实 已经很久没听到过柳青霜的声音了 一开始是真的没有认出来 只不过 在瞧见手机屏幕上 出现柳青霜的面孔时 这让叶寒顿时瞳孔对震了起来 柳 柳青霜 她诧异地直接叫出声音来 也是因为太过于惊讶 以至于她直接从躺椅上坐了起来 听到她连名待姓地叫着自己的名字 柳青霜不由得再次地 在心里苦笑了一声 果然两年过去了 什么都毕竟变了 只有一动不动躺在原地的自己 思绪还在几年前 之前两人如交四妻 她以为就算是叶寒对其他女人十分的温柔 心里也只会有自己一个 之前她对自己的称呼 也是叫自己双双 或者是青霜 现在看来 确实是一切都变了 柳青霜没说话 只是眼神定定地看着手机里面的人 实意也不着急出现 看看看看 这个电话可不是她打过去的呀 可是男主最亲的妹妹打过去的呀 你 你醒了 什么时候醒过来的 叶寒多少有些手足无措地说道 甚至现柳青霜猛地出现在自己面前 她顿时还有些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刚醒过来不久 柳青霜淡淡地说道 许事也察觉到柳青霜对自己的态度太过于冷淡了 对面的叶寒便也很快镇定了起来 原本慌张恶然的表情顿时转变 随后转变成了柔情蜜意 抱歉 我就是刚刚太激动了 我没想到你会这磨快醒过来 太惊喜了 叶寒十分温柔地说道 若不是之前躺着的时候 还有刚刚在旁边已经看清了叶寒的一些行为 柳青霜还真的是要被叶寒的这个模样给骗过去 但是现在已经晚了 从一开始到现在 她对叶寒已经心寒了 虽然此时看见叶寒 心里多少还是有些不好受 但奇怪的是 她竟然已经从叶寒身上 找不到两年前让人心动的感觉了 相比较之下 柳青霜下意识地看向了一旁的迟意 此时此刻 她更加在意的竟然是迟意 而且 此时 就算是叶寒在自己面前 但是更加吸引她目光的 还是迟意 嗯 听懂了叶寒的话 柳青霜只是淡淡地应了一声 也就是这一声 让气氛顿时尴尬了起来 就连酒精情场的叶寒 遇见这种情况 面上的表情也不免尴尬了起来 可 青霜你怎么了 我看你心不在焉的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叶寒继续找着话题 但柳青霜只是坐在那边低垂着眉头 嗯 见状 一旁的叶柔柔 只能凑了上来 毕竟气氛都已经这么尴尬了 叶柔柔怕自己再不站出来 就真的结冰了 哥你的问题太多了 青霜姐这才刚刚醒过来 连东西还没吃呢 刚检查完身体 战斗战不稳 叶柔柔洋装埋怨地 冲着叶寒说道 叶寒也知道 这是叶柔柔专门找的楼梯给 自己下的 所以那边的她 也就善笑了两声 是我的不好了 那你跟青爽好好说说 让她多休息休息 嗯好 叶柔柔乖巧地点了点头 两人又像直信地说了几句话后 这才挂断了电话 把手机放下后 叶柔柔便有些担心地 看向了一旁的柳青霜 青霜姐 你没事吧 坐在那边愣神的柳青霜文言 顿时回过神来 没 没事 我就是现在 浑身没有力气 柳青霜勉强地勾了勾唇角后 这才摆了摆手说道 见状 迟疑也走上前去 今天已经打过药了 等一会儿吃点东西 要是还不舒服 再让医生看看 嗯好 听到迟疑关心自己的话后 柳青霜面上 这才多了一丝笑意 看样子 下面宋青做饭 也做得差不多了 咱们下去吧 青霜姐 我扶着你 迟疑话音刚落 一旁的叶柔柔 便赶紧上前去说道 瞧见叶柔柔扶着柳青霜 站起身来走了出去 迟疑看着两人的背影 不免无奈地耸了耸肩膀 迟疑的手机 刚刚在楼下的时候 特意放在了那边 三人缓步走下楼梯的时候 宋青便抬起头来 看向了迟疑 一个 刚刚你的手机来电话了 不过 我看过去的时候 正好挂断了 迟疑文言 微微挑了挑眉头 随后便点了点头 看样子 应该是没从视频中 看见自己的身影 所以 叶寒这才给自己打的电话吧 迟疑缓步走向前去 确实是叶寒打来的电话 这边迟疑刚拿过手机 叶柔柔便 好奇地凑了上来 毕竟这段时间 迟疑经常也不归宿 弄得叶柔柔十分地好奇 这也让叶柔柔十分地疑惑 干嘛 是你哥 哭笑不得地看了叶柔柔一眼 迟疑便转身 拿着手机去了后面 瞧见迟疑的背影 叶柔柔疑惑地眨了眨眼睛 不是刚打完电话吗 怎么又打 轻声吐槽了一句后 叶柔柔便坐到了柳青霜的身边 青霜姐你先等等 一哥给你要的汤还在炖着呢 叶柔柔笑意盈盈地说道 现在柳青霜醒过来后 叶柔柔也是比谁都开心 毕竟之前两人的关系就很不错 嗯 好 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 柳青霜看了迟疑那边之后 这才转过头来 迟疑打开聊天框 果然瞧见叶寒给自己拨打的是 视频变化 迟疑走到后面后 毫不犹豫地就回拨了回去 老大 找我有事吗 迟疑开口询问道 那边的叶寒依旧 还是坐在那个椅子上 就是看起来脸色不是很好 瞧见迟疑接通电话后 叶寒还认真的看了看迟疑这边 青霜醒过来的事情 你怎么没给我说 叶寒冷着脸询问 老大 青霜姐刚醒 我刚刚帮医生把东西搬出去后 就和宋情一起煲汤 柔柔不是说给你打电话吗 迟疑一脸茫然地看向叶寒 对面的叶寒 狐疑地看了看迟疑 最后看样子 确实是选择了相信 好吧 你青霜姐醒过来之后 有什么反常魔 或者说过什么奇怪的话吗 怎么感觉她 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 叶寒边说边困惑地皱紧了眉头 嗯 不一样的地方 反常 迟疑也是疑惑地说了一声 随后她便摇了摇头 没有啊 一开始醒过来的时候 青霜姐就没说什么 就是柔柔在激动地和她聊天 后面我看医生来了 里面忙起来了 我就下来厨房帮忙了 迟疑一脸认真的说道 叶寒看了看迟疑的表情 但是此时迟疑的表情和刚刚一样 根本看不出什么来 最后 叶寒也只能选择了相信 那好吧 但是我总是觉得 青霜醒过来之后 和之前不一样了 迟疑 毕竟青霜姐也躺了两年了 突然醒过来 肯定身体上还没反应过来 文言 叶寒点了点头 嗯 确实是这个道理 见得到了这个答案 叶寒便寒暄了机具后 便挂断了电话 而此时 刚熬好汤的宋秦 刚准备把汤端出去 手机便响了起来 看见打电话来的人 竟然是叶寒后 宋秦顿时激动地不行 小心翼翼地 看了一眼外面聊得正欢的机人 宋秦便走到了一个角落里 这才选择接通了电话 因为是视频电话 这多少让宋秦有些紧张 他赶紧整理了一下头发后 这才接通了电话 喂 寒哥 接通电话后 宋秦兴奋地看着对面的男人 望着宋秦 看向自己这模激动的神情 叶寒那来自男人的满足感 便顿时升了起来 还在忙 看了一眼宋秦的背后 叶寒问道 嗯 点了点头后 宋秦便微微堵着嘴唇道 因为清霜解醒了 柔柔可是点了十几道菜呢 嗯好 让清霜多吃点 也好不不 叶寒敷衍地点了点头 而宋秦说这话的意思 原本是想让叶寒心疼心疼自己 但是没有想到 叶寒轻飘飘地 就把这句话给接过去了 那表情 就好像听到了一句废话一般 见状 宋秦心里肯定是十分的失望的 对了 清霜醒过来之后 有什么反常吗 叶寒续寻问道 迟一时装出来的茫然 但是宋秦是真的有些茫然 毕竟在柳青霜成为植物人之前 他也没有接触过柳青霜 不知道柳青霜之前的性格 是什么样子的 就说柳青霜醒来后 他就心虚地下楼了 所以也不知道 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茫然地摇了摇头 宋秦 没有啊 很正常啊感觉 后面我就一直在出房了 闻言 叶寒的面上也更加的疑惑了 那迟一也在你身边一直帮忙 嗯 宋秦愣了愣 听到叶寒的这句话后 宋秦竟然一时之间 没有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 但是宋秦也不是个傻子 很快便反应了过来 联想到迟一刚刚的那通电话后 宋秦便想着 肯定是刚刚叶寒 也给迟一打电话了 只不过 迟一再给自己帮忙 是什么意思 叶寒既然这摩问了 那也就是说 迟一肯定也这样说过 想到这里 宋秦便又迟一了起来 他本来是不想帮迟一打掩护的 但是 他看向桌子上的饭菜 想到迟一刚刚帮过自己 反正 反正现在也不是得罪迟一的好机会 叶寒不回来 得罪了迟一自己 可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想到这里 宋秦便很快地点了点头 嗯 对我一个人 多少有些忙不过来 见宋秦很快地 便肯定了迟一的话后 对面的叶寒这才 打消了怀疑 嗯 好吧 说完后 叶寒到底还是觉得十分的疑惑 毕竟这次醒过来后 柳青霜对待他的态度时 再是奇怪得很 这让叶寒实在是有些不理解 但是问了一圈后 都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 看样子是真的因为躺了两年 所以刚醒过来后 身体还没反应过来 见叶寒在那边发呆 宋秦也没有打扰他 毕竟就算是再发呆 也算是两人再打电话 在发什么呆呢 还不过去玩吗 莫里斯不知道什么时候 走到了叶寒的身后 询问道 嗯 这就来 听到莫里斯的声音后 叶寒顿时回过神来 随后便迅速地把手机下扣 赶紧挂断了手机 莫里斯不是一个好糊弄的人 之前的叶柔柔还能说是妹妹 宋秦可就不好解释了 线屏幕上的画面猛地往下移 这让宋秦顿时愣了愣 韩哥 我 只不过还没等宋秦说完话 那边的叶寒便已经迅速地挂断了手机 看着结束的通话页面 再看着两人之前的聊天记录 宋秦顿时愣在了那边 同时 他也有些傻眼 刚刚那个女人 宋秦看得清清楚楚的 那个容貌 就连宋秦一个女人看上去 也觉得十分的惊艳 果然 就像是迟一说的那样吗 叶寒身边永远不缺女人 而他永远 也只能是羡慕的光的吗 见叶寒挂断电话后 那边的迟一也放下了手机 迟一想到 叶寒会给宋秦打电话 也想着 自己有暴露的风险 所以 他便想着监控一下 要是真的要暴露了 就直接走进厨房 只不过 就连迟一自己也没有想到 宋秦竟然会帮自己 想到这里 迟一看向厨房的眼神 也变得复杂了起来 柔柔你现在工作了吗 是去了你哥的公司吗 饭桌上 柳青霜慢慢地询问着 这两年发生的事情 叶柔柔乖巧地点了点头 后说道 嗯 我今年正好要实习了 就选择了去我哥的公司实习 我哥也说是自家公司 比较放心 柳青霜赞同地点了点头 这个道理确实是对的 对了 青霜姐 等你身体恢复好了 还要来我哥公司吗 这样的话 我们两个就可以一起办公了 突然想到这里 叶柔柔十分激动地 握住了柳青霜的手 文言 柳青霜面上闪过了一丝的为难 毕竟现在柳青霜知道了 叶寒的真实性格了 心里多少有些堵塞 虽然喜欢了那么多年 一想到叶寒的真面目 他不免还是觉得伤心和堵塞 但是 在商场上叱咤了那么多年 他也绝对不是什么优柔寡断的人 若是想要断的话 柳青霜决定 还是一下子直接断干净比较好 所以 柳青霜之后 也想着不打算去叶寒的公司帮忙了 他准备专心经营自己家的公司 之前帮叶寒经营他的公司时 柳青霜便费了不少的心力 但是 他不光是没有工资和薪酬 就连自家公司也多少有些难以兼顾 所以 现在柳青霜便想着 以后还是专门经营自己的生意比较好 算了 我以后不打算回去了 毕竟是你哥的公司 我就不去掺和了 柳青霜笑道 叶柔柔眉有听出来其他的意思 只是整个人都有些失望 他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那好吧 说着 叶柔柔便又叹了一口气 毕竟很早之前 在叶柔柔刚上大学的时候 柳青霜就认识他了 所以 现在看见叶柔柔露出这种表情 柳青霜多少还是有些心疼 只不过 他现在心意已决 毕竟他知道 叶寒的那个公司 实在是太消耗心力了 尤其是他公司的人 不多么地喜欢自己 之前 两人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全公司的人 对柳青霜的怨气都很大 或许是现在对叶寒有些心寒了 所以柳青霜也是一下子 就想明白了 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不做也罢了 对他而言 不光是没有什么损失 想法还比较好 在聊什么呢 身体还有没有不舒服 迟一缓步走上前来询问道 见状 柳青霜下一时地抬起头来 看向迟一 随后便笑着摇了摇头 就聊了一下工作上的事情 你放心 我身体已经没事了 不知为何 原本一直堵塞的心情 在看到迟一后 竟然顿时放松了不手 而见迟一走了过来 叶柔柔一时之间 还有些不敢看向他 毕竟现在反应过来后 叶柔柔也发现了 自己刚刚在迟一房间里的动作 是有多么的大胆 那就好 不过刚醒过来 你也别太劳累 暂时也不要去想什么工作上的事情 先休息好再说 迟一面色柔和地说道 对上迟一那十分温柔的眼神 柳青霜心里一暖 面上的笑意也更加深了起来 躺好了 大家开始吃饭吧 在厨房里缓活了一下心情后 宋秦这才端着汤走了出来 帮在座的人都盛好汤后 宋秦这才心里心虚地 坐到了叶柔柔的身边 虽然知道柳青霜昏迷的时候 什么都看不见听不见 但是 宋秦到底还是心虚的很 见宋秦痛快地 坐到了叶柔柔身边 池义也十分爽快地 挨着柳青霜坐了下来 青霜姐你多吃点这个 这个清淡又滋补 对你的身体好 池义贴心地加了一道菜 给柳青霜 柳青霜闻言便看向了池义 看见他那一脸温柔的模样 眼神便闪烁了一下 一瞬间 柳青霜眼前便浮现出来 方才叶寒对着另外一个女人 面色温柔的深情 而此时 两张脸放在一起 也形成了强大的对比 同样是温柔的表情 好像放在池义的脸上 就显得那么的好看 不知道是不是柳青霜 看清了叶寒的原因 想起方才叶寒温柔的表情 竟然会觉得十分的油腻 同时 柳青霜也想到了这段时间 池义对自己的付出 自己躺在那边 无人搭理的时候 是池义来给自己放松的肌肉 他虽然知道自己听不现 但依旧会给 自己讲一些 最近发生的有趣的事情 也在知道自己感知不到外面后 不会对自己动手动脚 这些的这些 多少让柳青霜心里 十分的有触动 同时 柳青霜心里也十分的清楚 也是拖了迟疑的福 自己这才会醒过来 之前在柳青霜昏迷的时候 因为只能一动不能动地 躺在那边 所以 他对外界的声音感知 都十分的清晰 之前从宋秦和叶柔罗的口中 柳青霜就知道 叶寒身边 已经有不少的女人了 之前柳青霜还安慰自己 可能是自己昏迷了 叶寒会觉得有些孤独 所以这才 但是后面 柳青霜越发地清醒了 他也知道 自己在叶寒那边并不是特殊的 想到这里 柳青霜不免又微微皱了皱眉头 但很快 柳青霜便又回过神来 感受到额头上的温度 柳青霜愣正了一下后 便有些诧异地抬头 看向了迟疑 嗯 他一脸疑惑地看向迟疑 见状 迟疑笑着拿下了手来 抱歉 我看你心不在焉的 还以为你不舒服 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柳青霜摇了摇头 没事的 就是还是有点累罢了 迟疑点了点头 好 那等你吃完饭后 就赶紧上去休息休息 嗯 一旁的宋秦 心虚地不敢抬头 但是也能听出来 两人之前的对话 实在是有些不对劲 想到这里 他便抬头小心翼翼地 看了一眼自己旁边的叶柔柔 果不其然 他正好瞧见了叶柔柔面上 一闪而过的黯然 见状 宋秦便又看向了一旁的迟疑 他真的是越来越看不透迟疑了 只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 迟疑这个人 就已经掳获了这魔多人的心 宋秦实在是难以想象 要是叶寒再不回来的话 后面会变成什么样子 不过 宋秦心里也觉得 就算是迟疑 现在这么大胆 但是肯定也不会大着胆子 去叶寒的面前 可能等叶寒回来后 他就会变老实吧 在邻近吃完饭的时候 院子里突然传来了 摩托车的轰鸣声 紧接着 迟疑便从窗户前 瞧现一个穿着紧身衣 带着头盔的女人 从摩托车上跨了下来 那个场景看上去 确实十分的具有美感 迟疑现在看那辆摩托车 越看越觉得 和花蝴蝶十分的适配 想到这里 迟疑便觉得 自己这个摩托车 还真的是买对了 每人配机车 看着就得进 迟疑正这样想着呢 便冷不丁地 和刚摘下头盔的花蝴蝶 对上了眼神 对事上的那一瞬间 两人均是愣证了一下 但很快 迟疑便回过神来 面上挂起了平常的笑意 花蝴蝶也是面色 有些不自然的 别过去头 不过 如果他的耳垂没红的话 是蝴蝶回来了 在花蝴蝶推开门进去的 那一瞬间 柳青霜便也笑眯眯地 抬起头来看了过去 闻声 花蝴蝶顿时愣在了那边 随后他便缓缓地 瞪大了眉眸 就连那一直平淡的表情 也出现了变化 此时他一脸诧异地 看向了柳青霜 青霜姐 待看清眼前的女人 石花蝴蝶 险些连头盔都要拿不住了 她迅速地放下了 手中的头盔 随后便快步地 走上前来 青霜姐你 惊喜地看着柳青霜 闻言叶柔柔 不免也有些好笑地 看向了花蝴蝶 青霜姐 才刚刚醒过来没一会儿 好了好了 既然回来了 就一起坐下来吃饭吧 迟意也在一旁赶紧说道 哦 好 花蝴蝶激动地 坐在了柳青霜的对面 不过面上的惊讶 却一直都没有下去 青霜姐你 怎么会这魔突然就 花蝴蝶小心翼翼地询问道 柳青霜能醒过来 花蝴蝶自然也是十分惊喜的 但 同时他确实也十分地好奇 柳青霜淡淡地笑道 面上闪过了一丝的感慨 就连医生也觉得 我现在能醒过来 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花蝴蝶也赞同地点了点头 吃完饭后 柳青霜面上的疲倦 已经阻挡不住了 他站起身来 随后便看了一眼旁边的迟意 瞧见柳青霜站起来后 叶柔柔便要赶紧起身扶着他 没事柔柔你继续吃饭吧 我自己上去就是了 我真好吃饭了 我说你上去吧 青霜姐 一旁的迟意 心领神会地站起身来 那正好 柳青霜点了点头 见状 其他人也只好坐了回去 那青霜姐你吃点药后 就赶紧好好休息 现在养好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叶柔柔不放心叮嘱了一句 有人还在身后看着呢 迟意的动作 也多少是本本分分的 没敢搂住柳青霜的腰 迟意只是单纯地扶着他 走进房间后 柳青霜看了一眼旁边的迟意 随后这才坐到了床上 确实和之前柳青霜知道的一样 迟意这个人确实很老实 但是柳青霜有时候 又觉得迟意没有这么老实就好了 毕竟他现在实在是 拿不准迟意对自己的心思了 若是说迟意说出的那些 话对自己是有意思 但是他对自己的动作 好像从来也不预计 这让柳青霜实在是拿不准 迟意或许你知道 我的身体是为什么恢复得这么快吗 柳青霜抬头看向他 试探性地说道 嗯 知道柳青霜实在是试探自己 迟意面上不动声色 虽然是自己做的好事 但是现在可不是承认的好时候 迟意不是那重做了好事不图回报的人 他单纯是因为柳青霜知道自己救了他 所以这才会表现得这么低调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可能确实是你的身体 自己在救自己吧 淡淡地笑了一声 迟意便转过身去倒了一杯温水 随后便拿着药一起给了柳青霜 听到迟意都正魔说了 柳青霜心里便也清楚 看来是一确实不想承认是自己做的了 见状 柳青霜便也没有多问 不过 他也没有想到迟意会正魔的低调 明明有正魔拿得出手的实力 但却不会大肆张扬 这可跟之前柳青霜认识的那些男人都不一样 而且 而且他还是那魔的体贴 丁丁检测到天命女主好感度 奖励一百反派直 迟意动作顿了毒 实在是没有想到 这魔一天下来 柳青霜对自己的好感度竟然还没停 果然 自己的举动是正确的 吃药的时候 现迟意依旧还是眉眼含笑地在看着自己 这让柳青霜多少有些不好意思 嗨嗨 我要休息了 今天一天也麻烦你了 你也快点去休息休息吧 柳青霜觉得自己 暂时不能和迟意共处一室了 因为从刚刚开始 他的脑海中便莫名其妙地多出来了一些想法 现在他需要一个人静一静 好 那你好好休息 有事情就喊我 可能一会儿你的手机什么的 就会送回来了 说完迟意便痛快地转身打开门走了出去 瞧见迟意很快关门走了 柳青霜心里多少还是有些不舍 他缓缓地抬起手来 捂住了自己的胸口心脏处 此时的柳青霜十分的疑惑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刚醒过来没多久的原因 还是因为迟意的原因 现在的他心脏跳动的速度十分的迅速 迟意今天的心情还是很不错的 毕竟这两天的反派值反馈都十分的不错 迟意回到房间后 关上门便开始查看起了自己的反派值 这段时间 迟意一直都在积攒着自己的反派值 就是想要等到一段时间后好好地抽上一抽 而 现在正好就是个机会 此时 系统面板上显示 迟意还有145282的反派值 这些反派值已经算是非常多了 但若是想要抽至尊宝箱的话 也就只能14次 迟意现在知道魅力值很重要了 所以觉得凑到魅力值也算是不错 他选择先抽了一发薄金宝箱 叮叮恭喜宿主 获得魅力值100点 迟意挑了挑眉头 又抽了两下黄金宝箱 叮叮恭喜宿主 获得极品精油X1 叮叮恭喜宿主 获得魅力值10点 乔建系统面板上的东西后 迟意心里的想法也被证实了 看来 宝箱的等级也是关乎着魅力值的多少 那现在 他还不如直接全部抽至尊宝箱 抽了几次宝箱后 现在迟意的反派值 还剩下136282点 迟意毫不犹豫 直接来了个十连抽 叮叮恭喜宿主 获得魅力值1000点 叮叮恭喜宿主 获得演技技能精通X1 叮叮恭喜宿主 获得珠宝设计图极品X1 叮叮恭喜宿主 获得化妆技能精通X1 叮叮恭喜宿主 获得魅力值100点 叮叮恭喜宿主 获得魅力值1000点 叮叮恭喜宿主 获得尾音技能精通X1 叮叮恭喜宿主 获得随机小商店X1 叮叮恭喜宿主 获得夜市集团海陆计划图X1 叮叮恭喜宿主 获得魅力值1000点 看着面板上缓缓出来的这些消息 时宿是越看越觉得十分的满意 毕竟看样子都是好东西 虽然自己的演技确实不错 尤其是经过这段时间的锻炼 但是大部分也都是表面功夫 肯定比不上戏同给的专业的 还有那个化妆技能 虽然看起来比较鸡肋 但是和那个夜市集团海陆计划图一样 都可以在后面 潜伏在古华帮的时候用上 还有那个尾音技能 说实话 迟意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个 其实就算是迟意现在精通黑客技能 随随便便 自己弄一个尾音的程序 也是十分容易的 但是 若是在设备干扰的情况下 肯定还是多少有些不稳定 毕竟迟意搜查莫里斯的IP 不是白白搜查的 莫里斯确实十分的难搞 但是不得不承认 莫里斯后期给叶涵带来的收益和利益 是巨大的 这点 迟意看上去也十分的激动 虽然莫里斯有权有势 在国外也混得十分的不错 以至于遇见男主角后 也还是能坚持那么的长的时间 虽然叶涵已经投其所好了 但是莫里斯对叶涵的态度 也仅仅只是熟悉了一些罢了 但 现在 只有迟意知道 莫里斯真正的爱好 别看莫里斯是个十足的名媛 但是他私底下最热衷的 还是打游戏 而迟意 也正准备从这个方面入手 看看能不能和莫里斯 当上一段时间的网友 若是这段时间 能在网上和莫里斯搞好关系 那对于以后 肯定也是十分有益的 不比叶涵带着目的 出现在莫里斯的生活里 让莫里斯心里 多多少少带着一点警惕 平常打游戏 随机匹配到的游戏好友 怎么可能会对他有什么目的呢 所以 迟意就是专门钻的空子 莫里斯不可能认为 一个网友会对他有什么目的 毕竟大家素不相识 想到这里 迟意已经开始在脑海中 形成一些计划的雏形了 经过这两天 迟意的暗自调查 发现莫里斯确实十分地爱玩游戏 这个特点 还是在圆珠的后面 男主和莫里斯热恋的时候 才写出来的 所以 现在叶涵不知道 迟意这两天 观察着两人的做作息 毕竟莫里斯十分地重要 所以 叶涵除了远程处理一下工作之后 其余的时间都去找莫里斯了 而莫里斯平常里应付一下叶涵后 回到家后 都会玩上好久的游戏 才会休息 可以说 这段时间 叶涵和莫里斯一起遇上的时间 都还没有莫里斯 自己打游戏的时间多呢 迟意观察到 莫里斯虽然在游戏里 充值了不菲的数额 但是玩游戏的技术确实是 所以 根据种种原因 迟意觉得 从游戏这方面 入手还算是比较简单的 而且 也是为了莫里斯小姐的原因 迟意前段时间 便已经从网上买了一个 那个游戏的账号了 那个游戏叫盛世 是一个古风武侠类游戏 所以深得莫里斯的喜欢 这段时间 迟意也体验了一下这个游戏 确实还不错 挺好玩 上手也挺快的 上辈子 迟意就有游戏影 所以玩这个游戏 熟练得也十分地快 迟意再次扫视了一眼上面的那些奖励 都是后面能用到的 想到这里 迟意不免心情大好 看来 他的手气也还算是不错 只不过 那个随机小商店是什么东西 迟意好奇地点开看了看 点开后便发现 是个能买东西的地方 只不过 里面都是一些生活用品 只不过看旁边的标志 应该是还会刷新 虽然目前对迟意帮助不算多大 但毕竟也算是一个小商店 也许后面也能用上呢 所以目前看来也不愧 这样想着 迟意便要关上页面 只不过 就在要关上页面的那一瞬间 迟意的余光便顿时扫视到了什么 他的动作不免顿了毒 随后看向了那个商品 背包储物格X1 念完之后 迟意顿时反应过来 目前为止 抽到的这些东西 确实都是在背包里存放着的 不过之前东西也不多 所以迟意 也就没看还有多少空间 现在迟意看了一下 就还剩下五六个了 想了想 迟意还是打算买一个 一个储物格 目前就只是需要时反派值 看见东西这么便宜 迟意直接买了 在迟意点击购买的那一瞬间 那件物品便顿时消失 那个位置的商品也顿时刷新 变成了一个手机 这下 迟意也算是理解了 随机商店这个名字的意思了 不过折腾了一天了 迟意确实是有些疲惫了 想着趁着这个时间 好好的休息一下 只不过 迟意这边刚躺下 便听到自己的手机 传来了消息的提示音 拿过手机 令迟意诧异的是 消息竟然是柳如叶发过来的 柳如叶 在吗 迟意挑了挑眉头 消息回复得很快 迟意 在地 有事吗 明明迟意很快便回复了柳如叶的消息 但是在迟意的消息发过去一分钟后 对面的柳如叶 也依旧还没回复消息 迟意知道 柳如叶不是故意的 因为从刚刚开始 迟意便看现聊天框最上面 一直在显示对方正在输入中 显然一时之间 柳如叶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没想到柳如叶面上看着那么的爽朗 但是害羞的时候 也会别扭 半晌后 那边的柳如叶 这才回复了消息 柳如叶 抱歉 刚刚在忙 迟意很快回复 没事 没事 要不是迟意一直看现聊天框上 时不时出现的对方正在输入中 他就要真的相信了 柳如叶 本来是想要问问你有没有安全到家的 但是没有想到一直忙的现在 柳如叶说的确实是实话 自从今天中午离开后 他便一直在处理着各种事情 回到公司后 下面的就说 王威龙受到袭击去医院了 毕竟他表面上是古华帮的老大 所以他这莫名其妙的受伤 多少闹得人心惶惶 作为大嫂 他自然得去看看 其实只是被画了一下 王威龙不至于住院 虽然柳如叶去医院看望他的时候 他面上对柳如叶依旧 还是和之前一样 十分的温和 但是 在柳如叶要求他出院的时候 还是被他一口拒绝了 而其实很简单 柳如叶也能猜出来 若是王威龙这个表面上的大哥 不出院的话 那下面的人很多 都会出去惊慌的情绪中 毕竟虽然说王威龙身上的是小伤 但是王威龙一直不出院的话 谁能相信他是小伤 所以 从医院回来之后 柳如叶便一直都在 处理着关于这方面的事情 毕竟要为以后做准备了 他知道 这是王威龙 想要给自己下马威 也是王威龙在警告自己 但是一直让王威龙 坐在老大的座位上 欠王威龙一直在招惹是非的时候 其实柳如叶已经开始做准备了 所以 就算是王威龙 想要彻底地和他撕破脸皮 他也是不怕的 就只是处理的事情 要多一些罢了 迟一 对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又不是小孩子 又不会走丢 看见迟一的回复 柳如叶也知道 是这个道理 但是 现在他的心情十分的烦躁 就想要给迟一发个消息 柳如叶 好 想了想后 柳如叶到底还是直发了一个好 之前与其他人发消息 都是公事公办的语气 所以 现在和迟一聊天 一时之间 还真的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一想到之前看手底下的人 和对象聊天聊得那么欢 柳如叶就有些百思不得其解 他们不见面 为什么还能聊得那么开心 迟一 对了 你饭都没吃完就去公司了 现在饿不饿 刚刚有没有吃饭 看到迟一的消息 柳如叶独食心里一暖 柳如叶 你放心 我刚刚吃完 迟一 狗头 迟一 那就好 要不然 我怕你工作吃不消 看着迟一发过来的消息 柳如叶先是愣了愣 随后这才面红耳赤的反应了过来 看见聊天框上面 又变成了对方正在输入中 迟一顿时笑得不行 果然 不论是什么性格的女人 害羞起来都可爱掉紧 打字删除 打字删除 最后 柳如叶忍不住抬起手来捂住脸 今天去医院的时候 站在那边 确实有些不稳当 不过后面休息休息就好了 这臭小子 竟然拿着重视情调砍自己 想到这里 柳如叶便用那美眸刮了手机一眼 就好似那手机是迟一般 柳如叶 可 没那抹矫情 迟一心道 果然是习武之人 这个体格 就是和平常人不一样啊 难道自己是 真的没有事探出柳如叶的底线 想到这里 迟一便若有所思地 妈撒了一下下巴 根据她的表现 不应该啊 和柳如叶聊了一会儿后 时间就已经比较晚了 而正好 迟一手机上 也弹出来一个消息 看着那个消息 她也放弃了睡觉的想法 直接起床出门了 那边的柳如叶 也是在迟一和她告别后 这才顿时发现 竟然已经快到了下班的点了 明明刚刚还不知道 要怎么聊下去 但没想到 一聊天时间 竟然过去得这么快 迟一下楼后 正好在门口遇见花蝴蝶 其他人都去休息了 迟一倒是没有想到 下楼会遇见人 远远的她就瞧见花蝴蝶 蹲在那紫色机车面前 不知道在忙活一些什么 在做什么呢 迟一缓步走上前去 询问道 嗯 迟一 身后冷不丁地出现了一道声音 这顿时下了花蝴蝶一跳 毕竟是经过专业的训练的 所以 见花蝴蝶 竟然没有提前听到自己的脚步声 这让迟一多少有些诧异 她微微弯腰 蹲在花蝴蝶身旁 怎么了 是车子出问题了吗 花蝴蝶微微抿着唇 面色冷淡地摇了摇头 和花蝴蝶相处的时间久了 迟一也能看得出来 她这副模样 其实也算是心情不好 那怎么了 看你好像不太开心 茫然地眨了眨眼睛 花蝴蝶不知道 迟一是怎么看出来 自己有些不开心的 毕竟之前很多人都说 自己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所以 也很难猜测她的心情和情绪 想到这里 花蝴蝶先是定定地看了一眼迟一 随后便看向车子后叹了一口气 今天出任务 车子被划伤了 嗯 划伤 说实话 迟一一开始 还真的没有看出来 在听到花蝴蝶的话后 迟一这才仔仔细细地看起了车子 那黑紫色的机身 猛地一看 确实没有什么划痕 但若是仔细地看的话 便能发现 那个黑色的痕迹那边 多了一丝的补漆痕迹 原来花蝴蝶是补完漆回来的 看着花蝴蝶 依旧还是因为不开心 抿着嘴唇 迟一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心疼 迟一轻声问道 花蝴蝶顿了毒 随后便缓缓地点了点头 嗯 车子就是用来给人骑的 有点磨损 也是正常的 没关系的 说着 迟一便抬起头来揉了揉花蝴蝶的脑袋 因为迟一的动作 花蝴蝶微微瞇了眯眼 看着眼前的迟一 就像是一个暖心大哥哥一般 安慰着自己 这让花蝴蝶的心里 多少觉得好受了一些 嗯 你说的也有道理 花蝴蝶赞同地点了点头 再说了 就算是真的坏了 我就再给你买一辆新的呗 笑眯眯地 再次揉了揉花蝴蝶的头 迟一这才起身 从地下车库 开了一辆车子离开 殊不知 在他离开后 花蝴蝶依旧还是眼神直勾勾地 看着他离开的方向 迟一跟着导航 一路来到了港口这边 随后停在了一个 鸡脚嘎啦的店门口 迟一下车看着这家店 上面挂着大理搬运公司 但是其实店里面也没什么装潢 就只是普通的仓库罢了 见没来错地方 迟一便缓步走了进去 有人吗 老板在吗 迟一走进去大声喊道 谁啊 一个大胖子 从货架子后面探出头来 不耐烦地看了过来 我是来应聘的 迟一晃了晃手机 哦哦哦 就是你啊 那大胖子立刻变了脸色 笑眯眯地迎了上来 因为天气炎热的原因 所以胖子是光着膀子的 在向迟一走过来的时候 连带着身上的肥肉 也都在一颤一颤的 迟一见状 不免又多看了几眼 毕竟他瞧着仓库里面的货物这么多 如果每天都会工作的话 那迟一就很好奇 胖子到底是怎么长胖的 迟一心里实在疑惑胖子的肥肉 但那胖子看见迟一的眼神 还以为他是在看自己身上的纹身 怎么样 威武吧 说着 那胖子便乐呵呵地举起了自己的手臂 嗯 疑惑地看了胖子一眼 随后迟一便顿时反应过来了 看着那粗大的手臂上 被撑得肥肥胖胖的猛虎 迟一不禁眉头抽出了击下 随后便违心地道 确实威武 那是 这可是我年轻的时候闻的 这磨大面积 我告诉你 我当初可是一点疼都没说出声 哦 这样啊 迟一应付地点了点头 嗨 你还年轻 你不懂 哥们也是经历过打打杀杀时代的人 那胖子说着说着 便一脸语重心长地拍了拍迟一的肩膀 迟一挑眉 没说什么 毕竟之前他确实没有经历过打打杀杀 因为之前在做雇佣兵的时候 他只有杀杀杀 不会给对方留下姓名 坚持一点头 好像在认真的听着自己说话 这顿时让胖子的虚荣心涌现了出来 一下子 他又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李胖子 你在和谁说话呢 活都干完了 就在这时 一位高挑的男人从后面走了出来 他的模样 简直和李胖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虽然两个人都是高高大大的 但是一个却胖的不行 另外一个 看起来就十分地惊瘦 这是 走上前来 那人疑惑地看了一眼 时宜 哦 这是了 来面试的 李胖子哥俩好的拍了拍迟一的肩膀 像是两人关系十分地好一般 面试完了 那人询问 李胖子面上的笑容顿时僵硬住了 这不还没开始呢 摸 哼 我看你又是吹牛吹过头 忘记了吧 那人没好气地说了一声 随后走到了迟一面前 来面试的 长期工还是短期啊 那人爽快地问道 长期 迟一笑道 总算是有他说话的空间了 怎么想到来这里工作的 家里人同意吗 什么学历啊 力气怎么样啊 那人又连连问了几个问题 李胖子生怕把迟一下走了 赶紧小声在他耳边说 你别怕 咱们这边不是工资高吗 前段时间来了几个大学生 干了几天 受不了就走了 也有的家里人不同意大学毕业 就来做搬运工的 也有的是力气小 承受不住的 迟一闻言点了点头 表示理解了 你们放心 我能行 之前就经常锻炼身体 这些货物 还是可以搬得动的 迟一笑道 见迟一说得轻松 那李胖子 便呵呵呵地笑了两声 油喝 说得挺好听啊 说着 李胖子便伸出手去 揉了揉迟一的肚皮 只不过 仅仅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李胖子的动作 便顿时顿主了 嗯 你这小子 还真有点真材实料啊 说着 那胖子便又揉捏了一下 迟一的肌肉 毕竟见识过的人多了 李胖子也知道 什么人锻炼出来的肌肉针 什么样子的人锻炼出来 确实是有真材实料的 看见李胖子的举动 周围的人均是有些无奈 那受高个美好气的 直接把李胖子的手给打掉了 瞧瞧你这个出血 对了 我叫高丽 你叫什么 说着 他便有些别扭地伸出了手去 高丽平常很少跟人这样打招呼 所以 手伸出手去之后 多少是有些别扭 迟一伸出手去 和高丽握了握 我叫迟一 最近比较缺钱 如果没问题的话 高丽顿时明白了迟一的意思 他笑着点了点头 可以 如果可以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试试 毕竟之前辞职的人 实在是太多了 高丽也算是看开了 第一天就试试 行就继续 不行就直接走 好 来来来来 听到高丽都发话了 一旁的李胖子 便也兴奋地走到一边 招呼着迟一 比起之前来的那些小年轻 李胖子对迟一的好感 还是比较高的 毕竟这磨耐心地 听自己讲事情的人 已经不多了 现在啊 都是忘记 最近进口的海鲜什么的都很多 所以得赶紧搬 这要是普通搬运也就行了 但是还有时间要求 说着 李胖子便把迟一 领到了冷库前面的货架那边 这个海鲜 需要从后面冷库里搬出来才行 因为一会还得来一批货 要用到冷库 迟一点了点头 确认了一下自己的工作量 迟一不会无缘无故地 给自己找一个活干的 尤其是 现在他也算是 有点积蓄了 也不是特别的缺钱了 就算是想要找副业 也不会给自己 找个这魔类的副业 所以迟一来这里的原因 是因为这里 其实是古华邦旗下的一个公司 而且 后面柳如叶和王威龙 还会在这边发生一些斗争 只不过 这件事情柳如叶不会发现 是王威龙做的 所以 会给了王威龙后面 再次陷害柳如叶的机会 也给了叶寒 一个表现的机会 但是无论如何 迟一都不会把这个机会 交给叶寒的 而且比起 让叶寒给自己安排身份 加入古华邦 后面被查出来 被怀疑 迟一还是选择自己先进来 然后利用自己的黑客技术 把自己的资料给 好好地改一改 和我一样 直接扛起来就行 直接搬到外面也行 放退车里也行 听到有推车 迟一顿时觉得 这个活轻松了很多 好 我知道了 看着李胖子 给自己示范了一下 迟一便迅速地 把货都搬到了推车上面 记个来回后 就算是有推车 但体力的消耗 也是不小的 李胖子 早就已经拿好了水 在一旁等着了 但是没有想到 迟一在搬完东西后 愣是一滴汗 都没有流 这让李胖子 多少有些傻眼了 你 你不累吗 他站在一旁询问道 迟一微微喘息 接过了他手里的水 还行 不算特别累 其他那两个货架的 也都是吗 李胖子点了点头 嗯 对 那我先都弄完 说着 迟一把手里的水 重新塞进了李胖子的手里 自己转身继续干活了 这一下 李胖子是彻底的傻眼了 你 你不休息一下 就算是他这磨大的体格 一下子搬完一个货架的东西 也得好好休息休息 一会一起休息吧 迟一头也不回地说道 沙纳 李胖子看向迟一的眼中 充满了佩服 毕竟他知道 从货架上搬到拖车上 转了一圈 还是得搬到货架上多嘞 高丽在前面忙了一圈后 回来就看见李胖子 愣愣地在那边站着 怎么了 这是 怎么不干活 李胖子回过神来 随后一脸夸张地 指了指身边的两个货架 这两个货架 都是迟一一个人搬的 见状高丽也有些诧异 这磨快 他刚刚过来的时候 还以为李胖子也干活了呢 李胖子点了点头 所以 我不是站在这边傻眼了吗 高丽微微皱了皱眉头 那你也不能站在这边 看着他一个人干完活吧 快去 说着 他就一巴掌拍到了李胖子的后脑勺 李胖子委屈巴巴地看了高丽一眼 随后小跑着去了迟一那边 连带着身上的肥肉都在颤抖着 一趟活干完 不光是李胖子对迟一十分的满意 就连高丽也都十分的满意 行不行 觉得还能坚持吗 高丽看着整整齐齐的货架 十分满意地拍了拍迟一的肩膀 迟一笑道 可以 工资高就可以 高丽失笑 随后他便大笑着 拍了拍迟一的肩膀 你放心 工资包你满意 双方都十分的满意 高丽便带着迟一去登记了一下信息 迟一挑眉 不用签合同吗 李胖子笑呵呵地说道 咱们这边又不是什么大公司 不搞那些东西 而且 之前我们这边来干活的 都是临时工 用不到那玩意 哦 这样啊 迟一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就好像相信了一般 只不过 迟一心里倒是十分的清楚 为什么不签合同 不过 咱这边鱼龙混杂的 平常肯定也是 有点小打小闹的 说到这里 高丽的表情 多少变得严肃了起来 嗯 什么意思啊 迟一依旧 还是装作不明白地看了过去 就是平常多多少少 会有人来找事 不过 你不用担心 李胖子十分豪爽地说道 高丽点了点头 若是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 里面有个办公室 你直接躲进去就行 不用管其他的 对对对 这些事情都很正常 你不用害怕 李胖子生怕 好不容易等来的迟一走了 便赶紧补充了一句 哦 好 没事 我就专心干我的活就行 你们放心 我不多管闲事 这下 高丽和李胖子 同时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同时 迟一也是露出了十分满意的表情 迟一还能不知道 他们在担心什么吗 要是说高工资 就算是再累 肯定也是能招聘到人的 毕竟工资放在这边 但是 关于一些安全问题 就不一定了 钱没了可以再挣 但是安全和命 要是收到了威胁 可就不好了 所以 这才是大力搬运公司 到现在为止 都没招聘到合适的人的原因 这下 双方各怀着小心思 开始了工作 这批货搬运出来后 很快便有货车 停到了外面门口 好了 新货来了 刚好冷枯空出来了 干活吧 见着人来的这模快 李胖子面上 多少有些忧怨的说道 你还累啊 大部分活都让吃一干了 快点干活吧你 吐槽了一句后 高丽便走上前去 高哥 你在啊 外面货车上下来了人 笑着冲着高丽打招呼 高丽点了点头 这次的货怎么多 得挣多少啊 那人善笑了两声 高哥你说笑了 一批货还能挣多少 好了好了 开始干活吧 说着 高丽就招呼着迟一他们过去 那两个司机见状 也下来帮忙干活 只不过 他们就帮忙谢了一下 就算了 迟一也理解 毕竟人家钱的就是司机的活 怎么可能还要多干活 能帮忙卸一下 就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卸完之后 那两个司机准备离开 不够看样子 还是不放心 专门跑回来 叮嘱了一下高丽 对了高哥 这批货很重要 多多关照一下 这碎一点没事 货还在就行 好 我们公司看着你 还不放心吗 现高丽答应了 那两个人 这才算是放心了许多 上了车后就离开了 不得不说 听到那两人的话后 迟一多多少少 对这批货来的兴趣 毕竟刚刚那两个人的话 确实容易让人误会 心里虽然疑惑 但是迟一也没有多问 毕竟迟一知道 这些事情 不是自己该问的 毕竟 若是真的引起了怀疑 那就不好了 来吧 继续干活吧 李胖子无奈地说道 嗯 好 迟一应了一声后 便走上前去 这些箱子并没有什么标识 只是说明了一岁什么的 所以 就算是迟一努力的 也依旧是 什么都看不出来 高丽 就在三人开始干活时 外面突然来了个人 后面还跟着两个人 见状 高丽的脸色顿时搭拉了下来 面上的笑容 也是顿时消失了 怎么过来了 是有货要帮忙搬吗 高丽面上挂起 职业笑容看了过去 迟一见状 便有些疑惑地 看向了李胖子 李胖子无奈地耸了耸肩 随后对迟一小声地说道 这伙人和刚刚那一伙关系 看着李胖子的表情 迟一顿时 也就理解了 怪不得刚刚那群人走的时候 专门叮嘱了一下 原来是真的有人抢啊 是有货让你们帮忙搬 说着为首的那个男人 便弄了弩嘴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意思 不就是指的门口的这些货吗 玩笑还是别开了大勇 这个后果 我们可是承担不起啊 高丽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那叫大勇的 也是也是大笑了几声 他走进高丽 笑眯眯地 给高丽递了一根烟 什么玩笑不玩笑啊 兄弟跟你开过玩笑 你放心不会连累你的 你动动嘴皮子的事情 我们兄弟自己干 不光如此 钱也少不了你们的 说着 大勇直接拍了拍手紧接着 拐脚处便驶过来一辆大货车 迟一闻言心里顿时欧货了一声 同时也对面前的这批货 更加的好奇了 毕竟到底是什么 这才让双方人都开始抢夺了起来 这下高丽的脸色 也顿时搭拉了下来 他没接面前的这根烟 而是冷着脸 看向了面前的这些人 钱不钱的 我们在乎吗 要是真的把这批货给你们了 我们大力搬运公司 还干不干了 闻言 一旁的李胖子 也冷哼一声附和道 就是啊 没了信誉 以后谁还来找我们啊 大勇黑黑笑了两声 没了其他生意 不是还有我们的吗 现眼前这人一意孤行 高丽也直接吃笑一声 你们 要是指望你们 我们恐怕还真的得饿死 闻言 大勇面上的笑意 顿时僵硬了一瞬 但也仅仅只是一瞬间 很快 大勇面上的笑容 便顿时恢复了下来 但他后面的那些人 可就开始不老实了 把货放下 要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 见状 大勇后面那些人 便心有余悸地看了大勇一眼 毕竟大力搬运公司的名头 在这一片 还是比较出名的 哎高哥 你说什么呢 都是一家人 大勇讨好地笑着 边笑着 边冲着后面的人摆了摆手 示意他们继续 现大勇一意孤行 高丽也不准备给他们留面子了 直接一脚踹在了大勇的肚子上 他的力道不小 加上大勇也没想到 他会直接来这一下 一时不察 直接跌坐在地上 老大 老大老大 看大勇跌倒了那些干活的人 也不干活了 赶紧冲上前来 把大勇给扶了起来 都特模去干活 把活给我拿走 大勇一脸狠力地推开周围的人 美好气的大吼道 也是这一瞬间 李胖子的脸色也难看得起来 我呸 我看你敬酒不吃吃法酒啊 说着 李胖子拍了拍迟一的肩膀 迟一去后面休息室休息一下 我们这边马上就好 说着李胖子直接大步冲上前去 丝毫不客气 一屁股坐到了还没来得及起来的大勇身上 大勇 不 你 你 李胖子冷着脸 直接两巴掌上去 你你个头啊你 迟一 这模直接吗 高丽也没闲着 现李胖子压制住了大勇 自己直接就冲着其余人走去 迟一是不想插手的 毕竟他看这两个人对付这些人也是绰绰有余 所以 这样想着 迟一便转身 直接朝着休息室那边走去 只不过 迟一脚步这才迈出去一步 便听到了后面大勇的怒轰声 把弟兄们都给叫过来 一起上 文言 迟一的脚步顿了顿 随后他也不着急回休息室了 直接已在墙边看了起来 那大勇虽然有一身武力 但是在李胖子的体重压制下 依旧还是起不来 所以 此时正在气急败坏地大喊大叫着 而高丽的身手十分地好 实意看着他的身手便能推断出 这个人之前肯定是练家子 学习过什么武术的 只不过 就算是高丽习武过 但面对着几十号人 依旧还是有些弄不过来 是的 这个大勇实在是卑鄙得很 方山驶进来的那个大货车上 其实满满当当的 全部都是人 也是在大勇的一声令下 那里面的人乌泱泱地 全部都下来了 那些人下来后 一伙人直接围到了高丽身边 虽然武力打不过 但只是围着 确实也让高丽多少难以害手 而另外一堆人 则是直接冲向了李胖子 他们一堆人 直接把李胖子给架了起来 这下 大力搬运公司这边 倒是处在了劣势 高丽站在那边冷眼看向大勇 大勇 你知道得罪我们是什么后果的 他冷声说道 后果 我管你们什么后果 你们那废物老大 现在都已经躺在医院里了 你们这边 还有能管事的 大勇站起身来 直接朝着地面吐了一口唾沫 一脸嘲讽地说道 你乱说什么呢 你以为我们老大在医院里 就不能拿你们怎么样了吗 李胖子怒气冲冲地 指着大勇说道 我管你们呢 反正今天 我是要把这批货给搬走 兄弟们上 随着大勇的一声令下 那伙人一群人 堵着高丽和李胖子 另外一群人 则是直接冲向了那批货 草 我看你们是敬酒不吃吃法酒 见大勇要做的这魔爵 高丽也不准备留守了 他对李胖子使了个眼神 动作比之前迅速多了 但 就算是这样 那一批货 也在这魔多人搬运的情况下 已经没了大半 特亮的 李胖子没好气地 揣了眼前人一脚 完了 便大步走上前去 只不过 就算是这样 那群人依旧 还是像不要命了一般 疯狂地冲了上来 迟一看了一下 便发现 其实 高丽和李胖子 解决眼前的这些人 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无奈的是 现在耽误不起的 就是时间 眼看着货 都被装进去大半 就连火车的驾驶座上 也做了人 迟一直接 从一旁的门溜了出去 大家的注意力 此时都在高丽和李胖子身上 就连大勇 也是在那边嘲讽着 所以 并没有人注意到 后面的迟一 迟一原本还想着 等他们对付不了 自己一会出来 出手 刷个帅呢 但是 看现在的这个情况 打架是用不到自己了 只不过 偷家自己还能弄一下 想到这里 迟一已经大步走上前去 直接拉开了副驾驶的门 下面 打得实在是太精彩了 所以司机 也是一直在看戏 面前的门 突然被打开的时候 那司机还冷不丁地 被吓了一跳 只不过马上 没等他回过神来 自己就直接被拽下了车子 哎 你干嘛呢这是 那司机胡乱地大叫着 只不过人 已经被甩到了下面的地上 迟一笑了一声 大哥我就在里面 吹一会儿空调 啊 什么 那人依旧还是没有反应过来 迟一在上车的那一瞬间 直接就把两扇门都给 反锁了起来 后面的人还在装货 前面的人还在打斗 因为场面太过于混乱 所以目前来说 还没有人发现 迟一已经上车了 一直到迟一笑眯眯地 按了一声喇叭 随后发动了车子 哎 谁啊 货还没装完呢 停车 大勇见状 直接凶神恶煞地 挡在了货车前面 迟一没搭理他 而是继续着手下的动作 眼看着车子 竟然还没停下来 这让大勇 直接气急败坏地 开始骂了起来 老王 让你停车 你没听见吗 他没好气地说道 老 老大 我在这里 被甩在地上的大叔 听到这话后 便一脸苦哈哈地走了出来 什么 你怎么在下面 那车里的人是 大勇一脸错愕地 看向驾驶座 我 我也不知道啊 老王依旧苦着脸说道 他确实什么都不知道 现在也很猛 同时也觉得 实在是莫名其妙 迟一刻不想 看着他们两个人聊天 直接踩了一脚油门 见状 大勇顿时瞪大眼睛 赶紧腿脚一蹬 直接弹射起步 跌进了旁边的草垛里 也是因为车子发动的原因 后面那些装货的人 纷纷也都吓得 赶紧跳到了地面上 迟一打了一下方向盘 直直地冲着高丽 和李胖子而去 一瞬间 围着两人的那群人 纷纷都吓得赶紧跑路了 见那些人跑了 迟一这才踩住了刹车 李胖子和高丽 愕然地抬头看了过去 和迟一对上眼神后 两人更傻眼了 啊 迟一 李胖子一脸诧异地说道 他看了看身后的休息室 又看了看迟一 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这一天的时间里 迟一时再是贡献了 很多名场面 吊砍地冲着两人眨了眨眼睛 迟一直接后退冲向了草垛那边 这边大勇刚从草垛上站起来 瞧线飞奔而来的车子 吓得又赶紧躲开了 迟一丝毫没有停下 直接发动车子 看线人就冲上前去 虽然迟一的车速很慢 但是大货车的压迫感 还是有的 他们是来给大勇干活的 但可不想赔上命啊 想到这里 那群人变顿时下的步行 纷纷左躲又闪了起来 更加有甚者 已经开始跑路了 别说他们了 就连大勇被吓得 也是连连后退 最后直接退到了拐角处 好啊你们 晚音的 他紧紧咬着后槽牙 看着李胖子和高丽 李胖子狂笑起来 什么叫晚音的 计谋你懂不懂啊 你这个土鞭 高丽没说话 只是双手还胸的站在那边 不过能看出来 他此时微微勾纯 心情也确实十分的好 有本事 你们让他下来 咱们比试比试 大勇气急败坏地 指了指货车 只不过 随着一声喇叭响 他又立马善善地 收回手去了 哼 下来的吗 被你们这些人缠住啊 不是我说 你们伸手不咋的 阴谋诡计不少啊 你们还不走 还不走 那就继续了 高丽笑道 文言迟疑又缓缓地 踩起了油门 见状 大勇那火人 便吓得赶紧又退后了几步 毕竟大家都是打工的 谁也不想真的把命赔进去 不说命赔进去了 就说 要是真的进院了 那就不好赚钱了 连带着伤筋动骨一百天 后面也不能干活了 那损失也不小啊 我看你们还是快点走吧 打也打不过 抢也抢不过 放心 一会我肯定会把车子开到你家门口的 李胖子笑呵呵地说道 看着缓缓逼近的大货车 那堆人到底还是怂了 走 大勇美好气地转身离开 见状 他后面的人均是面上一喜 跟着一起走了 哈哈哈哈 一群怂货 李胖子十分得意地笑了一声 他的声音十分大 加上那群人还没走远 所以嘲讽的意味直接拉满 高丽一脸赞叹地走到池义车窗前 站在下面给池义比了一个大拇指 真有你的 池义笑呵呵地打开车门 从座位上跳了下来 误打误撞了 什么误打误撞 是你的想法不错啊 李胖子面上的笑意简直下不去了 他直接走上前来 哥俩好的直接揽住了池义的肩膀 好了 还是快点赶紧把货搬进去吧 不知道一会儿还会不会来人呢 看了看前面后 高丽便催促着 来了来了 李胖子笑呵呵地揽着池义的肩膀 缓缓地走到了后面 所以这到底是什么 竟然这磨抢手 池义十分好奇地说道 谁知道呢 李胖子不解地摇了摇头 高丽直接道 是什么 看看就知道了 池义微微挑了挑眉头 不是这磨直接的吗 这重货竟然还能让自己看 想到这里 池义往前走的脚步都加快了不少 等到三人走到了后面的时候 便发现已经有不少货都摔在地上了 连带着地面上也多了一些湿湿的痕迹 什么啊 这是 迟疑疑惑地皱了皱眉头 在她的印象中 好像没有这样的走私品啊 不会又是什么化妆品吧 李胖子吐槽了一句 什么 化妆品 迟疑诧异地看了过去 嗯 还真是 两人说话间 高丽已经走上前去 翻转过来了一个箱子 啊 看着那一瓶瓶摔碎的 不知道是护肤瓶 还是什么东西的瓶瓶罐罐 迟疑顿时沉默了 她看了看地面上的东西 又看了看高丽和李胖子 半晌后 迟疑这才比较迟疑地说道 不是我说 这个东西真的有抢的必要吗 高丽调侃地看向了迟疑 你不会以为我们争夺了半天 是搞什么走私的吧 文言李胖子顿时大惊失色 她看向迟疑连连摆手 你可别误会啊 咱真的是一个这儿八经的搬运公司啊 高丽看着迟疑顿时也是有些哭笑不得 我告诉你 可别小看了这些化妆品 你看这磨一小怪 说着迟疑便缓缓地拿起了一瓶 这一瓶可能一两万呢 嗯 迟疑多少有些惊讶了 她是真的没有想到会这磨贵 而且还这磨小 看这个瓶子的大小 其实也就和平常喝的那些蓝瓶盖的大小差不多 但是真的没有想到 这个的价格竟然震摸的昂贵 对啊对啊 所以这些东西可挣钱了 谁能卖出去 这其中的利润嘖嘖嘖 说到这里 李胖子便开始嘖嘖撑起了起来 文言 时宜也是连连点头 确实是这个道理没错 好了好了 开始干活吧 虽然刚刚说了 碎了一些没关系 但是也整理整理 看看把没有碎掉的挑出来 高丽说着便开始弯腰干活 见状 迟疑也就没有闲着 帮着他们开始搬运了起来 很快 天色彻底的暗沉了下来 时间也不早了 毕竟迟疑来的时候 就已经五六点了 现在一忙活都已经十一点了 期间 别墅里也有人给迟疑打过电话 迟疑没有接 而是回了一条短信 好了 高丽拍了拍手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没想到今天忙到这么晚啊 李胖子感慨道 是的 从下午开始 他们刚把那些瓶瓶罐罐搬到仓库里 后面又有人来搬前面的海鲜 所以 这才会一直折腾到现在 没想到啊 你真的坚持了下来 李胖子又哥俩好了 揽住了迟疑的肩膀 时间也不早了 一起去吃顿饭 李胖哥请客 高丽笑道 李胖子一脸嫌弃地看了高丽一眼 没好气得道 这也就是今天迟疑在这里 我乐意请客 要是换成平时 我才不请客呢 高丽文言 也是没好气的肖骂道 你这个周八皮 什么周八皮 我这是在砸老婆本呢 李胖子乐呵呵地道 怎么样去不去 高丽懒得搭理李胖子 转头看向了迟疑 迟疑面上犹豫了一番 算了等有机会再说吧 今天时间也不早了 我得回家了 嗨 那好吧 李胖子收回了自己的手 一脸遗憾地说道 看了一眼时间 高丽也赞同地点了点头 嗯 也是 那你回家小心一点 明天记得来 生怕迟疑明天不来了 高丽不放心地嘱咐道 好 那我先走了 和他们打了个招呼 迟疑转身离开了 只不过 他并没有开车 刚刚的时候 他就已经让火胡来 把自己开来的车给开走了 虽然那辆车 在夜寒车库里 算是便宜的了 但是依旧十分地惹眼 为了不让他们觉得异常 迟疑准备 坐公交回去 迟疑这边刚走了一步 后面的李胖子 便看了过来 迟疑你怎么回家呀 迟疑笑着 指了指前面的公交站牌 我坐公交车就可以 啊 你没车啊 李胖子愕然道 明天就有车了 迟疑笑道 哦 那你路上小心点 听到迟疑的话 李胖子还以为是迟疑今天来这里 忘了开车来着 所以 也就并没有多么地在意 而迟疑则是打算现在去买一辆车 毕竟在这里工作 弄一辆十分显眼的车 还是不太好 这样想着 迟疑开始思索了起来 迟疑也算是运气比较好 坐上了最后的末班车 不过 就算是这样 等最后迟疑回到别墅的时候 时间已经不早了 已经将近快十二点了 不过 令迟疑比较诧异的是 这个时间点了 竟然还有人在客厅 望着灯火通明的客厅 迟疑刚走进去 便听到了里面的声音 一哥 叶柔柔惊喜道 迟疑 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晚 柳青霜也是语气柔和地看了过来 迟疑听到声音后 便下意识地看了过去 随后便和坐在沙发上的几个女人 对上了眼神 花蝴蝶虽然没有出声 但是却在迟疑看过去的时候 冲着迟疑微微勾了勾唇 比起另外三个女人 宋秦的脸色可算不上好看 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 要是以往宋秦指定去睡觉了 毕竟她还是很看重自己的样貌的 但是无奈 现在大家都在这里等着 她也不好一意孤行 搞特殊 自己上去睡觉 所以 她就只能跟着坐在这边等 眼看着马上就要撑不下去了 幸好这个时候迟疑回来了 一哥你回来了呀 宋秦笑眯眯地站起身来 说着就要迎上前去 只不过可惜的是 今天迟疑并没有穿外套 所以 她也只能善笑地站在一旁 放眼望去 前面坐在沙发上的女人 和迟疑的关系都有点暧昧 所以 宋秦想着自己老实一点 可千万不要让迟疑注意到自己 嗯 今天去忙了一些事情 所以这才忙到了现在 迟疑随口说道 你这身上是怎么弄的 柳青霜注意到了 迟疑身上有点脏 便走上前去担心地询问道 叶柔柔听到柳青霜的话后 也才反应过来 她眨了眨眼睛 围着迟疑转了一圈 一哥 你这是干什么去了 搬砖去了 叶柔柔打去道 迟疑顿时哭笑不得地 看向叶柔柔 你还真是说对了 我刚办完砖回来 此话一出 就连宋秦也是诧异地看了过来 啊 干嘛去搬砖 是不是我哥客扣你工资了 叶柔柔眉头一皱 没好气地说道 迟疑闻言 先是挑了挑眉头 随后道 如果是你要帮我伸张正义吗 那肯定啊 我现在就给我个打电话 叶柔柔气鼓鼓地说着 说完就拿起了手机 做事要打电话 迟疑见状赶紧上前阻拦 哎哎哎 等一下 我骗你玩的 他赶紧大步上前去 摁住了叶柔柔的手 什么 叶柔柔拿着手机 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 看着迟疑 这看的迟疑 都有些心虚了 我这魔向着你 你竟然骗我 叶柔柔气愤地跺了跺脚 没好气地 用拳头捶了迟疑几下 但是当然了 这个力道一点都不疼 行了行了 我的错我的错 迟疑失笑赶紧说道 见状 连一旁的柳青霜和花蝴蝶 都没忍住笑了出来 听到他们的笑声 叶柔柔也顿时反应过来 周围还有人 嗨嗨 都怪他骗我 叶柔柔十分不自然地说道 边说边面色羞红地别过头去 周围的人 纷纷哭笑不得地看着叶柔柔 好了好了 不闹了 话说迟疑你现在饿不饿啊 柳青霜微微勾唇笑了笑 随后便柔声轻笑地说着 说实话 柳青霜现在在这个家里的角色 就好像是一个大家场一样 毕竟他的所作所为 看起来就十分地成熟 闻言迟疑摸了摸肚子 还真的有点 虽然一开始搬货的时候 对于迟疑来说并不算很累 不过后面一直不间断的搬货 确实对体力有消耗 这样一套流程下来 迟疑确实也有些饿了 正好刚刚的饭菜还在温着 我去给你拿 说着柳青霜便要走去厨房 见状 宋秦实在是有些惶恐 我去吧 我去吧 说着宋秦便赶紧提前地 要往前面走去 毕竟他在这个家里的位置 自己还是比较清楚的 尤其是自从柳青霜醒过来后 宋秦便十分心虚地狠 你们饿了吗 要不要一起吃宵夜啊 迟疑温声笑道 其他人只是犹豫了一瞬间后 便点头答应了 虽然在迟疑回来之前 他们之前的氛围也算是不错 但是在迟疑回来后 家里的气氛 好像才是真正地活跃了起来 宋秦本来只是端出来了一个人的宵夜 见状便赶紧回去 又去准备了 其实 自从柳青霜醒过来后 宋秦不光是十分的心虚 尤其是还是害怕 害怕柳青霜醒过来之后 自己就要被赶走了 毕竟他来这里住的时候 就是用柳青霜作为理由的 现在柳青霜好了 如果后面身体好了 那他也就没有留在这里的必要了 想到这里 宋秦不免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只希望之后他离开的时候 会更加的晚 同时宋秦也在心里祈祷着 希望等到叶寒回来之后 自己才能离开 要不然 恐怕之后 就没多少时间能陷到叶寒了 之前已经见识到了 叶寒那边的莫里斯小姐 现在柳青霜又醒了过来 旁边还有一个美丽的女保镖 别说还有其他人了 所以 现在宋秦是怎么想 都觉得自己有点排不上号了 想到这里 宋秦不免又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虽然他和叶柔柔同碎 但是因为小时候 挽上了一年学的原因 等到暑假之后 还是得回到学校 想到这里 宋秦又惆怅得不行 宋秦 发什么呆呢 现宋秦迟迟不出来 池义便十分疑惑地走进了厨房 啊 听到池义的声音后 宋秦顿时回过神来 哦 马上来马上来 说着 宋秦便赶紧收拾了一下 手头上的东西 赶紧端了出去 见状池义便也上前去帮忙 我来帮你吧 哦 好的 十分的奇怪 现在在单独面对着池义的时候 宋秦总是觉得有些别扭 之前的时候 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之前宋秦十分瞧不上池义 毕竟只是觉得 池义只是一个小小的保镖 当然了 现在宋秦可没有这种感觉了 毕竟 池义也是用自己的行动来表明了 他确实不仅仅只是一个小小的普通保镖 宋秦心里十分紊乱地 把需要的东西都给搬了过去 随后便也是有些心烦意乱地坐在餐桌上 只不过一回过神来 没有想到 池义就坐在自己旁边 见状 宋秦又顿时吓得不行 乔宪宋秦胆战心惊地看着自己 池义也是微微挑眉看了过去 随后他便无奈地耸了耸肩 毕竟他也不是故意的 此时柳青霜坐在那边 两边分别是叶柔柔和花蝴蝶 宋秦一上来 就直接坐到了花蝴蝶那边 无奈之下 池义也就只能坐在了叶柔柔这边 毕竟 现在柳青霜刚刚醒过来没多久 对之前的事情十分地好奇 而能告诉 他这两年都发生了什么事情的 就只有叶柔柔和花蝴蝶了 毕竟池义刚刚不在家 三人在那边聊着天 池义也在这边专吃着饭菜 他也实在是饿了 叶寒这两年 桌子上的柳青霜欲言又止 啊 我哥过得也还不错 叶柔柔面色挣扎地说着 虽然这两年 叶寒的花心叶柔柔都是看在眼里的 但是毕竟还是自己的亲哥哥 所以 叶柔柔还是觉得给自己哥哥留点底比较好 一旁的花蝴蝶听到这句话后 眼神便顿时闪烁了一下 不过 他本来的话就不多 所以此时也直接不说话了 柳青霜轻轻地笑了笑 随后便用勺子轻轻地搅拌着自己碗里的汤 其实我看见那位莫里斯小姐后 心里多少也明白了 之前叶寒就有点花心 所以 现在你们说叶寒身边没人 我是不相信的 是的 心里吐槽了自己大哥几句后 叶柔柔也只能尴尬地笑了笑 但是青霜姐 你要知道 在我心里 你才是我嫂子 我妈也是 对你的印象是最好的 叶柔柔赶紧说道 迟一听到叶柔柔的这句话后 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看来就连叶柔柔自己也没有发现 自己因为着急 所以直接说漏嘴了 文言 柳青霜也是苦笑了一声 是啊 看来 就连叶妈妈也知道 她身边的人十分的多 所以 现在听到这句话后 柳青霜对叶寒的所有念想 便顿时都断了 她从小到大都要强 现在也自然不会和一群女人 争夺一个男人 那样的行为实在是太掉价了 现柳青霜梅 有继续地再询问下去 叶柔柔也是不免松了一口气 只不过 叶柔柔也不知道 自己只是说了一句话 就直接让柳青霜对叶寒没有了念想 吃完饭后 迟一看了一眼时间 随后便说了一声后 直接上楼了 为了能好好的 在古华帮卧底下去 迟一也只好认认真真的工作了 今天忙到了十一点 所以高丽说了 明天迟一晚一点 去也可以 主要是休息好 只不过 为了给两个人留下好印象 迟一还是决定早一点去好了 迟一现在对古华帮的事情 纳摩得上心 不光是因为 想要留住自己的命 同样也是因为柳如叶 虽然现在 自己已经翘了不少的墙角了 但是仅仅只是现在的这些 还不足以能对抗叶寒 所以迟一想着 现在柳如叶对自己的好感度 已经不低了 若是等到了以后 柳如叶对自己的好感度 十分高的时候 那古华帮是不是也就能站在自己身后了呢 毕竟一本小说中 除了男主角有光环之外 女主角也是有光环的 再怎么样 迟一都觉得 古华帮是不会落寞的 你吃完了 见迟一站起来了 柳青霜便也直接站了起来 正好我也吃完了 你扶我上楼吧 和之前白天的时候一样 柳青霜便对迟一 缓缓地使了一个眼神 迟一顿时明白了过来 走上前去 好 我扶着你上去吧 那青霜节你好好的休息 叶柔柔便赶紧说道 因为刚当的事情 多多少少隐瞒了柳青霜一些 所以 他们都算是比较心虚 好 你们放心 轻轻地笑了笑后 柳青霜便挽着迟一的手上去了 迟一心里好奇 好奇这一会 柳青霜 柳青霜到底要询问自己什么事情 只不过 还没等走到房间里呢 迟一便听到柳青霜 直接叹息了一声 怎么了 是身体不舒服吗 迟一疑惑地叹过头去 上一秒 柳青霜还在叹息 但是没有想到 下一秒 迟一的头就直接叹了过来 这让柳青霜顿时愣了愣 愣了愣的同时 柳青霜面上 不免有些微微发热 毕竟 现在在柳青霜的心里 迟一已经是十分特殊的了 没 不是 柳青霜笑道 随后便别扭地轻咳了一声 只是在感叹 有些物是人非 柳青霜无奈地道 迟一点了点头 物是人非 和人心的变化 都是正常的 就算是你没有昏迷 两年的时间 也不算短了 是啊 不算短了 柳青霜轻叹一声后 便眼神定定地看向了迟一 这两年 柳青霜虽然躺在那边 但心里也已经有了变化 而这两年的时间里 柳青霜清楚 自己身边站着的 就只有迟一了 虽然柳青霜知道 叶柔柔对自己也十分的好 但是能一直站在自己身边 真正地关心自己的 也就只有迟一了 一想到之前 自己昏迷的时候 迟一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柳青霜便心里又是一暖 丁丁检测到天命女主好感度 奖励一百反派直 迟一挑眉 心里多少也是有些意外 只不过一想是柳青霜 迟一又觉得十分的合理了 两人说话间 便已经走到了柳青霜的房间里 迟一扶着她坐到了床上 担忧地询问道 要吃点药吗 柳青霜抿着唇笑着摇了摇头 算了 下午吃完饭的时候刚吃了 你坐下吧 正好咱俩聊聊天 边说 柳青霜边用手拍了拍自己身旁的位置 见状 迟一只是微微挑了挑眉头 但还是顺从自己的心意 坐到了柳青霜的旁边 还不累吗 迟一柔声询问道 柳青霜摇了摇头 可能是睡了两年的原因吧 现在我精神得很 那就好 如果你还觉得身体上 有哪里不舒服的话 可以告诉我 迟一面色十分温柔地说道 说实话 柳青霜现在已经不是那种情逗出开的小姑娘了 若是换作其他人对自己这样说话的话 柳青霜只会觉得 她是不是对自己图谋不轨 但 现在在她面前的是迟一 对于迟一来说 柳青霜觉得 她对自己从来不会有什么目的 毕竟 若是迟一真的想要利用自己的话 那早就会承认 她救了自己 但是迟一没有 好 柳生应了一声 柳青霜抬头看向窗外 神色惆怅道 我呀 就是躺着的时间太久了 所以对外面的事情十分的好奇 但是 我也知道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告诉我 这两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连柔柔也十分的为难 说到这里 柳青霜便转头看向了迟一 但是迟一 我知道的 你是不会欺骗我的对不对 说着 柳青霜便微微眯了眯自己的眼睛 泪眼汪汪地看向了迟一 迟一不得不说 此时柳青霜的这个眼神 无论是谁看到 就算是女人瞧见了 肯定也会心软 毕竟作为天命女主之一 这就是柳青霜的实力 不说迟一早就想要爆点夜寒的料了 就说 若是一开始 迟一不想说的话 那在对视上柳青霜的眼神后 也肯定会说出来 我 好吧 你想要知道什么的话 就问吧 迟一面上 装作十分为难的模样 缓缓地说道 见迟一真的松了口气后 柳青霜心里也是顿时一喜 只不过柳青霜的面上 并没有表现出来 依旧还是一副十分伤心的模样 那你跟我说说 这两年的时间里 夜寒身边是不是 多了很多女人 嗯 迟一依旧还是装作 十分为难的模样 点了点头 那你都知道是谁吗 柳青霜直勾勾地看向了迟一 迟一这 还能说不知道 这不是摆明了 是在骗人吗 知道 所以迟一也只能十分无奈地说着 不过 就算是迟一表面上十分的无奈 但是心里还是十分的开心的 同时 迟一还在想着 让柳青霜多问一些问题 他不介意都回答 那你能跟我说说 都是谁吗 柳青霜眼睛含着泪水 看向了迟一 毕竟 他知道 这种表情男人 也是最容易心软了 嗯 我知道的 比较暧昧的 就只有程飞燃小姐 和顾婉秋小姐 不过 好像那位颜飞飞小姐 周围也有配备的保镖 其他的 我就不清楚了 迟一说的也算是实话 现在其他的他 确实也不清楚 毕竟现在柳如叶 已经让自己提前截胡了 不对 应该说 很大一部分 都让自己截胡了 毕竟身为 男主角的叶寒 还没享受到的某些东西 自己已经享受到了 听到了迟一的话后 柳青霜心里 基本也已经算是明白了一些了 他微微垂着头坐在那边 但是心里 已经失笑出声了 果然他就是那样的人 虽然这些事情 我之前已经能猜到了 但是现在 听到这些话 心里还是有些难受啊 丁丁检测到 宿主有离间男女主感情行为 奖励二百反派职 没事的 见柳青霜 一脸伤心的模样 迟一眼神闪烁了一下 随后便上前去 伸出了臂膀 动作轻柔地 抱住了柳青霜 柳青霜也是没有想到 迟一会突然抱住自己 因为在男人的怀中 柳青霜感到 前所未有的安心 同时 鼻尖嗅着男人的气味 柳青霜也是觉得异常的好闻 就像此时 她的心情一样 有些越陷越深了 那你呢 柳青霜突然发问 嗯 听到怀里女人的声音后 迟一先是愣了愣 我是说 你这两年有什么变化吗 身边还有人魔 听到迟一的疑惑 柳青霜便缓缓地 从迟一的怀中抬起头来 看向了她 不清楚迟一对自己感情的同时 柳青霜也在犹豫着 要不要主动 她不是那重犹犹豫豫豫的人 她的性格是那重 不光是在生意场上行为果断 现实中也是一样 但是 柳青霜清晰地记得 在自己昏迷的时候 两年前吧 迟一的身边 还是有人的 那时候听说 迟一身边还有一个女生 好像是迟一的初恋 初恋的意义 柳青霜是清楚的 我 迟一倒是也没有想到 这个话题 竟然这魔快地 就到了自己的身上 所以 她便有些诧异地 看向了柳青霜 这个时候 她的演技 就到了发灰的时候了 她面色别扭地抬起头来 没有和柳青霜对视 不 没有 一直都在工作 迟一的声音放轻了说道 只不过 这个模样 在柳青霜看来 就是害羞了 这还是柳青霜第一次见人这样 多少有些新奇 而且 此时这个人又是迟一 迟一在柳青霜的心里 一直都是特殊的 那我怎么记得 你之前身边 好像有个小女生 哦 你是说和月白啊 迟一无奈地说道 但是面上却多了一次地落寞 不得不说 关于和月白 不论是之后和月白的低声下气 还是后果 都让迟一感到十分地爽快 但是 现在可不能在表面上 表现出来这种表情来 嗯 怎么了 你们两个不顺利吗 柳青霜扬装观心地询问道 但是心里已经有了期待 嗯 我们两个很久之前就分开了 迟一苦笑一声说 真的 柳青霜不免激动地询问出来 可嗨嗨 或许也是觉得自己的情绪 太过于激动了 柳青霜便敢紧倾壳一声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之前看你们感情挺好的 没有想到 竟然突然分开了 柳青霜找补了一句 但其实 两年前的时候 柳青霜的行程十分地忙碌 所以 根本就没有时间注意到 迟一感情上的事情 就连是知道 迟一身边有个女生这个事情 也是叶寒在他嘴边提了一嘴的原因 他才知道的 我们的感情好吗 其实也算是一般吧 迟一随口说道 而自始至终 两人依旧都还是互相抱着的姿势 柳青霜心里 不免也暗自欣喜了一下 毕竟很久之前就已经分开了 但是现在 也还没复合 这不就说明 两人之间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了吗 不过 初恋的力量 柳青霜还是知道的 所以依旧还是有些不放心 他看向迟一 那 你们两个现在都没有联系了吗 迟一挑眉 前段时间倒是遇见了 但是现在也没有联系了 哦 听到迟一的这句话后 柳青霜心里的警惕 便又回来了 那他没说什么 没有想到 和你复合的打算吗 迟一的演技在线 但是柳青霜的演技 可不在线啊 所以 迟一能明显地看出来 柳青霜已经在努力地 装作不在意的样子了 但是心里依旧 还是在意的不行 他有啊 迟一缓缓说道 这下 柳青霜的心 一下子就提到了肚子里 毕竟是初恋 若是现在迟一说一点 感情都没有 那柳青霜也是不相信的 那你就一点都不心动 柳青霜装作无所谓的调笑道 我为什么心动 迟一苦笑一声 当时分开的时候 闹得挺难看的 柳青霜原本还想要试探的心情 现在顿时没了 毕竟闹得挺难看的 那也就是说明两人之间 肯定是没什么可能了 这让柳青霜的心里 不免有些窃喜了起来 为什么 是谁提的分手 是他提的分手 明明前一天感情还好好的 第二天的时候 就突然告诉我要分手 不光如此 他还带着他闺蜜 在咖啡厅里大骂了我一读 反正就是嫌弃我没用 迟一的声音 越说越小声 以至于到了后面 直接就没有声音了 不得不说 这个演技技能确实十分的有用 听到迟一的话后 柳青霜心里 顿时多了一丝的心疼 为什么 和你分手就分手呗 为什么还要骂你 你对他不是挺好的吗 你不会 出轨了吧 柳青霜怎么想 也想不明白 迟一这魔好的人 怎么会被骂的 没有啊 我怎么会出轨呢 是他和他闺蜜 嫌弃我穷 说到这里 迟一不免又苦笑了一声 啊 可是我之前听夜 听别人说 是你出现工他上学的呀 这下柳青霜实在是 有些傻眼了 连带着柳青霜心里 也多了一丝的气氛 毕竟 迟一能做到这个份上 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但是 就算是这样 竟然还会被骂 现在的小年轻 怎么这样 简直是没有良心 柳青霜气愤的 美好气地说道 好了好了 你也别生气 反正这件事情 正好也让我认清了 他到底是什么人 也算是误打误撞了 迟一好笑地说道 不过 看着自己怀里的柳青霜 迟一也算是看出来了 看起来柳青霜 现在对自己的好感度 真的很高 毕竟他现在对自己的态度 完全和别人不一样 不过 我对自己也是有认知的 毕竟我只是 一个小小的保镖 也不敢祈求太多 才不是呢 听到迟一的话后 柳青霜不免激动出声 连带着 他激动竟然直接从迟一的怀中 直起腰来 你 你这么好 怎么能这么说呢 不过迟一你很缺钱吗 如果你很缺钱 柳青霜欲言又止地看着迟一 毕竟若是直接给钱的话 那柳青霜便有些担心 会不会伤到迟一的自尊心 但是 现在柳青霜 是真的想要给迟一送钱 现在 现在我不缺钱了 前段时间 在飞燃姐的公司 签了个单子 赚了不少钱 迟一没有隐瞒 选择直接说了出来 嗯 这样啊 柳青霜善笑了两声 只不过 柳青霜的心里 多少有些不得近 没有想到这个程飞燃 不光是和叶涵走得近乎 竟然和迟一也走得比较近 想到这里 柳青霜的心里 不免也有些不爽了 看来还是程飞燃的手段高啊 自己这个钱还没送过去呢 他就已经想办法 给迟一弄到钱了 你们两个是有什么合作吗 柳青霜小声询问道 就是 颜飞飞你知道吗 也是一个歌手 我去帮他编了一个曲子 迟一笑道 嗯 你还会这个啊 柳青霜表面上十分惊讶 只不过 心里已经开始盘算着 以后要怎么给迟一送钱了 若是按照合作的名义的话 那就不用担心 会伤害到迟一的自尊心了 想到这里 柳青霜心里也陷入了沉思 好了时间真的不早了 你毕竟才刚刚醒过来 还是早点睡吧 杨庄看了一眼时间 迟一便松开了 搂着柳青霜的手 随后便站起身来说道 宽后的臂膀 顿时消失 柳青霜的心里 不免也是多了一丝的失落 哦 好 那你也早点休息 柳青霜知道再问下去就不行了 便也轻声说道 嗯好 明天见 和柳青霜告了别后 迟一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殊不知 在迟一离开后 柳青霜也是静静地 在那边坐了许久 丁丁检测到天命女主好感度 奖励一百反派值 迟一听到这个提示音的时候 第一反应 就是在自己离开的时候 柳青霜肯定是脑补了不少东西 按道理来说 现在柳青霜对自己的好感度十分的高 就算是他有什么目的 肯定也很好的就能实现 但是毕竟他的身体放在这边 很多事情还是不合适的 况且 柳青霜才醒过来一天 很多事情也不能这么得着急 虽然现在 还什么都不能做 但是迟一至少确定了 现在自己 在柳青霜心里的地位了 第二天 迟一大早上就起来了 今天他 直接没开车就出去了 主要是因为 迟一要先买车 买完车再去干活 优迟一你来了呀 李胖子刚收拾完东西 便瞧见骑着一辆小电膜的迟一 从远处缓缓驶来 他眨眨眼睛 你这个车 迟一把自己刚买的小电膜 停在了门口 随后便笑得坦坦荡荡地 拍了拍座位 怎么样 还不错吧 我专门为了上班买的车 之前出门都是坐公交 李胖子一看乐了 确实不错 里面的高丽听到声音后 便走出来看了一眼 原本他还以为是李胖子在和谁聊天 但是没有想到出来后 便瞧见了迟一 迟一 高丽有些诧异地看了一眼迟一 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昨天第一天上班 就忙到了那磨碗 高丽还害怕迟一第二天不来了呢 所以这才说 让迟一晚点来没关系 最主要的是 好好休息一下 但是没有想到 今天迟一也来的这么早 这不是一想到工资就兴奋吗 所以 这就早早地来了 迟一洋装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你这小子 李胖子哭笑不得地 拍了拍迟一的肩膀 年纪轻轻地就这磨财迷 迟一只能无奈地耸了耸肩 那没办法 谁让我也得攒老婆本呢 我孤家寡人一个 一人吃饱全家享福 但是也得为以后做打算不是 那磨孝顺 你爸妈没 有给你打算一下吗 李胖子打句道 我没爸妈 迟一面色淡定地说道 虽然迟一面上这么淡定 但是前面的两人 面上的笑容便顿时消失 尤其是李胖子 听到迟一的话后 面上打趣的笑容便顿时收了起来 抱歉啊迟一 哥不知道 不是故意问的 李胖子是那重脸上藏不住事情的人 他边说边 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面上的愧疚 已经快要溢出来了 没事哥 我都习惯了 你不用这么愧疚 迟一赶紧说道 听到了迟一的话后 李胖子 这才有料如释重负的感觉 但 就算是这样 他还是有些不好意思 对了 昨天你不是 直接回去了吗 今天没什么好忙的 一会中午 我妹子给我送饭吃 一起吃点吧 李胖子十分热情地看着迟一 边说 还边拍了拍迟一的肩膀 像是迟一不答应自己 他就不放弃一样 一旁的高丽文言 也是符合着道 是啊迟一 胖子他妹妹 做饭还是很好的 保准你吃一口就喜欢上 一起吃点啊 见两人都这磨得热情 迟一自然也不好 服了他们的好意 那好啊 那我可得好好地尝一尝 迟一笑道 就像是他们说的这样 今天的货并不是很多 有时候 甚至都用不上三个人 对此 迟一十分地疑惑 毕竟 若是大部分时间 都像是现在这样清闲的话 那就没有必要再招聘了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只不过 清闲的时间比较少 而且 咱们是清闲的时候 十分的清闲 忙碌的时候 十分的忙碌 高利剑持义 可能是有些疑惑 便在一旁解释道 而且 你昨天是下午来的时候 都已经非常忙了 要是从一大早上 开始就非常忙的话 我俩也是有些遭不住啊 李胖子从冷库里 拿了几个冰柜来说着 边说边把手里的冰柜 都平均分给了他们两个 他一屁股 直接坐到了持义旁边 所以啊 对于能吃苦的人来说 这种状态 还是很舒服的 持义点点头 确实是这个道理没错 好了 你要是困了 就先瞇一会儿 等中午的时候饭就来了 说完 李胖子直接躺在休息室里睡着了 不得不说 持义觉得 李胖子布置的这个 休息室还挺不错的 冷库里 也专门有个放李胖子吃喝的地方 休息室里 也有不少吃的 也有几张休息床 还有懒人沙发 能说得上是应有尽有了 高丽和李胖子 见这段时间没什么人来 已经在那边刷起手机来了 李胖子更是离谱 刷着刷着 就直接睡着了 不光如此 虽然李胖子已经睡着了 但是他的手机屏幕 还在那边亮着 持义看过去的时候 正好瞧现高丽面色十分无奈 但又十分熟悉地 把手机给他关上了 看了一眼时间 持义也趴到床上去 打开了盛世这款游戏 持义在来这里的时候 就已经用电脑把这个手机给处理过了 而持义的这个账号 也不知不觉地 躺在了莫里斯的好友列表里面 持义耐心地等了一会儿后 果不其然就瞧见莫里斯的账号头 像亮了起来 莫里斯的账号ID十分地简约 MO 而持义也是 他的ID是Y 当然了 这个游戏的短名称 已经在很久之前就没有了 所以 为了能得到这个ID 持义也是花了一部分时间 不过好在 一切都很顺利 持义没有打算 直接邀请莫里斯 虽然莫里斯好友列表里很多人 但是经常一起玩的 也就那几个 除了那几个之外 莫里斯基本不和其他 比较陌生的好友玩 所以 持义打算利用程序来 匹配上莫里斯 这段时间 莫里斯打的都是四排 看准时间后 持义也是直接选择了开始匹配 其实这个游戏 持义比较好上手的原因是 比较像是上辈子刺激 和YJWJ 所以 这些操作持义也比较熟悉 也容易上手 看着手机上面反馈回来的程序 持义知道自己 已经成功地和莫里斯 匹配到了一个队伍里 果不其然 在加在页面过去后 持义看上左上角的队伍名称 上面的一号 果然就是恩猫 为了打游戏 莫里斯家里所有的装备 都是最好的 所以 他的网速 自然也是最快的 游戏开始后 大家都没有打开语音 看着一旁 也已经熟睡得高丽后 持义还是拿出耳机带了上来 开局 大家并没有在一个地方 而另外两个队友 好像也是一起组队的 那两人在碰面后 也就没有搭理持义和猫啊 显然 他们也是借用着四排 来打双排的 毕竟 四排要比双排简单得多 看另外两个队友 丝毫没有搭理他们的意思 持义顿时乐的不行 因为这正好符合他的意思 那边的LMO 已经连续地 拿下了好几个人头 持义自然也是不例外 这种游戏 持义一向不会开挂 毕竟开挂得来的荣誉 又有什么用处呢 所以 持义也是纯纯地靠实力 两个人互相收割人头的消息 不光是引起了对方的注意力 也同样地引起了 另外两位好友的注意力 XXL 你们两个也是一起组队四排的吗 实力好强 XXXL 是啊 是啊 他们两个看起来应该是外国人 但是说出来的话 也都被翻译成了国语 那边的莫里斯看见这个消息后 刚想要辅任 便瞧见对画框那边 便又出现了一道消息 Y 不是 莫里斯微微挑眉 但是看着那条消息 到底还是没有说什么 只不过 下面整局的时间里 莫里斯都在有意无意地注意着 关于Y的消息 甚至隐隐约约地 还产生了一种竞争性的心思 但是可惜的是 他前期能收割一拨人头 是因为他前期的装备比较好 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家的装备也都跟上来了 而他也因为自己的装备敌不过人家 身法也不是特别的好 被打成了好几次的残险 无奈之下 他也只能赶紧找个地方躲了起来 毕竟他所处的地方 战况比较胶着 但是可惜的是 他有想要苟着的想法 别人也有 很快 便有组队的人一起来到了他身边 这让莫里斯顿时紧张地平住了呼吸 紧紧地盯着屏幕 这一局后莫里斯便要晋级了 但是可惜的是 为了这次的晋级 莫里斯已经连续地打了好几天的游戏了 只不过 一直都没有打过去 还有几天的时间 他的段位连连下落 甚至 还专门用了几天的时间 打回到了现在的这个段落 所以 他也只能开四排了 眼看着那几个人已经闯了进来 莫里斯握紧了手中的武器 刚想要冲上前去 便突然瞧现眼前的两人 直接倒在了地上 没事吧 一口流利的英语响起 那沉稳的语气 顿时让莫里斯心情安定了下来 看着他上面队友的标志 莫里斯愕然 Why 你怎么过来的 迟一无奈地轻笑了几声 然后打字道 现在决赛圈 哦 莫里斯愣愣地应了一声 随后这才反应过来 其他的队友都已经因为失败退出去了 就只有Y一个了 扔给了莫里斯寄个单药 迟一直接坐在了他旁边 我和你一起狗着 哦 好的 谢谢 莫里斯回答道 但是心里十分的激动 看来 他这是遇现了真正的大佬了 你的伸手正磨好 段位多少 他好奇地道 Y 和你差不多 之前因为事情很久没有打游戏了 哦 想到刚刚Y的问候 还有那轻笑声 莫里斯询问道 你不能开麦吗 迟一 周围不方便 好 莫里斯乖巧地应了一声 随后便开始检查着自己的装备 毕竟现在他已经开始期待着 这局能夺得第一了 因为是古风类的战斗游戏 所以还是很考验身法的 一想到刚刚Y的身法 莫里斯便十分的兴奋加好棋 话说你刚刚是怎么过来的 毕竟他刚刚一直都在紧张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除了看见了刚刚的那两个人后 他并未看到有其他人 Y 从对面 跳到了那棵树然后就过来了 迟一发消息 这下对面的莫里斯是彻底的震惊了 因为之前莫里斯刷到过这个操作 但是因为那棵树的落脚点十分的苛刻 所以很少有人能成功地过来 除了那几个榜上有名的大佬之外 莫里斯是真的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也能遇见这样的大佬 最后这一局 就以迟一顺利地带着莫里斯拿下第一结束 一直到看到成功的结算页面后 莫里斯这才反应过来 这就第一了 这就成功了 这就晋级了 这顿时让已经辛辛苦苦打了好几天的莫里斯 感到十分的不可思议 同时也是十分的不真实 他开着麦叫了几声Y 但是可惜的是 可能Y早就已经离开了这个页面 所以并没有回答他 见状 莫里斯赶紧加了一下他的好友 这边迟一还在领着奖励呢 便瞧见了莫里斯的好友申请 是的 刚刚出来的一瞬间 他就把莫里斯删掉了 之前加好友 只是确认莫里斯什么时候上线 莫里斯退出结算页面 便瞧现了Y通过了好友申请 他刚想要邀请对方组队 却发现对方已经离线了 见状 莫里斯只能有些颓废地扔掉了手机 可惜了 叮咚 手机的提示音传来 莫里斯拿出手机来一看 发现果然是意涵 毕竟这段时间 就只有他给自己发消息发的这模勤快了 但是说实话 莫里斯并不想搭理他 因为他这个人 靠近自己的目的时再是太明显了 不过奇怪的是 虽然在消息框上他十分地敷衍叶寒 也不想搭理他 但是只要看见叶寒本人之后 他对叶寒的不耐烦 好像就少了很多 对于这个现象 莫里斯也觉得十分的奇怪 桥线外退出后 莫里斯刚刚的兴奋感也顿时消失 连带着敷衍叶寒的力气也都没有了 所以 莫里斯看见叶寒的消息后 甚至都没有搭理他 就直接关上手机睡觉了 而那边的迟疑 此时退出游戏自然是因为送饭的来了 请问 李强在吗 迟疑听到声音 下意识地抬头看去 便瞧现了一位身着白色裙子的女生 面带不好意思地站在门口前 少女明媚好耻 面上卫尸粉带 却看着十分地惊为天人 十分地好看 让人挪不开目光 李强 迟疑下意识地反问道 许世线迟疑太过于诧异了 以至于那少女连带着 也有些不好意思了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随后道 舅 就是李胖子 哦 迟疑放下手机 也顿时明白了过来 你就是胖子哥的妹妹吧 闻言 那少女便又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是的 是的 嗯 闻闻你来了 应该是听到了这边的声音 那边还在睡着的李胖子 也悠悠转醒了过来 他乐呵呵地起床后 便走到了迟疑旁边 来 我来接哨一下 闻闻 这是哥的新同事 迟疑 迟疑这是我妹子 李文文 李胖子十分热情地说道 闻言 迟疑便礼貌性地 冲着李文文点了点头 你好 早就听说胖子哥说起你了 是吗 李文文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他面上微微羞红 略微有些羞涩地 看着对面的迟疑 多少有些不敢 和他直视 闻闻来了 今天给你哥做了什么好吃的 一旁的高丽 听到了这边的声音 便缓缓地走上前来 闻闻提了提自己手里的东西 听我哥说 来了个新同事 我就多做了一些饭菜 闻言 迟疑便冲着李文文笑了笑 麻烦你了 李文文不好意思地摆了摆手 没事没事 只是顺便做的而已 迟疑收起了手机 随后便放在那边充电 这个休息室里面的东西 还是很全乎的 中间也有一个专门吃饭的桌子 前面甚至还有一台崭新的电视机 乔建迟疑新奇地 看着前面的电视机 高丽便有些哭笑不得地说道 这是你胖哥 最近迷上了看电视和打游戏 所以就专门买了一个电视机 李胖子正在那边布置着吃饭的家伙 听到这句话后 脸上都羞红了 我这不是 也算是跟少年亲人的步伐了吗 迟疑点头 对 是这个道理没错 本来听到李胖子的话后 大家都在笑 现在听到迟疑的话后 周围的人顿时又笑得不行 吃饭的时候 迟疑先是看了看李文文 随后便又看了看李胖子 李胖子注意到迟疑的眼神 美滋滋地笑道 怎么样 我家妹子漂亮不 迟疑好笑地点了点头 嗯漂亮 刚刚看线的时候 我都直接看呆了 李文文文言 有些不好意思地抿了抿唇 微微低头后 便有些动作缓慢地吃着饭菜 虽然李文文看起来 像是在专心吃饭 但其实 现在全部的注意力 都在其他人的对话上面 不过咱家妹子现在的心思 可都在学习上面 没有谈恋爱的想法呀 李胖子十分暗示地说了一声 迟疑不是傻子 自然也是能听得清楚 李胖子话里的意思 一旁的高丽也笑道 是啊 文文在学校里面 可是学霸 在哪里上学啊 迟疑随口询问道 李文文这个名字 听起来有些耳熟 而且长得这模好看 迟疑很不怀疑 可能是后面 能遇现的天命女主之一 可能是因为偶然 所以现在 被自己遇见了 在林大 李胖子面上 十分骄傲地说道 那骄傲的小表情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 在林大上学的人是他呢 哦 那考进去 确实不容易啊 迟疑感叹道 叶柔柔和宋秦的学校 就是在林大 倒是没有想到 竟然正魔巧 长得好看 名字耳熟 还在林大上学 迟疑已经百分百确定 李文文 可能就是天命女主之一 吃完饭后 迟疑他们帮忙收拾东西 献高丽和李胖子 进厨房去刷完了 李文文便面色羞红 有些不好意思地 走到了迟疑面前 抱歉啊 我哥就是这样 就是能说 嗯 没事没事 迟疑笑眯眯地看了过去 在他来说 李胖子这并不算是在炫耀 而是单纯的骄傲罢了 而且 李胖子的性格十分地好 所以 就算是李胖子再炫耀 再迟疑看来 也并不会引起什么不适 李文文愣正地看着迟疑 冷不丁地 直接被迟疑的笑容 晃了一下眼 愣证了一瞬后 李文文便赶紧转移开了目光 随后 便不好意思地道 嗯 之后的时间里 李文文一直都在红着耳锤 坐在那边安静地收拾着桌子 迟疑原本还想着 和李文文说几句话来着 但是没有想到 李文文竟然震摩得害羞 一直安静地低头收拾着东西 之后的时间里 也是一言不发 不光如此 迟疑甚至还注意到 从一开始到收拾完桌子后 李文文的耳锤 一直都是红红的 迟疑站在一旁 微微眯着眼睛 倒是没有想到 李文文的性格 竟然震摩得内脸 竟然一直沉默着 没好意思说话 拿到干净的厨具后 李文文收拾收拾后 便要离开 回去还要复习吗 记得注意身体啊 明天是不是要上课了 李胖子把李文文送到门口后 便十分不放心地叮嘱道 嗯好的 跟你放心 我会注意身体的 看见这个场景 一旁的高丽 便凑近迟疑说道 他们两个爸妈离婚 都是妈妈一个人拉扯大的 但是他们妈妈身体也不算好 所以 其实从小 就是李胖子一个人 把李文文给拉扯大的 李胖子很小的时候出社会了 开始挣钱给李文文上学 其实对自己 李胖子还是很抠嗖的 只不过 若是对自己妹子的话 李胖子这个人 就会十分地大方 平常啊 李胖子二十几块钱的外卖一次 都舍不得吃 但是两个月一万块钱的辅导班 他说给文文报就报了 听到高丽的话后 迟疑点了点头 多少也算是理解了李胖子 那边的李胖子 和李文文告别后 便想和平常一样 看着李文文离开 但是没有想到今天 李文文先是看了看迟疑后 这才转身离开 对于这细小的动作 李胖子自然也是十分明显的 就注意到了 以至于李胖子回去后 对迟疑的眼神 都有些怪怪的了 下午干活的时候 迟疑就一直能注意到 李胖子一直在看着自己 迟疑是很想无视这个视线的 但是无奈的是 李胖子的视线实在是太明显了 终于 在一次李胖子看过来的时候 迟疑终于是忍不住了 胖哥 无奈地看向了李胖子 迟疑同时也是十分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嗯 咋啦 刚收回视线的李胖子 文言便装作十分疑惑地 看了过来 瞧现李胖子的这个表情 迟疑便多少有些哭笑不得 胖哥我身上是沾上了什么东西吗 迟疑面色真挚地说道 见迟疑询问的这么认真 也或许是李胖子觉得自己 隐藏得十分好的原因 所以 在听到迟疑的话后 李胖子还真的是 认认真真地看了一下迟疑浑身上下 没有啊 什么都没有啊 李胖子认真地说道 迟疑随即挑眉看向了李胖子 那你为什么一直在看我 啊 迟疑此话一出 李胖子顿时惊呆了 随后 李胖子便赶紧摆了摆手道 啊 哪有啊 我哪有一直看你啊 迟疑面上挂起了蜜之微笑 胖子哥 你真的很明显 这下 李胖子是彻底地沉默了 这 这不是看你长得帅吗 李胖子十分有怨言地说道 毕竟看自己妹子 一直都在偷看迟疑 李胖子也想看看 迟疑到底哪里有魅力 不过今天下午看了看后 李胖子不得不承认 迟疑确实是有点魅力的 想到这里 李胖子不免叹了一口气 真是女大不中流啊 迟疑倒是没有想到 李胖子会说出这句话 微微挑了挑眉稍后 便赞同地点了点头 嗯 我也是这样觉得的 李胖子 比起昨天 今天下班得十分地早 仅仅只是下午五点 就已经下班了 在迟疑骑着小电驴 回到家里后 众人均是愣了愣 一哥 宋情愕然地说道 叶柔柔也是一脸新奇地走了出来 一哥 你这是 迟疑乐呵呵地 拍了拍自己的座驾 我新买的车 看起来还可以吧 嗯 叶柔柔这下 也顿时沉默了下来 毕竟之前 迟疑骑着机车 十分帅气的模样 还历历在目 但是现在 叶柔柔看了看那个小电驴 随后又看了看迟疑 实在是想象不出来 坐在这个上面 迟疑能有多帅 还挺可爱的 柳青霜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 已在门口笑眯眯地说道 迟疑笑着 把车子锁在了那边 那可不 我去买的时候 售货员就一直在跟我说 最近这个车子的销量是最好的 花蝴蝶也从旁边走来 看着迟疑 花蝴蝶面上 也是隐隐约约的 出现了一抹笑意 但是随即 花蝴蝶的神情 就变得复杂了起来 因为就在今天 叶寒专门给花蝴蝶打了个电话 而电话的内容 也是让花蝴蝶 多少有些诧异 因为叶寒说了 让花蝴蝶专门看着柳青霜 还有注意着一点迟疑 虽然花蝴蝶不知道 叶寒是什么意思 但是花蝴蝶的心情 多少还是有些复杂的 她不知道 叶寒让自己监视迟疑 到底做什么 但是 也许可能是真的发生了一些 就连她也不知道的事情 同时 花蝴蝶多少也是有些担心 但是 要是真的监视 迟疑监视出来了什么问题 那真的要如数的 全部都告诉叶寒吗 如果 这个行为会 伤害到迟疑呢 一想到这个问题 花蝴蝶也顿时陷入了沉默 毕竟 此时此刻的花蝴蝶 完全不想 把迟疑的安全置之身外 如果 叶寒真的要对迟疑做什么的话 花蝴蝶也会护着迟疑 就算是忤逆了叶寒 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想法 这让花蝴蝶也顿时一惊 因为花蝴蝶也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竟然有一天 还会有这种想法 这让花蝴蝶也再次地陷入了沉思 迟疑伸了的懒腰进屋 饭都弄好了 刚刚弄好 青霜姐原本也想着 给你打个电话来着 但是没有想到 你正好回来了 叶柔柔走在迟疑旁边 狡黠地看着迟疑 柳青霜就站在一旁看着他们 随后柳青霜又看了看周围 突然 柳青霜便发现 迟疑身边的女人 好像格外地多 那你们先吃着 我去洗个澡 说着 十亿便直接上楼去了 毕竟 今天也算是搬了不少的货 身上也挺脏的 楼下 柳青霜招呼着大家坐下 吃完的时候 柳青霜和他们聊起了 这段时间的生活 这都两年过去了 柔柔你在学校里 没有合适的吗 柳青霜说着 编调砍地看着叶柔柔 嗯 叶柔柔先是愣了愣 许是没有想到 柳青霜会突然问到这个事情 不过很快 叶柔柔便摇了摇头 没有 这两年 我哥看我看得很紧 最近又去了他公司实习 你哥也正是的 女儿大了 该谈恋爱的 就要谈恋爱了 毕竟谈恋爱 也是需要经验的呀 听到柳青霜的话后 叶柔柔便 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楼上 没事了 反正我也不着急 顺其自然就好 柳青霜点了点头 嗯 这样也好 确实也不能着急 那蝴蝶呢 啊 花蝴蝶原本还在那边安静地吃着饭菜 听到这句话后 也是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 因为刚刚的时候 花蝴蝶就没有听两人说话 而是在发呆 在想着今天叶寒说的话 柳青霜笑眯眯地看了过去 我是说 这都过去两年了 蝴蝶你也没有 看得顺眼的男孩子吗 嗯 这次花蝴蝶 倒是听清楚了柳青霜的话 但是依旧还是茫然地眨了眨眼睛 没有 很快 花蝴蝶便裹断了摇了摇头 也没有这个想法吗 柳青霜好奇地询问道 花蝴蝶依旧还是摇了摇头 随后也是下意识地 用余光看了一眼楼上 目前没有 你们在聊什么呢 此时 迟一也正好从楼上走了下来 没事 就是聊聊这两年的事情 柳青霜笑眯眯地说道 是吗 迟一随口应了一声 但是心里多少有些奇怪 因为从他下楼后 大家的眼神好像都一直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这也让他好奇 刚刚到底是聊了些什么 迟一虽然十分地好奇 但是看着周围的人好像并不想说什么 见状 迟一便也不好意思问了 毕竟大家看起来都不想说 一读饭吃完后 大家都有些欲言又止 迟一甚至还能感觉到 一直有视线在自己身上 但是每次 在迟一想要看向那人的时候 却又查看不出来 偷看自己的人到底是谁 一读饭吃完后 叶柔柔突然开口道 对了 差点忘记一件事情 叶柔柔看向柳青霜 见状 柳青霜便也看了过去 怎么了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叶柔柔摇了摇头 这倒不是 就是知道你醒了之后 我妈说的 想要来看看你 啊 有人惊愕出声 文言 大家均是看向了一旁的宋情 宋情原本还在那边 安静地吃着晚饭 文言直接惊叫出声 大家也或许是没有想到 宋情竟然直接叫出声音来了 所以 他们也均是有些诧异地看了过去 见大家都惊讶和疑惑地看向自己 宋情先是善笑了两声 随后便道 抱歉 我就是一听到老夫人要来了 所以不免有些紧张 叶柔柔一下子 就看清楚了宋情的小心思 她撇了撇嘴 哼 你放心 我妈才不是那重规矩很重 又迂腐的人 宋情善笑了两声 没有继续说话 毕竟要仅仅 只是把叶夫人当作雇主也就算了 但是问题是 宋情送回来就没有把叶夫人当作是雇主啊 毕竟 宋情那颗想要上位的心思 一直都没有变过 同时 那颗心也十分地明显 明显到叶柔柔都能十分明显地察觉到 加上 宋情这个人本来就容易心虚 从柳心霜醒过来后 就能看出来 虽然宋情这两天 本来就因为想要狗下去 所以一直都是沉默寡言的 但是 自从柳心霜醒过来后 她也是更加的心虚了 两年过去了 不知道叶伯母怎么样了 但是不论怎么样 应该还是风韵犹存 柳心霜感叹道 花蝴蝶文言 也是赞同地点了点头 叶柔柔听到这话 不免也笑了笑 但是并没有反驳 因为就连迟疑也知道 柳心霜说的都是真的 虽然叶寒和叶柔柔的母亲 叶温婉已经四十多岁了 但是因为保养得十分好 看上去也是十分的年轻 就连缘之中也写了 后面叶温婉出现后 不免也是惊艳了一众人 是的 叶母叶温婉也姓叶 上年我妈去给我开家常会的时候 同学和老师都还以为 我妈是我姐呢 叶柔柔笑得甜滋滋地说着 毕竟有一个像是姐妹一样的母亲 确实挺让人骄傲的 柳心霜眉眼含笑地看了过去 我也还记得 当初第一次见伯母的时候 看背影 我还以为伯母是叶寒的女朋友呢 后来看见脸了 看见两人长得那么像 我还以为是姐姐呢 后来才知道 原来是伯母 此话一出 周围的人顿时都笑笑地不行 当然了 除了一个人 那就是宋秦 迟一注意到 自从叶柔柔说完一会儿 叶母要来后 宋秦就一直低着头 在那边默默地吃着饭 看起来也是心事重重的模样 迟一挑眉 倒是越来越期待明天了 虽然之前在原著中 就看见了这个描写 但是想象中的 毕竟和真人看见的 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 在吃完晚饭后 迟一直接就给高丽 打了个电话请了个假 这边才工作了一两天 就要请假 迟一多少 还是有些不好意思 只不过 高丽他们的性格 还是比较开朗的 听到迟一要请假后 也没有询问 到底是 因为什么原因请假 迟一就答应了下来 或许也是怕迟一 会产生什么压力 所以那边的高丽也直接说了 反正明天也不忙 不来就不来吧 一哥 这边迟一刚在阳台那边打完电话 后面叶柔柔便缓缓地走了过来 听到声音后 迟一便下意识地转头看了过去 怎么了 收起手机 迟一询问道 叶柔柔看向了手机 随后这才看向了迟一 一哥 明天我妈要来 你要留在家里吗 叶柔柔承认 自己确实是想要利用这件事情 让迟一留在家里 但是 她多少也是有些无奈 毕竟这两天的时间 迟一一直是早出晚归 叶柔柔甚至早早地下班回来后 也得等到迟一后来 才能见面 嗯 可以 迟一音声 真的 叶柔柔惊喜地看向了迟一 迟一笑眯眯地点了点头 反正明天也没什么事情 她好了 叶柔柔不免激动地跳了一下 嗯 见叶柔柔竟然这么激动地跳动了一下 迟一也是不免有些才艺的 挑了挑眉头 嘿嘿 没什么 倒是一哥你这段时间 一直都在忙些什么 叶柔柔赶紧别扭地转移话题 嗯 在干活 搬砖 搬砖 叶柔柔诧异得到 为什么要去搬砖 叶柔柔眉 有听出来迟一的言外之意 一想到每次迟一回来 身上都沾染着灰尘 便立马相信了 对啊 为了生活搬砖 迟一目前还没打算 把自己卧底的事情 告诉叶柔柔 毕竟瞧着 叶柔柔这个样子 肯定会想要激动地 跟着自己去干活的地方看看 但是那样子的话 迟一可就危险了 见迟一在敷衍着自己 其实叶柔柔也能看出来 他并不想多说 所以 他也只能在心里失望了一下 那 那好吧 叶柔柔说道 只不过 有一件事情 叶柔柔还耿耿于怀 那就是 前几天柳青霜刚醒过来前夕 他给自己做了好久的心理准备 就是想着好好地跟迟一表白 但是没有想到 事情竟然来得这抹突然 直接就打乱了他的计划 其实 打乱倒是无所谓 主要是直接打乱了 那种情况下 马上他就要 把自己想法脱口出了 但是谁能想到 想到这里 叶柔柔又猛然地抬头 看向了迟一 迟一疑惑地看向了叶柔柔 想要询问一下 他还有什么事情 一哥我 聊什么呢 叶柔柔鼓足勇气 刚想要直接询问一下迟一 便突然听到自己后面 传来了一道声音 见两人面对面地 站在这边的阳台前 柳青霜便缓缓走上前来 调侃道 怎么了 这是 是不是偷偷摸摸地 再聊一些小秘密 青霜姐别说笑了 就是柔柔问我 明天还去不去干活而已 哦 那你还去吗 柳青霜一双美眸 看向了迟一 隐隐约约地 带着一点点的期待 不去了 明天再家 迟一笑道 听到这句话 就连柳青霜 也是笑竹颜开 这样 那明天让宋秦多做点吃的 嗯好 迟一应了一声后 便看向了另外一旁的宋秦 此时 宋秦可能还没有 从叶温晚明天要来的消息中 反应过来 这都已经吃完饭很久了 从迟一的这个角度上看过去 依旧还是能瞧见 宋秦现在在厨房发呆 迟一微微勾唇 他算是发现了 虽然宋秦虽然有着不小的理想 但是 胆子却很小 这两天柳青霜醒过来后 就把宋秦吓得不行 这下好了 这边还没反应过来 那边的叶温晚又要来了 没办法 柳青霜都已经过来了 叶柔柔也只能把一开始的话给吞进去 一夜过去后 迟一第二天早早地就起来了 毕竟今天叶温晚就要来了 迟一还是比较激动的 毕竟原著中 叶寒十分努力地避免池翼和叶温晚见面 就是因为池翼长得像是他的王夫 所以叶寒生怕池翼会爬到他头顶上去 所以 池翼这才会这魔期待叶温晚的到来 就是因为 叶寒现在在国外 所以 这才给了池翼的可乘之机 池翼今天算是起床 起得比较早的了 但是没有想到 下楼的时候 正好还遇见宋秦 池翼微微挑了挑眉眼 走上前去又发现宋秦现在 正站在厨房里面发呆 是的 就是什么都没做 就只是在站着发呆 甚至在迟一走上前去的时候 宋秦甚至都没有发现 后面甚至还有人 在干吗 吓得魂不守舍的 迟一上前去 直接拍了拍宋秦的肩膀 在他后面说道 啊 宋秦是真的在神部守舍 毕竟一想到一会 叶温晚就要来了 他就十分地焦虑 整个人别说做事情了 就算是坐在那边 也是坐立不安 谁 冷不丁地被人拍了一下肩膀 这可把宋秦吓了一跳 他是真的从原地跳了起来 随后猛地转过头来 看向了迟一 看来你是真的被吓得不轻啊 整个人都要傻了 迟一好笑说道 谁 谁说我吓傻了 听到迟一的话 宋秦面上不免十分地不自然 因为 迟一确实说得有道理 他现在确实害怕点六神无主的 那你倒是说说 你一大早上地站在这边 不做饭 一直站着在干吗 迟一犀利地发问 这个问题 让宋秦直接一咽 也让宋秦一时之间 找不出几口来 我 我就是想着叶夫人要来了 在想着 要怎么给他配菜啊 宋秦心虚地磕磕绊绊地说道 哦 你是在想 怎么给叶夫人配菜 还是怕叶夫人来收拾你呢 迟一勾唇一笑 看向宋秦戏谑地说道 边说 迟一边缓步上前 步步紧逼宋秦 宋秦本来现在就害怕迟一 加上现在迟一说的话 这让宋秦心虚地连连后退 一直到自己的后腰 抵在了料理台上 你 你干嘛 眼看着后面没退路了 宋秦便赶紧下地抬起手 来抵住了迟一的胸膛 嗯 我是问你有什么心虚的 迟一微微用力 直接往前面挤压着宋秦的胳膊 宋秦不想回答迟一的问题 只在那边支支吾吾地威胁着 迟一 我可告诉你啊 他们现在可都在上面呢 一会叶夫人还要来呢 你不要乱来 宋秦语气十分焦急地说着 好不容易坚持着这抹酒的时间 况且因为柳青霜的原因 这两天 其他人也都大部分时间在家里 但是宋秦也是万万没有想到 都这样 迟一竟然还要在大家都眼皮子底下乱来 宋秦一边抵着迟一的肩膀 一边慌张地往旁边看着 生怕有人不知不觉地从楼梯上下来 走进厨房 毕竟这若是被发现了 那就彻底完蛋了 迟一 算我求你 能不能让开 宋秦湿润着眼睛 抬头看着迟一 宋秦的这个模样 不免让迟一想起来 一开始宋秦对自己的态度 可以放开你 但是你要告诉我 你是不是在心虚在害怕 宋秦微微抿着唇 最后抬眼看向迟一 见迟一的神情 丝毫没有动摇的意思 便清楚看来 迟一是铁了心 要让自己说出来了 无奈之下 宋秦只能点点头承认了 嗯 我怕 也伯母来了之后会说什么 会发现什么 宋秦自暴自弃地说道 那肯定会发现的 迟一十分笃定地说道 啊 你怎么知道 宋秦有点傻眼 又有点猛 迟一勾唇 还能怎么知道的 自然是因为 他看过原著啊 因为叶家 还有和叶家交好的那些家 家里的保姆都是大妈 就只有你 说实话 那些富家太太 都害怕自己家老公出轨 外面有些地方可能管不到 但是能看见的地方 他们怎么可能 会塞一个漂亮女人进来 此话一出 宋秦沉默了 因为不得不说 迟一说得十分有道理 不过你不用担心 迟一再次道 嗯 你有办法 听到迟一的话后 宋秦便立马激动地抬头 看向了迟一 要不然 怎么会说出 然后自己不要担心这句话 迟一似笑非笑地看着宋秦 但是也只是似笑非笑地站在那边 并未说什么 这可把宋秦给着急死了 他紧张地站在那边 一直担心地 会有人下来看见两人的动作 也是因为紧张的原因 导致宋秦现在额头上 不断地在分泌着密汗 你说啊 你怎么不说啊 宋秦也不在乎着 用手抵着迟一的肩膀了 他着急地直接抬起手来 拍打着迟一的胸膛 我为什么要说 我有什么好处 迟一突然一笑 说道 好处 这下子宋秦一下子又懵了 因为宋秦的直觉 告诉他 迟一没暗好心 对啊 要不然我凭什么告诉你 宋秦微微咬着嘴唇 一脸地挣扎 那 迟一低头看着宋秦 犹豫揪接的模样 想着还是宋秦好 掉戏起来比较好玩啊 毕竟宋秦这个人 看起来就十分地怂 明明上一秒 还凶巴巴地冲着你 呲牙咧嘴 但是下一秒 被抓住了命门后 就彻底地怂了 甚至还会反过来讨好你 就在迟一一脸细血地 看着宋秦的时候 他也没有想到 下一秒 嘴唇上便传来了 温柔的触感转瞬即逝 甚至在迟一 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宋秦就已经垂下头去 他有些诧异地抬起头来 随后便看见 宋秦已经满脸通红地 垂下头去 而此时的宋秦 也是又恼又羞 甚至宋秦还在气愤 自己刚刚头脑一热 竟然直接点着脚亲了上去 而且 这还不是迟一要求的 是他自己要亲上去的 这样想着 宋秦便也更加地恼羞成怒 早知道就等到迟一提出要求了 宋秦越是想 越是觉得有些难堪 他紧紧地咬住嘴唇 甚至都有些不想抬头了 因为就算是不抬头 宋秦也能猜得出来 迟一那脸上嘲讽的表情 可 现你这磨大方的份上 那我也就告诉你吧 迟一乐呵呵地说着 一直不敢抬起头来的宋秦 在听到这句话后 这才猛地抬头看向了迟一 那你说 到底有什么办法 宋秦说着 甚至都已经激动地 抓住了迟一的衣服 其实也算不上是什么办法 迟一说道 嗯 闻言 宋秦直接瞪大了眼睛 随后他便控诉地看向了迟一 那 那你不会是 想要耍赖吧 他气愤地盯着迟一 像是迟一要是真的是在耍他的话 他可能真的要生气了 其实你们的这些小心思 叶伯母也都知道 所以 他是不会在意的 迟一挑没说道 宋秦 这说了 和没说 有什么区别 你 他咬牙看着迟一 顿时觉得自己刚刚的那个举动 简直是亏大发了 迟一倒是一点都不觉得心虚 他坦坦荡荡地看向了宋秦 怎么了 难道你不觉得 现在心里顿时 心安了一些吗 这下宋秦沉默了 因为不得不说 迟一说的确实是事实 但是你 宋秦依旧还是有些恼羞成怒地看着迟一 因为刚刚的吻 怎么想都算是亏大发了 这不免也让宋秦想起来 之前的初吻也是被迟一给夺走了 所以 宋秦站在那边也是越想越起 越想越觉得憋屈 哎 青霜姐 这边宋秦话还没说完 就直接被迟一给打断了 听到迟一的话后 宋秦赶紧站好 就连面上的表情 也顿时变了一个样子 他转头朝着外面看去 笑道 青霜姐 宋秦再次沉默了 因为此时此刻 外面别说有柳青霜了 就连其他人和一只苍蝇也都没有 果然 他又被迟一耍了 怀着愤怒的心情 宋秦转过头来 看向了迟一 只不过 刚刚还站在这边的迟一 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开了 宋秦是越想越觉得气人 他先是站在厨房那边忍耐了一下 但是半晌后 宋秦也是觉得 这口气依旧还是咽不下去 他转身大步离开了厨房 迟一 宋秦插着腰走出去 怒气冲冲地扫尸着客厅 想要看看 迟一到底去哪里了 嗯 发生什么了 熟悉的声音响起 这让宋秦顿时把怒吼 重新咽进了肚子里 就连原本怒气冲冲的表情 也变成了善笑 青 青霜姐 你起来了呀 是的 明明刚刚还没看见的柳青霜 现在却站在迟一的面前 嗯 你刚刚怎么了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不得不说 刚刚那一声 确实也是吓了柳青霜一跳 柳青霜笑眯眯地看了一眼宋秦 随后又转头看向了迟一 啊 没 没什么 宋秦刚刚刚没从那边瞧见柳青霜 哪里能想得到柳青霜站在这里啊 他微微捶着头扇笑着 一时之间 周围的氛围顿时尴尬得很 是吗 柳青霜似笑非笑地说道 随后便看向了迟一 迟一无奈地耸了耸肩 今天起得有点早 我就想着给宋秦帮帮忙来着 但是没有想到 不小心帮到忙了 原来是这样啊 这个确实怪你 柳青霜一双美眸 在两人身上扫射片刻后 这才缓缓说道 宋秦也是赶紧跟着善笑了两声 虽然不知道 迟一现在为什么帮自己找借口 但是 他若是不顺着台阶下的话 未免也太不知趣了 怪不得把宋秦气成这个样子呢 那 那我就先回去 继续准备早餐了 宋秦急急忙忙地说着 随后便回到了厨房里面 柳青霜轻轻地点了点头后 便似笑非笑地 看着宋秦的背影 看来 柳青霜之前猜想也是正确的 果然 迟一这魔好的人 魅力十分大 也有很多女人喜欢 你怎么起得这么早 柳青霜转头看向迟一 今天不是不用上班吗 迟一耸了耸肩 走到一边倒了一杯水 递给了柳青霜 虽然不用上班了 但是也不能懈怠 柳青霜眉眼含笑地看着迟一 但是想着 这两天迟一早出晚归的 依旧还是有些疑惑 你是真的在工作吗 还是因为一些事情 柳青霜轻声询问道 毕竟之前迟一就说了 之前在娱乐公司的时候 赚了一点钱 所以柳青霜觉得 现在迟一肯定不是因为缺钱 所以 这才把自己弄得那磨泪的 其实现在赚钱对于我来说 并不算是很难 只是有些事情要做 迟一淡淡地说道 而听到迟一的话后 柳青霜顿时也明白了 他的声音更加地放轻了一些 是叶寒交给你的任务吗 文言 迟一便装作十分诧异地 看向了柳青霜 青霜姐 你怎么 柳青霜轻壳一声 猜也能猜出来 因为这两天 蝴蝶都出去执行了不少任务 说着柳青霜便十分别扭地朝着一旁看了看 柳青霜也是在刚刚问出来之后 这才想起来自己昏迷了两年了 不应该知道这个事情的 就算是 他本人知道这个事情 也是因为昏迷的时候 听到迟一说的话 见迟一只是点了点头 好像是相信了自己的话后 柳青霜这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那有危险吗 柳青霜继续询问道 迟一看着柳青霜面上转换的这个表情 整个人也是笑得不行 只不过面上也不能表现出来 还行吧 目前应该是什么危险呢 迟一威威促了醋眉头后说道 望着迟一这个表情 柳青霜也是顿时皱紧了眉头 毕竟乔现迟一这个表情 柳青霜心里也顿时明白了过来 对啊 执行任务怎么可能会没有危险呢 其实在之前 两年前柳青霜和叶涵关系好的时候 他多少也是知道 他们都是在国外做雇佣兵的 但是柳青霜十分不理解 为什么回国之后还要做这些事情 刚回国的时候也就算了 可能那时候又有什么本钱 也没什么底气 但是现在都已经过去了两年了 按道理来说 叶涵的公司已经发展得比较稳定了 怎么还要做这些事情 这样想着 柳青霜也直接问了出来 我看叶涵的公司发展得挺稳定的 为什么还要让你们做这些事情 柳青霜在问出这句话的时候 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注意到 自己的语气中 也隐隐约约的带了一点不满 没办法啊 他毕竟是大哥 迟一苦笑一声 当时也都说好了 有福同享有男同当的 他要是让我们帮忙 也不能不帮不是 迟一再次无奈地说道 没有了男主角的魅力加持 现在的柳青霜还是十分清醒的 尤其是在迟一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柳青霜也顿时一瞬间捕捉了华典 既然之前就说了 有福同享有男同当 为什么叶寒 要让他的弟兄们 拼死拼活地为自己打工 而且 还要让自己的兄弟们 给自己保护女人 想到这里 柳青霜那精致的眉毛 顿时也皱得更加的厉害了 丁丁检测到 宿主有离间天命 男女主感情行为 奖励二百反派职 持一挑眉 没事反正已经习惯了 他又是无奈地怂了怂肩 丁丁检测到 宿主有离间天命 男女主感情行为 奖励二百反派职 听到这句话后 持一是真的差点没 忍住笑出声音来 看起来 自从好感度高了之后 那离间男女主感情 也会更加的容易 柳青霜抬头看向持一 想要劝一劝持一 但是又不知道 要从何开始劝 其实人生是自己的 可以帮忙 但是也要考虑自己的安全 柳青霜十分隐晦地说道 只不过 持一也听出来了 这是在告诉自己 执行任务的时候 不要那么地拼命 要优先注意自己的安全 嗯 好的 我明白的你放心 持一眼神柔和地 看着柳青霜 好似因为柳青霜说的话一般 就连嘴角的笑意 看起来都十分的温柔 望着持一的表情 柳青霜的内心 不免也触动了一下 丁丁检测到天命女主好感度 奖励一百反派职 持一你 嗯 你们都起来了呀 柳青霜话音未落 众人便听到叶柔柔的声音 从楼上缓缓传来 柳青霜很自然地转移了话题 柔柔你醒了 伯母说什么时候来了吗 叶柔柔笑意盈盈地看着楼下的众人 随后便抬了抬手机 我妈说 想要看看你到底怎么样了 所以说一会儿就要来了 此话一出 众人均是一惊 嗯 这磨早吗 柳青霜也有些疑惑 叶柔柔不好意思地黑黑笑了一声 我妈说还是不是很放心 想要尽快来看看你 那伯母喜欢吃什么吗 一旁的宋情剑逢叉 真敢紧上前来询问道 原本她还想着 慢慢地准备午饭来着 毕竟一大桌子 肯定有叶某爱吃的 但是没有想到 叶某现在就要来了 这宋情原本好不容易放松下来的心情 顿时又紧张了起来 嗯 我妈妈和我的口味还是差不多的了 所以你看着和平常一样就好 叶柔柔思索了一下后说道 哦 好 匆匆地点了点头后 宋情便迅速地转身回到了厨房中 迟意看着宋情那个样子 多少有些失效 看起来今天宋情恐怕要坐上 一桌子叶柔柔爱吃的饭菜了 听到叶母一会儿要来 柳青霜也找了个借口上楼去了 看样子 应该也是想要收拾收拾 叶柔柔倒是收拾好了 主要是先自己妈妈 也不用太过于收拾 从楼上下来后 叶柔柔便一直笑呵呵地坐在那边 同时也在不停地看着手机 想来应该是在和叶母聊天 这里面 除了叶柔柔恐怕最开心的 就是迟意了 而同样的 迟意今天在起床后 就迅速地收拾好了自己 就只等着叶母的到来了 再和伯母聊天 迟意都到叶柔柔旁边柔声询问道 嗯嗯 叶柔柔黑黑笑着 随后点了点头 我和我妈好久都没见面了 她总算是来了 迟一点头 伯母现在到哪里了 听员柱中说 叶柔比较喜欢安静的大自然 所以 后面不需要工作后 就选了一个 依山傍水的地方居住 而叶家兄妹 却是一直待在临海市 也就是因为 叶柔叶温婉不在身边的原因 这才让叶柔柔的胆子变大了 以至于后面上了大学后 便一直热衷于去叶店 虽然有着保镖 所以叶柔柔 不会做什么太过于出格的事情 但是那农庄叶柔的样子 还是让叶涵有些受不了 所以 出国后 这才让迟一多加照看一下 但是他或许 也是没有想到 在他不在的日子 迟一确实是一直在 好好的照看着叶柔柔 但是可能一不小心 就照看过头了 以至于 他这个亲哥哥 在叶柔柔心里的地位 都没有迟一重要了 叶柔柔现在十分的兴奋 也忘记了两人之前的尴尬 我妈说还有两个路口就要到了 叶柔柔十分兴奋地说道 迟一也有些诧异 倒是没有想到 叶柔会来的这模块 那我们需要去前面迎接一下吗 迟一礼貌性地询问道 叶柔柔摆了白手说道 没事 不用这么客气 但是 虽然叶柔柔这样说 就连他自己 也还是起身去了别墅门口 迟一见状 也只能耸了耸肩 随后跟着一起走了出去 你也很久没 有线伯母了吗 迟一转头看过去 文言 叶柔柔十分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之前我还建议过 我们一家三口一起住的 但是我妈觉得 我哥很烦 身边来来往往的女人太多了 加上她自己喜欢亲近 说着说着 叶柔柔面上的表情 也是越发地无奈了起来 所以 到现在为止 我和我妈 已经大半年没见面了 虽然平常倒是经常打电话 叶柔柔轻声说道 就在两人正在说话的时候 一辆白色的车子 便缓缓地停在了两人的面前 两人下意识地看了过去 而在看清楚车子后 叶柔柔已经激动地迎了上去 妈 你来了 说着 叶柔柔便已经迫不及待地 帮忙打开了车门 你看看你 这魔罩级做什么 见车门先一步 被叶柔柔打开了 车子里面的妇人 多少有些哭笑不得 嘿嘿 我这不是特别想你吗 听到妇人的话 叶柔柔顽皮地笑了笑 随后说道 你呀你 迟一只见车子内伸出来一只白嫩的手 在叶柔柔的头顶 轻轻地点了点 随后 叶温婉便缓缓地走下了车子 而 在看清楚叶温婉后 迟一也不免被惊艳了一瞬 毕竟是男主的母亲 这个样貌 自然也是在现的 而且 叶温婉的气质 和目前迟一看现的女人都不一样 不光是看上去就温婉得很 就连身材也看上去 也是风雨得很 那众人妻的气质 是别的人都模仿不来的 你好不容易来一趟 我就不能稍微激动一下了 叶柔柔上前去拥抱美妇人 有些微微不满地 读了嘟粉唇说道 迟一不得不承认 眼前的这个画面时 再是养眼得很 少女的身材不算差 相反 看起来十分地匀称 正正好 而眼前的美妇人 看起来并没有实际年龄大 肉眼看起来 就像是三十多岁的模样 但是 美妇人的身材 确实顶顶好的 这两个角色美人 现在相拥在一起 肉眼看上去 可不是一般的养眼啊 哈哈好了好了 在大门口像什么样子 还是快点进去吧 不知道青霜起没起来啊 叶温婉哭笑不得地 看着叶柔柔 随后便一脸宠溺地 把怀里的叶柔 柔给轻轻推了开来 与叶柔柔说完话 叶温婉便 下意识地 看向了别墅这边 而 也就在这一瞬间 叶温婉便也顿时看到了 一直站在一旁的池翼 也是在那一瞬间 叶温婉便顿时 愣在了那边 她直勾勾地看着池翼 尤其是异常熟悉的脸庞 这让叶温婉顿时 瞪大了眼睛 她眼神微微有些惊愕地 看着池翼的脸庞 想要从中 找到一些端倪出来 池翼在瞧见叶温婉的 这个态度后 便清楚 恐怕叶温婉已经发现 自己和叶富长的 十分相像了 一旁的叶柔柔 看着叶母 一直在看着池翼 便笑眯眯地走上前来解释道 我刚想给你介绍的 他叫池翼 是我哥的兄弟 叶柔柔一说兄弟的时候 叶母便反应过来了 这个人 应该也是和叶寒 一起在国外待过的 因为 叶温婉也是知道 之前叶寒的经历的 之前 叶母虽然也见过 叶寒的不少的兄弟 但是这个却没有见过 池翼 叶温婉轻声重负着 只不过 就算是这样 叶温婉一 就还是直勾勾地看着池翼 他从来没有想过 世界上竟然还有 能这魔像的人 其实 叶母现在的这个反应 池翼之前也就猜到了 为了今天叶母的这个反应 池翼这两天 也是专门搜查了一下 叶妇之前的照片 就连今天的发型 也是和叶妇十分地相像 介绍完池翼后 叶柔柔也是注意到 叶母竟然一直都在盯着池翼看 这看得叶柔柔 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见状 她赶紧轻轻地 用手戳了出叶温婉的腰肢 妈 你怎么了 她赶紧小声提醒 听到了叶柔柔的话后 因为叶温婉 也是顿时回过神来 啊 抱歉 昨天不小心熬了一点叶 所以现在有点出神 原来是迟异啊 之前倒是听叶寒提起过你 这倒是第一次见面 嗯 是 之前也是一直没有机会能见面 迟异轻笑一声后说道 其实 之前也是有非常多的机会能见面的 但是 那些机会都被叶寒提前给拦截了 还是和之前说的一样 叶寒这个一个自大的人 就算是迟异能成为自己后爸的一点几率嘛 他都不想有 毕竟 他也不想让任何人 能凌驾于自己之上 不过 我看你这孩子 面向多少有些眼熟 就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样 叶温婉说道 叶柔柔看了看两人 并没有说话 毕竟叶父在叶柔柔出生之前 就已经没了 而他也不知道 自己是领养的 所以 自然也不会知道 迟异长得像叶父 那伯母认识的 应该也不是我家里人 说到这里 迟异直接苦笑一声 毕竟我从小就是个锅儿 自从迟异抽到演技技能后 就算是平常的表情 也能十分容易地引起共情 所以 在看见迟异苦笑一声后 叶柔柔和叶温婉心里 不免多少都有些心疼 哎呀 妈 你问这魔多做什么 时间不早了 我们也快点进去吧 叶柔柔赶紧在一旁提醒道 这下 叶温婉也意识到 自己刚刚的问题 多多少少是有点冒犯了 哦好 迟异也一起进去吧 嗯好 应了一声后 迟异便先行上前 走到前面帮忙打开了门 而在看见迟异的背影后 叶温婉不免又再次地陷入了沉思 因为她发现 迟异不光是长得像叶父叶迟 就连背影也是极其地相似 这下 叶温婉是彻底的有些恍惚了 因为 自从叶池去世之后 叶温婉就再也没有 想要找另一半的想法了 毕竟 她对叶池一心一意 主要是也觉得 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叶池更好的男人了 所以 就算是这魔仙宁过去了 就算是两个孩子 也已经常大成人了 但是叶温婉心里依旧 还是惦记着叶池 虽然 也已经过去几十年了 她的脑海中 也依旧能清晰地想起叶池的模样 但 就算是这样 叶温婉也没有想过 世界上竟然会有一个人 和叶池这模像 从外面 一直到走进别墅内后 叶温婉的视线 都一直在迟翼的身上 就是因为这样 叶温婉也发现了 迟翼不管是身形和样貌 和叶池十分地相似 就连平常的一些小动作 也是完全一样 这下 叶温婉是彻底地震惊了 因为她也没有想到 世界上会有如此像的人 她甚至已经开始怀疑 怀疑迟翼是不是叶池的私生子 但 这个怀疑也仅仅只是存在了一瞬间 就被叶温婉给彻底地否决了 因为叶温婉十分相信叶池的为人 同时也相信 叶池不是那样子的人 三人走进去的时候 其他人已经下楼了 望着面色惨白 缓缓走向自己的柳青霜 叶温婉也只能把视线 从迟疑的身上给收了回来 叶伯母 你来了呀 柳青霜缓缓走上前来 轻声笑道 而在看见柳青霜的那一瞬间 叶温婉面上的表情 也顿时变得温润了起来 尤其是在桥县柳青霜面上 依旧还是有些惨白的时候 叶温婉便也赶紧快步地走上前去 搀扶住了柳青霜 青霜啊 你怎么起来了 不用你来接我的 快点回去坐着 说着 叶温婉便搀扶着柳青霜 想要去沙发那边坐下 见叶温婉这么地担心自己 柳青霜便笑着拍了拍她的手 随后说道 你放心好了 就连医生都说了 我的身体恢复得十分不错 是吗 叶温婉同柳青霜 一起坐在了沙发上面 看着柳青霜 依旧还是有些惨白的小脸 还是有些心有余悸 毕竟之前柳青霜发生车祸 为了保护叶寒变成了植物人后 叶家十分愧疚的同时 也十分地心疼 和叶柔柳一样 就是因为柳青霜 是因为保护叶寒这才变成植物人的 再加上 两年前的时候 池一身边也就只有一个柳青霜 而且 柳青霜的性格和脾气都十分地不错 这也导致 叶家人都十分地喜欢她 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这两年里 看见身边也是多了一个又一个的人 这让叶温婉和叶柔柔 多少有些受不了 但是 毕竟是自己的亲儿子 他劝阻之后 也不能做什么了 最后 也就只是眼不见为尽了 也算是两年没见面了 所以柳青霜坐在那边 便和叶母聊了好一会儿 看起来十分地投机 而叶柔柔和花蝴蝶 则是十分乖巧地坐在了一旁 刚刚叶母进来的时候 宋情其实也赢了出来 但是可惜的是 叶母并没有注意到她 毕竟宋情十分地心虚 就算是走出来了 也绝对不敢往叶母的跟前走 现宋情敲咪咪地又回到了厨房 迟一看了一眼 那边聊得正欢的两人 便也跟着一起走了进去 早饭都弄好了吗 迟一站在宋情身后询问道 啊 啊 快了快了 宋情冷不丁地被吓了一跳 赶紧应了一声 快了 我怎么看你什么都没弄好啊 迟一扫视了一圈后 十分不客气地说道 呃 这不是在准备着呢吗 说着 宋情便马不停蹄地 开始忙活了起来 确实是刚刚一直心不在焉 导致的动作慢了一些 只不过 现在人都到外面了 再不敢紧吃早餐 都太不像个样子了 想到这里 宋情手上的动作 便更加迅速了起来 看着宋情这个样子 迟一时再是笑得不行 你 你笑什么 迟一笑得实在是太大声了一点 以至于宋情想要忽略 都忽略不掉 没什么 就是感觉 你现在特别像是一个动物 迟一悠哉哉地坐在一边说道 什么动物 宋情的好奇心 不免也是被迟一给勾起来一些 缩头乌龟 迟一望着宋情 眯了眯眼睛轻声说道 你说什么 听到迟一话的那一瞬间 宋情顿时炸毛了 怎么了 你自己想想不像吗 迟一乐呵呵地看着宋情 不过 你今天有个举动 还是挺大胆的 迟一说着 目光便扫向了宋情的嘴唇 迟一的视线 是哪样的灼热 以至于宋情 现在都觉得自己嘴唇上 都开始发热 你 你无耻 慌张地看了看身后 宋情声 怕后面有人来 无耻 我怎么无耻了 要说无耻 也是你无耻好吧 竟然不分青红皂白的 就直接吻我 你是故意想要占我便宜的吧 迟一边说 边微微眯了眯眼睛 一脸鄙夷地看向了宋情 宋情 看到我猜对了 你还真是个流氓啊 现宋情沉默了 迟一边再次说道 说完之后 迟一边不顾宋情的反应 转身直接走出了厨房 也就是在走出厨房的那一瞬间 迟一边顿时感觉到 自己身上多了一道视线 顺着那道视线看过去 迟一正好对上了叶温婉的视线 迟一倒是没有想到 叶温婉一直会注意到自己 他微微勾了勾唇 冲着叶温婉笑了笑 随后便走上前去 坐了下来 见叶温婉的视线 一直都在迟一身上 柳青霜笑道 你之前可能没有见过迟一 叶温婉收回自己 放在迟一身上的视线 他点了点头 是啊 刚刚柔柔告诉我说 迟一也是叶寒的兄弟后 我还惊讶了一下呢 毕竟之前确实都没有见过 也是之前没有机会 现在这缘分不就来了吗 迟一笑道 而这一笑 也让叶温婉顿时又晃了一下身 因为 迟一刚刚这一笑 也实在是太像叶迟了 这使得叶温婉的视线 也一直控制不住地 停留在迟一身上 伯母 伯母 见叶温婉一直在发呆 柳青霜便十分疑惑地叫了几声 瞬间 叶温婉顿时回过神来 可能也是感觉到了自己的失态 她便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抱歉 我身体稍微有些不舒服 叶温婉轻声说道 文言 在座的人均是露出了担忧的表情 那吃完饭伯母 要不然去楼上休息一会儿吧 柳青霜担忧地说道 轻轻地摇了摇头 没事 一会儿吃完饭后 应该就好了 就是有点虚 毕竟叶温婉不是真的不舒服 只是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罢了 那就好 那就好 叶柔柔也算是松了一口气 其他人的看样子也是松了一口气 只有迟疑但笑不语 宋秦怎么做饭做得这么骂 看了一样时间 叶柔柔看向厨房 不免吐槽道 没事不着急的 叶温婉看向急躁的叶柔柔 安抚性地拍了拍叶柔柔的手 但就是在转头看向叶柔柔的时候 叶温婉冷不丁地 直接和坐在一旁的迟疑对上了眼神 心脏突然加速 叶温婉微微瞪大眼睛后 便敢紧转移开了视线 但即使是这样 那心跳加速的感觉 也依旧还是没有消失 这让叶温婉感到十分的奇怪 因为就算是几十年前 和叶池刚刚恋爱的时候 她都没有这种感觉 所以 这多少让叶温婉感到有些心神不宁 同时也让叶温婉 有些坐立不安 毕竟人生几十年 她好像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我先去个洗手间 虽然心里十分的慌张 但是叶温婉面上并没有表现出来 她温婉地冲着眼前的人一笑 随后便转身去了洗手间 奇怪 今天宋秦怎么这么慢 心里感到十分的奇怪 叶柔柔便十分疑惑地起身走向了厨房 蝴蝶 走 和我去楼上收拾收拾 伯母家太远了 看看让她今天住在这里 说着 柳青霜便和花蝴蝶一起上楼去了 而自然而然 被落在原地的池翼 微微挑眉 她倒是没有想到 机会来的这磨突然 见众人都离开后 池翼便起身走去了叶温婉的那个方向 叶温婉关上洗手间的门 随后便用了冷水 冲醒了一下自己的脸 试图让自己清醒一点 但是并没有什么用 因为事情带给叶温婉的震撼是 再是太大了 使得叶温婉整个人都有些恍惚 就只是站在这边不动 眼前便能浮现出迟翼的样貌 而现在叶温婉感觉 不仅仅只是迟翼的样貌了 迟翼肯定还有其他方面吸引自己 正正摸想着呢 洗手间的门便突然被人敲响了 迟翼还是有点道德的 走过来后在外面等了很久 这才敲了敲门 伯母 是你在里面吗 迟翼轻声询问道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这不免让叶温婉浑身一颤 哎 我马上出来 对着镜子整理好了容貌后 叶温婉这才转身打开了门 抱歉啊 占用了 叶温婉歉意地冲着迟翼笑了笑 但是他也没有想到 就在自己打开门走出去的那一瞬间 迟翼也正好往前面走了一步 可能是心里慌张的原因 叶温婉下意识地想要 躲开迟翼 可就是这个动作 让叶温婉顿时身形一晃 他没有注意到地上的积水 加上原本就没有站稳 所以 现在直接一滑 眼看着就要跌倒在地上 啊 叶温婉惊呼一声 慌张之中 下意识地就要抓住身旁的迟翼 迟翼也是眼疾手快 直接长臂一身 搂住了叶温婉的腰 两人都没有想到 会发生这种场面 就连迟翼也是没有想到 机会竟然来得这么快 伯母 你没事吧 迟翼紧紧地搂着那风雨的腰肢 轻声询问道 虽然叶温婉的身材 看起来十分的风雨和性感 但是并不是很胖 相反很有料 迟翼现在一搂住 便直接发现了这个事情 啊 没 没事 叶温婉一瞬间 便长红了脸 此时此刻 被迟翼揽在怀中 叶温婉顿时 开始手足无措了起来 他进了静心神后 便赶紧推开了眼前的迟翼 随后 他便赶紧探头看了看周围 再看见并没有人看见他们后 叶温婉这才 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伯母你没事吧 迟翼把叶温婉的表情看在眼里 随后便一脸担忧地弯腰 想要去看看叶温婉的脚踝 瞧着迟翼的这个动作 叶温婉一时之间并没有反应过来 一直到迟翼那温凉的手处 碰到叶温婉的脚踝后 他这才一惊 只见叶温婉浑身一颤 随后便赶紧地退后了几步 没 没事 我没事 他赶紧说道 嗯 那就好 那我就放心了 迟翼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现一样 笑眯眯地冲着叶温婉点了点头 而看着迟翼这魔单纯的笑容 不知为何叶温婉的良心不免一痛 毕竟看起来 迟翼什么都没有多想 也什么都没有乱想 相反自己 从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心里就开始胡思乱想着 想到这里 叶温婉心里 不免也多了一丝的愧疚和罪恶感 在心里十分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后 叶温婉便快步地从洗漱间走了出去 那 那你用洗漱间吧 我先去前面了 嗯好 迟翼站在原地 并不着急走进去 而是似笑非笑地看着叶温婉 那好似落荒而逃的背影 等迟翼姗姗来迟的时候 众人已经坐在餐桌上了 迟翼你怎么现在才来 快点坐下来一起吃 瞧见迟翼回来了 柳青霜便站在那边招呼着 闻言 叶柔柔也是笑眯眯地 冲着迟翼招了招手 一哥快点来啊 但叶温婉在看见迟翼后 只是匆匆地看了一眼迟翼 随后便迅速地转移开了视线 好 点头应了一声 迟翼坐在了叶温婉的对面 他还时一周发现 餐桌上竟然没有宋秦的身影 余光瞥了一眼厨房那边 迟翼果然瞧见了 站在那边鬼鬼祟祟的宋秦 宋秦怎么没来吃饭 心里的恶趣味生起 迟翼直接开口说道 宋秦 众人的注意力 现在都在客人叶温婉身上 所以 还真的没有注意到宋秦 而在从迟翼的口中 听到自己的名字后 躲在厨房的宋秦 便顿时浑身一颤 连带着心里都一个咯噔 只不过 就算是这样 宋秦依旧还是在祈祷着 祈祷着大家 千万不要注意到自己 只可惜 下一秒宋秦的期待就落了空 宋秦 一起出来吃饭 听到柳青霜的声音后 宋秦只能一脸无奈地走了出去 不光如此 甚至在走出去后 宋秦面上也只能挂着笑容 刚刚在忙 宋秦善笑了一下 这才坐在了餐桌上 见大家的注意力 终于从自己身上转移开后 宋秦这才 暗地里恶狠狠耳朵 瞪了池秦一眼 只不过 这个表情 直接就被池秦给抓了个正着 对上池秦那细血的表情 宋秦面上便顿时露出了善笑 看起来十分的无辜 池秦微微勾唇 轻轻地挑了挑眉头后 便回头继续吃饭 毕竟 现在还有激到视线在看着自己啊 他可得好好的 注意一下行为举止 整顿饭的时间 宋秦一直都坐在那边 战战兢兢地吃着饭菜 整顿饭的时间 宋秦也是一直挺直着自己的腰肢 同时 他也生怕饭桌上的话题会 落在自己的身上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 一直到后面 叶温婉也没有注意到自己 这让宋秦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心里不免也是多了一丝的失落 毕竟叶温婉没有注意到 自己确实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一点都没有注意到自己 这让宋秦心里多少有些受不了 是他长得实在是太不起眼吗 怎么叶温婉 好像一直都在无视他 这样想着 宋秦便战战兢兢地抬起头来 看向了叶温婉 果然 此时此刻 叶温婉并没有看向自己这边 但是 奇怪的是 宋秦发现叶温婉的视线 好像时不时地看向 宋秦顺着叶温婉的视线看了过去 没有想到 一眼就看见了坐在那边的迟疑 这让宋秦心里顿时一惊 连带着心里也逐渐耳朵 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但是这个想法 也仅仅只是产生了一瞬间 便让宋秦给否定了 毕竟那怎么可能呢 就算是在座的人 迟疑都敢胡乱招惹 但是 叶温婉可是叶寒的母亲啊 她难不成是真的不要命吗 这样想着 宋秦便轻微地摇了摇头 直接否决了这个想法 一毒饭吃完后 叶温婉见柳青霜去休息了 便也借着身体不舒服 加上过度劳累的原因 上楼去休息了 看见叶温婉这模的难受 叶柔柔十分地担心 所以便也匆匆忙忙地 跟着一起走了上去 花蝴蝶则是又去执行任务去了 瞧见花蝴蝶拿好了自己的装备 走向了门口 迟疑也跟着一起走了出去 现在还要出去执行任务 迟疑皱着眉头说道 花蝴蝶倒是没有想到 迟疑会跟着一起走出来 所以 连带着上车的动作都顿了毒 嗯 今天下午还有任务 花蝴蝶乖巧地站在那边 听到迟疑的话后 便如实交代了一下 文言 迟疑便重重地皱起了眉头 不是说让你注意身体吗 怎么这段时间任务这么多 迟疑的语气十分地不满 虽然迟疑的语气听起来十分地不好 但花蝴蝶知道 这其实是迟疑在担心自己罢了 不 花蝴蝶不敢说 是因为自己缺钱 原本花蝴蝶是不缺钱的 毕竟他一直在这里住着 很少花钱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 虽然之前每天拼死拼活 最后工资只有两万块 但是他也从来没有不满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当他有了想要买的东西 便突然发现 这点工资好像根本就不够用 但是若是指望夜寒的话 那花蝴蝶想要买的那个东西 恐怕一辈子都买不起 所以 无奈之下 趁着空闲的时间 花蝴蝶只能自己偷偷地 接取一些高薪任务 这些任务虽然十分地困难 但是对于花蝴蝶来说 也不算不能对付 况且 他现在有迟疑给自己的花春膏 就算是受点伤又如何 只要钱挣到了就行了 想到这里 花蝴蝶便微微抬起眼眸 看向了迟疑 是的 从迟疑给花蝴蝶买了生日礼物后 花蝴蝶也在背地里 偷偷给迟疑 准备着自己挑选的礼物 见花蝴蝶迟迟迟不说话 迟疑也只能不能逼问 那好吧 那你注意安全 若是真的有什么对付不了的 就直接跟我说 我会帮你跟老大说的 迟疑依旧还是紧紧地皱着眉头说道 虽然这样 但是迟疑面上的担忧 并不像是装出来的 听到迟疑的话后 花蝴蝶心里再次一暖 而这一次 花蝴蝶不得不承认自己冲动了 他上前一步 直接抱住了迟疑 嗯好 我知道的 轻声说了一句后 花蝴蝶便顿时反应过来 自己在做什么 他面上顿时发热 随后便低垂着头 匆匆地退出了迟疑的怀抱 那 那我就先走了 笑眯眯地揉了 柔花蝴蝶的脑袋 迟疑心情十分畅快地点了点头 嗯好 那路上注意安全 看看 前段时间完的高端局 现在不就一点点地显现出来了 现在都不用迟疑专门地 做些什么 便有好事 一直在等着迟疑 迟疑不得不感慨 现在的生活 实在是太滋润了 只不过 为了更加美好的未来 他还得更加地努力啊 这样想着 迟疑便悠哉哉地转身回到了客厅 突然间 余光瞥见了宋情的身影 在厨房那边稍微一闪 迟疑挑眉 直接静止地走了进去 他进去的时候 宋情正在那边装模作样的配菜呢 但迟疑稍微一观察 就知道 宋情是在装样子 又做了什么偷金摸狗的事情 嗯 迟疑语气拉长地说着 话因为落上去 便对着宋情的批批 就是一巴掌 啊 捏 宋情哪里想得到 迟疑会突然动手 这让他顿时一惊 但是顾及着家里还有人 他也不能大喊大叫 只能转过头去红着脸 愤愤不平地看着迟疑 你 你凭什么打我 就凭你总是偷窥我 迟疑悠悠道 我 我哪有偷窥你 宋情先是一噎 随后便十分心虚倔强地说道 你再说 再说我可就 真的不客气了 迟疑再次悠悠地说道 这次 宋情是真的再次地沉默了 反 反正我又没有看到什么 宋情依旧还是在倔强 毕竟 宋情还是以为 自己之前无意之间撞到的事情 才是最刺激的 但 但是我还是要好心地提醒一句 宋情轻壳一声后 随后便鬼鬼祟祟地凑进了迟疑 我知道你很大胆 但是现在别墅里都是人 我还是奉劝你 最好还是不要这么张扬 不得不说 宋情这是真的在由衷地奉劝迟疑 毕竟迟疑到触钩的 要是那些人互相知道的 那迟疑不也就完蛋了 迟疑到 也是没有想到宋情会真的对自己好言相劝 你会有这魔好心 迟疑站在宋情旁边 一脸的狐疑 宋情一夜 确实 自己突然好心 可能确实很可疑 但是 其实宋情也是在保全自己 毕竟 若是事情真的被发现了 他的处境肯定也不会太好 我 我只是 给你提了个建议 你爱信不信呗 宋情没好气地看了迟疑一眼 随后便撇了撇嘴 行知道了 对了 给我准备一份滋补的燕窝 动作随意地揉了揉宋情的头后 迟疑直接坐在一旁嘱咐道 这要是平时也就算了 宋情人人也就忍忍了 但是他刚刚好心 劝阻迟疑 竟然还被怀疑 迟疑那不识好人心的模样 折食让宋情有些憋胡 他冷哼一声 我凭什么 哎呀 我最近看这个视频 真的是越看越觉得充满美学啊 你说我要是发到网上去 肯定会爆火的吧 一旁的迟疑 直接打断了宋情的话 一脸津津有味地说道 而宋情的话语一读 在听到那头传来视频中的声音后 便顿时转过身去 开始准备 因为那视频的声音 是那样的耳熟 那个视频 显然是之前两人 在二楼阳台法师热文的视频 可 那什么马上就能弄好 你等等 宋情赶紧说道 没事不着急 迟疑笑眯眯地回复 对了 最近叶寒有没有给你打电话 迟疑看着手机 装作随意地说道 前两天有 这两天又没有了 说到这里 宋情手中的动作 不免也变缓了起来 因为就算是前几天打过电话 叶寒也是带着目的的 只是想要让自己 监视一下迟疑而已 这样 我还以为 现在叶寒眼里 就只有莫里斯小姐了吗 随口说着 迟疑便顺手打开了游戏 自从昨天中午后 迟疑之后 都没有看过游戏了 宋情文言 手中的动作一读 但很快又恢复了 丁丁检测到 宿主有 离间天命男女主行为 奖励二百反派职 文言 迟疑有些诧异地 把视线从游戏中抬起来 然后看向了宋情 虽然迟疑发现 宋情对自己的态度 比之前好上了许多 而且 好像对自己 也有了某些反应 但是想着宋情之前 对叶寒那么痴迷的模样 迟疑也是真的没有想到 自己有一天 竟然还能离间 宋情和叶寒的感情 看着抿着唇 面无表情地 在那边处理着实材的宋情 迟疑没有出声 再调砍他 今天这个提示音 是不是也就代表了 后面他也能让宋情主动的 迟疑看向宋情的眸光闪烁了一下 随后这才看向了手机 只不过 他刚看向手机 便发现了屏幕上 一闪而过的好友申请 看线上面的名称 短短两个字母 顿时让迟疑笑容加深 随后迅速地 通过了好友申请 这边的宋情刚 转过头去看向迟疑 便发现 迟疑笑得十分的欢 这直接把宋情给吓了一跳 毕竟他 刚刚还在看两人的视频 现在只不定想到了什么坏主意呢 脑海中的想法一闪而过 宋情赶紧加快了手上的动作 而那边的迟疑 也仅仅只是登陆游戏看了一眼 因为这个时候 莫里斯还没有上线 东西做好了 我刚刚看清双姐 应该还没有休息 宋情好心地提醒道 毕竟在宋情这边 他觉得迟疑要是祸害其他人去了 就没有功夫 可以祸害自己了 嗯 我这个不是给清双姐的 迟疑莫名地看了宋情一眼 什么 听到迟疑的话 对面的宋情不免呆滞了一下 迟疑没有搭理宋情这个样子 而是戏谑地道 那你知道叶伯母有没有休息 啊 没 没有吧 宋情瞪大眼睛 诧异地看着迟疑 这下宋情的世界观世彻底地崩塌了 看着迟疑端着东西就要走出去 宋情赶紧上前一步 揪住了迟疑的衣杯 不是 迟疑你等一下 你这东西是给叶伯母的 你不要命了 宋情此时真的不知道 该如何形容此时自己的心情了 不然呢 似笑非笑地看了宋情一眼 迟疑转身朝着楼上走去 而站在厨房里面的宋情 则是迟迟没有回过神来 一直到亲眼看着迟疑 走进了叶温婉的房间后 他这才收回了视线 不是吧 宋情震惊地站在原地 轻声地喃喃道 毕竟宋情刚刚也想过了 就算是迟疑再怎么大胆 也不至于 至少也不敢去勾搭叶温婉啊 但是 但是这怎么回事 和迟疑斗志斗勇了几个月了 现在宋情多少也是有些了解迟疑了 迟疑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都十分地有底气 说明 他却十倍地里也有资本 但是 现在他眼看着 都要骑到叶寒的头上去了 这说明什么 这难不成是说明他现在 已经有了足够可以抗衡叶寒的资本了 宋情站在厨房那边 不免再次挠补了一些事情 但是越挠补 宋情便更加的傻眼了 而这边的迟疑 在敲完门后 是叶柔柔给他开的门 一哥 你怎么上来了 叶柔柔赶紧给他打开门 侧着身子 让迟疑进来 迟疑端着手中的 燕窝静直地 走向了坐在床檐边的叶温婉 叶温婉原本还笑得温润地看着迟疑 想着客套两句的 但是在对视上 迟疑那赤裸裸的眼神后 他便匆匆忙忙地转移开了视线 也不想再说什么话了 不知道是不是叶温婉的错觉 总觉得迟疑那看向自己的眼神 虽然十分地温柔 但却好像又充满了侵略感 我这不是刚刚看见伯母 有些不舒服吗 所以就想着 让宋情坐点东西端上来 说着 迟疑便走到叶温婉面前 把手中的燕窝 放在了床头柜上 而就在迟疑走到床头柜那边时 有意无意地擦过了叶温婉的膝盖 也仅仅只是那一瞬间 叶温婉便旁復如触电一般 赶紧把自己的腿往后面缩了缩 迟疑在发现叶温婉的这个动作时 心里也明白 叶温婉心里肯定想了不少的事情 要不然也不至于会这么的命感 叶柔柔关上门后 便走到了迟疑面前 一哥你心好戏啊 有你在家 我就放心了 叶柔柔好私松了一口气后说道 什么意思啊 你要出门 迟疑回头疑惑地看向了叶柔柔 叶柔柔面色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微微堵着嘴唇说道 这不是这两天秦家请的有点多吗 所以今天就只能请半天假 好可惜啊 说着说着 叶柔柔便又十分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随后还顺便抬头看了迟疑一眼 当然了 叶柔柔是不会说 自从迟疑不来接自己下班后 周梅已经隐隐约约地 朝着自己打听了迟疑好几次了 只不过每次都被叶柔柔给打发过去了 她本来就十分地不喜欢周梅 但是毕竟周梅的工作能力还是很不错的 她就想着有这么一个上司也算是不错 毕竟 她刚刚工作 有这么一个严厉的上司 应该会好好耳朵监督自己上班 和工作的 至少应该能提升不少的工作能力 但是现在叶柔柔不这么想了 毕竟已经过去大半个月了 周梅依旧还是对迟疑念念不忘 这让叶柔柔心里多多少少有些不爽 一想到周梅觊觎着迟疑 叶柔柔回家之后 都不想说自己在公司里的事情了 她生怕迟疑询问自己一些周梅的事情 没事 这有什么 你下班回来又不是羡慕到伯母了 迟疑安慰道 只不过毕竟现在叶温婉还在这边 所以 迟疑也就没有上手去揉叶柔柔的头 好吧 也是这个道理 叶柔柔的尖头顿时搭来了下来 整个人看起来都有些有气无力的 这个样子 看着叶温婉多少也有些好笑 好了 工作确实是最重要的 主要是你这才刚刚毕业 要多加锻炼 一下才是 以后要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就少请假 叶温婉不放心地嘱咐道 毕竟叶温婉 虽然没有一直在临海市里待着 但是对叶柔柔爱玩的个性 还是知道的一清二楚的 好了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时间差不多了 那我就先去公司了 无奈地应付了机具 叶柔柔看了一眼时间 只能转身离开了 而迟一只是向止性地 送了一下叶柔柔 并没有走出去 毕竟这若是走出去了 还能不能有借口再进入房间 还不一定呢 叶柔柔出去后 便下意识地关上了房间的门 一时之间 房间里便顿时安静了下来 而自从刚刚迟一走进来后 叶温婉便没有开口 和迟一说一句话 就算是刚刚开口了 但也只是跟叶柔柔说的话 伯母 你现在身体还有哪里不舒服吗 迟一挨转过头去后 便一脸担忧地开口询问道 见迟一看过来 叶温婉先是笑了一下 随后道 没事了 你放心 我先走就是有点头晕 一会儿睡一会儿就好了 迟一一下子就听出来了 这句话的另外一个意思 无非就是想要睡觉了 让自己快点离开 但是这个时候 装傻就是最聪明的 所以迟一直接装作没听懂 说道 伯母要不然你 先把燕窝喝了吧 这样多少身体还能好受一点 叶温婉一听 想着也许自己把燕窝喝了 迟一可能就走了呢 这样想着 叶温婉便举止优雅地 端过了一旁的燕窝 虽然叶温婉的动作 十分地优雅 但是在迟一看起来 那吃燕窝的举动 也多少有些匆忙了 这让迟一多少有些哭笑不得 有这磨吓人磨 这不才只是第一次见面吗 心里十分无奈地摇了摇头 迟一也耐着性子 在一旁等待着叶温婉 半晌后 叶温婉轻轻地放下了空碗 随后便慢条斯理地 拿过了一旁的纸巾 轻轻地擦拭着自己的嘴角 好吃吗 迟一见风插 真询问道 叶温婉点了点头 还不错 嗯 那就好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把手中的纸巾 扔进了垃圾桶 叶温婉有些奇怪地 抬头看了迟一眼 不明白 迟一怎么还不离开 而站在那边的迟一 依旧还是秉持着 一开始的态度 那就是装傻 伯母听你说 你还有点头晕 是不是今天坐车 来这边累的 毕竟他那边距离 这边的别墅 路程有一个小时 叶温婉敢紧点了点头 嗯 应该是吧 所以感觉睡意绝 好好休息就好了 伯母 你这个情况睡意绝 应该也不会缓和太多 迟一直接说道 就连一旁的叶温婉 也被迟一的这话 给弄得愣了愣 见叶温婉面上有些疑惑 迟一继续说道 伯母要不我给你按摩一下吧 嗯 不用不用 听到迟一要给自己按摩 那坐在那边的美妇人 也顿时慌张了起来 她赶紧摆了摆手 随后匆忙地拒绝了 其实 自从叶寒的生意开始不错后 叶温婉自然在注重保养的同时 也注重养生 像是按摩 她也经常按摩的 但是她按摩 都是专门聘的女技工给自己按摩 毕竟都这个年纪了 叶温婉虽然面上看起来十分的年轻 只有三十五六这个样子 但是心里多少还是有些保守的 没事的伯母 你不用跟我客气 之前我也给柔柔按摩过 你放心 我是专业学过的 不是那种半调子的 迟一步步紧逼 十分热情地说道 而听到迟一这话后 叶温婉不免又是一愣 但是 随后她又想到了叶柔柔的脾气和性格 叶柔柔看着 虽然柔柔弱弱的 但是脾气可不算是太好 也十分讨厌别人对自己动手动脚 如果 柔柔都愿意让迟一给她按摩的话 那是不是就说明 迟一确实 十分地注意分寸 想到这里 叶温婉不免有些心动 虽然她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但是周车劳顿 她确实感觉身上的肌肉 现在僵硬得很 若是不按摩一下的话 恐怕明天多多少少会有些酸痛 看着叶温婉面上的犹豫 迟一心里便已经觉得 这个事情差不多已经成了 只见坐在床檐边的美妇人 眨了眨那波光练燕的眼睛 随后这才犹犹豫豫地说道 那 那好吧 文言 迟一心里顿时大喜 只不过 这些情绪面上 自然也是不能表现出来的 她依旧还是 那一张扑克脸 好似一点情绪都没有 那伯母 你直接趴在床上就好 迟一轻声说道 嗯 哦 虽然知道是这个流程 但是叶温婉心里 多少还是有些不好意思的 但是 她又小心翼翼地 抬眼观察了一下迟一的表情 瞧见迟一面上一点喜色都没有 想法就只有一丝丝的担忧 看起来 确实应该没有别的心思 这样想着 她又想起 柳青霜和叶柔柔 都对迟一多加夸赞 心里也多少算是放心了一些 也算是松了一口气 所以 这次 叶温婉仅仅只是犹豫了一瞬间 随后便动作缓慢地趴在了床上 不得不说 叶温婉此时趴在那边 要多别扭有多别扭了 心里甚至也已经产生了一些后悔的想法 但是一想到自己都已经答应了下来 而且趴都趴下来了 再后悔 未免也有些太做作了 想到这里 叶温婉什么也没说 只是背齿微微咬着红唇 趴在那边一言不发 见状 迟一就知道该到自己表现的时候了 她心里十分地有自信 别看现在的叶温婉犹犹豫豫的 甚至心里已经有些后悔了 但是她保准 等叶温婉享受过经过系统 加持过的按摩技术后 肯定会遇先 遇死 以至于后面肯定也会日日夜夜的思念 这样想着 迟一便微微地挽起了袖子 微微俯下身子去 不得不说 现在处于夏季 连带着给迟一都带来了不少的便利 毕竟现在天气炎热 大家为了凉快一些 都会穿得清凉一些 当然了 这样的话 自然也是方便了迟一 叶温婉趴在那边紧张地等待着 毕竟 让陌生男人触碰自己的身体 这还是第一次 这样想着 叶温婉竟然不静凭住了呼吸 也随着迟一的手触碰到了叶温婉的腰之上 这让她不免顿时蹦紧了身子 嗯 没忍住出声 随后叶温婉便紧紧地咬住了嘴唇 避免自己再次地没认出 发出声音来 她趴在那边 把头深深地埋在了臂弯里 生怕迟一会 看见自己满脸羞红的表情 毕竟 她从未在人面前露出过这种表情 实在是羞耻得很 叶温婉的思绪很乱 甚至渐渐开始不清晰 因为 迟一的手法实在是舒服得很 比她之前私人高薪音聘的女技师的技术还要好 虽然说叶温婉什么都没有表现出来 但是迟一一 就还是将她的变化尽收眼底 迟一倒是一开始 没有给叶温婉上最猛的 一直到看见叶温婉呼吸 开始慢慢均匀的时候 迟一这才开始慢慢地加码 嗯 迟一可 可以了 嗯 到了最后 叶温婉险些撑不住 强装镇定地赶紧开口说道 嗯 好 迟一也是一个听话的人 听到叶温婉的话后 便顿时收回了手来 这让叶温婉不光是心理 连带着身体上也产生了巨大的落差 毕竟任谁上一秒处在欲 先欲 死的状态下 下一秒直接就开始归于平淡 都是受不了的 叶温婉呼吸急促地趴在那边 心里多少有些后悔 甚至想要开口 让迟一继续了 但是 他现在多少有些拉不下脸 就只能独自地趴在那边休息调整着 叶一你没事吧 迟一缓步走上前去 直接坐在了叶温婉的身边 察觉到迟一坐到了自己的身边 叶温婉像是被烫到了一般 胆紧撑着腰往里面挪了挪 此时的他还没调整过来 就连迟一对自己改变了称呼 他都是没有反应过来的 没 没事 叶温婉满头大汗地摇头说道 确实没事 虽然刚刚按摩的时候 那种感觉多少有些刺激 导致叶温婉现在浑身都是汗 就连身上的贴身长裙 也不免被汗水给打湿了很多 真的没事吗 我怎么看您状态有些不对劲呢 迟一看着背对着自己 趴在那边的叶温婉 嘴角不免勾起了一抹惬意的笑容 没事 叶温婉轻声地说着 随后便有气无力地摇了摇头 因为他现在觉得浑身乏力得很 实在是有些没力气说话了 但是不得不说 迟一的按摩技术确实十分的不错 他虽然现在浑身乏力 但是却一点都不觉得累 就连早上坐车的劳累 此时也已经全然消失了 是吗 我看看 迟一像是没有听见叶温婉的话一般 依旧还是与其十分担心地询问道 嗯 啊 叶温婉疑惑地应了一声 只不过下一秒 他就感觉到自己的腰肢猛地被人握住 那手掌炙热的触感传来 还没等叶温婉反应过来 整个人便顿时被男人给转了一个圈 原本他是背对着迟意趴在床上的 现在好了 直接成了平躺在床上的姿势 心里惊恶的同时 叶温婉一时之间也没有反应过来 一直到平躺在那边的时候 依旧还是眨着眉眸 愣正地看着迟意 你 你 你你你了半天 叶温婉愣是连一句话也都没有说出来 相反 原本叶温婉只是面色羞红 现在平躺在这里 直接连带着眼眶都红了起来 你 你做什么 他赶紧抬手捂住了眼睛 语气有些哽咽地说道 见状连带着迟意都愣住了 因为他也是实在是没有想到 叶温婉竟然能红了眼眶 这让迟意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了 我就是看你那个样子 以为你不舒服 所以迟意不免柔声说道 而就算是这样 一旁的叶温婉一 就还是没有放下遮挡着眼睛的手臂 毕竟 这是他第一次接触陌生男人 接受了按摩就算了 竟然还让他瞧见了 自己这副模样 这让叶温婉越想 越是觉得实在是羞耻得很 见叶温婉性格别扭的 怎么也不想把手拿下来 迟意先是坐在那边思索了一会 随后便拿起了一旁的纸巾 他拿着纸巾 宰在细细地 在叶温婉身上擦拭着 连带着 还帮叶温婉擦拭了一下额头上 和身体上的蜜汉 他此时穿着长裙 身体上大部分的蜜汉 已经被衣服给吸收了 所以 此时那英式的衣服 也不免紧紧地贴在了他的身上 勾勒的他的身材 能是曼妙诱人 这让迟意没忍住多看了两眼 随后便拿着纸巾 细细地帮他擦拭着 叶温婉一直捂着眼睛 躺在那边 察觉到迟意的动作后 叶温婉第一浮现出来的想法 并不是觉得迟意贴心 反而 他也是在害怕迟意会 趁着这个机会占便宜 或许是因为保养的好的原因 所以 之前就算是叶温婉 跟着叶寒一起逛街的时候 也总是有人误认为两人 是情侣 其实 叶温婉也不算是自恋 也是因为身材好的原因 让叶温婉十分地苦恼 每次出去逛街 或者是去公司找叶寒的时候 就总有一些人用奇奇怪怪的眼神 打量着叶温婉 这让叶温婉十分地厌恶 其实 这也是叶温婉不想要待在城市里 之后去山清水秀的地方养生的原因 他蹦紧了身子 感受着迟意的动作 随后 叶温婉便诧异地发现 迟意虽然动作细心 但是不该碰的地方 也是一点都不碰 一开始的时候 叶温婉甚至还在心里想着 想着 若是迟意不老实的话 那他就要去叶寒那边暗示一下了 毕竟 若是对第一次见面的人都不老实 叶温婉也并不觉得 迟意会对其他的女人老实 但是没有想到 叶温婉心里多少有些出乎意料 丁丁检测到好感度 奖励二十反派职 手下察觉到 叶温婉身体由蹦紧变得缓和的同时 迟意同时也听到了系统的提示音 按照这个提示来推理 而且也不是天命女主角 那应该就是叶温婉无疑了 迟意倒是也真的没有想到 叶温婉会现在突然给自己提供反派职 会突然对自己产生好感 虽然这个好感度看样子不是很多 但是迟意也已经算是满足了 毕竟是第一次见面 刚刚她还经历了一场刺激的按摩 甚至还因为自己的举动哭了出来 所以 现在对自己的印象既然是个好印象 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好了叶宜 按摩完成的差不多了 虽然出了点汗 但是现在还不适合洗澡 等你休息完再洗漱 也不迟 说着 迟意便站起 身来对着叶温婉温润一笑 叶温婉早就已经放下了胳膊 迅速地拿起了纸巾 把自己脸上的泪水和蜜汗 都给擦拭了得干净 虽然对迟意留下了一个好阴险 但是现在猛地和迟意对视上 面对着那张熟悉的脸 叶温婉多少还是有些不好意思 嗯好 谢谢你了 真的是麻烦了 迟意冲着叶温婉璀璨一笑 叶宜这有什么麻烦呢 只是顺手之劳 若是你以后觉得不舒服 可以再让我帮你按摩 再按摩这个方面 我还是比较自信的 虽然迟意的话听起来如此的自信 但是听着她的语气 看着她的表情 叶温婉知道 这是迟意在打去罢了 叶温婉不禁管耳一笑 随后点了点头 好 那以后我就不客气了 迟意笑着点了点头 转身打开门走了出去 没有一点拖沓 也没有找机会留下 甚至刚刚的迟意 也没有成人之威 也没有开游 不得不说 这让叶温婉 不免对迟意的观感 又提升了很多 连带着 按摩时的别扭 也都瞬间消失了 离开了叶温婉的房间后 看着空荡荡的别墅 迟意想着 大家现在应该 也都去午休了 毕竟吃早饭的时间 就已经不早了 大家刚刚还 一起聊了一会儿 现在已经中午了 迟意缓缓地伸了的揽腰 舒缓了一下肌肉 给叶温婉按摩 倒不是很累 但是忍耐确实很累的 所以 刚刚那一通操作 确实让迟意累得够呛 不过 现在的迟意倒是精神得很 也一点都不觉得困 想着一会儿 可以去游戏里看看 莫里斯在不在线 这样想着 迟意便走到了 自己房间门口 只不过 迟意刚握住门把手 还没打开门 就听到隔壁卧室的 门打开的声音 迟意 你刚刚做什么去了 我怎么没有找到你 柳青霜柔柔弱弱地站在门口 看向迟意 不知道是不是迟意的错觉 那语气中 好似隐隐约约的 带着一丝的埋怨 迟意笑道 柔柔只请了半天的假 不放心 叶一就拜托我帮忙照看了一下 我就让宋情给叶一 熬了一点燕窝端了过去 对于迟意的说辞 柳青霜丝毫没有怀疑 而是缓缓地点点头 这样啊 那伯母的身体 还有没有不舒服 柳青霜连带着也有些担心地询问道 虽然现在的柳青霜 对叶涵已经没有了什么感情 但是对于叶柔柔和叶温婉的关心 她也是觉得暖心的 没什么大碍了 她说歇息了一会好很多了 这样啊 点点头应了一声 柳青霜便直勾勾地看向了迟意 她看向迟意的眼神这时有些怪异 现她一直不说话 这让迟意都觉得有些忐忑了起来 毕竟柳青霜 作为一个能力强劲的女总裁 迟意从不怀疑她的观察力 见柳青霜迟迟不说话 迟意甚至还有些怀疑 是不是柳青霜发现了一些什么 但是自己刚刚在叶温婉的房间里 出了多了一点的坏心眼 什么都没有做呀 她应该看不出什么来吧 眼看着迟意越发的心虚了起来 柳青霜总算也是发话了 那什么 你进来一下 柳青霜扭头看了看周围 现周围没人后 便冲着迟意招了招手 甚至在柳青霜走进房间的时候 迟意还瞧现她那白皙的脸颊上 多了一抹红韵 迟意顿时愣证了一下 这是啥意思 难不成是在主动邀请自己不成 想到这里 迟意不免有些激动了起来 果然的好感度高 就是不一样 这有想着 迟意松开握着门把手的手 一个转身大步地走向了柳青霜的房间 同时 迟意关上门的同时 顺便还反锁上了门 迟意反锁上门后 便下意识地抬头朝着前面看去 而仅仅只是这一眼 就让迟意顿时呼吸一致 刚刚在外面 可能是被柳青霜看得有些心虚 所以迟意并没有发现 原来现在 柳青霜已经换了一身衣服 方山因唯夜温晚的到来 所以柳青霜便上去换了一身衣服 而现在 不知为何 也可能是觉得 这样比较舒服的原因 柳青霜穿了一身 比较轻薄的睡衣 这种贴身睡衣 看起来好像是两年前柳青霜的尺寸 因为摇摆的地方 看起来有些宽大 毕竟这两年 柳青霜一直躺在那边 多多少少 也是瘦了不少 但是就算是这样 柳青霜也有一个地方 和之前的尺寸 依旧还是一样 看着那旁腐 马上呼之欲出的白皙 迟意连忙挪开视线 虽然衣衫看起来宽大了不少 但是却更加地有了 若隐若现的诱惑力 而且不知道柳青霜 到底要说什么的原因 此时她坐在那边 竟然面带红润 有些不好意思的看着迟意 迟意见状不免又有一些冲动 赶紧压制了一下 迟意这才缓步走上前去 青霜姐 怎么了 是有什么事情吗 是 是有一些事情 想要麻烦你 见迟意缓步走上前来 柳青霜面上的红润 也更加地红了 说着说着 她竟然还缓缓地低垂下头去 这让迟意也越发地好奇 到底是要让自己帮什么忙 竟然会让柳青霜 露出这种的表情 所以 为了让柳青霜说出事情 迟意面上的表情 也越发地柔和了起来 要帮什么忙 青霜姐你 直接说就是 我们之间不用客气的 迟意轻笑一声 柳青霜面上一热 但又在听到我们之间 不用客气这句话 不免又是心里一暖 柳青霜双手交叉地放在腿间 抬起手来挽了挽头发后说道 是这样的 我 我听说你按摩挺好的 所以就 想着让你帮我按摩一下 文言 迟意心里顿时十分地失望 只不过失望之后 迟意心里多少有些好笑 怎么想柳青霜都不是听说来的 只是因为 假装不记得之前昏迷时候的事情 好啊 现在吗 迟意痛快地答应 随后便上前去走进了柳青霜 看样子 柳青霜这副打扮 是显然已经准备好了 既然这样的话 迟意怎么可能还会拒绝呢 那青霜姐 你躺下就好了 迟意说着 便又挽起了袖子 刚刚对待叶温婉 她已经很温柔了 但是对待柳青霜 她可不会那么温柔了 还好 柳青霜心里顿时一喜 随后便听话地躺在了那边 青霜姐 你最近是哪里不舒服 要不要用精油 我 我可能是长时间 没起来走动的原因 现在站起来稍微一走动 就觉得腰胯那边 十分地酸胀 还有大腿那边 边说 柳青霜边点了点头 示意自己要用精油 迟意装作从衣服里面 拿出了一瓶精油 其实是从空间里面拿的 刚把东西拿出来 迟意便瞧见了柳青霜疑惑的眼神 见状 迟意只是面色无奈地耸了耸肩膀 随后她笑道 之前身边有个朋友 需要用这个活络油 所以就习惯性带着了 反正瓶子也不大 刚刚给叶文婉按摩没有拿出来 是因为实在是太刻意了 而柳青霜文言 便正正地看着迟意 随后又目光炼焰地 看向了迟意手中的精油 不知道她猜测的对不对 她总觉得迟意口中说的这个朋友是自己 丁丁检测到天命女主好感度 奖励200反派值 第一次按摩 身体可能会有些不适应 青霜姐 你忍忍就好了 说着 迟意便俯下身子去 直接掀起了柳青霜 那宽松的睡衣衣杯 因为之前迟意给柳青霜按摩的时候 柳青霜都已经十分习惯了 所以 就算是现在迟意直接开始 柳青霜也并没有觉得 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迟意握住柳青霜纤细的腰肢 随后开始揉捏起来 是这边不舒服吗 心里就算是再不正经 但是迟意面上依旧还是一张扑克脸 嗯 嗯 嗯 是的 许是两三天没有按摩了 柳青霜总觉得 这次的感觉 比之前要刺激得多了 让她险些有些绷不住 她躺在那边 看着身边面色认真的男人 不禁再次地红了脸颊 迟意 你 你记述这膜好 经常给人按摩吗 柳青霜试探性地询问道 嗯 也不算是吧 倒是之前经常给弟兄们按摩 毕竟若是受伤了 淤血没有尽快地疏通 就不好了 哦 这样 文言柳青霜也算是松了一口气 说实话 柳青霜有不少的事情 想要跟迟意说 只是 最近两人实在是没有多少 能单独相处的机会 而且 这两天 迟意也还在忙着一些任务的事情 对 对了 我记得之前你和柔柔的关系 不是很好啊 怎么现在看起来不一样了 柳青霜装作无意间地打去道 而 他话里那些隐晦的意思 迟意一下子就听出来了 可能是柔柔之前不了解我的为人吧 所以浑身带刺 现在可能也是长大了 迟意随口说道 哦 这样啊 柳青霜点了点头 虽然迟意都这样说了 但是柳青霜总觉得 还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毕竟叶柔柔的性格 柳青霜还是比较了解的 而现在叶柔柔对待迟意的 态度实在也是不一般 没来得及多想 柳青霜紧接着呼吸一致 嗯啊 等一下 身体猛的一击铃 柳青霜迅速地伸出手去 摁住了迟意在自己腰间的手 嗯 怎么了 不舒服吗 被摁住手的迟意一脸的不解 下意识地抬头 看向了柳青霜 不 无事 柳青霜紧紧咬着牙否认着 但是他又不好意思说出原因 毕竟 他总不能直说 说这个地方是自己的main感点吧 这样的话实在是太羞耻了 柳青霜没说话 但是迟意偏偏当做什么都没有看懂一样 他微微用了用手 摁了摁那个地方 是这个地方比较疼吗 那 迟意话音未落 便直接被柳青霜给揽住 疑恩 急忙地吞下 还未来得急发出的声音 柳青霜生怕迟意再次不老实 便赶紧伸出手去揽住了迟意的脖子 随后匆忙地把他往下拉 不得不说 柳青霜的想法是好的 因为被这摩一拉 现在的迟意 就好像是被柳青霜紧紧地抱在怀里一样 他一时不察 也直接这样倒在了柳青霜的身上 青霜 姐 迟意轻声道喊道 柳青霜此时满脸涨红 一时之间自己也愣在了那边 他刚刚只是想着阻止迟意的举动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这一冲动之下 使得两人之间也更加地尴尬了 现在柳青霜不仅仅只是觉得自己脸上发热了 连带着浑身都开始发热了起来 哦 抱歉 猛地推开迟意 柳青霜惊慌失措地说道 迟意站起身来 轻渴两声 青霜姐你这样 我多少有些遭不住啊 他似是有些苦恼的喃喃道 而柳青霜听到迟意话后 先是正了正 随后便是眼前一亮 迟意这句话的意思难道是 是因为自己对他是有吸引力的吗 抱歉抱歉 我就是一时之间太过于激动了 柳青霜赶紧站起来说道 没事 那还继续吗 迟意挑眉寻问道 若是平常 或者是其他人 已经这模尴尬了 柳青霜肯定不会继续了 但是此时此刻 站在他面前的人是迟意 况且刚刚发现自己对迟意是有吸引力的 那柳青霜怎么可能就这模放过这个好机会 所以柳青霜面上飞红 有些羞涩地点了点头 然后抿着唇 轻声道 嗯 瞧着眼前在别人面前 十分强势的角色佳人 此时在自己面前乖巧地躺了下来 迟意不免有些血气上冲 看着眼前认真按摩的迟意 柳青霜轻声开口道 迟意 你最近有没有和你前女友见面啊 迟意面色如常 没有 我也不想再看见他 这句话倒是实话 毕竟此时把自己做成这个样子和月白 虽然还有一些姿色 但是看上去却十分的庸俗 迟意实在是有些看不上 这样 得到了这个答案后 柳青霜嘴角不免多了一谋的笑意 而这个笑容 就连柳青霜自己也都没有发现 那 那你最近有没有遇见喜欢的女孩子 我看你之前天天往外面跑 柳青霜装作随意地说道 迟意心里暗自一笑 但是面上并没有表现出来 没有 我目前没有想恋爱那个方面的事情 短时间也不会去想 迟意再次说道 听到迟意的话后 柳青霜心里可是又失望又欣喜 失望是因为 听到了迟意短期间不会恋爱 但是欣喜也是因为这个 毕竟 若是迟意短时间 不会考虑这些事情的话 那也就说明 其他人也不会有机会 总的来说 柳青霜认为自己还是有机会的 那你呢 青霜姐 见柳青霜面上的笑意越发地加深 迟意也直接反问道 嗯 柳青霜一时之间没有反应过来 你这次醒来 关于之前的事情没有重新考量过吗 迟意手上的动作不停 缓缓地询问道 柳青霜先是沉默了一下 其实马上便明白了迟意的意思 其实我也看开了 再次醒过来 感觉之前那些热烈的感情 都好似假的一般 说着说着 柳青霜便讽刺地笑了笑 而且啊 我也发现 我突然看清了好多真相 柳青霜再次轻声说道 因为他也是后面清醒过来后才发现 叶涵好似从来没有 给过他一些正式的 口头上的沉默 这才是让柳青霜 真正死心的原因 迟意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随后便坐在了柳青霜的身边 瞧见迟意的动作 柳青霜不免也跟着坐了起来 迟意伸出手一脸怜爱地揉了揉柳青霜的头 随后轻叹道 那我们两个还真是倒霉啊 望着眼前的迟意 柳青霜心里突然涌出了一股子冲动 心里也多了一抹异常的情愫 迟意 他不禁轻声喊道 随后便抬手握住了迟意放在自己的头上的手 嗯 迟意疑惑地看去 但是下一秒 整个房间便顿时安静了下来 柳青霜紧张地握着迟意的手 因为紧张的原因 连带着手也都在颤抖着 迟意微微瞪大了眼睛 有些诧异地看向了眼前的柳青霜 虽然当当气氛十分地好 但是迟意也没有想到 柳青霜竟然会如此地主动 察觉到柳青霜的紧张 迟意眼里闪过一抹笑意 随后便迅速地掌握了主动权 他紧紧反握住了柳青霜的那只手 另外一只 手则是抬起来 紧紧地扣在了柳青霜的后脑勺上 随后他便加深了这个吻 柳青霜的另外一只 手逐渐地攥成了拳头 连带着呼吸都带着急促了起来 毕竟 这是柳青霜从未体验过的刺激 他也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 时间在慢慢地推移 但是两人好像都食不知味一般 依旧还是在互相地靠近了 好似要更加地汲取对方 就是在这个时候 柳青霜房间的门 突然被人敲响了起来 咚咚 敲门的声音 让柳青霜顿时打了一个机灵 同时嘛 这也成功地把柳青霜的意识 从那混沌中给抽离出来 青霜你在里面吗 叶温婉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这让柳青霜顿时呼吸一致 整个人顿时紧张地僵硬了起来 我 眼看着柳青霜要开口说话 迟意赶紧低头 用嘴堵住了他要说出来的话 看着眼前面色错愕的柳青霜 迟意抬头对着他笑了一下 嘘 就当做你不在 青霜 奇怪你不在里面吗 门外的叶温婉 好似十分疑惑一般 可是 没事的 迟意搂着柳青霜 大手在他后面轻轻地拍打着 毕竟他刚刚进来的时候 已经把门反锁了 所以自然有自信 叶温婉进不来 也发现不了 可是柳青霜不知道 所以他一直紧张地盯着那扇门 因为刚刚热吻的原因 此时柳青霜红唇湿润 他微微张着唇 好似再邀请迟意一般 这让迟意不免眼里晦暗了一瞬 心里再次地涌现出了一抹冲动 而这次 迟意并没有选择继续压抑 反而是选择发泄自己的冲动 就在屋内气氛热烈的时候 外面又响起了一道敲门声 这下的柳青霜 不免再次地颤抖了一下 迟意紧紧地搂住了柳青霜的腰 察觉到柳青霜的动作后 不免好笑地勾了勾唇 他的手掌扣着柳青霜的后脑勺 青霜姐 专心一点 迟意在他耳边轻声说道 边说 迟意便用唇轻轻地 抹撒着他的耳垂 柳青霜轻轻咬着嘴唇 听到迟意的话后 依旧还是面色慌张地 看着房间门口 可是 没什么可是 不等柳青霜说完话 迟意便再次俯身上前 成功地用自己的动作 打断了柳青霜的话 柳青霜心里 原本一直都在忐忑不安 害怕门外的叶温婉会进来 但是渐渐地 他的意识便逐渐沉沦 柳青霜原本还是留有一丝 清醒的意识的 但是无奈 他终究还是抵抗不了迟意的热情 迟意瞧着眼前的人 面色十分地满足 同时 他也留意着 外面的叶温婉已经离开了 虽然迟意反锁了门 不害怕叶温婉会突然进来 但是 不得不说 叶温婉还是很尊重别人的 敲了击下门后 见没人搭理 就转身离开了 并没有自己开门进来 而此时 外面的叶温婉却实觉得十分地奇怪 毕竟柳青霜原本身体 就不太好 应该也是在休息才是啊 怎么可能不在呢 这样想着 叶温婉便整理了一下 贴在身上的衣服 原本 他确实感觉到有些乏力 准备休息了 但是 因为浑身都是汗 连带着身上的这套连衣裙 都已经被汗水浸透湿了 因为穿在身上十分地不舒服 所以他犹豫了一会儿后 还是想着起来 借一套衣服先穿着 不过 他刚刚那副满脸羞红 浑身都是密汗的模样 实在是不能见人 所以 他先是在房间里面整理了一下 连带着擦拭了一下身上的汗水 这才走了出来 不过 原本他是先要姐姐一下柳青霜的衣服的 毕竟 这里只有柳青霜的衣服 和他有些相似了 但是可惜的是 现在柳青霜不在房间里 想到这里 叶温婉不免有些惋惜地叹了一口气 想着去叶柔柔的房间里 先找一套凑合凑合算了 而 另外一边 房间里的气氛依旧还是灼热得很 柳青霜逐渐沉沦 两只胳膊也是紧紧地揽住了迟一的脖子 柳青霜已经二十七了 说实话 这个年纪也没谈过恋爱 之前和叶寒之间也只是暧昧期 所以 说不孤独那是假的 而 现在迟一给他的感觉实在是新奇得很 连带着他自己也是有些控制不住 这也是迟一觉得柳青霜十分主动的原因 两人跌落在TrueN上 不免都有些呼吸急促 他们就像是冰死的鱼儿一般 疯狂地索取着对方的水分 柳青霜有些爱不释手地抚摸着迟一的腹肌 而迟一同样也是在享受着 虽然之前已经正面地瞧见过柳青霜的凶器 肉眼可见的那白皙的柔软很大 但是实际上上手之后 迟一心里不免还是有些震撼 果然 作为大嫂 她还是十分有底蕴的 十分有料 但 就在两人渐入家境 分为一切美好 迟一大手缓缓向下的时候 手突然给柳青霜给摁住了 嗯 迟一的手被摁在了柳青霜腰间的位置 这让她不免有些疑惑地垂头看去 只见此时柳青霜微微张着红唇 面色飞红 连带着眼眶都红润着看着迟一 别 我 我还没准备好 后之后觉得有些害羞了 柳青霜边说边一脸羞涩地 转头看向了一边 刚刚柳青霜实在是热情得很 连带着迟一也都没有想到 她突然会清醒过来 见迟一好似愣在了那边 柳青霜好像也多少有些不好意思了 抱 抱歉迟一 她轻声喃喃道 但是 后面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迟一面色十分无奈地看着柳青霜 但是也清楚地知道 现在不是坚持的时候 她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后 便双手支撑着身体坐了起来 没事 无奈地笑了笑 迟一伸出手去揉了揉自己的头发 那没事的话 我先回房间了 说着 迟一甚至都没有看柳青一眼 站起身来就要走 瞧见迟一这个样子 柳青霜不免有些慌张了起来 迟一 等 等一下 她匆忙地坐起来 拉住了迟一的手 怎么了 迟一转头看向柳青霜 就算是柳青霜之前叱咤商场 但是此时瞧见迟一这个表情 多少还是有些忐忑 她小心翼翼地看向了迟一 迟一 你 你生气了 迟一挑眉 随后语气无奈地道 没有 那 那你 迟一缓缓地抽回手来 随后面上的表情 也是更加的无奈了 我只是怕 我再不走的话 恐怕就真的要忍不住了 迟一轻笑一声 这下 柳青霜是彻底地愣在了那边 她正正地坐在那边 好一会儿后 面上的表情 这才逐渐涨红了起来 随后她的视线逐渐下移 但马上 她便直接惊呼一声 赶紧捂住脸 扭过了头去 迟一好笑地看着柳青霜 随后便要转身离开 毕竟现在通过实践 迟一也明白 现在多加忍耐一下 未来会有更好的体验 等待着自己 只不过 没有想到 都这样了 柳青霜还不愿意 松开握着迟一的手 嗯 迟一再次疑惑地 看向了柳青霜 而此时她并不知道 柳青霜瞧见她这个模样 心里多少多了一丝丝的愧疚 要 要不我帮帮你 柳青霜有些别扭的抬眼 看向迟一 两久后 迟一心满意足地 走出了柳青霜的房间 虽然咱没做到最后 但是该享受的 也都享受了 对此 迟一还是比较满足的 这样想着 迟一便大步地 走向了自己的房间 只不过 这还没进房间呢 她便瞧见叶温 晚缓不从叶柔柔的 房间里走了出来 这一下子 迟一顿时看待了 叶宜 迟一哑然道 听到如此诧异的声音 叶温晚下一时地 看了过来 随后便惊呼一声 赶紧抬起手 来挡住了胸前 你怎么在这里 叶温晚不由地惊呼出声 迟一的话脱口就出 我刚刚在外面忙完回来 迟一边说 边微微眯着眼睛 上下打量着叶温晚 她没有想到 今天已经过得这么刺激了 现在竟然还看见了 更加刺激的 没错 此时叶温晚 已经不是之前的那身打扮了 看叶温晚的模样 想来应该 刚刚从叶柔柔的房间 沐浴玩出来 但是可惜的是 她身材如此的丰满 压根不是叶柔柔的睡衣 能够压得住的 那穿在叶柔柔身上 还稍微显得宽松的随意 此时 穿在叶温晚的身上 却是显得有些紧绷 不管如此 就算是 显得如此的紧绷 但是并不显得臃肿 反而显得叶温晚的身材 极其的性感 就说那白花花的柔软 看样子 好像下一秒 都要溢出来了一般 叶温晚旁腐也是知道这个 所以便一直用手 压着胸前的衣巾 防止自己走光 见迟一一直都在 直勾勾地看着自己 叶温晚多少有些恼羞成怒 她红着脸 怒视着迟一 你 你看什么呢 迟一迅速地收回眼神 随后善笑了两声 那 那什么时间不早了 叶宜你早些休息 说完 迟一大步 且迅速地直接开门 走进了房间里 听着耳边果断地喷 得一声 这让叶温晚多少有些错愕 她也是没有想到 迟一是一眼也不多看 直接转身离开了 连带着一点犹豫都没有 或多或少的 这不免让叶温晚 多了一丝的自我怀疑 难不成是她穿着 叶柔柔的衣服不合适 所以一点都没有吸引力吗 毕竟刚刚迟一 那转身的背影 和关门的动作 实在是太过断了一些 迟一经过了几番运动 现在多多少少是有些累了 所以 在回到自己的房间后 她甚至没有登陆游戏 脑海中浮现着 叶温晚刚刚的身影 便迷迷糊糊地入睡了 而此时的迟疑也不知道 自己刚刚的那些表现 成功地让两个女人 都产生了自我怀疑 叶温晚多少对自己的魅力 产生了怀疑 随后便心不在焉地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而此时躺在自己房间里 休息的柳青霜 同时也产生了自我的怀疑 揉了揉酸痛的手腕 一想到刚刚发生的事情 她便再次没忍住面 红耳赤起来 但是马上 柳青霜便皱起眉头来 刚刚 那抹酒 是真实的吗 那以后 被自己脑海中 乱七八糟的想法 给吓了一跳 柳青霜赶紧摇了摇头 并弃了自己脑海中的想法 随后便转身迅速地 把头埋进了被子里 对于中间发生的这些事情 宋秦一概不知 她自己舒舒服服地 睡了个午休 想着大家都没吃中午饭 这都两三个小时过去了 差不多也都该起床了 这样想着 宋秦便神清气爽地 起床去楼下准备午饭了 只不过 一直到宋秦准备好了 一顿丰盛的午餐后 竟然都没有一个人下楼 这让宋秦顿时有些怀疑 自己手机的时间 是不是错乱了 反复地确认了一下时间 宋秦这才上楼 只不过 独自叫柳青霜 和叶温晚起床 她是不敢的 毕竟一面对这两个女人 她就忍不住心虚 思索了片刻 她到底还是先来到了 池义的房间门口 毕竟和池义有一腿的人 实在是太多了 她想着让池义去叫一下算了 扣扣 一哥你在吗 一哥 一哥你醒了吗 宋秦在门口喊道 剑里面没有声音传来 宋秦便继续敲了敲门 喊了几声 池义一开始 是不想搭理宋秦的 但是她实在是没有想到 宋秦这个人 竟然正魔得有毅力 进来 忍无可忍地应了一声 池义依旧还是 闭着眼睛躺在那边 听到声音后 宋秦便亲手亲脚地 开关了一下门 走了进去 看着躺在床上的男人 宋秦依旧还是有些不敢靠近 一 一哥你还不起来吗 宋秦紧张地攥着手 小心翼翼地询问道 其实 此时此刻站在这边 宋秦多多少少 已经有些后悔走进来了 毕竟 走进池义的房间 和池义共处一室 这和独自进入狼窝 有什么区别 她还不如 一直在楼下等着呢 池义听到宋秦的声音后 便迷迷糊糊地 睁开眼睛看了过去 说实话 池义感觉 自己这才刚刚闭上眼睛 宋秦就来了 只不过 不知道是不是她 没听清楚的原因 还是说宋秦自己说话的声音 实在是太小了 所以 池义愣是没有听到宋秦说的话 你说什么 池义一脸不悦 皱着眉头看了过去 我呃 宋秦顿时愣住 随后她便赶紧拜了拜手 没没什么 一哥你继续睡 我就先走了 说着 宋秦便转身就要离开 但 紧接着 她的手腕便猛地 被人给握住了 把我吵醒了 就要走 想得美 听到身后传来的那细血的声音 宋秦先是感觉到自己背后猛的一凉 随后 她便赶到眼前一阵天旋地转 等到眼前缓和过来后 她已经被池义抱在怀里了 池义你 你做什么 宋秦顿时傻眼 随后便一瞬间僵硬住了身子 噓 别吵 小心我 直接把你给绊了 池义不耐地皱了皱眉头 随后威胁道 果然 此话一出 宋秦顿时不支声了 她僵硬着身子 小心翼翼地看了看一旁的池义 瞧见她闭着眼睛 好似要继续睡觉后 这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随后 宋秦心里不免庆幸 庆幸自己刚刚进来的时候 顺手关上了门 宋秦耐心地在那边躺了一会儿 随后见池义好似 真的睡熟了后 这才想着 小心翼翼地拨弄开池义的胳膊 想要偷偷溜走 拨开池义的胳膊 倒是很顺利 但是下一秒 耳边便再次传来 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还乱动 我看你还真是不知死活啊 你觉得为什么现在 他们都没起来 闻言 宋秦顿时惊恶地瞪大了眼睛 整个人都有些傻眼 池义的这句话 顿时在宋秦的脑海中 炸裂开来 他僵硬着身子 伸出手去 拿起了池义的手 缓缓地放回到了自己的身上 见 宋秦躺在那边彻底地愣住 池义勾起一抹坏笑 随后着这才闭上了眼睛 看宋秦愣在那边 池义就是有自信 觉得宋秦不会有那个胆子出去 一直到身旁的池义呼吸 都逐渐均匀了下来 宋秦这才算是稍微放松了一些 不过 就算是这样 宋秦心里的惊涛骇浪 依旧还是没有消散下去 不是吧 池义难不成 是真的有了能跟夜寒抗衡的资本了 要不然 怎么会胆子变得这磨大 这样想着 宋秦心里的思绪顿时乱成一团 等下午所有人都起来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四五点了 池义下楼的时候 便瞧见柳青霜和叶温婉 一起坐在楼下聊着什么 只不过 现在叶温婉身上的衣服 已经换成了 自己早上来时穿的那一件了 看起来 应该是用烘干击烘前了一下 池义见状 只是微微挑了挑眉头 随后多了一丝丝的罪恶感 但也仅仅只是一丝丝而已 听到脚步声后 柳青霜和叶温婉 同时下一时地抬头看去 只不过 在瞧现是迟一后 便又同时垂下头去了 迟一见状 不免有些失效 义哥正好你下来了 也要开饭了 说着 宋秦便匆匆地在那边收拾着 刚刚在房间里 听到外面传来的脚步声后 宋秦便顿时有些坐立不安 后来得到了迟一的应允后 这才急匆匆地下楼来 看见两位绝世家人 在自己下来后 顿时有些不自然了起来 这让迟一心里 多少觉得有些哭笑不得 只不过 迟一倒也没有让两人为难 下楼后 就去吃饭帮忙去了 这下 紧张的人换成了宋秦 见迟一进来后 宋秦便顿时战战兢兢了起来 他原本中午就已经午睡过了 所以 当当在迟一房间的时候 他就干躺在那边 整理着自己的思绪 但是 整理了半天后 宋秦便发现 迟一都本是 好像真不小 夜寒身边的人 现在好像和迟一的关系 好像都很不错 思来想去 宋秦还是觉得 现在的迟一不简单 虽然这两天的时间 迟一一直早出晚归 说是在搬砖 但是宋秦现在一想 觉得这个情况 多也有些不简单 反正 宋秦最后 还是总结出来 讨好迟一 是有必要的 毕竟现在夜寒不在国内 迟一看起来 就是一手遮填 想到这里 宋秦对待迟一的态度 也是越发地讨好了起来 见迟一进来帮忙端菜什么呢 这下的宋秦赶紧干活 生怕让迟一多干了一些 迟一也是明显地察觉到了宋秦对自己的态度变化 说得清晰一点 那就是每次宋秦对迟一的态度有些变化的时候 迟一都能察觉出来 这也让迟一不得不感叹 宋秦真的是一个敬酒不吃吃法酒的人 很快 饭菜上齐 柳青霜和叶温婉先行走了过来 献池义和宋秦拿着最后的碗筷上来 那边原本聊得正欢的两人 也是缓缓地停下了话题 姜还是老得辣 就在柳青霜别扭地坐在那边的时候 叶温婉以惊温笑地看向了宋秦 你就是宋秦吧 来到之后 我还没和你好好说说话呢 来 来阿姨这边坐 啊 哎啊 好的 听到了叶温婉的话后 站在一边的宋秦顿时愣了愣 随后这才应了一声走上前去 然后老老实实战战兢兢地坐在了叶温婉的身旁 宋秦这次原本也是想要找一个角落坐下的 他也是实在是没有想到叶温婉会叫自己 而跟在宋秦后面的池义在瞧见这个情况后 便也笑眯眯地坐到了柳青霜的身边 柳青霜的身子瞬间就紧绷了起来 他坐在那边瞧见池义坐下后 便冲着池义笑了笑 虽然那笑容看起来还是和平常一样温柔 但是那缓缓浮现到脸颊的飞红 依旧还是暴露出了现在柳青霜的心情 那边的叶温婉和宋秦聊的正欢 这让宋秦顿时有些受宠若及 毕竟 他以为叶温婉来了后 对待自己的态度肯定不会太好 但是 他哪里想得到叶温婉现在对待自己这磨的温柔 所以 此时此刻 宋秦多多少少有些恍惚 当然了 他心里还是十分开心的 毕竟看叶温婉对待自己这磨的温柔 是不是也就是说明 叶温婉其实还是挺喜欢自己的 相比于那边两人聊得正欢 柳青霜和池义这边就比较沉默了 见柳青霜红着耳垂 低着头 不知道在胡思乱想着什么 池义轻笑一声 随后加了一道菜到柳青霜的碗里 青霜姐 你现在身体还不大行 快多吃点饭 池义故意凑近柳青霜的耳边说着 温热的吐息喷洒在自己的耳边 这让柳青霜顿时回过神来 他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 随后赶紧道 啊 哦哦好 谢谢你了 匆匆地回复了一句后 柳青霜便下意识地心虚地看了一眼叶温婉那边 不过 在瞧见叶温婉和宋秦辽的正欢 并没有注意到这边后 柳青霜这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只不过 此时此刻的柳青霜不知道 就算是听到了这边有什么声音 叶温婉也不会回过头来的 毕竟 现在他巴不得不和池义对视上呢 更别说主动转头看向池义了 怎么了 见柳青霜吃饭吃得心不在焉 池义故意上前去 担心地询问着 青霜姐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吃不下饭 啊 哈哈没有没有 他干笑着说着 随着池义的靠近 柳青霜也清晰地闻到了 池义身上的烟香味 一闻到这个味道 柳青霜便又想起了两人缠 棉食的场景 哦 那就好 如果有什么不舒服的 你一定要跟我说 迟疑担心地看过去 嗯好 你放心吧 我自己的身体 我自己还是清楚的 柳青霜一想到两人 的时候 就有些面红而热 但是在转过头 乔现迟疑一脸担心的模样后 心里不免还是被触动了一下 叮咚叮咚 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突然想起了门铃的声音 若是其他人回来的话 都是有密码的 所以 现在门外的人 让众人都很好奇 宋秦看向门口 下意识地 就要起身去开门 但是 在这之前 他便看见 池义已经大步走上前去 见池义去开门了 宋秦便又重新坐了下去 池义打开门后 瞧见门外面站着的人 不免证了证 飞燃姐 你怎么 飞飞 看见外面站着的盛飞燃 池义心里多少 已经有些诧异和愕然了 但是令他更加诧异的是 圣飞燃后面 竟然还跟着颜飞飞 见来开门的人是池义 颜飞飞蹭的一下子 就抬起头来了 池义 好久不见啊 他笑容璀璨 激动地冲着池义摆了白手 池义哭笑不得地看着他 确实是好久不见了 其实仔细算算 也没有多久 但是毕竟这些 天池义每天都十分地忙碌 所以 现在看见两人 还真是有一种 好久不见面的错觉 没有想到 也在家里啊 我们是来看柳青霜的 程飞燃笑着拎了拎自己手里的东西 迟疑点头 随后测开身子让出了空 正好现在青霜姐在吃饭 不过叶仪也来了 叶仪 叶涵含的母亲吗 听到迟疑的话后 圣飞燃的脚步顿了毒 而趁着这个时间 颜飞飞已经缓步走了进去 毕竟她也不知道 叶仪是谁 对 迟疑点了点头 文言 圣飞燃面上的表情 也逐渐地变得严肃了起来 不过 她又很快恢复了刚刚的一脸笑意 随后她又不好意思地 冲着迟疑笑了笑 迟疑 上次真的是抱歉了 我也没有想到 我会喝得那么醉 这个程飞燃 是真的没有想到 毕竟她也没有想到 和迟疑聊得这模静心 能让她开心地 喝了那么多酒 除了上次和迟疑吃饭的时候 程飞燃已经许酒没有喝那么多了 甚至 程飞燃喝醉酒后 都不知道自己后面是怎么回家的 没事 这不也正好说明 咱们两个十分合拍吗 说着 迟疑便冲着程飞燃 脚狭地眨了眨眼睛 瞧见迟疑这个动作 程飞燃不免笑出声来 连带着心里 对迟疑的好感度 都提升了不少 毕竟 听说上次是迟疑送自己回家的 经过那次事情后 圣飞燃心里便明白 迟疑这个人 是个正人君子 而现在 迟疑又很好地化解了 两人之间的尴尬 使得圣飞燃心里 对迟疑更加有好感了 也是 那我们进去吧 拐尔一笑 程飞燃也拎着手里的东西 跟着颜飞飞后面走了进去 丁丁检测到天命女主好感度 奖励二百反派值 好感度来得太过于突然 让迟疑多少有些没反应过来 但是毕竟也是个好事 所以迟疑也就没有多加地纠结 心里乐滋滋地跟着他们 一起走进去了 此时里面的人 现有人来了 便也纷纷站起身来赢了上来 而在乔见来人后 柳青霜心里多少有些诧异 但是面上依旧还是笑应的 叶温婉也是认识两人的 尤其是圣飞燃 所以面上也是笑应的 要说三人中 反应最大的 应该就属于宋秦了 在乔宪延飞飞进来的时候 宋秦便顿时瞪大了眼睛 毕竟 她也没有想到自己 真的能看见巨星 不过 虽然乔宪延飞飞惊讶是惊讶 但是在看见圣飞燃后 宋秦直接震撼了 毕竟她知道 程飞燃跟叶涵 多少也是有些暧昧的 但是没有想到她也会来 这下 宋秦是直接愣在了后面 随后她便看了看柳青霜 又看了看叶温婉 见两人面上 依旧还是十分的淡定后 宋秦便也敢紧强坐镇定起来 阿姨好 青霜姐好 颜飞飞站在前面 笑容甜甜地冲着两人打了个招呼 瞧见这两个女人 柳青霜心里多少有些苦涩 但是一想 现在叶涵的一切 都跟自己没有关系了 想到这里 柳青霜心里 便顿时顺畅了许多 哎呀 你就是飞飞吧 我经常在电视上看见你呢 阿姨可喜欢你的歌了 叶温婉赶紧迎上去 颜飞飞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是 是吗嘿嘿 不过 你是叶涵哥的母亲吗 没有想到 您既然这么年轻 保养得可真好啊 颜飞飞看着叶温婉 十分诚恳地说道 而这个时候 程飞然也走了过来 叶姨 青霜姐我听说你醒了 就过来看看你 说着话时 程飞然便也在打量车柳青霜 同时 她的眼里 不免也闪过了一丝惊艳 不得不说 之前虽然听说过柳青霜 她也见过柳青霜的照片 毕竟在商场上 柳青霜 还是挺出名的 但是没有想到 看现真人 竟然震摹得惊艳 见两人手里都拿着东西 送情见状 便赶紧上前去拿到自己的手里 然后放了起来 真的是麻烦你们来这一趟了 柳青霜笑容温和地说着 在盛飞然打量柳青霜的同时 柳青霜也在打量着眼前两人 一个年轻有朝气 一个艳丽无比 确实不怪叶寒把持不住 但是 现在和她都没关系了 她也是真心觉得 眼前这两位都挺优秀的 同时也为他们感到不值 毕竟现在叶寒 在柳青霜心里的好感度 已经没有多少了 叶温婉在一旁看着两人 也说道 是啊 我今天来 也是想着来看看青霜的 不过乔建青霜恢复得还不错 我也就放心了 不过 她倒是没有想到 两人见面会这魔的温和 毕竟两人都算是商场上的女强人 性格都比较强势 不过 此时一见面 倒是格外的和谐 见状 叶温婉也算是松了一口气 虽然她也觉得自家儿子渣 但是毕竟是自家儿子 她也不好说什么 而且 程飞然这个女孩子也挺好的 有时候过年过节 也会问候一下她 俗话说 伸手不打笑脸人 她也没必要给人家坏脸色 都别站着了 快都坐下吧 宋情去准备茶水 后面的迟意 缓步走上前来 瞧见眼前人后说着 哦 好嘞 宋情应声 赶紧转身 回到厨房里去了 叶姨和青霜姐 还在吃饭 没关系你们 不用在意我们 先吃饭好了 扫了一眼后面 程飞然不好意思地笑道 对此 柳青霜也是温润一笑 没事 你们来的时候 我们正好也吃得差不多了 在那边聊天呢 这样啊 这样 一行四人便都坐在了沙发上 迟意见状便也坐在了一旁的单人沙发上 不过看着眼前这个场景 看了看 军事面带笑容的四人 迟意心里多少还是十分的疑惑 毕竟 在原柱中 就算是后面柳青霜醒了过来 也没有这一出啊 那原著的安排中 就只有叶温婉来了 所以 面对此时的蝴蝶效应 这让迟意都有些梦了 看着眼前都程飞然 柳青霜确定 她应该不是通过叶寒 知道自己苏醒的 毕竟叶寒没必要跟程飞然多嘴 相比较于叶温婉和颜飞飞那边 聊得比较欢 柳青霜这边倒是安静了许多 柳青霜原本以为 颜飞飞和盛飞然 若是都比较喜欢叶寒的话 两人之间的关系 应该会是比较微妙的 但是现在看来 两人之间的相处 好像十分的自然 这倒是让柳青霜心里 多少觉得有些诧异 你醒来的事情 韩哥知道吗 犹豫了一瞬后 程飞然这才轻声询问道 闻言 柳青霜轻轻汗手 当天就给他打了电话 胖巧还献了一些有趣的画面呢 哦 什么画面 盛飞然了解柳青霜的性子 毕竟大家都是生意场上的人 柳青霜的性格 他还是很清楚的 别看现在柳青霜笑得挺温柔的 但是在生意场上 可是出了名的冷面眼望 淡淡地看了一眼 另外一旁正在和颜飞飞 聊得正欢的叶温婉 柳青霜轻声道 我呀 看见他和一位莫里斯小姐 正玩得开心呢 程飞然有些哑然地 看向了柳青霜 没有想到 叶寒竟然会让刚醒过来的柳青霜 看见这重场面 但随即 程飞然就皱紧了眉头 因为这几次联系叶寒的时候 都表示自己在国外 一直忙着工作上的事情 累得不行 这让程飞然不免都有些心疼 每次给他打个电话 都是匆匆地安慰了他一下后 便挂断了电话 挑眉看了一下程飞然的反应 柳青霜微微俯身 拿过了茶几上的茶杯 笑着轻轻抿了一口 不过我想 那位莫里斯 能提供给叶寒的帮助 确实是最大的 说着柳青霜便耸了耸肩 语气随意地说道 看见柳青霜这个反应 程飞然也是更加的哑然了 你 你就不会觉得伤心吗 程飞然同样和柳青霜一样 小声地聊着 柳青霜淡然一笑 我为什么要觉得伤心 这句话 让程飞然彻底地愣住 但是 程飞然也不是个傻子 他正愣了一瞬间后 便站起身来 迟疑一直在旁边偷听着 剑圣飞然站起来了 便也下意识地看了过去 随后他便瞧剑圣飞然站起身来后 微微拱着身子捂住了肚子 青霜姐我肚子有些难受 能扶我去一下你的卫生间吗 柳青霜微微挑眉 好 我扶你 见状 叶温婉自然也是担心地看了过来 盛飞然转头对着叶温婉 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可能是没算好日子 叶温婉顿时明白 好好 快让青霜扶着你上去 飞然姐你不要紧吧 严飞飞终究也还是不放心地 询问了一句 程飞然摇了摇头 没事 你放心 说完 程飞然便由柳青霜扶着去了楼上 看着两人上楼去的背影 迟疑微微眯了眯眼睛 嘴角不免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 毕竟 谁知道两人上去之后会聊一些什么呢 不过 迟疑也不着急 毕竟她就是有这个自信 而那边的严飞飞依旧还是和叶温婉聊着天 两人都没有注意到这边的迟疑 只有在另外一旁 安静地坐着的宋秦 观察到了迟疑的表情 这让宋秦多少有些心惊胆跳 但心里到底还是不明白 迟疑到底在谋划一些什么 不过这个时候就算耀眼夺目的两位爵士佳人上了楼后 宋秦也是不好意思走上前去 毕竟 之前她虽然一直有傲气 但是 一直到现在瞧见着寄人在一起后 宋秦这才突然发现 和他们相比 自己确实算不上多出色 这让原本一直自信的宋秦 第一次有了挫败的心情 这个时候 原本一直在和叶温婉交流的严飞飞 也好奇地看向了宋秦 进来之后 就一直没有打招呼 叶一塌就是柔柔吗 长得真漂亮 严飞飞笑容甜美地看向宋秦 夸奖道 此话一出 宋秦先是愣了愣 随后面上便出现了尴尬的笑容 叶温婉也是愣了一下 随后解释道 不是 柔柔她去上班了 迟疑挑眉看了看那边脸色尴尬的宋秦 随后开口说道 柔柔她只能请半天休假 中午就急匆匆地赶过去了 那位 是我的同事 叫宋秦 哦 这样啊 听到了他们的解释 严飞飞这才点了点头 随后她便一脸歉意地看向了宋秦 抱歉啊 宋秦摇了摇头 没事没事 她看出来 严飞飞确实是真的认为 自己是叶柔柔这才开口询问的 而在话音刚落后 宋秦便转头看向了那边 在和严飞飞谈笑风声的男人 她是万万没有想到 时宜会主动地帮自己几围 虽然大家都没有感觉到 但是宋秦确觉得 刚刚十分的尴尬 而那些尴尬 也在迟一开口后 顿时消失 之前从网上看见你的时候 我还以为你很高冷呢 没有想到这么活泼 叶温婉看着眼前十分朝气的 严飞飞感叹道 严飞飞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随后到 之前那是在镜头面前 肯定要收敛一下得了 只不过之前身体也不算好 确实有时候 有些疲惫也管不了其他了 这样 那你现在身体怎么样 几年前 严飞飞因病退圈一阵子这件事情 可是轰动全网啊 就连不追星的叶温婉 也是听闻了一些 严飞飞叹了一口气 也就这样 经过治疗也算是稳住了 就是情绪波动不能太大 前两天我还晕倒一次呢 真的 听到严飞飞的话 叶温婉不免惊呼一声 毕竟眼前的严飞飞 看起来十分的健康 但是没有想到 也是那种说晕倒就能晕倒的人 严飞飞点了点头 当时迟一也在场呢 听飞燃姐说 她还神叨叨的 给我点了几个穴位 不过幸好最后医生也来了 说没啥大事 这样 那就好那就好 不过没想到 你还会医术 叶温婉多少有些好奇的 看向了迟一 迟一谦虚地笑了笑 不算是会 就是之前在学按摩的时候 顺手学了一下穴位 了解过一下罢了 哦 一同迟一的口中 听到按摩这两个字 叶温婉变顿时变地 不自然了起来 连带着说话 都有些磕磕绊绊的了 叶宜 你怎么了 脸怎么磨着磨红 是身体不舒服吗 严飞飞眼间地瞧见 叶温婉面上颜色爆红 担心地询问道 啊 没 没有 就是在郊外那个地方待久了 在这里多少觉得 有些变闷罢了 说着 叶温婉便善笑着 抬起手来做事 要给自己扇闪风 迟一见状 不免有些好笑 宋卿 帮忙去把窗户打开一些 她隐忍着笑意说道 很显然 现在除了迟一 其他人均 是已经相信了叶温婉的说辞 嘿嘿 对了飞飞啊 你性格正魔好 有喜欢的人了吗 叶温婉 看鲜言飞飞 经过了一会儿的聊天 她确实对眼前的小女孩 充满了好感 闻言 严飞飞先是愣了愣 随后便急不可查地 用余光看了一眼 正在和宋卿说话的迟一 她面上纠结地摇了摇头 我 我也不确定 见状 叶温婉便暧昧地看了过去 不确定 那就是 有犹豫的人选了 不过 作为过来人阿姨 还是要提醒你一句 看人不能光看外表 要多加观察才是 叶温婉苦口婆心地劝阻道 毕竟她儿子叶寒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迟一坐在一旁 听到两人的对话 便似笑非笑地看了过去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迟一脑海中突然传来了系统的提示音 丁丁检测到 宿主有离间天命 男女主感情行为 奖励五百反派职 这个提示音让 迟一紧接着一证 毕竟现在 她就坐在这里 不过 虽然她心里有些疑惑 但也已经有所猜测 毕竟 刚刚成飞燃和柳青霜 一起上楼去的时候 迟一便已经有所猜测了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功劳 会归就在自己的身上 系统这是怎么回事 秉着不理解就问的原则 迟一呼叫起了忌统 由于宿主影响了柳青霜 连带着影响到了程飞燃 所以 这个功劳也是属于宿主的 系统的声音传来 同时迟一也彻底地明白了 原来还能这样 不得不说 这样获得反派职 确实是比较容易啊 在迟一收到系统提示 没一会儿后 便瞧剑胜飞燃和柳青霜 一起从楼上走了下来 周围的人还在聊天 只是下意识地 看了一眼从楼上下来的人 而迟一则是细细观察 仔细地看了一眼 他发现柳青霜的表情 和方山差不多 就是圣飞燃的表情 看起来要比刚刚凝重了许多 看起来经过柳青霜的游说后 程飞燃多少也是动摇了呀 这可是个好现象 毕竟过段时间 他就要把重心 放到古华邦那边去了 虽然现在叶寒身边的人 都毕竟被他撬得差不多了 虽然 他现在自身的实力 还是很降的 但如果 没有足够的实力 能够和叶寒抗衡 那可是不行的 与此同时 就连其他方面上 迟一也一直在关注着 甚至已经 有了创业的想法 但是无奈 之前迟一从来没有 接触过这个方面的事情 所以 若是实行起来 多少有些惆怅 不过没关系 现在迟一身上 多少也算是有点钱了 他打算雇佣一些人 来实现自己的想法 当然了 这些都是迟一后面 要布置的东西了 叶一 时间也不早了 我公司那边还有些事情 就先走了 下楼后 圣飞然便走到叶温婉身旁 不好意思地说道 毕竟此时的她 脑海中实在是混乱地不行 急需要 找个安静的地方 来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 现在就要走啊 叶温婉也跟着站起来 有些失望地说着 毕竟现在 她正在和颜飞飞聊得正欢呢 颜飞飞显然也是没聊尽心 但是她敏锐地发现了 此时圣飞然的情绪 有些不对劲 便也跟着一起告别 叶温婉见状 也不好挽留了 便一起把两人送到了门口 一直到见两人上了车后 他们这才收回了视线 而迟一却敏锐地发现 颜飞飞这个小姑娘 竟然顽皮地冲着自己 眨了眨眼睛 这倒是弄得迟一 有些哭笑不得 把他们送走后 收拾收拾叶柔柔便也回来了 毕竟好长时间 没见叶温婉了 叶柔柔回来后 便一直缠着叶温婉 聊着聊娜娜 但是不得不说 也是因为有了叶柔柔缓和气氛 叶温婉和柳青霜 这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吃完饭后 众人上楼休息 迟一便又去找了宋秦 让他准备了一碗燕窝 随后自己端到了楼上 敲响叶温婉的房门 来开门的人 果然是叶柔柔 一哥 你又准备了燕窝啊 叶柔柔没有想到迟一这摩贴心 心里一直挂念着叶温婉的身体 见他又端来了燕窝 心里不免一暖 嗯 我怕叶一身体还会不舒服 就让宋秦准备了 叶柔柔笑嘻嘻地侧开了身子 我妈身子哪有那么弱 应该就是好久没坐这摩长时间的车了 端着燕窝走了进去 迟一便瞧见了 僵直着身子坐在床沿边的叶温婉 没想到叶温婉会表现的这摩紧张 那叶宜你记得喝 我就先走了 这次迟一纯纯 是来刷存在感的 没有什么坏心眼 所以放下东西就走了 见状 叶温婉不免暗自松了一口气 嗯 真是不好意思麻烦你了 你也快些回去休息吧 视线不免又转移到了迟一的脸上 叶温婉心情复杂地说道 走到门口时 叶柔柔看着迟一 明显还是有一种想要欲言又止的感觉 但是 看着迟一后 叶柔柔犹豫了一瞬后 到底还是没有说什么 毕竟现在叶温婉还在这里 况且 她确实已经需久没有先到叶温婉了 现在陪伴叶温婉才是最主要的 所以最后叶柔柔什么话都没有说 只是眼睁睁地看着迟一离开了 柔柔 见叶柔柔迟迟迟不关门 叶温婉没忍住开口提醒 生怕下一秒 迟一玄慧窜进来 啊 哦 来了 应了一声 叶柔柔变赶紧关上门 转身走了回去 这边的迟一 在回到自己房间后 便稍微洗漱了一番 随后便趴在 床上百无聊赖地打开了游戏 倒也是巧 迟一这边刚上线 便收到了玩家 LMO 莫里斯小姐的邀请 乔县那组队邀请 迟一微微挑了挑眉头 甚至都有些怀疑 这个速度这么快 难不成是一直在等着自己 但是很快这个想法 便被迟一给否决了 毕竟那可是莫里斯 外国最大黑手党的千金 就算是在游戏迷 也不至于这样吧 但是迟一没有想到 他还真的猜对了 那边的莫里斯 确实是一直在等着迟一上线 尤其是在 桥县外的头像 亮起的那一瞬间 莫里斯便迫不及待地 发起了邀请 但是令人厌烦的是 就在莫里斯桥县 组队成功的那一瞬间 便接到了叶寒的电话 见状莫里斯不免微微 错了醋眉头 但毕竟叶寒确实有实力 讨好了他父亲 无奈他也只能再次地 接通了电话 之前叶寒用自己的谋划 帮他的父亲搞定了一件事情 之后也一点奖赏都没要 只是笑眯眯地暗示了一下 自己不搭理他的事情 为了这个事情 莫里斯也是被父亲 给提醒了机具 这让莫里斯 直接起了逆反心理 但是幸好 他父亲也明示地说了 就算是面对他的追求 不想搭理 平常敷衍一下就好 这才让莫里斯的心情好了一些 要不然 他真的是差点没忍住 拉黑了叶寒 想着游戏 莫里斯迅速地接通了电话 想着速战速决 喂 南诺 接通电话的那一瞬间 莫里斯便听到了他的声音 而在听到叶寒对自己的称呼时 莫里斯原本面无表情的脸色 顿时阴沉了下来 现莫里斯迟迟不说话 叶寒也只能善笑了两声 莫里斯 你在吗 嗯 听到叶寒对自己的称呼有所改变 莫里斯这才勉为其难地应了一声 而那边的叶寒 在听到莫里斯的声音后 还是没忍住在心里暗自地付肥了起来 但 就算是心里对莫里斯再不满 现在的叶寒 还是要对他笑脸相迎 不过 叶寒还是十分有自信 能拿下莫里斯的 毕竟之前遇见过的所有女人 哪个不是 败倒在自己的西装裤下 这样想着 叶寒面对此时 莫里斯对待自己的态度 也不是那么在乎了 而他也是在想着 反正有一天 他会拿下莫里斯 到了那个时候 他就算是傲气十足 还不适得任由自己摆布 今天下午 天气看起来很不错 要去海滩那边玩玩吗 叶寒盛情邀请 上次的泳池派对 让叶寒见识到了莫里斯的身材 这好几天没见识了 心里多少有些痒痒的 不用了 我下午还有事情 莫里斯语气带着一丝的敷衍 又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毕竟 他现在还要着急回去打游戏 现在看着通话页面 他生怕那边的Y 已经退出了队伍 之前玩的几个朋友也都去 大家还想着 玩玩晚上继续去 不用了 我是真的有事 不等叶寒说完话 莫里斯便再次果断地拒绝了 谢莫里斯如此地不给面子 对面的叶寒不免也沉默了 而听见叶寒沉默了 莫里斯还以为他没话说了 如果没什么事情 我就先挂了 爱等 再次的 没等叶寒说完话 莫里斯便已经挂断了电话 挂断电话后 乔县Y依旧还在队伍里 这让莫里斯不免松了一口气 他戴上耳机 刚想要解释一下自己 为什么挂机这么久 便紧接着从耳脉里 听到了一道充满雌性的男声 你好 什么时候开始 之前两人一队的时候 莫里斯并没有认真地去听Y的声音 而此时听到如此具有雌性的声音 这让莫里斯不免一正 没有想到 这人说话的声音这么好听 不过也仅仅只是产生了这个想法 莫里斯便再次地把注意力都放在了游戏中 毕竟 他现在加上Y可并不是因为自己想要网恋 而是他想要 冲击榜单和断位罢了 抱歉 刚刚来了个电话 莫里斯语气充满歉意地说着 好 没事 对方的态度多少也是有些冷漠 这让一向习惯被人追捧的莫里斯 多少有些不适应 他下意识地微微蹭了蹭眉头 但是也并不在意 毕竟这是在游戏中对方是大佬 而他则是一个小菜鸡 双排还是四排 莫里斯询问 我都可演 莫里斯微微挑了挑眉头 虽然四排上断位比较简单 但是他想了想 稍微犹豫了一下 还是选择了双排 迅速地集合了后 Y不光是自己弄到了好多东西 连带着分给了莫里斯也不少 以往这个时候莫里斯还在慢慢地狗骂 但是同样的时间 他已经跟着Y参加了几场混战了 这下 莫里斯总算是在这个游戏中 体验到了热血沸腾的感觉 毕竟之前的时候 莫里斯刚开始感觉到热血 还没感觉到沸腾了 人就已经倒地了 自此以后 莫里斯也是再也没有参加过混战 有时候 听到哪里有动静 还会专门绕着走 现在他激动地 听到哪里有动静 都恨不得自己先冲上前去 最后还是被迟疑制止住了 他这才冷静了不少 抱歉啊 差点就暴露了 没事 影响不大 继续苟着就好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莫里斯隐隐约约的 好像听到对方轻笑了一声 莫名的 不知道为何 莫里斯变顿时觉得自己脸上一热 刚刚不是一直在打架吗 现在为什么要苟着 想想Y刚刚的作风 莫里斯原本还以为 他要一直打进决赛圈呢 我又不傻 都决赛圈了 让他们消耗一下 等他们没反应过过来的时候冲上去 不是更容易 迟疑听到莫里斯的问题 多少有些哭笑不得 想到之前从视频中看现的 那张冰冷的小脸 再想想刚刚傻乎乎的莫里斯 多少有些反差感 莫里斯点了点头 这样啊 确实有道理 但总感觉不是你的作风 作风 哦 那我是什么作风 听到了莫里斯的问题 迟疑好奇地询问 就是 技术高超 一直打人那种 莫里斯迟疑了片刻后说的 而听到莫里斯的话后 这顿时又让迟疑笑得不行 听到耳脉里传来的阵阵笑声 那充满磁性的声音阵的莫里斯的心里 好像都有些酥酥麻麻的 他从来没有和人阵磨聊天过 和人打游戏也很少开语音 现在这种体验多少有些兴起 加上 对方一直在笑 他许事也觉得自己刚刚的问题 多少有些愚蠢了 连带着脸上 也更加的热了起来 迟疑笑了一会儿后 便也停了下来 毕竟高冷大神的人设 还是要维持一下的 对面的莫里斯 或许也是不好意思说话了 也沉默着 其实莫里斯不是不好意思 只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毕竟他是真的菜 刚刚邀请挖一组队 也是想要重金招聘 他来带自己同时教自己打游戏 但是没有想到 稀里糊涂的两人 就开始打游戏了 就是现在 直接冲 莫里斯这边发着呆 便突然听到了男人淡然的声音 瞧见他戴着面具 飞驰往前冲的身影 他这才顿时回过神来 急急忙忙地跟了上去 只不过 他的参与 好像并没有什么必要 因为他冲上前去后 只是稍微砍了两下 比赛便顿时结束了 莫里斯 看着结算页面 莫里斯默默截了个图的同时 也默默地沉默了下来 因为他好像从来没有 赢得这磨轻易过 轻易地 让他还是觉得有些不真实 还来吗 就在他沉默的时候 熟悉的男生再次传来 闻言 莫里斯赶紧退出那个页面 随后道 来的来的 马上 就这样 稀里糊涂的 莫里斯连带着被靖江了好几次 最后 他直接被外带着 打上了他之前那遥不可及的段位 这下 莫里斯彻底地傻眼了 原本他是想着花钱雇佣人家的 哪里想着这个大神震魔的好心肠 直接带着自己起飞了 晋级成功后 迟意便缓缓地伸了个懒腰 看了一眼时间 已经凌晨了 打赢对于迟意来说并不难 只是每局需要的时间 确实很长 时间不早了 我先睡了 见莫里斯不说话 迟意率先说道 那边的莫里斯 还在看着自己的段位 无声地尖叫着 便听到了Y的话 啊 哦哦好 等一下 这个游戏确实是一个国际游戏 每局匹配的人 也都是全国各地的 所以大家所在的时间 也是不一样的 对此 莫里斯也没有什么疑问 只是他突然还想起了一件事情 嗯 那 那什么可以加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吗 莫里斯多少有些不好意思的询问 不论是在现实中 还是游戏中 这都是莫里斯第一次讨要男人的联系方式 好啊 迟意直接痛快答应 毕竟加上联系方式 就代表着 他离莫里斯也就更加近了一步 再怎么说 能拥有现实中的联系方式 怎么说 也是比只有游戏好友要好的 莫里斯小心翼翼地询问出来后 便一直在紧张地看着屏幕上的 那个男性角色 而在听到迟意答应后 这也让莫里斯顿时高兴得不行 不过我们这边用的是VX 你有吗 迟意假装疑惑地询问道 我有的 你直接把联系方式发给我就好了 莫里斯马上回答 迟意倒是没有想到 莫里斯竟然会如此地迫不及待 这倒是让他有些诧异了 为了彰显自己的高冷 迟意在把联系方式发过去后 便下线了 刚申请了好友 莫里斯便瞧现外的头像变成了灰色 不过这倒是没什么 毕竟已经有了私人的联系方式 想到这里 莫里斯也是退出了游戏 看向了自己的好友申请 这边的迟意在观赏游戏后 便放下手机充电 自己下楼倒了一杯水喝后 这才回来 慢悠悠地十分悠闲 只不过 现在他这么地悠闲 但是蓝星另一头 却有一个人着急地不行 看着迟迟没有通过的好友申请 莫里斯甚至以为自己加错了人 这让他有些不确定的上线 看了一眼聊天记录 百般确认自己没有加错人后 莫里斯这才耐着性子 开始等待了起来 若是别人就这魔随随便便地 放了莫里斯鸽子 他早就不耐烦了 甚至若是真的让莫里斯急眼了 他是真的会当场 击毙了那家伙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人家大神 无怨无悔地 带着自己一个脱油瓶 打上了这个段位 不说莫里斯现在对Y多么的感恩 就说 现在Y在莫里斯心中的地位 已经不一般了 刚刚记记到了 他那之前遥不可及的段位后 他甚至还万分激动地 发了个朋友圈来炫耀 叮咚 就在莫里斯发呆时 手机终于传来了消息的提示音 这让他万分激动地看过去 想着应该是Y答应了自己的好友 但是 万万没有想到 消息是叶寒发来了 看着手机上的消息 莫里斯有些不耐地 责了一声 早知道发朋友圈的时候 就拉黑叶寒了 叶寒 原来你也玩这个游戏啊 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 叶寒 没出来玩就是因为在家里晋级来着吗 现在还在玩吗 要不要一起组团 莫里斯 不用了 不玩了已经 叶寒 那好吧 不过我已经加了 你好友了 下次玩的时候 记得跟我说一声 我们一起啊 莫里斯 看着对面男人发来的消息 莫里斯只觉得自己的沉默 震耳欲聋 许事也察觉到莫里斯的沉默 对面的叶寒也安静了许多 但最后 还是没忍住地发消息过来 叮嘱莫里斯记得上线的时候 答应自己的好友申请 见状 莫里斯默默地翻了个白眼 随后直接把手机扔到了一边 叮咚 就在这个时候 手机页面上便顿时多了一条新消息 看着那头像 莫里斯微微瞪大了美眸 随后便赶快大步上前去拿回了手机 只见此时外 已经同意了他的好友申请 喂 你好 莫里斯 你好你好大神 迟一挑眉 失笑地看着手机屏幕 喂 莫里斯 大家都这样叫的 话说大神平常 经常玩游戏吗 迟一看着莫里斯发来的消息 实在是难以想象 莫里斯是怎么发出这个消息来的 毕竟他对他的印象 还在他一直冷着脸的状态 要是迟一不了解莫里斯的性格的话 只看聊天记录 还真要以为莫里斯是个萌妹了 喂 碰闲的时候会玩 莫里斯秒回 那麻烦大神 每次上线前Q一笑呗 莫里斯绞尽脑汁 用着自己认为最和善的语气跟Y说着话 生怕Y跑了 Y 可是我们不在一个地区 时间不同步 你可以吗 莫里斯 可以可以的 如果大神觉得麻烦的话 我这边也是可以支付报酬的 Y 莫里斯双手捧着 手机已在床头前 两只大眼睛 眨巴眨巴地看着Y发过来的这个问号 但是看了半天 莫里斯都不明白 这到底是代表着什么意思 这让莫里斯有些忐忑不安 毕竟之前和别人聊天的时候 都是有事情直接说好了 虽然也有人暗自吐槽 自己情商低 但是对于莫里斯来说 那些人来找自己 无非是想要巴结自己 他肯搭理 就算是不错的了 犹豫了一瞬后 莫里斯便小心翼翼地发出了一条消息 莫里斯 我是认真的 一个月五百万可以吗 刚刚迟疑只是想要装一手 但是现在 看着莫里斯发来的消息 他是真的沉默了 线外不回消息 对面的莫里斯赶紧接着解释 莫里斯 美金 莫里斯 你放心 平时按照你的时间安排来就行 就是打游戏的时候待待 我就好了 看着消息框谈出来的消息 迟疑可谓是感到一阵阵的心痛啊 悄悄悄悄 多么好的一个工作 每天七个小时 一个月五百万美金 时间自由 可惜了 为了以后的破天富贵 现在的这些小恩小惠 他也只能忍痛拒绝 Y 不了 我玩游戏 想要纯粹一点 平常待待你就好了 莫里斯一直在盯着手机 期待着Y的回复 他想着自己给的价格不算少了 如果Y真的觉得少的话 自己可以再加 所以 他应该会答应了吧 但是 莫里斯也是万万没有想到 等了半天后 Y竟然是这样回复自己的 但是不得不说 这句话给予莫里斯的震撼 也是十分多的 以至于在瞧见这句话的时候 莫里斯不由得多看了几眼这句话 莫里斯 抱歉 是我唐突了 但是我是真的觉得 你打游戏 打得非常好 这才决定的 莫里斯 真的十分抱歉 莫里斯现在看着Y发来的消息 是越爱看越觉得自己庸俗 Y 没事 我明白你的心情 就是这种事情 以后不要再说了 莫里斯秒回 好的 我明白 之后 两人聊了没机具后 迟疑便找了借口休息了 而那边的莫里斯 看着两人的聊天记录 不免还是觉得有些神奇 毕竟能在游戏中 遇见这样的人 也算是一种奇遇了 不过 看起来大神的性格 都是高冷孤僻的 看样子 自己以后说话 一定要小心了 一日 迟疑还是要去 大力搬运公司上班的 但是 高力规定的时间 还算是比较充裕的 所以在吃完饭后 迟疑这才出去上班 当然了 出门前 他还是要向长辈打个招呼的 青霜姐 叶怡那我就先出门了 听到迟疑的话 两人均是笑容温和地点了点头 叶温婉看着迟疑那张脸 说实话却实没看够 虽然可能是比较像 但是不知为何 可能是迟疑年轻有潮力的原因 连带着那张脸 都十分惹眼了起来 还有叶怡 瞧见迟疑要出门 叶温婉多少算是松了一口气 但是没有想到 他紧接着转移了目标 啊 嗯 怎么了 迟疑没有想到 都这个时候了 叶温婉竟然还正磨得慌张 他笑了笑 叶怡 你要是身体还不舒服的话 可以让宋情帮你 多做一份营养粥 是啊 迟疑不知道哪里来的配方 这个营养粥我喝了一段时间了 确实对身体十分的有益处 一旁的柳青霜 听到迟疑的话后 叶李莲带着连连点了点头 哦 好 我记得了 叶温婉多少有些敷衍的应了几声 迟疑健壮 不免有些失效 随后这才转身离开 骑着自己的小店驴 在这个上班高峰期 他也没怎么堵车 仅仅十几分钟后 便抵达了大力搬运公司 只不过令迟疑诧异的是 刚走进店里 就瞧见了一个面孔陌生的小伙子 在干活 两人抬头 互相对视上的那一瞬间 都从对方的眼里 看见了一丝的疑惑 迟疑你来了呀 迟疑刚想开口询问 便听到了高丽的声音传来 高丽缓步走上前来 随后便笑呵呵地 拍了拍那年亲人的肩膀 对了 我跟你们两个人介绍一下 这个人叫周丽毅 是今天刚刚面试好的 也是长期工 周丽毅 这个是迟疑 也是我们公司里的 哦 一哥好 那小子倒是上道 高丽刚说完话 他便直接开口打了个招呼 迟疑点了点头 看你确实比我小 你今天多大呀 周丽毅笑道 我二十了 确实是刚出社会啊 在这里好好干 高丽哥和胖子哥人 还是很不错的 说着 迟疑便也上前去 拍了拍周丽毅 迟疑的肩膀 不过 不知道是不是迟疑的错觉 虽然看这小子十分地上道 脸上也笑眯眯的 但是迟疑就是觉得 哪里怪怪的 但是他却一时之间 有些说不上来 没有多加纠结于这个事情 迟疑把东西放下后 就开始一起帮忙搬运货物 见迟疑来了 在后面冷酷的李胖子 也算是松了一口气 迟疑 看你来了 我也就安心了 李胖子气喘吁吁地说道 虽然现在身在冷酷中 但是李胖子依旧还是汗流加倍 迟疑哭笑不得地看着李胖子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那李胖子依靠在一旁的架子上 穿着粗气 丝毫不想起冷酷的架子凉 看起来是真的被累得不行 他有气无力地摆了摆手 你是不知道啊 高丽去看货单什么的去了 让新来的那个小伙子 帮忙给我搬货 那小伙子看着挺高挑的 奶里想得到 会这么地有气无力啊 速度那么慢 没法子 我只能自己尽快地干活了 探了探头 看周立一枚过来后 李胖子便忍不住 开始冲着迟疑 叙叙叨叨了起来 有这么夸张吗 迟疑帮李胖子搬运着货物 听着李胖子那说不完的话 便微微挑了挑眉头 那是当然了 嗨 要我说啊 现在的年轻人 就是身体太虚了 一个个在健身房里 还不如你胖子搁这一身的肉呢 听到李胖子的话 迟疑顿时又有些哭笑不得 在搬完这一批货物后 高丽把机人都给叫进了休息室 大早上的就这魔盲 都先喝点水 见一个个的都累得不轻 高丽连忙给他们递了水过去 有件事情要跟你们说一声 过两天有一批货很重要 大家这两天警惕一下 尤其是注意一下 公司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人员 你们懂得 嘱咐完这句后 高丽面上的表情连带着又严肃了起来 别看咱公司里现在 只有几个人 等以后发展得大了 人会更多 而且咱公司的工资确实也不算少 迟疑点了点头 确实 工资确实不算少 相比于叶寒那边 只是稍微出出力 不用卖命 工资还高了 怎么办 这魔盲对比 好像显得叶寒那边 更加的出一声了 还有就是 因为这一批货比较严重 所以过段时间 上面有人专门来看 所以 希望大家好好的干 最近上面风头比较紧 要是干得好 大家这个月工资都翻呗 看起来 高丽也不算是画大饼的人 直接就抛出了奖励 这魔豪气啊 听到高丽的话后 那里胖子一个没忍住 直接笑出声音来 而迟疑观察到 新来的周丽毅 再听到过两天 上面有大人物来后 眼睛便蹭得一下子亮了起来 随即 他便微微垂下头去 不知道在思考着什么 连带着后面高丽说出奖励后 他甚至也没有多加关注 这给迟疑的感觉 则是更加的奇怪了 看来这个新来的周丽毅 确实有问题 自己是带着目的来的 但是不知道 这个周丽毅的目的是什么呢 想到这里 迟疑便饶有兴趣地 看着周丽毅的侧脸 没有想到 事情真的是变得越来越有趣了 忙活了一上去 今天依旧还是 李胖子的妹妹李文文来送饭 今天只是头五的时候比较忙 接近中午的时候 大家就都坐到了休息室 等待着午饭 成功地阻止了周丽毅点外卖 李胖子面上带着得意的道 不是我吹牛啊 小伙子 我妹妹做饭 那可是一流的 等你吃了就知道了 李胖子拍了拍周丽毅的肩膀后 便坐在了她的身旁 看样子 也是想要炫耀炫耀自家妹妹 是吗 那周丽似信非信地看着李胖子 不过最后到底 也还是放下了自己的手机 放弃了点外卖 现李胖子 又要开始炫耀自家妹妹 迟疑便有些哭笑不得地 坐到了自己的床上 拿出手机准备打开游戏 只不过 就在迟疑低头准备打游戏的时候 却从周丽毅的眼中 看见了一丝的不屑 想来可能他觉得 现在李胖子的行为很low吧 又或者是并不觉得 家常菜有什么好吃的吧 但是不得不说 看看一旁还在笑眯眯 十分热心地说着话的李胖子 又看了看 这边眼里闪过一丝鄙夷的周丽毅 迟疑确实心里莫名地有些不爽啊 虽然只是短短相处了几天 但是迟疑却十分地清楚 高丽和李胖子人 还是很不错的 此时他明显地也是看出来 周丽毅这个人不说话 可能是怕他认生 所以 这才这么的热情 但是没有想到 却被这个小年轻当成了驴肝肺啊 不得不说 迟疑确实从周丽毅脸上 看见了一丝的傲气 只不过 迟疑上下打量了周丽毅一下 实在是有些难以理解 他的傲气从何来 嗯嗯这样 面对着李胖子的热情 周丽毅也看起来十分地敷衍 迟疑放下手机 打消了想要打游戏的心思 别看胖子说的这模夸张 但是他妹子做饭确实不错 之前迟疑也尝过了 许是看胖子有些尴尬 高丽坐在一旁对货单时 也有些没忍住说道 迟疑点了点头 十分给面子的道 是啊 李妹子做的饭 那个滋味让我昨天请假在家 都没忍住回忆了一下 嘿 你这个臭小子啊 没看起来你这么爱吃啊 李胖子笑骂道 迟疑懒散地坐在那边 那肯定啊 我也是要面子的 吃的时候 肯定也是要克制一下的 这一下 弄得李胖子和高丽 都没忍住笑出来 而看几个大男人 聊了半天 竟然都只是在聊饭 这让周丽毅 有些不屑地撇了撇嘴 他自认为 动作已经做得足够隐秘了 但是 在场却有两个人精 看清了他的举动 也就只有李胖子这个人 看不出来周丽毅的真面目 只是想着他年轻 力气不大 想帮他磨练一下了 那嫂子们 有来送过饭吗 就在寄人聊得正欢时 周丽毅冷不丁地抬头 问出正魔一句 此话一出 其余几人均是疑惑地看了过来 面对着其余几人的眼神 他可能也是觉得 自己说的话太过于突兀了 便善笑了两声 哈哈 我的意思是 是 是平常家里人经常来送饭吗 周丽毅嘴角 扯起了一抹僵硬的笑容 轻声说道 但 就算是周丽毅解释了一遍 休息室的气氛 依旧还是有些诡异 毕竟 他刚刚的那个话 很难不令人多想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休息室的门被人敲响了 闻声 周丽毅急忙站起身来 笑道 我去开门吧 瞧着周丽毅去开门的背影 剩余的三人均是有些面色不对地对视了一眼 毕竟 此时就连有些傻傻的李胖子 都感觉出来有些不对劲了 高丽毅更是坐在那边 微微蹙着眉头 执意没有说话 毕竟他知道高丽也能感觉出来 这小伙子身上的力气了 是去是留 还是要看高丽的了 只不过 执意还是觉得挺可惜的 毕竟让这个不知死活的小东西 破坏了如此轻松的氛围 是的 虽然在大力搬运公司 累是累了点 但是这个轻松的氛围 执意还是挺喜欢的 周丽毅边去开门 边在心里懊悔着 懊悔着 刚刚嘴 怎么就那么快 直接把想的那些事情给说出来了 毕竟 周丽毅还是有些不理解 一些大男人 坐在这里 竟然只是聊一些无关痛恶的午饭 女人是一点都不提的 这让周丽毅多少有些不屑 毕竟 他认为出了社会后 搞定了多少女人 才是他值得炫耀的 而不是聊一些饭菜之类的家常话 边这样想着 周丽毅边走到了门口 打开了门 谁啊 周丽毅有些不耐烦地抬头看去 但却在抬头看清来人时 语气顿时缓呼了不少 周丽毅自称 还是见过不少美女的 但却没有一个女人 能像眼前这个女人一般 美得脱离凡尘 如此清纯的仙女 她是万万没有想到 能在这个地方看见 现男人正愣地盯着自己 这让李文文有些不悦地 皱起了那精致的眉头 你好 哦 你好 你是来 听到仙女的声音 这让周丽毅顿时回过神来 随后她便不由地上下 打亮了一下眼前的仙女 不得不说 这小仙女虽然美得出尘 看起来十分地单纯亮丽 但 这个身材还是很给力的 看着眼前的场景 周丽毅眼里便闪过了一丝贪婪 而从小见识过各种眼色的李文文 也是立马就察觉到了 眼前男人的神情 这让她面上的表情更加地不悦了 连带着后退了两步 你好 我是来找李胖子的 便说 李文文便左右看了看 想要快点找到李胖子 毕竟她实在是不想 和眼前这个男人独处了 哦 原来 你就是胖子哥的妹妹啊 你来送饭的呀 听到仙女的话后 周丽毅面上便露出了诧异的表情 毕竟听到李胖子 说她妹妹会来送饭 她还以为也是个胖子呢 但是没有想到 竟然如此地敬畏天人 早知道 她上午干活的时候 就好好地讨好一下李胖子了 怪不得那个叫迟一的 一直殷勤地 跟在李胖子身边干活呢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 周丽毅自顾自地想着 她面上挂起了 自己认为和善的威秀 随后便伸出手去 想要接过李文文手里的饭盒 先把饭盒给我吧 我带你进去找胖子哥 周丽毅殷勤地说道 看着对方的手 在逐渐地靠近 李文文面上更加地不悦了 这要是平常 别人看见她的表情后 多少会失去地离远一点的 可 对面的男人 就好似看不见她脸上的表情一样 依旧还是在缓缓地靠近着 眼瞅着男人的手越来越靠近 这也让李文文的耐心也消磨殆尽 我说 文文你来了 怎么还没进去 就在李文文不耐烦地准备开口时 眼前的黄毛少年突然被人挤走 熟悉的声音传来 李文文下意识地抬头看去 便瞧现了一张熟悉 又让人十分欣喜地面孔 一哥 你怎么回来了 是家里的事情忙完了吗 李文文主动迎上前去询问道 之前来送饭的时候 李文文便和池义聊了几次 不得不说 李文文觉得和她聊还是挺投机的 后来 听说她家里有事情请假了 她还惋惜了一下呢 不过倒是没有想到 就只是请了一天 要说之前在李文文眼里 池义只是她哥的一个同事 但是现在 经过了周立的对比后 李文文这才觉得 池义是有多么的正常 多么的好了 看着两人相谈甚欢地 朝着里面走去 这让被挤到一边的周立毅 不免有些不爽地撇了撇嘴 她微微瞇了瞇 自己那狭小的眼睛 瞧着两人的背影 这让她不免冷哼了一声 她就知道 这个叫迟疑地 对这个女人也是有意思的 要不然 怎么会这磨殷情 想到这里 周立毅便脸色不是很好的 跟着走上了上前 只不过 休息室一共才这磨大 所以 刚刚她在外面说的那些话 还有那些举动也被里面的人看得一清二楚 高丽的眉头也是皱得更紧了 要说周立毅也是个人精 回去之后便立马发现了情况有些不对劲 她一改臭脸 面上顿时浮现出了一抹笑意 哥 你们先去洗洗手 我洗完手了 正好顺便给你们盛饭 说着 她甚至看都没看一旁的李文文 而是在那边布置着饭菜 见状 高丽紧皱得 眉头这才缓呼了不少 而李胖子看了看她 又看了看李文文和迟毅 这才起身去洗手 迟毅挑眉 没有想到 这小子挺精的 察觉的这么快 李文文现 其他两人都离开了 便下意识地求助性地 看向了迟毅 毕竟若是迟毅也走了 这里就只有她和这个黄毛相处了 成功接收到李文文眼神的迟毅 给了她一个安心的眼神后 便也开始帮忙布置着饭菜 见状 李文文这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只不过看着那边十分殷勤的黄毛 她还是默默地往迟毅这边靠近了一些 可能也是看出来 李文文对自己的态度 十分地冷淡了 所以周立毅便主动找起话题 刚刚就听胖子哥说 她妹妹做饭怎么好吃 怎么好吃了 果然现在闻着 就已经让人忍不住了呀 那周立毅说着 边说边伸出手做事 就要拍一拍李文文的肩膀 只不过 她那只满是纹身的手旋 没等处碰到李文文的肩膀 便被李文文给躲开了 这下 周立毅面上的笑容 顿时僵硬住了 好了 收拾得差不多了 小周啊 我看你刚刚也没洗手 顺便也去洗个手吧 说着 迟毅直接走到两人中间 皮笑肉不笑地 拍了拍周立毅的肩膀 周立毅莫名其妙地看了迟毅一眼 随后便要抬头 把迟毅的手给拨开 不用 我 她话还没说完 便顿时卡住 随后 周立毅便有些惊讶地转头 看向了迟毅 她没有想到 这个人的力气竟然这么大 她竟然一时之间 没有拨开这人的手 嗯 怎么了 迟毅依旧还是皮笑肉不笑地 看着周立毅 但手下的力气 却在逐渐地加重 周立毅吃痛 便也用了力气 想要把迟毅的手给弄开 但是 没有想到就算是这样 她也依旧没有把迟毅的手给弄开 相反 肩膀上的力道 也在逐渐加重 她甚至疼得 都要呲牙咧嘴了 我 我知道了 这就去一个 硬了一声后 现迟毅依旧 还是不放手 周立毅便赶紧叫了一声一隔 嗯 好 快去吧 说完 迟毅便如若无其事地 低头拿了两个板凳 给自己和李文文 周立毅转身离开时 李胖子刚好和高丽有说 有笑地回来了 李胖子看了一眼周立毅的背影 有些疑惑道 不是 小周这是咋了 怎么看上去 脸色不是很好看 身体不舒服 迟一点点头 应该吧 当当他就说自己这两天 有些拉肚子 这样啊 李胖子没有多加纠结 便直接坐到了李文文的另一边 拿起了筷子 而自始至终 一旁的李文文 便一直都在侧目看着迟毅 他不是傻子 虽然现在还在上学 但也没有傻到什么都看不出来 所以 刚刚迟毅为了自己做的那些事情 他也是都知道的 果然人都是对比出来的 之前李文文 也只是以为迟毅 只是看上去长得爽气逼人 人也算是幽默 但是 他却没有想到 迟毅竟然震磨得心细 而且如此的体贴 其实被李文文这样一直盯着 迟毅自然也是能感觉出来的 只不过 他没在意 但是没有想到 这小妮子 一看就看都没完 无奈之下 迟毅也只好转过头去 怎么了 嗯 迟毅笑容温和地说着 没 没什么 没料到迟毅会突然转过头来 这下的李文文 慌张地赶紧扭过头去 仅仅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那原本洁白无瑕的肌肤 便顿时红润了起来 这让迟毅饶有兴趣地多看了几眼 这才扭过头去 继续吃饭 等周立一回来的时候 李文文身边已经没位置了 他撇撇嘴 只能坐到了高丽的身边 话说现在文文做的饭越来越多了 累不累啊 迟一开口道 确实 之前李文文来送饭的时候 只要用一个小饭盒就好了 但是现在来 都是拎着那重大的饭盒 高丽文言 也紧跟着点了点头 是啊 吃得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李胖子在那边吃得开心 听到他们的话后 这才反应过来 他皱了皱眉头 是啊 你要是觉得累的话 我们订饭也是可以的 虽然李胖子 确实很喜欢吃李文文做的饭菜 但是作为哥哥 他还是心疼李文文的 没事 做饭用不了多少时间的 况且 我一个人吃饭也是做饭 给你们送饭 我不是也能一起吃吗 真的可以吗 我们就是怕耽误了你考试 高丽和李胖子认识很久了 所以这抹久以来 也是一直拿李文文 当做自己妹妹来对待的 你们放心好了 做个饭而已 真的不累 李文文笑道 现李文文这样说了 大家这才放心了许多 考试 文文你现在还是学生吗 周丽毅见逢插针地询问道 李文文微微错了错眉头 嗯 马上毕业了 准备考研呢 这样啊 没有想到你还是学霸 都听说学霸都没谈过恋爱的 你谈过恋爱吗 听到了李文文的回答 周丽毅也顿时兴奋起来 随后便追问着 李文文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但还是礼貌地回答 没有 这个回答 也让周丽毅更加兴奋了起来 毕竟他之前想到李文文纯 但是没有想到 竟然会这磨唇 这不是赚大发了吗 那 行了 你这都问了什么乱七八糟的问题 一旁的李胖子时 再是听不下去了 没好气地说道 虽然李胖子 平常都是笑眯眯地看着十分的亲和 但此时板起脸来 看着这个体型也是非常的吓人 这下 周丽毅是彻底地闭上了嘴 吃完饭后 大家帮忙收拾了一下桌子 看着那一落碗 迟毅直接走上前去 再次皮笑肉不笑地拍了拍周丽毅的肩膀 小周 帮忙刷一下碗 面对迟毅的指使 周丽毅十分地不服气 但是 感受到肩膀上那熟悉的力道了 他到底还是屈服了 我这就去 这就去 说着 周丽毅便转身端起了那落碗 转身离开 见状 高丽也是微微挑了挑眉 这模块就调教好了 迟毅耸耸耸肩 哪能啊 这小子的小心眼 还是太多了 闻言 高丽赞同弟点了点头 小伙子还是欠缺一点教育 此话一出 迟毅便和高丽对视了一眼 随后便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李胖子刚刷完饭盒出来 他把擦拭干净的饭盒 交给一旁的李文文 随后便莫名地 看着两人 不是 你们两个人笑成这样 在说什么呢 嗯 这不是你嫂子怀孕了吗 我和迟毅正在讨论着 以后要怎么教育孩子呢 迟毅也是笑呵呵地点了点头 是啊 我俩说 以后都要把孩子教育的十分听话才是 听到两人这模说后 李胖子 这才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但是 很快他便有些不赞同地看向了高丽 不是我说你啊 孩子这都还没出来呢 你这什么结 李胖子这个 反应顿时 弄得其余三人哭笑不得 行了行了 我知道 你快点去送一下文文吧 高丽没好气地笑骂了一句 随后便把李胖子推了出去 李文文刚刚听到他们的话后 面上便似笑非笑的 现在瞧见李胖子出来后 听见他问出的那些问题 瞬间又顿时笑得不行 跟着李胖子走出去 李文文同时转过身来 冲着高丽和迟毅摆了摆手 那高哥迟毅明天线 两人轻声应了一声 也顺着手给李文文摆了摆手 这边李文文和李胖子刚走出去 后面的周丽一紧接着便抱着一落碗走出来了 文文呢 他抱着一落碗左右看了看 就是没有瞧现李文文的身影 便有些疑惑地询问道 高丽有些面色无奈地看了过去 刚刚走了 啊 这就走了 周丽一是真的没有想到 李文文会走得这么快 可能也是觉得自己的反应有些夸张了 周丽一便笑着再次道 我 我还想着来一趟 他会玩一会儿再走呢 看着他的反应 迟疑也是忍不住的冷笑 哼 是吗 高丽也是微微促起了眉头 小周啊 以后不要问文文这些问题了 他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习 虽然他自己很自律 但是 你也不要在他面前说一些有的没的了 其实 高丽就是在警告周丽一 现在人家再学习 不要想着去勾搭人家了 但是奈何 周丽一这个人就是听不懂 好 我知道了 敷衍着应了一声 周丽一想着 反正以后自己当着他的面 少说话不就行了 高丽自然也是看出来了周丽一的敷衍 但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在今天下午下班后 周丽一直接累成了狗爸了 下午下班后 李胖子看着外面阴沉沉的天气 这不会要下雨了吧 两个小时候下雨 现在回家就临不到了 看了一下手机上的天气预报后 高丽说道 那迟一你快点走吧 你骑着车子来的 一会儿要是下雨了就麻烦了 李胖子有些不放心地嘱咐道 迟一点了点头 去休息室拿了头盔 虽然天气预报上说 还有两个小时才能下雨 但是夏季的雨也是说下就下 再说临近省份最近闹台风 说不定这雨一会儿就下来了 一哥开的什么车啊 坐在休息室里 大口大口喝着水的周丽一 隐隐约约听到他们的话后 便好奇地抬起头来 迟一拿起了自己的头盔 因为买车买得比较着急 那时候他直接开着车 拿着充电器什么的就走了 连头盔和雨衣都没拿 所以现在戴头盔 也只能戴之前骑机车时买的头盔了 不过他还想着 一会儿下班 还得去超市里买一件雨衣才行 毕竟夏天的雨阴晴不定的 为了不背零 他只能准备得齐全一点了 就是普通的车啊 迟一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 拿着头盔就出去了 见状 周丽一紧跟其后出去了 一开始他以为迟一是开车出来的 但是看到 那个头盔后 便想着 迟一应该是开着机车出来的 只不过 他是万万没有想到 出去后 迟一直接坐在了一辆小电驴上面 不吃 一哥 这就是你说的车啊 周丽一捂着肚子 一个没忍住笑出声来 迟一坦然地点了点头 随后挑眉看向他 怎么了 很好笑吗 没没事 我还以为 哈哈 不是我说 一哥你都老大不小了 也该买一辆 这儿八斤的车了 因为今天的事情 一想到 迟一刚刚耽误自己 清静李文文 周丽一就有些憋屈 他也比较急愁 所以 现在直接开口嘲讽了起来 他就是故意地 想让迟一感到难堪 但是没有想到 迟一面上 依旧还是淡然的表情 这可是我新买的 怎么不这儿八斤了 再说了 骑着这辆车来上班 至少不堵车 一哥 弟弟真不是故意笑话你 但是你这都要到了找媳妇的年纪了 还骑着这个 谁呢 周丽一站在台阶上 一双三角眼 嘲讽地看着迟一 开口就要教育迟一 只不过 还没等他说完话 便觉得自己肩膀上多了一只手 这让他的话紧接着就顿住了 小周啊 笑什么的这么开心 李胖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他身后 此时正在笑眯眯地看着他 呃 我是说一哥他 他本来还觉得自己背后阴森森的 但是回过头去 乔仙自己背后的是李胖子后 便顿势不怕了 毕竟在他眼里 这个李胖子就像是一个傻子一样 小周啊 一会儿要下雨了 你一会儿怎么回家呀 有车吗 旁边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周丽一转过头去这才发现 高丽不知道什么时候 站在了自己的另外一边 虽然他荡着李胖子的面感放肆 但是看着面无表情的高丽 他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发出 呃 我兄弟一会儿来接我 顿了顿后 周丽一这才说道 啊 你也没车啊 周丽一话音刚落 一旁的李胖子便十分大喇叭地说了出来 那声音之大 就连路过的路人也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 我毕竟年纪还小嘛 这不是 再说了 我兄弟他不是有车吗 现李胖子这磨大声重负了自己的话 周丽一面上不免有些难堪 但是 再说到自己兄弟 有车之后 他面上便多少带了一丝的得意 就好像这辆车 是他自己的一样 哎 正好 前面那辆就是 说着 周丽一便走到台阶那边 兴奋地冲着路边挥了挥手 见状 众人也是随着周丽一的视线看了过去 而这一看 众人顿时都沉默了 迟一不惊也是沉默了一瞬 随后他便有些怀疑 现在的非主流小青年 都正模装备了吗 那是一辆有些年头的某某排车 1.5L的 而看他朋友和他差不多的年纪 那辆车看起来就已经有些年头了 所以 一看就是一辆二手车 不是迟一吹 这辆车去二手车行里 顶多2W就能开走 毕竟那辆车出来的时候 恐怕这俩小年轻还刚上初中呢 就像刚刚的周丽一一样 迟一也是十分地不给面子 直接笑了出来 噗哧 二手车 迟一直接说道 这个时候 他那个朋友刚好把车子停在店门口 听到迟一这魔异说 不光是周丽一面上的笑容顿时僵硬住 就连他那个朋友脸上的表情顿时也奇怪了起来 气氛一瞬间就凝固住了 车上的那个小年轻 看起来也是一个暴脾气 听到迟一的话后 直接冷着脸下车用力地甩上了车门 兄弟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没好气地说道 哎哎哎 刀哥 见状 一旁的周丽一赶紧上前来拉住那个叫刀哥的小年轻的胳膊 不过 听到这个称呼的一瞬间 迟一又是一个没忍住 就连站在台阶上的高丽和李胖子都没忍住笑了出来 迟一打量了一下刀哥浑身上下 最后只是在下河角那边找出来了一道疤痕 刀哥 他笑着挑眉 看向了小年轻 最后再次笑道 真的是不好意思了 我也不是故意冒犯你的 就是刚刚听周丽一赶摸夸在你的车 我还以为 说到这里 那个叫刀哥的小年轻 面上的表情更加地扭曲了 他阴沉着脸 美好气地看向了一旁的周丽一 是你挑起来的 哎呦 不是 不是不是 周丽一赶紧摆了白手 为自己辩解 再说了 这辆车刀哥买来的时候 看着就崭新得很 就连那个销售也是打包票 这开出去 肯定看不出来是旧车 但是谁能想到 这个叫迟一的 一看就看出来了呢 对此 周丽一多少也是觉得有些猛逼 那你就是故意嘲讽我了 刀哥怒气冲冲地看着迟一 美好气地说着 随后 他便一脸嘲讽地 上下打量了一下迟一 不是 你开着一辆破电动车 你悬 不等他说完话 迟一直接一脸自豪地 拍了拍自己的电动车 我这辆电动车 可是1.5W呢 还不堵车 多好 迟一由衷地夸奖道 这下 那刀哥 一下子就沉默了 迟一挑眉看向刀哥 欧货看起来 还真是让自己蒙对了 看起来 那辆快十几年的二手车 比自己的小店磨还便宜的 看看 一下子就给人家刀哥干沉默了 整个迟一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刀哥 你咋不说话了 我真的没有歧视你的意思 话说你那辆车哪里买的 我也想买个 这一辆车下来 要多少钱啊 这 那周立义紧紧地抓着刀哥的手 随后便开始支支吾吾了起来 但是这个时候 那个刀哥却忍不住了 他没好气地 直接把周立义给甩了开来 随后便要一脚踹向十亿 Worry 你码的 你码的过啊 刀哥长红了脸直接踹了过去 他想着 十亿现在坐在车子上 把车子给踹到了 这人不也就一起倒了吗 只不过 这个刀哥也是万万没有想到 这一脚踹过去 他的动作 直接就顿住了 啊 不是啊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啊 迟一一脸单纯地看着刀哥 只不过 虽然他那语气十分地温和 手下的力道 可没有那么地温和 在刀哥踹过来的那一瞬间 他便直接伸出手去 阻挡着了 只不过 他可不想触碰别人的臭脚 所以直接抓住了他的小腿 你 你放开 刀哥单腿站立在那边 掌红着脸 气急败坏地说道 他用力地甩了甩腿 但是没有想到 对面的迟一 依旧还是毅力不动地站在那边 就算是他怎么剧烈地甩腿 迟一一 就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边 就连身形 也是丝毫不动 而且 随着迟一手里的力道 逐渐地加深 这也使得刀哥 面上的表情 越发地猙獰了起来 你 你放开 剑用蛮力不行 刀哥也只能没好气地说道 听见他的语气 一下子就变软了起来 这顿时让周围的人 有些哭笑不得 高丽和李胖子 本来在看见刀哥动蛮力的时候 就想要上去阻止来着 但是没有想到 迟一一下子 就把他给制住了 而看见自己崇拜的刀哥 直接被制服住了 周立毅也是有些傻眼了 兄弟 现在相信我不是故意 嘲讽你的了吗 迟一笑咪咪的看了过来 相信了相信了 感觉到自己腿上的力道 突然加重 刀哥也只能紧紧咬着牙关 不让自己出丑 长红着脸点了点头 剑状 迟一这才吃笑一声 松开了手 冷不丁的腿回到了地上 这让刀哥 直接踉枪了几步 最后一直到 已在自己的车子上 这才稳住了身形 刀哥 刀哥 你没事吧 剑状 周立毅赶紧上前去搀扶着 没事你个头 没好气地把周立毅推散开 那刀哥直接上车 开着车就离开了 这下就独自留下周立毅 愣证在了原地 毕竟周立毅也是没有想到 刀哥就这样走了 甚至也都不管自己了 哎呀 他怎么就这么走了 不会还在生气吧 迟毅坐在小店磨上 阴阳怪气地说道 你完了 周立毅心里气得不行 转身便对着迟毅警告了一句 哦 那你倒是说说 我怎么玩了 迟毅听到他这句 话倒是来了兴趣 便好奇地看了过去 刀哥在学校里就是校霸 不光手底下有很多人 就连在社会上也认识不少人 你既然这魔对他 你肯定完了 周立毅笃定地说了一句 此话一出 周围的人顿时都再次地沉默了下来 不是 你们这是小孩子玩过家家呢 迟毅刚刚是不想忍 现在是真的没忍住 直接吃笑出声来 这下 就连一旁的李胖子 也实在是忍不住了 直接大笑出声来 高丽也是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 小周啊 现在是在社会上 不是在学校里了 这些行为可不好啊 他走上前去 语众心肠地伸出手去 拍了拍周立毅的肩膀 周立毅美好气地看了看他们三个 随后便长红了脸冷哼一声 算了 我这可是在提醒你 你不听就算了 迟毅眨了眨眼睛 是吗 那你的刀割走了 现在你要怎么回家 要不要我烧着你回去 说着 迟毅便打开小电膜的电源 装模作样地蹬了两下喇叭 谁要走你这个po 这个电动车了 我自己走 话说完一半 看了看周围人的眼色 周立毅这才改了口 转身离开 而到周立毅离开后 李胖子这才若有其事地 用手抹撒了两下下巴 我怎么总是觉得 小周怪怪的 此话一出 迟毅便和高丽互相对视了一眼 随后两人便一口同声说 你才看出来啊 这下 李胖子直接愣住了 高丽没搭理李胖子 而是转头看向了迟毅 你觉得 小周还能不能留下来 迟毅耸耸耸肩 都可以 反正看起来 也只是小孩子过家家 如果你真的想让他走 也可以等招到新人再说 高丽赞同地点了点头 也是 那好 那我就先走了 你们也快些回家吧 说着 迟毅便笑嘻嘻地戴上了头盔 冲着两人摆了摆手后离开了 毕竟要是再不走的话 可能就真的要下雨了 迟毅骑着车子 便走 便想着看看旁边有没有什么超市 毕竟他还想着 买个雨衣来着 早买完买都得买 只不过 这边他骑出去 一段距离后 便瞧见了路边的周立 迟毅是真的觉得 逗弄一下周立毅挺好玩的 所以 路过他身边时 迟毅便故意地放慢了速度 本来迟毅还觉得 周立毅这个小孩挺讨厌的 但是就在刚刚 他突然觉得 这个小年轻还挺好玩的 小周啊 还没走回家呢呀 迟毅笑眯眯地 十分清和地冲着他 打了声招呼 周立毅身形一僵 步子也紧跟着顿了毒 只不过 他到底还是没搭理迟毅 自己走着 但是很显然 他走路的速度 显然是比刚刚快了很多 虽然周立毅现在面上看着淡定 但是心里已经 开始在痛骂着迟毅了 尤其是 自己这才离开店门口多久 就问自己到家了吗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吗 他要是到家了 还能站在这边吗 小周啊 你怎么不搭理我啊 是不是因为我刚刚 只管着冲刀哥说话了 没搭理你啊 迟毅十分好奇地询问道 这下周立毅是彻底地听出来了 迟毅话里的意思 这不是就是在告诉自己 要是再不说话的话 他就要享受和刀哥 一样的待遇了吗 无奈之下 周立毅只能咬牙切齿地道 啊 我刚刚没听见 下午太累了 我到现在都没泻过来 迟毅赞同地点了点头 想着下午的时候 故意让周立毅前的那些活 嗯 你下午的时候确实挺累的 回家的时候注意休息 不过没事 人都是需要锻炼的 虽然你现在觉得 干这些活累 只不过等习惯了 就不觉得累了 迟毅笑呵呵地 拍了拍周立毅的肩膀 对于迟毅这个前辈的名言名句 现在的周立毅 自然也是不敢反驳 只能笑呵呵地点了点头 表示负荷 迟毅乐呵呵地看着周立毅 觉得差不多了 便也收回了手来 好了 时间不早了 我就先走了 你回家注意好好休息 不过哥还是得奉劝你几句 只要老老实实的 就不会有什么意外的 说着 迟毅便骑着小店磨油 栽栽地走了 而站在后面的周立毅 看着迟毅骑着车子离去的背影 多少有些百思不得其解 什么叫做 只要自己老老实实的 就不会有什么意外了 难不成自己不老实 这迟毅还敢对自己做什么吗 想到这里 周立毅直接冲着迟毅的背影 冷哼一声 他就不相信 这个迟毅真的敢做一些那种事情 这样想着 周立毅也是丝毫没有把这句话放进心里去 迟毅骑了没一段距离 便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超市 把车子停在外面 迟毅便进去买了一件羽衣 随后便又随便地买了一些零食 挑挑拣拣后 这才走了出来 只不过 等迟毅接完账 还没走出来 便桥县超市门口 有两个人围在自己车子前 鬼鬼祟祟的 这两个人只是站在那边 倒是没有做什么 只不过 两人头对着头 不知道再聊一些什么 一看就是没按好心 而且的而且 这两个人的背影 和那嘟嘟当当的声音 未免有些耳熟了 你确实是这个车子 刀哥有些不确定地 看着眼前这个电动车 毕竟刚刚在和迟疑对峙的时候 他是真的没有看清楚 那辆电动车到底长什么样子 我肯定啊 刀哥 虽然头盔没在车上 但是这车一看就崭新 就是他的呀 而且我刚刚从后面 也是亲眼瞧见他过来这边了 周立义赶紧说道 那好 那你先去车里拿道具 咱把他的座位给花烂 刀哥看了看这辆电动车 便没好气地说道 尤其是想到 这辆破电动车 竟然比自己的汽车还贵 这让他心里更是来气了 唉 好了 那轮胎咱不谢了 周立义看起来十分的兴奋 刀哥转头看向周立义 你会 我不会 那你说个屁啊 他没好气地拍了一下周立义的头 迟疑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不是 现在社会上的报复 就是这样的吗 混社会 混了半天 就只是把座位给花烂 迟疑还以为他要去找什么后 抬来报复自己呢 他也是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报复来得这磨快的同时 又来得这磨得草率 三更奉上 周立义的速度倒是很快 没一会儿的时间 就把小刀给刀哥拿来了 你现在去小巷子里等着 我马上就去 那刀哥接过小刀后 便嘱咐着周立义 周立义匆匆点头 很快就去了超市旁边狭小的小巷子里 迟疑看过去 看来这两人也不是这磨得无脑 想来小巷子里应该有不少人在等着自己 只不过 虽然看热闹归看热闹 但自己的小电驴 还是得守护一下的 眼看着刀哥拿出小刀 眼看着就要手起刀落了 见状 时宜直接上前 对着他的屁股就来了一下 紧接着 前面便传来一道惨叫声 哦 特酿的 谁啊 这磨缺德呀 你 刀哥哀嚎着 边大喊着 边愤怒地回头看去 只不过 他没想到 一个转头 就看见 迟疑正在对着自己阴侧侧地笑着 这让他顿时感到背后发凉 口中的哀嚎 戛然而止 迟疑微微眯了眯眼睛 瞧着眼前这个人 只不过 他也是没有想到 能把他给下的这磨惨 瞧瞧 怎么还在一直颤抖呢 不过 就在迟疑的视线 转移到刀哥的大腿上后 便顿时明白了 这是怎么回事 哎呀呀 你这是咋回事啊 疼不疼啊 迟疑呲牙咧嘴 缓缓在他面前蹲了下来 随后瞧着眼前 垂直扎在大腿上的小刀 迟疑是真的觉得肯定很疼 这样想着 迟疑便在刀哥惊恐的视线中 缓缓地伸出手一根食指 然后轻轻地弹了弹那把小刀 随着小刀开始缓缓地晃动 刀哥顿时再次哀嚎出声 哎呀 你咋了 要不要我帮忙送你去医院啊 迟疑语气十分担心地说道 也就是这句话 彻底地激怒了刀哥 他争獰着脸 直接伸出手去把腿上的小刀 给拔了起来 随后便要扑向迟疑 我抄你 哎呦 迟疑不得不承认 刀哥的速度很快 但是可惜了 他的速度同样也很快 在他扑过来的那一瞬间 迟疑便立刻起身 踢掉了他手里的小刀 握在了自己手里 随后便用另外一只手 直接拎住了他的后衣领 你 你干嘛 眼看着自己被腾空拎了起来 刀哥彻底地慌张了 他甚至慌张地看了看周围 毕竟直接在大街上 被当众拎了起来 实在是太丢人了 啊 不干嘛呀 只是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说着 迟疑便把自己的羽衣 和一些小零食 统统都放到了车座里面 然后便悠哉哉地拎着刀哥 往小巷子里走去 看着一个身材高挑的人 拎着一个壮汉走路 这让周围的人 纷纷都回头观望 但是 在这个码头附近干活的 基本也都是道上的 所以 大家也都知道 不该管的事情别管 这也是为什么 刚刚刀哥 敢荡着这魔多人的面 干坏事的原因 而被拎起来的刀哥 也是目光惊恐地 看向迟疑 他是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就这样 被迟疑轻而易举地拎起来了 毕竟他虽然个子不高 一米七多 但是体重却 足足有将近二百多斤 但是眼前这个人 目光是单手把自己拎起来了 甚至看起来十分地轻松 这是个怪物 这样看着迟疑 刀哥也是越发地觉得 粉膜周围的环境 越来越眼熟了 他抬头定睛一看 万万没有想到 迟疑会带着自己 来到这个小巷子 你 他惊愕地看着迟疑 但是实在是有些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迟疑似笑非笑地 看着刀哥 这不是你给我准备的礼物吗 边说 迟疑边拎着他 来到了巷子口 若是不来看看 那岂不是辜负了你的好意 刀哥看着迟疑的眼睛 缓缓睁大 眼底满满的都是惊恶 他知道自己这里 有准备的人 竟然还敢来 疯子 这是一个疯子 这样想着 他也直接说了出来 疯子 你真是一个疯子 迟疑挑眉看着他笑了两声 人活在这个世上 哪有不疯的 说着 迟疑走进巷子后 便直接把他重重地扔到了一边 这一摔 直接让他彻底地起不来了 刀哥 周立疑不禁喊出声来 本来看着迟疑出现在巷子口 周立疑心里还一乐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迟疑是自己来的 手上还拎着一个人 你这小子 未免太过于猖狂了 其余的人见状 纷纷拿起手上的家伙 石冲了上去 迟疑打眼一看 哦货 看来你们刀哥 确实叫来了不少人啊 看着眼前满身纹身的小伙子们 迟疑乐呵呵地笑了两声 当然了 这笑声十分地拉愁恨直 这一下子 那几个小年轻 直接红了眼 看着前面一片混乱 周立疑赶紧跑向了那边的刀哥 刀哥刀哥 你没事吧 怎么有血 他怎么你了 周立疑一脸惶恐地蹲在那边说着 那刀哥听到周立疑的话 这才颤颤巍巍地抬起头来 我 不等他说完话 便瞧见身旁多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这下不用迟疑警告 他就自己把话给咽了下去 哎呦哎 可别胡说八道啊 这是他自己不小心把自己伤到了 可不管我的事情啊 迟疑一脚踹飞前面的绿毛小弟 面色认真地说道 周立疑身形僵硬住 随即回头一看 仅仅只是一瞬间 他便顿时瞪大了眼睛 因为 原本满满当当的人 此时差不多全部都被迟疑给解决了 甚至还站着的那几个 冲过来时 也是被迟疑一脚一个踹了出去 周立疑没有想到 迟疑的战斗力这模的恐怖 一时之间直接傻在了那边 而看着所有人都倒下了 迟疑便也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 爱好久没打架了 想着顺便活动活动筋骨的 没想到 你们这都是小孩子过家家啊 他面色十分遗憾地说道 而这句话 彻底地让在座的所有人遍体生寒 他到底是什么人 怎么实力这模的恐怖 周立疑他们 到底是怎么招惹上他的 迟疑满意地 看着一个个表情 猙獰倒在地上的人 嗯 我就说嘛 人活在世上 哪有不疯的 瞧瞧 他们不也快疯了 听着迟疑的话 周立疑看了看前面倒下的人 随后又看了看迟疑的背影 这让他顿时遍体生寒 这些人倒下的实在是太快了 若是刚刚周立疑 瞧见迟疑那打人的模样 肯定早早地就跑路了 但是 事实上是他还没来得及看见啊 迟疑根本就没有给他反应的机会 此时 瞧见迟疑正在看着那群人 周立疑便小心翼翼地后退着 嗯 迟疑缓缓转过头来 瞧见周立疑那 竟似在地上攀爬的动作 实在是一个眉 忍住笑出声音来 不是 你这是在干吗 都被发现了 周立疑自然也是 迅速地又蹲了回来 瞧见近在咫尺的迟疑 他一脸讨好的善笑道 没 没什么哈哈 是吗 迟疑笑眯眯地拍了拍周立疑的肩膀 随后说道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揍你吗 喂 为什么 他敢把八弟笑着询问道 难不成是因为还没来得及动手 迟疑收回自己的手来 那自然是因为你明天还要干活啊 你应该庆幸明天还得干活 要不然你就也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了 迟疑边说边指了指身后瘫倒的那一片 不得不说 听到迟疑这模说 周立疑确实挺庆幸的 毕竟 迟疑都这样说了 那应该就是不会对自己动手了 我明天肯定好好干 周立疑赶紧说道 见状迟疑面上的表情也是更加的满意了 嗯 如此可较眼 看这个天色快下雨了 你自己在这边收拾收拾 赶快回家 我就先走了 说着迟疑便背着手 又悠哉哉地走了 一直瞧现迟疑的背影 离开自己的视线后 周立疑依旧还是觉得有些不真实 迟疑跟自己说的话 就像是串门子一样 让他多少有些恍惚 不过 他转头瞧见 面前一堆躺在地上鬼哭狼嚎的人后 便又顿时回到了现实 周立疑 那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一旁的刀哥有气无力地问道 周立疑闻言 便面色迷茫地摇了摇头 我 我不知道啊 听到他这样说 那刀哥 险些一口气没上来 不知道 好一个不知道啊 当天 码头周围的一个小诊所 顿时爆满 一直忙活到凌晨 这才下班 当然了 这些都和迟疑没有什么关系了 这边迟疑悠哉地走出巷子后 便又悠哉哉地 骑着自己的小电驴回家了 等回到了玉亭那边的别墅 进了门后 瞧见屋子里的几个女人 她没有来得感到一阵舒心 这小日子过得 真的是舒坦啊 不过 就是现在的生活过得舒坦 迟疑也没有忘记 还有一个天命难主要解决呢 一哥你回来了 听见开门声 叶柔柔面上 顿时笑意盈盈地迎了上来 一哥 你怎么回来得比我还晚啊 走到迟疑身边 叶柔柔不禁拧着小眉头询问道 迟疑笑了笑 把自己的头盔放好 看着要下雨了 就绕路去超市那边买了个雨衣 顺便遇现了一个认识的人 聊了几句后 还给我介绍了一些朋友 这样啊 听到迟疑的话后 叶柔柔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回来了 此时 刚从楼上下来的柳青霜 也瞧见了回来的迟疑 看他外面的天色 你再不回来的话 柔柔都要怕你被雨淹了 柳青霜打句道 闻言 叶柔柔顿时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青霜姐你瞎说什么呢 一哥多这磨大的人了 怎么可能还会被暴雨淹了呀 我瞎说 你刚刚都要把门给看穿了 柳青霜边说 看向两人的视线 也多少有些复杂 只不过此时的叶柔柔 多少有些不好意思 所以并没有发现这个情况 迟疑但笑不语 随后便脱下了外套 缓缓走了进去 叶姨 今天身体还难受了吗 他关心道 没有想到 迟疑会突然跟自己说话 这让一直在偷偷观察 迟疑的叶温婉愣愣了愣 可 没事了 就只是那天有些晕车把了 闻言 迟疑好似这才放心了下来 这样 那就好 我又不是老到掉牙的人了 你不用这么紧张 叶温婉多少有些哭笑不得地说着 迟疑失笑 随后点了点头 也是 说完迟疑便笑着去厨房了 美名其约 是去洗洗手 准备吃饭 而此时 叶温婉看向迟疑背影的眼神 便也会暗不明料起来 因为 经过这两天观察后 他便发现 迟疑和叶迟实在是太像了 两人想象的 甚至会让叶温婉有些恍惚 就像是刚刚一样 在迟疑关心自己的时候 他甚至出现了幻觉 一时之间 以为眼前的人是叶迟 迟疑冷不丁地出现在厨房里 这让宋情冷不丁地吓了一跳 迟疑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迟疑洗了洗手后 便坐到了一旁 在你觉着劈劈唱歌的时候 他打趣道 宋情面上顿时浮现出一抹飞红 随后他便没好气地看向了迟疑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什么时候缺着屁屁了 他反驳着 不过他确实刚刚在哼着歌 迟疑似笑非笑地看着宋情 没有在纠结于这个问题 对了 问你一个事情 迟疑道 闻言 宋情便顿时有些新奇地 看向了迟疑 同时也好奇地停下了自己手中的动作 什么事情 迟疑透过半开的门指了 纸外面的叶温婉 今天有人来找叶宜了 宋情顿时瞪大了眼睛 不可置信地看向了迟疑 你怎么知道 你在家 迟疑沉默地看着宋情 我刚刚回来你说呢 那你怎么知道 今天有人来找叶宜 宋情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毕竟 就算是有人来找叶温婉 也是很快就离开了 那个时间点迟疑肯定是没有在家的 那天他是怎么知道的 想到这里 宋情顿时经孔第四处打量了起来 不是吧 你在别墅里安装了监控 这样说着 宋情便又开始打量起整个厨房来 你觉得家里像是有监控的样子吗 迟疑对宋情这个猜测 感到十分的无语 若是自己在这里随意地安装监控 不说叶寒了 柳青霜可能都要扒了自己一层皮 所以说 就算是迟疑想看什么 也是顶多黑一下柳青双安装 在家里的几个摄像头 那你是怎么知道 听到迟疑的话后 宋情总算是冷静一些了 但依旧还是十分疑惑地看着迟疑 迟疑无奈地耸了耸肩 因为昨天和今天早上 叶一穿的衣服不是现在这一身 而他昨天来的时候 就只带了一套衣服 所以 现在换了一套衣服 那肯定是有人来过 他头头是道地说道 毕竟就算是叶柔弱 想要带他出去买 也来不及 毕竟叶柔柔 现在也是刚下班 要不然 就是叶温婉让人 从家里拿来的 顶多是他让人买的 你怎么知道 叶仪只有 宋情原本还十分好奇 迟疑怎么知道 叶温婉来的时候 只带了一套衣服 毕竟他就没有关注过这个 但是随即 他便想到了叶温婉和柳青双 那十分久的午睡时间 自此 宋情便闭嘴了 没有继续说下去 迟疑似笑非笑地看着宋情 所以今天是几个人来找的叶仪 宋情回忆了一下说道 就一个 送了东西后就走了 没多说什么 迟疑追问 没多说什么 就只是把东西交给叶仪后 很快便离开了 嗯 好 迟疑点了点头后 便没有多说什么 和宋情了解了一下后 便出去了 这样的话 他看来给叶温婉送东西的人 是他的保镖 毕竟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而且还是独自在 另外一个地方居住 所以 这个保镖 是之前拥兵团里 最狠辣的毒蛇 这个毒蛇性格孤僻 要说他的兴趣的话 十亿也多少有些摸不准 只是记得 在原来拥兵团的时候 这个毒蛇 虽然实力比较强 但是却很少说话 很多时候 都是自己一个人待着 但是 不得不说 这个毒蛇杀人的时候 狠辣是真的 就算是面对一个性感有误 他也会丝毫不眨眼 直接就痛下杀手 只不过 就算是这样 十亿也没有看出来 毒蛇对叶寒 有多么的忠心 因为他孤僻 所以迟毅也不好判断 但是现在并不着急 其他的人迟毅 也已经翘得差不多了 现在就只等古花帮了 而且 迟毅现在也在思索着 自己弄个公司玩玩 思绪回笼 迟毅走出去后 便直接落座 吃完饭后 想着今天没怎么搭理莫里斯 他便想着 去带一下莫里斯打游戏 只不过 迟毅这边刚吃完饭 还没来得及上楼 便接到了叶寒的电话 看着叶寒的名字 浮现出来的那一瞬间 迟毅先是想了想 自己最近确实 没有出什么纰漏 这才十分放心地 接听了电话 喂 老大 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 听到迟毅的话后 周围的机人 顿时好奇地看了过来 就连刚刚回家 还在那边 独自吃着饭的花蝴蝶 也看了过来 迟毅啊 最近任务的事情 忙得怎么样了 叶寒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 迟毅点了点头 嗯 我最近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资料也都了解得差不多了 见迟毅表情 认真严肃地说出了这句话 叶寒便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 嗯 那就好 迟毅啊 我希望你也不要怪大哥 就是因为 这次的任务实在是凶险得很 但这也代表 对我们的利益十分的大 所以我才让你去的 边说 叶寒边观察着迟毅的表情 生怕他露出 一丝丝的不满和介意 如果 他从迟毅面上看见 哪怕一丝丝的不满 那就不用等迟毅进去被发现 他也会找个机会 除掉迟毅 不过 在瞧见迟毅面上的表情后 叶寒便更加的满意了 因为他不但没从迟毅的面上 看见一丝丝的不满 甚至还看到了忠心 这让叶寒的虚荣心 顿时就上来了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 自己调教手下的本事 还是不错的 老大你放心 我保证完成任务 迟毅说道 是啊 就算是为了自己 他也要完美地完成这个任务 只不过 他要做的 就不是卧底了 而是争取当上 对面古华邦的老大 好 不愧是我叶寒的兄弟 有志气 等你圆满完成任务回来 我重重有赏 直接给你十万块钱现金 此话一出 周围坐着的人 顿时都沉默了下来 十万 叶温婉更是微微猝着眉头 低声重负道 柳青霜也是顿时皱起了眉头 叶柔柔微微低着头 拧着小眉头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而另外一边 正在独自吃着晚饭的花蝴蝶 在听到这句话后 不光是皱紧了眉头 更是用力地握紧了手中的筷子 这两天 为了钱 他私下 接了不少的任务 也是因为听了迟疑的话 所以 他也推了不少叶寒 颁布给自己的任务 期间叶寒也问过他 最近是不是状态不好 所以 这才不接任务 花蝴蝶只是回复了一句 怕自己身上再留疤 这句话 让叶寒彻底地沉默了 之后也是没有给花蝴蝶下发任务 而私自接取任务后 花蝴蝶这才知道 原来外面一个十分简单的小人物 开价都很高 而他坐着保镖 平常还要累死累活地 去给叶寒执行一些极其危险的任务 一个月才两万 一分不多 一分不少 而且 因为之前叶寒的洗脑 只有他和迟疑的工资比较多 其他人都只有几千 所以一直以来 他还觉得2W挺多的了 但是现在 他确认清了现实 别人不知道 但是他却清楚 这次迟疑的任务 危险系数有多高 一时不察 便会把命留在那里 所以 就算是这样 叶寒也仅仅只是给十万块钱吗 难道仅仅十万块钱 就值得卖命吗 一时之间 花蝴蝶对自己之前的认知产生了怀疑 丁丁检测到 宿主有离间天命 男女主感情行为 奖励500反派值 丁丁检测到 宿主有离间天命 男女主感情行为 奖励200反派值 丁丁检测到 宿主有离间天命 男女主感情行为 奖励800反派值 听着一六烟的系统提示音 迟一心里多少也是有些诧异 毕竟这样停下来 这个反派值 可不仅仅只是来自于一个人 而那边的叶寒 还在这边 说得正有兴致呢 冷不丁地听到了叶文婉的话 还被吓了一跳 你旁边是谁 叶寒几乎是一瞬间 就皱紧了眉头询问道 迟一看着这对面叶寒的表情 心里忍不住地暗笑两声 是的 她就是故意坐在这里接听电话的 想到这里 迟一便拿着手机在周围转了一圈 随后 叶寒便看见了屋子里的机人 她也是万万没有想到 现在竟然都在这里 这不免让见识过大场面的叶寒 也是一时间震愣在了那边 瞬间 周围的气氛便凝固了起来 而叶柔柔也是眼神复杂地 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叶寒 她也是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平常的零花钱 差不多就是迟疑地卖命钱了 叶柔柔多少了解 这些兄弟们 之前都是跟着叶寒做雇佣兵的 她以为 这些年 这些兄弟们 都忠心耿耿地跟着叶寒 是因为酬金不错的 但是没有想到 自家哥哥竟然 想到这里 叶柔柔便不免叹了一口气 是我 叶文婉接过了手机 看向叶寒的眼神中 也多少是有些复杂 见状 叶寒多少是有些慌了 可 妈 你怎么还在那里 叶寒多少是有些诧异 毕竟之前 多次让叶文婉来 室里住一段时间 她都不来 这次不知道是为什么 竟然就带着不走了 叶文婉自然不会说 自己是因为对迟疑的好奇 这才继续 留在这里的 还不是傲不过柔柔的撒娇 所以想着待两天 等明后天的再走 虽然她却识对迟疑 十分地好奇 但是 她也不是没有分寸感的 这个别墅 毕竟是人家柳青霜自己的 她一直待在这里 也不算个事情 加上 自己算是长辈 想来自己 在这里待久了 大家也多少会觉得 有些不自在 这样啊 那个 我刚刚其实是跟迟疑 开玩笑来着 哈哈 叶寒前笑了两声 见多少有些尴尬 便没有再继续笑下去 只不过 听到叶寒这模尴尬 这让迟疑 微微挑了挑眉头 原来叶寒 自己也知道 自己给的酬金比较少啊 开玩笑的就行 不是我说你啊 叶寒 对自己的兄弟好一些 叶文婉有些不满的嘱咐道 唉 这个我肯定是清楚的 好了好了 妈不聊了 我这边还有事情就先挂了 帮我跟秦双说一声 让他注意一下身体啊 这样说着 叶寒便很快就挂断了电话 但是 就算是挂完电话后 客厅里依旧 还是比较安静 左右看了看 迟疑知道 现在大家都不好意思说什么 就算是现在 其他人想要说什么 但是毕竟现在叶文婉 和叶柔柔还在这里呢 所以 自然也是不好意思说叶寒的 见状 迟疑便直接告别 去了楼上 果然 迟疑上去准备着去冲得走 还没来及走进浴室 自己房间的门便被敲响了 青霜姐 他倒是没有想到 柳青霜这么快 就过来找了自己 柳青霜看了看迟疑手上的毛巾 随后又指了指房间里面 能进去聊一会儿吗 迟疑自然是愿意的 不过就算是这样 他面上依旧还是装作为难和犹豫的模样 这才测开身子 让柳青霜走了进去 怎么了 青霜姐 是有什么事情吗 迟疑十分疑惑地看着自己面前的柳青霜 柳青霜没有着急说话 其实自从前几天后 在发生那件事情后 他便有些不好意思和迟疑独处 但是现在 他却也顾不得自己不好意思了 这样想着 柳青霜便抬头目光盈盈 十分担忧地看着迟疑 随后 他便缓步上前去 直接握住了迟疑的手 迟疑啊 他轻声喊道 啊 嗯 迟疑先是愣证了一瞬 这才应了一声 柳青霜握住迟疑的手 缓步上前走进迟疑 随后担忧地道 叶寒都给你布置了什么任务啊 是不是很危险啊 听到今天叶寒给迟疑打电话的时候 柳青霜就感觉不对劲了 之前昏迷的时候 他也隐隐约约地听到了一些 但是没有想到 这魔快迟疑就要去了 而且听这个样子 危险系数还十分地高 这样想着 柳青霜便不由地又皱紧了眉头 况且 迟疑阵魔的卖命 叶寒的酬金仅仅才十万 危险 迟疑演技上线 直接自嘲了一声 说什么危险不危险的 之前在国外的时候 每天不也都是在刀口上过日子的吗 文言 一想到现在 看着性格温润的迟疑 之前在国外做雇佣兵的日子 柳青霜的心里 不免就觉得有些窒息 甚至是十分地心疼 那 现在都回来了 你就不要做那些危险的任务了好不好 柳青霜上前一步 甚至是有些着急地 说出了这些话 不得不说 柳青霜这个模样 确实和以往看起来十分地不一样 所以 这让迟疑愣证了一下 只不过是装的 可是 迟疑 人生是自己的 你知道 以你的能力 肯定能找到比这个更好的工作 那这样的话 何必要去 拿自己的生命 去挣那一点钱呢 柳青霜握着迟疑手的力道逐渐加重 语气甚至也是越发地着急了起来 能看出来 此时的柳青霜很想说服迟疑 而就在柳青霜说完这些话后 迟疑便陷入了沉思 是啊 语气把自己放在主动反抗上面 不如自己就按照柳青霜给自己的思路 顺着反叛下去 这下 迟疑好像找到了新的思路 瞧见迟疑沉默下来 柳青霜还以为迟疑是在犹豫 随后 自己便站在那边期待地看着迟疑 两久后 迟疑这才悠长地叹了一口气 青霜姐 你说得好像很有道理 我其实一开始回国的时候 就想过 不要再过那种日子了 但是现在的我 终究还是违背了原本的意愿 这样想着 迟疑不免再次地叹了一口气 听到迟疑这样说 这也让柳青霜顿时眼前一亮 所以 你现在就告诉叶涵 你不去执行任务了 大不了直接辞职 我养你好了 为了劝说迟疑 柳青霜冲动之下直接说道 此话一出 不光是迟疑愣了愣 就连柳青霜也是不免争愣了一瞬 瞧着柳青霜那瞬间爆红的脸 迟疑失笑 他轻笑了几声 随后便微微垂下头去 把自己的头枕到了柳青霜的脖颈处 青霜姐我知道的 你对我好 但是作为一个男人 我自己还是能养得起自己的 不过 我还是很感动的 因为迟疑的动作 这让柳青霜顿时僵硬住了身子 只不过 在听到迟疑的话后 他的心里依旧还是甜滋滋的 丁丁检测到天命女主好感度 奖励二百反派职 嗯 那你去跟叶涵说清楚好不好 以后都不要做这种工作了 当然了 你要是想要直接辞职 也是最好的 柳青霜轻声笑道 但迟疑却直起身子来苦笑了一声 青霜姐 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嗯 什么意思啊 柳青霜先是有些茫然地看着迟疑 但是他也不是傻子 稍微一丝所厚 便明白了过来 原本满是温润笑意的表情顿时消失 柳青霜的脸色不免也冷了下来 迟疑健壮 便继续苦笑着摇了摇头 青霜姐 若是我现在直接放弃的话 老大他是不会放过我的 而闻言 柳青霜却微微眯了眯眼睛 丁丁检测到 宿主有离间天命 男女主感情行为 奖励五百反派职 听到系统的提示音 迟疑不免在心里暗自地感叹 柳青霜对自己的好感度究竟是有多高 才会在自己说完话后 对迟疑产生的意见会这么大 随后 他便看见柳青霜冷着脸 寒声道 是不是叶涵威胁你了 迟疑苦笑着摇了摇头 现在倒是还没有威胁 但是若是我放弃了 那就不一定了 况且他之前一向对人心狠手辣 老大 你可不要怪我说你怀话 我这可是实话实说啊 毕竟叶涵却实对人心狠手辣 他敢 迟疑话音未落 便紧接着听到柳青霜立声说道 这倒是让迟疑心里一惊 这个意思是 若是现在迟疑针对自己的话 柳青霜会为自己出头的意思吗 不得不说 这倒是让迟疑的心里多了一丝丝的感动 不过 就算是现在迟疑心里十分的感动 但是 他心里也清楚地知道 若是现在直接和叶涵硬碰硬 无意义以卵基石 毕竟 就算是在两人实力相当的情况下 叶涵也还有男主光环的加持 这也就说明 不论是在气运上 还是在运气上 现在都是会偏向叶涵的 更别说现在柳青霜昏迷了几年 公司虽然在稳步运营 但确实比不过叶氏 尤其是叶涵背后 还有一些黑暗势力 想到这里 迟疑便面色认真地看向了柳青霜 青霜姐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但是这种话 可不能当着老大的面直接说 而且 老大的实力 远比你想象中的强大得多 尤其是那些隐藏在暗处的实力 迟疑语气十分无力地说着 听着迟疑这 因为命运而有些无力的语气 这让柳青霜更加地心疼了 所以说 再等等好了 等这次任务完成 我会好好地跟老大说的 迟疑笑道 虽然已经听到迟疑这磨说了 但是柳青霜的心里还是有些担忧 一想到叶涵是去让迟疑送命的 他心里也十分地忐忑不安 但是 他那双美眸紧紧地盯着迟疑 好似现在迟疑就要去执行任务了一般 不得不说 迟疑敢打赌 任何一个男人 站在看现柳青霜此时的眼神时 都会为之所动 所以 迟疑也丝毫没有犹豫 微微垂下头去 柳青霜的话戛然而止 同时他也 微微瞪大了圆眼睛 看着眼前的迟疑 对于迟疑突然地清静 他并不排斥 相反此时的他 很能享受 就在柳青霜缓缓闭上眼睛 准备想 受时 唇上的温暖便顿时消失 柳青霜愣了愣 随后便缓缓睁开一双美眸 有些迷茫地看着迟疑 迟疑也无奈啊 毕竟他知道 一会儿就还有人来找他 所以 现在也只能速战速决了 没关系的 有你今天说的话 我会好好地珍惜我的生命的 迟疑青笑着揉了柳青霜的头 十分温柔地说道 而瞧见迟疑这个样子 柳青霜不免再次心跳加速 好 原来这 就是心动的感觉吗 说实话 这是柳青霜之前 从来就没有体验过的感觉 以至于后面走出迟疑的房间后 柳青霜多少还是感到有些迷迷糊糊的 等回到自己的房间时 柳青霜便想着 自己是怎么出来的来着 不是很清楚了 想到这里 柳青霜索性也懒得想了 随后便拿起了手机 拨通了自己助理的电话 行过来有几天了 毕竟也是为了自己的身体 所以柳青霜一开始也是想着 多休息一阵子 再工作好了 但是现在柳青霜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既然医生也说了 自己的身体状况比较好 而柳青霜自己这两天也查了一下 自己现在的状态 确实是比平常苏醒过来的植物人 要好得很多 尤其是一想到迟疑那个样子 柳青霜心里便心疼得不行 所以当即立马便决定了 要尽快恢复工作 之前他被叶寒忽悠着 经常提前为叶寒的公司着想着 但是现在不会了 他会努力 也会为了迟疑把自己的公司做强做大 那个时候 自己就是迟疑最强的后盾 迟疑这边在柳青霜出去后 便去洗漱了 而他自然也是不清楚 柳青霜为了自己 竟然已经有了这种想法 虽然不知道 柳青霜为了自己 要振兴自己的公司 但是迟疑现在经过柳青霜的话 和一些举动 心里也是彻底地明白 明白现在柳青霜 已经彻底地倒戈了 来到了自己的这一边 不得不说 想到这里 迟疑的心情顿时好了不少 哼着小曲走出卧室 迟疑围着浴巾 刚准备拿瓶小酒微醺一下 便再次地听到了敲门的声音 缓步走到门口 瞧见外面站着的人儿时 迟疑的眼中 也是闪过一丝诧异 而他显然也是没有想到 打开门后 瞧见的便是这样一幅场景 蝴蝶 迟疑疑惑地 看向了花蝴蝶 其实 迟疑也是预料到 花蝴蝶会来找自己的 只是他也是没有想到 花蝴蝶来得这么快 抬头看了迟疑一眼后 花蝴蝶变面色羞涩地垂下头去 此时迟疑显然是刚刚沐浴完 凌乱的头上再滴着水 玉巾随意地裹在腰间 身躯上还有一些水柱 顺着那较好的身体 曲线缓缓往下面流淌着 经过那分明的腹肌继续往下 一直到视线瞧现那玉巾后 花蝴蝶这才急急忙忙地收回了视线 也是因为看呆了一瞬 所以导致花蝴蝶慢了半拍 这才想起来回答迟疑的话 啊 哦 我来是有事情想要找你的 花蝴蝶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随后他便眼神窃窃地看了一眼 迟疑身后的房间 这个意思很显然 就是想要进去聊 迟疑也是看明白了花蝴蝶的意思 当然了 他也是十分愿意的 所以很快 迟疑便测开了身子 让花蝴蝶走了进去 说实话 花蝴蝶来迟疑房间的次数并不多 而和迟疑单独相处的时间也并不多 所以 此时在走进迟疑的房间后 花蝴蝶便已经开始不由自主地紧张了起来 他缓步走到了沙发那边 最后便拘谨地坐在那边 抬头看着迟疑 瞧见花蝴蝶这模紧张的模样 这顿时让迟疑有些哭笑不得 自己难道是大灰狼不成 迟疑这模害怕自己吗 这样想着 迟疑便关上了 门缓缓朝着花蝴蝶走去 而瞧见迟疑关上门 逐渐靠近后 花蝴蝶不免又开始紧张了起来 那 那什么 我来是有一些事情 想要和你聊聊 花蝴蝶轻声说道 迟疑听见他这样说 其实心里差不多已经能猜出来 是因为什么事情了 他无视掉花蝴蝶 那十分紧张的表情 随后便直接一屁股 坐到了花蝴蝶的旁边 察觉到自己刚坐下 花蝴蝶便已经开始紧张地 蹦紧了身子 这让迟疑 不免有些恶趣味地勾了勾唇 什么事情 迟疑装做不知道的 转头看过去 就是 一想到自己要说的事情后 花蝴蝶变顿时 没有那么紧张了 很快 他面上的表情 便变得严肃了起来 迟疑 这次老大交给你的任务 你是飞去不可了吗 虽然花蝴蝶 依旧和平常一样 板着一张脸 甚至说话的时候 表情十分地严肃 但是迟疑一 就还是从他的眼神中 看见了担忧 不得不说 这也让迟疑顿时感到心里意暖 很快 迟疑便缓缓地点了点头 嗯 也就是听到迟疑嗡了一声 这让花蝴蝶 顿时着急地不行 他看向迟疑 忍不住地倾斜过身子来 不行 你不能去 我知道这次的危险 究竟是有多么的危险 其他人可能不知道 这个任务 究竟是影后多么的危险 但是花蝴蝶却知道 这十分地危险 在临海试着抹久了 叶寒依旧还是没有搞定古华帮 这就已经说 名古华帮多么的难搞了 而且 花蝴蝶也十分地清楚 其实之前叶寒 不是没有尝试过卧底 只是那些人 都没有活着回来 古华帮老大的心狠手辣 就连花蝴蝶 也闻之胆颤 要不然 那些关于古华帮的资料 都是哪里来的 那些资料 都是叶寒一点一点 用人命给堆积出来的 所以花蝴蝶知道 若是迟一去了 那肯定就是凶多吉少 迟一再次演技上线 他现在算是看出来了 这次完完全全 是一个刷好感度 还有离间感情的好机会啊 他眼里多了一丝的苦涩 紧接着便苦笑了一声 蝴蝶 你清楚的 这是我说不想去 就不想去的吗 闻言 花蝴蝶心里也跟着颤了颤 要说古华帮老大心狠手辣 但叶寒未免不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 如果你好好的跟韩哥说说呢 我们之前一起在国外 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一起同生共死过 感情终究还是不一样的 花蝴蝶有些迟疑地说道 见蝴蝶沉默着不说话 花蝴蝶便顿时有些着急 蝴蝶你知道 古华帮老大是什么样子的人 你不能去 蝴蝶眨了眨眼睛 当然了 他自然是清楚地知道 古华帮老大是什么样子的人了 恐怕这里没有人比自己更加清楚 柳如叶是什么样子的人了 蝴蝶 你终究还是太天真了 想到柳如叶迟疑 表情失控了一瞬间 他做事仰起头来 靠在了沙发上 长叹了一口气说道 自然了 也是避免让花蝴蝶 瞧见自己脸上的表情 什么意思 瞧见蝴蝶这个样子 花蝴蝶不免紧紧地皱起了眉头 毕竟 蝴蝶不会无缘无故地说出这句话 除非是知道一些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嗨 本来我是不想跟你说的 但是 想到这里 蝴蝶缓缓闭上了眼睛 只不过 就算是闭上了眼睛 那表情看起来也是十分的痛苦 这让花蝴蝶顿时觉得 自己不知道的这个事情 肯定是一件大事 到底是什么事情 花蝴蝶顿时着急起来 连带着手 也着急地放在了蝴蝶的胸膛上 蝴蝶顺时握住了花蝴蝶的手 随后鼓了鼓塞帮子 咬牙道 你还记得猴子吗 花蝴蝶正愣了一瞬间 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了一抹不好的预想 当然记得 花蝴蝶肯定道 毕竟 他们都是之前一起在外面当雇佣兵的 他们互相都是家人 就算是一两年不限 花蝴蝶也不会忘记 对里的人和一个人 同时 他也不会因为两年的时间不见 就不记得对里的任何一个人了 真好啊 知道你还记得他 恐怕他也会十分开心吧 迟意扯了扯嘴角 感慨道 仅仅只是这磨一句话 却顿时让花蝴蝶 僵硬住了身子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迟意 随后正正地摇了摇头 不不 肯定不会的 你快点说 猴子到底怎么了 他 他当时不是说 他当时刚刚回过一段时间 确实是说不想再过这种日子了 想要会乡里 照顾自己的父母 迟意语气悲伤地 打断了花蝴蝶的话 花蝴蝶正正地看着迟意 当时老大不是很爽快 就答应他回去了吗 文言迟意直接讥讽地笑了笑 是啊 老大当时确实 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不光如此 他还当着我们的面给了猴子 一大笔钱你还记得吗 这个场景花蝴蝶 自然也是记得的 也是因为这件事情 才让花蝴蝶心甘情愿 再次留在叶寒身边的 毕竟在他们的眼里 叶寒不光是实力强大 为人也十分地仗义 他们也都互相地觉得 对方的感情都十分地深厚 同时也觉得跟着叶寒的话 肯定不会吃亏 毕竟大家都是家人 肯定能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而现在 想到之前的那些想法 花蝴蝶确实反应过来 现在过得和当时的差距是 再是相差甚远 甚至 他们这一伙人里 只有叶寒一个人 过上了好日子 想到这里 花蝴蝶便顿时沉默了 他先是点了点头 随后看向了迟意 这个我自然也还是记得的 毕竟当时大家都在 迟意看着花蝴蝶 就知道 在他沉默的那几秒钟 脑海中肯定想过了很多事情 花蝴蝶不傻 相反他很聪明 只是之前和其他人一样 被叶寒骗了 同时也被叶寒的男主光环给唬住了 但是现在不一样 他稍微仔细想了一下 便顿时察觉出来 以往的那些不对劲的地方 那时候 公司也刚刚起来 十分地忙碌 所以老大建议我们不用去送 他自己专门找人去送的 不过 我终究还是放心不下 迟意语气十分惆怅地说着 你也知道 猴子是我们这一群人里面 年龄最小的 性格也是最跳脱的 所以我到底还是有些不放心 想着偷偷地送猴子回老家 然后再嘱咐 他一些事情 但是 万万没有想到 那专门送猴子回家的人 是老大专门雇佣的职业杀手 猴子终究还是没有逃过一劫 此话一出 花蝴蝶坐在那边 顿时愣住 他坐在那边 顿时感到浑身僵硬 同时身体也是一阵阵的发寒 整个人顿时都有些恍惚 毕竟 之前花蝴蝶瞧见 叶寒对迟意再不好 也还是会以为 叶寒对待他们 像是家人 但是 在这次叶寒让迟意去 送死的时候 花蝴蝶心里的想法 顿时就变了 不过 他也是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还有不知道的事情 怪不得 大家都说猴子没良心 近两年来都不联系他们一下 原来不是猴子没良心 而是被叶寒灭口了 这让花蝴蝶的心 彻底地冷了下来 连带着那些对叶寒的崇拜 也是瞬间消失殆尽 毕竟花蝴蝶仔细想了想 事情和迟意说的 还是对得上的 虽然叶寒在队里年纪最大 所以大家都叫他老大 但是要是说 谁才像是队里的大家常 那自然就是迟意的 不光是国外的时候 就连在这里的这两年 迟意都在尽可能地 照顾着队里的人 而且 他同时也想起来 怪不得猴子回家乡的那段时间 迟意的情绪有些不对劲 现在想来 应该就是因为这个 种种细节都能对得上 这也让花蝴蝶心里 越发地心惊胆战 他也是万万没有想到 他们在心里由衷的信任 和崇拜的老大 竟然是这样的人 望着花蝴蝶愣在那边 一直在发呆 迟意很清楚 他已经把自己的话 听进心里去了 而 系统的提示音 也在不断地传来 丁丁检测到 宿主有离间天命 男女主感情行为 奖励200反派值 丁丁检测到 宿主有离间天命 男女主感情行为 奖励600反派值 丁丁检测到 宿主有离间天命 男女主感情行为 奖励800反派值 丁丁检测到 宿主有离间天命 男女主感情行为 奖励1000反派值 随着系统的 提示音一次次地响起 迟一嘴角的笑意 便也越发地深了起来 而这次迟一也终于确定 看来花蝴蝶 也是彻底地反水了呀 瞧见花蝴蝶 坐在那边发着呆 迟一并没有出声 去打扰她 反而是让她自己 一点点地消化 毕竟迟一说的话 确实全部都是真的 所以迟一并不会 有什么心虚的表现 只不过 迟一穿越过来的时候 是在和月白和她分手前夕 若是 她能在猴子被解决的时候 穿越过来的话 那她指定会趁着夜寒 还没发展起来 利用那件事情 解决掉夜寒 只不过可惜了 错过了 就是错过了 那迟一这件事情 你之前为什么一直不说 花蝴蝶心里有些疑惑 便抬头看向迟一 迟一早就已经想好了措辞 远主是因为男主光环 太过于忠心 所以一直不说 但是迟一则是要利用机会 才会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不是我不说 是我怕说出来 你们都不会相信 毕竟若不是我亲眼看见事实发生 我也不会相信 听到迟一语气沉重的轻声说着 花蝴蝶心里便隐隐约约 感到有些心疼 毕竟 一想到迟一独自地隐忍了这魔多年 确实十分的不容易 所以 我一直都在从老大的蛛丝马迹中观察 观察她到底在不在乎我们这些人 所以这次我已身犯险 若是 她真的想让我死在古花邦里 那一切就彻底地明白了 迟一阵阵有词地说道 而花蝴蝶 却被迟一地这话给震惊到了 毕竟已身犯险 这实在是太冒险了 我们还有其他办法的 古花邦实在是 不等花蝴蝶说完话 迟一便一把伸出手去握住了她的肩膀 随后便目光灼灼地看向花蝴蝶 蝴蝶 难道你还不懂吗 这压根不是我能不能决定的事情 现在已经是死局了 若是我去的话 也是一条死路 不去的话 你以为她会放过我吗 在迟一说完这话后 花蝴蝶再次地愣在了那边 伴上后 花蝴蝶面色逐渐惨白 随后便缓缓地红了眼眶 所以古花邦你是必须要去了 花蝴蝶红着眼眶哽咽出声 迟一不论是之前还是现在 还是第一次瞧见花蝴蝶露出这种表情 一时之间 迟一瞧见她这个样子 心里便顿时心疼得不行 没事的 我自己有分寸的 若是真的有危险 我直接跑就是了 迟一失效 伸出手去 轻柔地帮花蝴蝶 把眼泪给擦拭干净 听到迟一都这样说了 花蝴蝶的情绪 这才算是稍微稳定了一些 只是看着她依旧湿润的眼眶 迟一便清楚 这傻姑娘 依旧还是在为自己担心着 说不敢动是假的 但是这个古花邦也是必须要去的 花蝴蝶红着眼眶坐在那边半上 她沉思着 不知道想了一些什么 但最后便缓缓地叹了一口气 那好吧 只不过你小心一些 若是真的有危险 不论什么情况 一定要跑 知道迟一的性子 花蝴蝶便有些不放心地嘱咐到 迟一哭笑不得地抱住了花蝴蝶 随后便轻轻地拍打着她的背部 你放心好了 难不成我那么像是傻子 遇见危险 我肯定是会跑的 嗯 好 花蝴蝶轻声应了一声 随后便紧紧地抱住了迟一 那用力的程度 就好似两人 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一般 迟一现在是 何等地了解花蝴蝶 所以听到花蝴蝶轻声应了一声后 便清楚 其实 花蝴蝶并没有真正的放心 尤其是感受到花蝴蝶那拥抱的力度后 迟一心理便也更加的确信了 只不过 这也算是迟一希望的 是她想要的效果 从现在开始 她要真正地开始扳倒叶涵了 虽然叶涵现在势力强大 但是不得不说 她现在的事业 很大一部分 都是靠自己的女人给帮助下 才会做成这磨大的规模 就像现在对待莫里斯一样 之前叶涵也是这磨对待别人的 而迟一 现在会一点一点地 渗透到叶涵的势力当中 不论是什么 就在两人紧紧向涌时 门外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 那脚步声显然是冲着迟一来的 两人都是雇佣兵出身 所以便也清晰地听到了 那脚步在外面缓缓夺步的声音 很显然 那人虽然现在 已经来到了迟一的房间门口 但是依旧还是在犹豫着 要不要进来 她在犹豫着 花蝴蝶便也顿时受惊一般 赶紧从迟一的怀中退了出来 其实 两人对这个脚步声都十分地熟悉 这脚步声明显是叶柔柔的 怎么了 迟一偏偏装作不解地 看向了花蝴蝶 花蝴蝶因为刚刚情绪激动的原因 一直到现在 面色依旧还是红润着 而眼眶和鼻头 也是红润的明显 十分地楚楚可怜 再加上那湿漉漉的眼神 和那充满泪痕的小脸 虽然两人都知道 这是花蝴蝶因为伤心而导致的 但是他们两人知道 和别人是没有关系了 花蝴蝶现在这个模样 若是其他人瞧见了 那肯定是会误会的 肯定会误会两人之间 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显然也是想到了这一点 所以此时此刻便十分地慌张 怎么办 柔柔好像来了 她有些忐忑地 抓住了迟一的胳膊 随后便面色 有些慌张地左右看了看 好似是在寻找 有什么地方可以躲藏一般 迟一被花蝴蝶这个洞 捉弄得有些哭笑不得 不同于花蝴蝶的慌张 她十分镇定地坐在那边 随后还慢条思理地伸出手去 帮她把脸上的泪痕 给擦拭干净 这有什么好怕的 我们又没有做什么事情 迟一哭笑不得地看着花蝴蝶 再说了 难不成我们是在偷情吗 听到迟一的话 不得不说 她确实感觉十分地有道理 但是又不知道 有什么道理 这也导致花蝴蝶的脑子 一时之间没有反应过来 整个人便愣呼呼地坐在那边 看着迟疑 但是 想了想自己现在这个模样 花蝴蝶还是觉得不行 她欲言又止地站起身来 随后便抬起手来 擦拭了一下脸上 我 我还是先躲起来吧 毕竟 若是真的有误会就不好了 况且 他们之间的关系实在是有些复杂 花蝴蝶平常看着性格冷淡 但其实也内向得很 所以 她也不想被别人误会 没事的蝴蝶 迟疑好笑地站起身来 揽住了她的腰肢 这让花蝴蝶更加地慌张了起来 她转头看了看门口 一想到此时此刻夜柔柔还站在外面 她便慌张得不行 可是迟疑 没事的 她已经走了 嗯 迟疑没有在逗弄花蝴蝶 毕竟一想到花蝴蝶刚刚心疼自己的模样 她便有些不好意思逗弄她了 这时再是有些没良心了 嗯 闻言 花蝴蝶这才便再次认真地听了一下外面的动静 果不其然 此时此刻外面已经没有任何声音了 因为花蝴蝶刚刚实在是太慌张了 所以并没有听见夜柔柔 只是在外面稍微徘徊了一下后便离开了 察觉到此时夜柔柔确实已经离开了 这也让花蝴蝶顿时松了一口气 不过 紧接着花蝴蝶便有些不好意思了 确实这么一想 自己刚刚的举动确实有些夸张了 轻咳了一声后 花蝴蝶便缓缓地从迟疑的怀中退了出来 那 那什么 时间不早了 我就先回去了 闻言 迟疑也只是似笑非笑地看着花蝴蝶 随后便缓缓地点了点头 嗯好 那你好好休息 不要多想 嗯 好 被迟疑的眼神盯着 花蝴蝶多少有些面红耳赤 随后再听到外面一点动静都没有后 他便立马打开门快步走了出去 看着花蝴蝶不乏紧张的模样 迟疑这才忠于光明正大地笑了出来 现在看来 自己之前做过的那些努力都没有白费啊 至少 他们确实是选择了自己不是吗 想到这里 迟疑便关上门走回了房间 虽然有些疑惑 夜柔柔来找自己是有什么事情 只不过 他也没有多加纠结 便躺到了床上 打开了手机 毕竟迟疑这边刚打开手机 便收到了莫里斯发给自己的消息 今天发生的事情确实很多 所以 这又导致迟疑已经一整天都没有搭理莫里斯了 此时看着莫里斯发给自己的委屈巴巴的表情 莫名的 迟疑心里多少有些小愧疚 莫里斯 大佬今天还打游戏吗 莫里斯 我不是在催你 我就是想要问问 这几句话 应该是在下午的时候 自己在小巷子里发来的 不过那个时候 时宜正在着急地处理着小混混 还想着尽快地回家 毕竟那个时候 天色已经有些阴沉了 甚至在 时宜刚到家没多久 外面便下起了漂泊大雨 一直到现在 外面雨依旧还是没有停下来 莫里斯 大佬是不是今天身体不舒服啊 莫里斯 委屈表情 这个是在刚刚自己洗澡的时候发来的 不过 确实自己方山那一阵子也挺忙了 手机也一直放在床上 所以 迟一确实也是没有看见 喂 抱歉 刚刚一直都在忙 迟一想着 自己已经有段时间没搭理他了 想来他肯定会过一段时间才会回复自己 但是没有想到 迟一这条消息刚发出去没多久 便很快收到了莫里斯的消息 看着他机会秒回的消息 这让迟一多少有些惊讶 毕竟他也是没有想到 但是莫里斯这个人的网瘾质磨大的吗 莫里斯 没事的没事的 没关系的 反正我也没什么事情 看着这条消息 迟一的脑海中便再次地浮现了 他那张冷酷的小脸 不是 莫里斯这个人 质磨体贴的吗 毕竟质磨一句话 就可以把方山那些尴尬都给抵消掉了 莫里斯都这样了 迟一再不陪他打游戏 那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了 就算是为了自己的良心 迟一也得好好的 把莫里斯的段位给升上去才是 喂 那你现在有空打游戏吗 远在蓝星另外一端的莫里斯 瞧见这个消息 便有些激动地坐直了身体 莫里斯 有空的 有空的 看见莫里斯的语气质磨的激动 迟一多少有些失效 只不过 就算是此时的迟一 再多磨的哭笑不得 发出去的消息 依旧还是比较冷淡的 毕竟人设还是要维持的 从一开始到现在 迟一也是充足的体验了 什么叫做人生如戏 全靠演技 喂 好 那上线 只不过 在迟一这条消息发出去后 便瞧现聊天框上面的出现了 对方正在输入中 迟一原本想着 看看莫里斯要说什么 在上游戏来着 不过没有想到 随着聊天框上面 不断地出现了 对方正在输入中 但是 面前的聊天页面 愣是一条消息 都没有出现 这倒是让迟一有些疑惑了 等了一会儿后 见对方的消息 依旧还是没有发送过来 迟一便直接登陆了游戏 只不过上了游戏后 莫里斯也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邀请了他加入了队伍 和往常一样 询问了一下迟一 要玩鸡排什么的 好似并没有其他要说的话 莫里斯 好那我开咯 Y 嗯 迟一话音刚落 但并没有桥剑游戏开始的页面 反而是乔剑队屋里多了一个人 一时之间 大家都有些沉默 看着那挨迪为汉的玩家 迟一莫名地多了一丝预感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 还是什么 他怎么觉得 这个人会像是 不等迟一思索完 队伍卖里便传来了一道 十分耳熟的声音 虽然十分的耳熟 但是迟一依旧还是听出来 夜寒的声音和平常的声音 多少有些不一样 要说是哪里不一样了 那就是低沉了一些 其中还夹杂着十分油腻的气泡音 哼 嗯 怎么都不说话 你们是要开始了吗 M.O 你是怎么进来的 哼 不是你同意我进来的吗 莫里斯多少有些猛 毕竟自己刚刚点的是开始游戏按钮 并不是同意进入队伍的按钮啊 从刚刚登陆上游戏后 他便收到了夜寒的入队邀请 只不过他都没有搭理 本来他是想要无视来着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会直接误触点击到了答应了按钮 莫里斯沉默下来 随后便小心翼翼地看向了Y的角色 自从刚刚夜寒进入队伍后 Y便一直都没有说话 这让他的心里多多少少有些忐忑不安 思索了片刻 莫里斯张了张嘴刚想要说话 只不过还没等他说话 便再次地听到了夜寒的声音 哼 你们不开始吗 Y 你不介意我一起来玩吧 M.O 那什么 Y你要是 Y 没事我不介意 屏幕前的迟翼 看着游戏中的角色 然后有兴趣地勾了勾唇角 他倒是没有想到 引起的蝴蝶效应 竟然这魔大 甚至还能把夜寒给招惹来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现在夜寒追求莫里斯 并不顺利 要不然 也不会直接追到游戏里来了 这同样也说明了 此时此刻的夜寒 多少是有些着急了 说完这句话后 迟翼便闭卖了 随后便拿起了一旁的笔记本电脑 哼 既然Y不介意的话 那就开始吧 夜寒有些迫不及待地说道 M.O 虽然有些无语 但是人都已经进来了 他也不好意思说什么了 想到这里 他也只能点击了开始的按钮 趁着游戏加载的时间 迟翼直接开始了操作 看着页面上一串串的数据 迟翼的手指也在快速地动着 随着迟翼的动作 电脑页面上的数据 也在不断地更新着 短短一分钟后 迟翼便关上了笔记电脑 虽然之前就对自己的IP 进行了加密 但是迟翼确定 小心眼的夜寒 在察觉到莫里斯 对自己的态度不一般后 肯定还会在搜查自己的数据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 迟翼又给自己加了层层保险 这下 一直到确定他不会发现自己后 迟翼这才放心地开始了游戏 游戏已经开始了 不过迟翼仅仅只是慢了一分钟 一切还来得及 而叶涵自从知道莫里斯 在玩这个游戏后 便马上做足了准备 迅速地买了一个大佬的账号 顺便花重金改了一个ID 不光如此 他还找陪练完了好几把 每一把他的成绩都很优异 这也让叶涵对自己的技术 充满了信心 尤其是开局直接拿下一个人头 这让叶涵的信心 顿时又膨胀了起来 哼 莫里斯你现在在哪里 我去保护你 莫里斯没支声 只是看着地图上Y的位置 是的 地图上是有队友的位置的 但是之前叶涵都是被陪玩捧着的 后面也是陪玩去找他 所以 这才导致此时的 叶涵什么都没有弄清楚 谢莫里斯迟迟不出声 这让叶涵多少有些尴尬 只不过 他到底 还是什么都没说 想着自己先发展发展 但是随即 他就瞧现了 页面另外一侧 出现了一串熟悉的ID 他转头看过去 随后便发现 刚刚Y竟然不知不觉中 解决掉了三个人 这怎么会 竞争星顿时上来 他便准备好装备后 直接去了战况比较激烈的地点 巧合的是 在路上他还遇现了莫里斯 瞧着那一身水墨长裙 叶涵一眼就认出了莫里斯 哼 莫里斯 你是来找我的吗 莫里斯一噎 倒也是没有想到 竟然这模的巧合 他是来这边找Y的 没看地图没 想到叶涵也在这边 顿了顿后 莫里斯这才委婉地说道 我是来这边和你们集合的 叶涵没有注意莫里斯的话 只是觉得莫里斯是专门来找自己的 这不免让他有些兴奋 哼 那好 那你站在我身后 我保护你 莫里斯依旧还是没有说话 但确实是站在了叶涵的后面 不比无爱在身边的时候 莫里斯一个人行动 总是感觉周围都是埋伏 现在正好也可以让叶涵帮自己挡着一点 叶涵已经习惯了莫里斯的冷淡了 所以 此时间他不搭理自己 倒也没有觉得有什么 而且莫里斯躲在自己身后 这让叶涵的虚荣心再次的大大升高 哼 你放心 有我在这里 你肯定没事 说着 叶涵就直接冲了进去 只不过很快 他整个人就被打成了残血 幸好对面是一个人 看见情况不妙 莫里斯也帮了忙 要不然 叶涵早就挂了 莫里斯不满地站在一边 你不应该这么的鲁莽 叶涵不以为意 怕什么 玩游戏不都这样 再说了 他不是已经被我们打死了吗 听到叶涵的话后 莫里斯便明白 自己和叶涵讲不通道理 见状 莫里斯没有在说什么 只是不放心地嘱咐道 你别一直冲动地跑出去 叶涵应付地答应了一声 但是在再次看见一个敌人的时候 他终究还是没有忍住自己的虚荣心 直冲上前去动了手 说实话 看见叶涵如此愚蠢的举动 莫里斯是一点都不想跟着上前的 但是很显然 叶涵这个举动 也成功地暴露了他们的位置 不光如此 原本前方只是一个人的 但 就在叶涵冲出去的那一瞬间 外面顿时又多了三个人 明显 这群人是在埋伏 只不过重计的 就只有叶涵了 见状 手机屏幕前的莫里斯 顿时有些恨铁不成钢地 咬紧了牙关 他转身就想跑 不想再继续搭理叶涵了 但是可惜的是 对方的计划做得很好 他们分头行动 两人围着叶涵 另外两人直接冲着莫里斯过来 见状 莫里斯直接选择往上躲 试图多消耗一些时间 就在莫里斯心情紧张的时候 两久不说话的Y终于开口了 Y 你们那边是不是出现了什么状况 听到Y说话的那一瞬间 莫里斯那紧张的心情 总算是好了一些 只不过还没等他说话 便听到耳机里 再次传来了叶涵的声音 哼 没事 我们能应付得来 不得不说 莫里斯这个人 还是十分有教养的 这也是为什么 这磨长时间以来 他虽然觉得叶涵很烦 但也没发脾气的原因 但是现在 听到叶涵这个时候 还要装一波的时候 这同时 也让莫里斯想到了自己的段位 他紧紧地皱起了眉头 没忍住逼着麦麦的几句 Y 好 莫里斯眉头狠狠一跳 眼看着身后的人都要追上来了 他咬紧牙缸 想向Y寻求帮助 眼前便闪过一道亮白色的荧光 紧接着 身后两人便齐齐倒下 这不禁让莫里斯一愣 他有些愕然地抬头看去 正好瞧见了前方的Y 与此同时 页面左边也出现了叶涵的ID 只不过 叶涵是被解决掉的那一个 虽然 身后的人已经被解决掉了 但 莫里斯的心脏依旧 还是在不停地跳动着 毕竟被人追着的感觉 可不算是很好 M.O 你怎么 迟一知道 虽然现在叶涵毕竟没了 但是肯定还是在观战的 所以 他也只是冲着莫里斯轻笑了两声 并没有说什么 而莫里斯也是第一时间 就get到了他的意思 Why 走吧 我带你去捡装备 莫里斯心情甚好地跟在了Y后面 好啊 迟疑的技术还是很到位的 所以叶涵也是一直观战到最后 眼睁睁地看着两人吃鸡 同时听到莫里斯那带着一丝 撕雀跃的语气 这一切都让叶涵心里发毒 一直到结束后 三人回到了主页面 叶涵依旧还是在为自己辩护 哼 可 好久不完了 有点受伤了 他自顾自地解释了一句 但这句话说完 另外两人也是丝毫没有想要接话的样子 一时之间 这让叶涵顿失去的十分的尴尬 但 他依旧还是厚着脸皮 跟着打了几局 持一丝毫没有反对 也没有主动离开 反而是一起跟着打了几局 但奇怪的是 除了第一局叶涵早早没了 他们赢了之外 后面那几局 三人基本都是抱团的 每次都是因为叶涵的鲁莽 导致他们没有进入决赛圈 持一依旧还是没有说什么 毕竟他怎么可能说自己是故意的呢 但显然 一局局下来 莫里斯的耐心眼看着也要告急了 其实那边的叶涵 也是有点着急 他甚至都想要去弄个外挂了 只不过 现在没有外挂的他 依旧还是技术很垃圾 又是一局下来 眼看着自己的段位 一次次下滑 这让莫里斯终于有些绷不住了 尤其是在看向Y的角色时 他心里的愧疚也是差点要淹没了他 毕竟若不是因为自己的话 叶涵也不会进来 不光是连累自己 同时还拖累了Y 莫里斯现在心里都对叶涵的操作 十分的生气 那此时Y肯定也是有些受不了的 但是 此时他却是一句话都没有说 这让莫里斯也是更加的愧疚了 哼 可 那 那什么 我刚刚调整了一下见位 没反应过来 再来一局吧 听到他这无所谓的态度 这让莫里斯顿时火气上冲 莫里斯 不来了 冷声呵斥了一句 随后莫里斯没等叶涵反应过来 就直接把叶涵给踢了出去 眼看着那人的角色 终于消失在自己的视线中 莫里斯这才小心翼翼地询问道 Why 你还要玩吗 迟一看了一眼时间 此时已经凌晨一点多了 不了 明天再继续吧 莫里斯眼下心中的失望 无奈地道 好吧 那边的迟一也是果断下线 说实话 迟一真的只是单纯地觉得 时间不早了 该休息了 但是那边的莫里斯 却误会了 毕竟 私自多带了一个人 而且还是一个来拖后腿的 导致两人的段位 一直在下滑 不说莫里斯自己都十分地生气 他觉得此时外 可能也是生气了吧 这样想着 莫里斯便又有些愧疚了 叶涵 不完了吗 那一会儿 你要玩吗 叶涵 你都好几天没出来玩了 大家都挺想你的 看着叶涵发过来的一条条的消息 莫里斯也是越看心里越来气 不过顾忌着自己 父亲那边 莫里斯终究还是没有对回去 只是直接忽略了叶涵的消息 丁丁检测到 宿主有离间天命 男女主感情行为 奖励二百反派职 躺在床上 听到消息的提示音 迟疑十分满足地笑了笑 虽然反派职不算很多 但是迟疑清楚 现在叶涵和莫里斯的事情 八字还没一撇呢 而经过了刚刚的事情 肯定又更远了 下一秒 莫里斯的消息发了过来 莫里斯 大佬抱歉 我是手滑不小心同意她进队的 不好意思拖累你了 歪 没事 玩游戏就是为了开心 言下之意 是对段位没有兴趣 瞧着歪这样说了 莫里斯心里总算是好受了一些 但是 她依旧还是有些愧疚的 莫里斯 抱歉啊大佬 要不我请你喝奶茶吧 迟疑倒是没有想到 这小姑娘还挺贴心的 只不过 现在自己的这个地址时 暂时有些显眼了 无奈之下 实意也只能忍痛拒绝了 歪 不用了 时间不早了 该休息了 还是不喝了 莫里斯 抱歉抱歉 忘记实拆这个事情了 歪 没事 感谢你的好心 莫里斯看着手机页面 随后便靠在床头坐了下来 真神奇 之前的她 懒得在手机上和人交流 尤其是和叶涵聊天的时候 她也是舍不得多打一个字 但是现在 在面对Y的时候 她又忍不住 想要找一些话题 莫里斯 忘记问你了 你是哪国人啊 Y 我是Z国人 莫里斯顿时激动的不行 莫里斯 我母亲也是Z国人 Y 哦 那你岂不是很擅长中文了 莫里斯 嘿嘿 其实我的中文也就一般般 莫里斯沉浸在巧合的激动中 但是显然 她也选择性忽略了 叶涵也是Z国人 Y 如果有机会来Z国的话 我可以请你吃饭 带你逛一逛 这句话 若是其他人对莫里斯说的话 恐怕莫里斯会十分的不屑 但是此时这句话 是在莫里斯十分崇拜的大神口中说出来的 那莫里斯心里 也就只剩下激动了 莫里斯 好 那我过段时间就去 Y 哈哈哈哈 可以 我随时欢迎 只要话题一打开 两人之间的气氛 不免也是变得轻松了很多 足足聊了十几分钟后 迟一这才再次说了要休息 毕竟明天还得上班 莫里斯也有些抱歉 自己让她熬夜了 便也赶紧告别 顺便表达了自己的抱歉 对此 迟一多少有些哭笑不得 这小姑娘确实家教好 十分的有礼貌 这边迟一沉沉地睡了过去 只不过夜涵可就没有这魔好的心情了 夜涵是怎么也想不明白 她自认为 自己表现的还是很好的 但是不知道 为什么莫里斯对待自己的态度 好像还是和一开始一样 这让夜涵有些百思不得其解 同时 她也敏锐地察觉出 莫里斯对待那个外的态度 显然有些不一样 难不成两人认识很久了吗 况且 对方也是男性 这让夜涵顿时有些危机感 所以 她也是立马打电话给了自己人 让她连夜帮自己查一下那个外 但最后也指示的出来了一个消息 那就是 那个人IP地址在Z国 甚至是在详细的地址 都找不出来了 这多少让夜涵感到有些郁闷 好友才加了鸡天 但IP搜不到 而且 莫里斯对待她的态度 还不十分的不错 难不成这个男人 也有什么背景不成 毕竟这还是夜涵 第一次搜查不到一个人的详细信息 这边的池衣丝毫不知道 蓝星另外一边的夜涵 是多么的郁闷 毕竟经过了昨天一整天的操作后 池衣现在确实感到有些神清气爽 也是因为 昨天晚上夜涵的那一通电话 从而导致了 今天早上的早餐气氛 都有些不一样了 夜温晚也是对池衣 也是从未有过的关照 只不过今天早餐 花蝴蝶并没有下来吃 宋情说 是花蝴蝶身体有些不舒服 所以就还在休息 池衣自然也是明白的 毕竟 昨天接收到的消息时 再是太过于震惊 花蝴蝶还得好好地消化一下 这一晚上的时间 他心里肯定十分地不好受 毕竟原本以为回家孝敬父母的人 现在才知道 原来在两年前就已经离世了 所以 这些事情就要看花蝴蝶怎么消化了 说实话 猴子这部齐鹊时 也是迟疑留了很久的 虽然现在告诉了花蝴蝶 但是后面 他还要利用这件事情 进行一部王诈 一哥 一哥 池衣正在那边出神 冷不丁地听到叶柔柔的声音 这才回过神来 叶温婉甚至也是面色担忧地 凑近了池衣 池衣 你没事吧 池衣轻笑一声 随即摇了摇头 没事的叶仪 你放心 我就是昨天打游戏熬了一下夜 文言 叶温婉这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只不过 餐桌另外一旁的柳青霜健壮 也是眼神会暗了 看了池衣一眼 随后便收回了视线 吃完饭夜柔柔和池衣 便也准备要去上班了 柳青霜和叶温婉 同时送两人出去 许是因为愧疚 叶温婉今天早上 也是额外地对池衣细心的关照 上一秒 叶柔柔刚走 池衣也准备离开 便看现一辆漆黑的车子 缓缓停在别墅院子门外 而上面也是下来了一位 池衣十分熟悉的人 王秘书 池衣诧异地看了过去 这是柳青霜的私人秘书 在柳青霜没出事之前 便一直跟在柳青霜身边 后面就算是柳青霜出事了 这位秘书也是经常来看柳青霜 甚至也是第一时间 就把柳青霜的一切私人物品 还有一些比较精密的东西 给封锁了起来 不过 他也好久都没来看柳青霜了 甚至就连柳青霜醒过来后 池衣也没有见过他 所以 池衣还一度以为他已经辞职了 毕竟 就算是在原著当中 他们这些不起眼的配角 也是没有多少描写的 王秘书走进院子 怀里抱着一叠东西冲着鸡人点了点头 一哥 叶伯母 随后他便静止地 抱着怀里的东西 走到了柳青霜的身边 刘总 说完 王秘书便抬眼看向了柳青霜 若是仔细看去的话 便会发现王秘书的眼眶 已经微微有些红润了 柳青霜冲着他笑了笑 随后道 你先去我的房间里等我吧 好 王秘书痛快地应了下来 随后便静止地上楼去了 这毕竟是柳青霜自己的别墅 之前王秘书也是经常来 所以 他对这里 也是十分熟悉的 看着王秘书上了楼 迟义便有些担心地 看向了柳青霜 青霜节 你要开始处理工作上的事情了 柳青霜看向迟义的眼神中 带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柔情 文言他便轻轻地点了点头 嗯 反正身体也好的 差不多了 时间紧迫 柳青霜也不想耽误时间 本来他昏迷两年 公司就没有什么进步 这两年的时间也是多亏了王秘书 这才没有让公司被拖垮 现在 他确实要重整旗鼓 好好地经营经营自己的公司了 同时 也为了做迟义的后盾 做好准备才是 那好吧 那你若是有什么身体不舒服的地方 就赶紧告诉我 迟义依旧还是不放心地叮嘱道 是啊 叶温婉也担心地看向了柳青霜 就算是现在 要工作了 也要好好注意身体 多加休息才是 叮嘱了机具后 迟义这才骑着自己的小电驴 悠哉哉地去了公司 这个时候 码头上大部分都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了 比起他们 大力搬运公司就要悠闲得多了 其实对于这个状况 一开始 迟义也是比较好奇的 毕竟看人家好像都很忙 而他们虽然也忙 但是悠闲的时间也还是很多的 而且工资也不错 对此 高丽的解释是 因为他们公司的货物都是价格比较高的 所以不用接纳摩多活也够赚了 自然了 高价格也代表了高风险 对此迟义也是深有体会 迟义把小电驴停在门口的时候 还以为不会从公司里看现周丽义的身影呢 毕竟在迟义看来 周丽义的胆子还是很小的 要来可能也是磨磨蹭蹭地再来 但是没有想到 周丽义不光是来了 甚至已经开始勤奋地干起活来了 这看起来还不是装出来的 因为迟义走进去后 便发现了李胖子面上十分满意的表情 迟义你来了呀 瞧见迟义走了进来 李胖子便笑呵呵地过来打了个招呼 见他也在看着不停忙活着的周丽义 李胖子便拍了拍迟义的肩膀 眯着眼睛笑呵呵地说着 你是不知道啊 周丽义这小子 今天就像是打了个鸡血一样 来到之后 就一直在不停地干着活 都给我看傻眼了 是吗 迟义看着周丽义明显的身体僵硬了一瞬 应该是发现自己来了 毕竟还是年轻 有活力 是啊 看样子 我胖子不用受苦了 哈哈哈哈 李胖子得意地笑了起来 笑什么呢 再笑也得干活 高丽看着李胖子这个样子 便有些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 被抓了的现行 李胖子便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这不是休息了一会儿吗 说完 李胖子便也走上前去 开始搬货了 高丽则是缓步走到了迟义身边 意味深长地看着周丽义 看样子你教育得不错呀 不过会不会下手太重了一些 高丽先是笑着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便有些忧虑地说着 下手 迟义反问 随后这才发现周丽义脸上的一侧 确实看起来有些肿胀 看着迟义有些疑惑 高丽便缓缓地挑了挑眉头 怎么 不是你干的 迟义摇头 我昨天确实动手了 只不过没有对她 只是吓唬了一下吧 那还真不是我弄得 高丽微微眯了眯眼睛 那可能 迟义和她对视了一眼 心里的猜测差不多 聊了几句后 高丽就去弄货单 打电话去了 迟义则是双手环胸 站在那边似笑非笑地看着周丽义 其实 这也在迟义的预料之中 她对所有人都下手了 唯独周丽义还好好的 那其他人肯定心里会有些怨气 更别说 这一排查 这件事情 也算是周丽义招惹出来的 所以 回去之后 面对那些人的怨气 周丽义肯定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但是 这可不关她的事 毕竟她可没有打周丽义啊 迟义走上前去 走到了周丽义身边 随后便瞧现周丽义 把肿胀的那边脸扭到了一边去 今天来得挺早的呀 迟义开口打句道 啊 哈哈 是的 周丽义善笑着硬了声 昨天那骨子傲气 也是瞬间不现 迟义已在一旁的货架上 眯了眯眼睛 看向她的脸 随后抬手指了指 这是怎么弄的 李胖子刚好从冷库中走出来 闻眼也是好奇地看了过来 是啊 小周 你这脸上咋了 是被揍了吗 说实话 昨天周丽义对迟义的那通话 让李胖子心里十分的不爽 今天在看线周丽义的时候 也不是很待见他 不过 现在看着他努力地干活后 心里的不满 这才少了很多 不是 就是去吃夜宵的时候 和兄弟打打闹闹的 没注意摔的 周丽义表情十分不自然地说道 然而 面对这魔拙劣的演技 还有这十分拙劣的借口 也就只有李胖子会相信了 他点了点头 哦这样啊 那你以后可得小心一点啊 表情凝重地 拍了拍周丽义的肩膀 李胖子嘱咐了击剧后 这才转身继续干活 周丽义 迟义也是没忍住 直接笑出声音来 周丽义 要是昨天的周丽义 面对迟义的嘲笑 肯定会反驳 但是 现在的周丽义 一想到昨天在小巷子 看见的那些事情 都会浑身发寒 更别说是反驳了 现在的他是 丝毫没有那个胆子 来招惹迟义了 虽然昨天回去 被那群人不满地揍了一下脸 身上也挨了几下 但是周丽义 也已经足够的庆幸了 毕竟陪着那群人 去诊所的时候 他这才发现 那些人身上的伤势 多么地严重 现李胖子走远了 迟义着才拍了拍周丽义的头 只不过迟义但笑不语 什么都没有说 直接转身去干活了 但就是他这样 直接把周丽义 给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总之 拖了周丽义的福 今天一上午的时间 迟义和李胖子 顿时轻松了不少 这也就导致了 刚走进休息室 周丽义就直接倒在 折叠床上起不来了 哎呀 小周啊 果然还是年轻人有朝气啊 没有想到 你这磨的能尬 李胖子就像是没有察觉到 此时周丽义说不出话一般 心情十分好的 坐在他旁边拍着他的肩膀 周丽义此时此刻 就只觉得嗓子里火辣辣的 实在是说不出话来 所以 听到李胖子的话后 也只是善笑了几声 只不过 李胖子这个身形放在那边 就算是不用力 那力道也不小 但可惜的是 现在的周丽义 简直是有苦难言 主要是 就算是周丽义想要说什么 迟义还在一旁站着呢 所以 他就算是有什么怨言 都会直接咽进肚子里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李文文来了 因为在床上躺着 累得不行 所以 门是迟义给开的 只不过 就算是他能起来 看见是迟义去开的门 也不敢去阻拦 今天来得这么早 迟义有些诧异地 看着门外的李文文 随后便微笑着 帮他把手里的东西 都给拎了过来 李文文笑了笑 中午的食材早上就准备好了 所以比较快 是吗 快进来 这两天日投毒得很 出来的时候 记得穿上防晒衣 打拔伞 瞧着他那张白嫩的小脸上 满是蜜汗 连带着脸颊上 都被晒红了一些 迟义便好心地嘱咐道 只不过 不知道是不是迟义的错觉 总觉得自己 在说完这句话后 李文文脸颊上的红润 不免又加深了一些 嗯 好 轻声应了一声后 李文文轻轻地抿了抿唇 微微垂着头走了进去 文文你来了 见状李胖子便也赶紧迎了过来 高丽也是上前来帮忙收拾了一下桌子 周丽义在看见李文文的时候 眼神也是蹭得一下子亮了起来 虽然今天李文文穿着的 还是一身白裙子 但是却要比昨天那身 更加的凸显身材 加上现在天气炎热 稍微一出汗 衣服便紧紧地贴在了身上 这也彰显得李文文的身材 更加的前途后翘了起来 现在周丽义也不管还累不累了 直接从床上爬起来 拿着一瓶水 就快步地走到了李文文的旁边 文文你来了 累不累啊 可不可呀 喝点水吧 周丽义殷勤地笑着 凑近李文文说道 身旁冷不丁地出现了一个人 甚至是身后冷不丁地传来了一道声音 这把李文文吓得不行 他有些心慌地转头看去 直到看见周丽义那张惨白的脸后 又是吓了一跳 啊 他惊呼一声 下意识地直接躲到了身旁 迟一声后 他这个反应 也是让周丽义直接一愣 一下子愣在了那边 怎 怎么了 周丽义手里拿着一瓶水 同样也是愣在了那边 迟一好笑地 挡着身后的李文文 随后便哭笑不得地说道 好了好了 淡定 这是周丽义 啊 李文文文言 这才反应过来 是 是你啊 李文文有些歉意地看向了他 不好意思啊 你 你这个样子 我是真的没有反应过来 听到李文文的话 周丽义又是一愣 我 我 什么样子 李胖子忍不住站在一旁 哈哈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没办法 小周今天上午 确实是干了不少活 迟一旦笑不语 转头先让李文文坐了下来 好了好了 小周你还是 先去洗漱一下吧 他脸色意味深长地说道 毕竟现在的周丽义 却实因为劳累 所以有些脸色惨白 不光如此 那嘴唇也看着毫无血色 就连身上也都满是尘土 周丽义看了看周围人的脸色 转身直接跑过去了 迟一看着他的身影 消失在门口 这才收回是信来 虽然看着周丽义懂事了不少 但是有些心思 还是没有消失啊 他 他咋了 李文文依旧还是有一点猛 没事 可能着急上厕所吧 三人准备去洗手吃饭 迟一回来就瞧现周丽义 站在李文文旁边说着什么 眼瞅着周丽义 要坐在李文文身边了 看着李文文 那有些僵硬的表情 迟一便开口道 小周啊 哎 咋了 听到迟一在叫自己 周丽义那原本 要弯腰坐下去的身子 立马又直了起来 他转头看向迟一 面色十分的阴晴 咋了一个 你有事找我 迟一笑容十分温和地 指了指一旁空了的酒箱子 啤酒快没了 你再去帮我买一箱呗 说着 迟一直接拿出一张红票子 递给了周丽义 剩下的你留着自己花 还好 周丽义笑容加深 接过那张红票子 转身便离开了 虽然在社会上 也算是混了很久了 但说实话 他也一直没干过什么 这儿八经的事情 兜里的钱比脸还干净 现在去买一箱啤酒 正好当作是跑路费了 想到这里 这里转身直接离开 见状 李文文也算是松了一口气 随后便转头冲着迟一笑了笑 丁丁检测到天命女主好感度 奖励一百反派值 没有想到 现在才触发到李文文的好感度 迟一也有些意外 看来 李文文确实是一个十分内向的女生啊 现周丽义都离开了 迟一也是直接再次坐到了李文文的旁边 刚刚她没乱说什么吧 迟一担忧地看了过去 李文文摇了摇头 这倒是没有 就是问了一些我在学校里的事情 迟一点了点头 还处在青春期的男生总是冲动的 尤其是周丽义这种对自身十分有信息的 而今天 等周丽义再次回来的时候 已经和昨天一样 李文文身边已经坐满了人了 见状 她心里多少是有些失望 只不过一想到兜里的五十块钱 心情就好多了 文文啊 最近天气热 在家学习的时候 记得打开空调啊 李胖子不放心地嘱咐道 李胖子在外面挣钱 供自己的妹妹上学 但李文文也是一个十分懂事的女孩子 她总觉得亏钱自己哥哥的 也觉得自己哥哥十分辛苦 所以 每次上完辅导班回家后 就算是天气再热 也只是打开了小风扇 舍不得开空调 只不过这重线像让李胖子发现后 每次出门上班前 都会把空调打开 不过现在李文文也是在送饭的时候 就会把空调关上 回家的时候 其实还会有一些冷气 然后过一会 外面就不那么热了 嗯 好我知道的 比较心虚的李文文 轻轻点头应了一声 李胖子虽然还想说些什么 但是也知道 自己妹妹有些之后 也是挺执拗的 所以 也就没有再说一些什么 不过 李胖子心里十分地清楚 自家妹妹也是心疼自己的 文文啊 等过两天去家里玩一玩吧 你嫂子也挺想你的 高丽说着 李文文也点了点头 嗯 听说嫂子怀孕了 我正好也给嫂子准备了一些礼物 你这孩子 准备什么礼物啊 高丽哭笑不得地说着 一桌子人其乐融融地聊了起来 见自己实在是有些差不上话 周丽翼也只能坐在一旁郁闷地吃着饭菜 而意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 人呢 高丽 众人还在吃着饭 便听到门外传来了喊叫声 高丽文言 微微皱了皱眉头 随后放下了碗筷 你们先是我出去看看 高丽嘱咐了一声 随后便准备出去 只不过 他话音刚落 一旁休息室的玻璃便被人从外面砸碎 一时之间 外面便顿时混乱了起来 高丽 你特酿的 给老子出来 外面的声音大喊着 同时 也不停地有东西从外面砸进来 看见这个场景 李文文和周立毅顿时就愣住了 眼瞅着那砸破窗户的棒球棍同玻璃碎渣 朝着自己袭来 李文文这才忍不住惊呼一声 啊 文文 李胖子下意识地就要转身 护住李文文 但是无奈 他另外一边的周立毅也是受惊过度 下意识地就扑到了他的身上 就这样 李胖子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见状 时宜直接长臂一身 直接把李文文揽进了自己的怀里护了起来 另外一只手也是直接握住了 那直直朝着李文文而来的棒球棍 期间里面的玻璃碎渣 也是划布了池翼的手 但他也仅仅只是皱了一下眉头 高丽愣证了一瞬后 便直接打开了门大步走了出去 你们要做什么 先高丽出来了 外面的人也开始猖狂大笑了起来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池翼和李胖子也都下意识地看了过去 果不其然 外面站着的果然就是前几天来闹市的大友 见状 众人的脸色 直接都冷了下来 而此时的周立毅也还是没有回过神来 他闻声抬头看了一眼外面 顿时又吓得不行 赶紧又抱紧了李胖子 李胖子没好气地直接把他甩了下去 随后再确认了李文文没事后 便嘱咐迟一帮忙照顾好李文文后 就走了出去 出去之后 李胖子还十分贴心地关上了门 主要是不想让李文文看清外面的情况 李文文从迟一怀中抬起头来看过去的时候 外面的门已经关上了 哥 他忧虑地看了一眼门口那个方向 迟一见状便赶紧安慰了一下 你放心 你哥没事的 虽然是这样说着 但迟一也是一直都在 关注着外面的情况 毕竟刚刚迟一也发现了 这次大勇带来的人确实不少 很显然 他就是为了要找回上次丢下来的面子 可是 啊 义哥你手流血了 李文文突然再次惊呼道 闻言 迟一这才低头看去 本来以为 只是微玻璃化了几下 没有想到流血了 迟一随意地甩了甩手 面上依旧还是温和地笑着 没事 你别担心 都是一些小伤口 他能看出来 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的李文文 现在已经十分慌张了 所以这个时候 他也只能近况地安慰一下李文文 至少让李文文能平静一些 果不其然 见迟一语气轻松 李文文确实也是平静了一些 刚刚窗户被砸破的那一瞬间 李文文也是吓得心脏顿时狂跳不止 现在靠着迟一 李文文总算是心里害怕少了很多 不行 你现在要赶紧处理一下 说着 李文文便从迟一怀里走了出去 熟练地找到了一个小药箱 当然了 这期间 李文文和迟一还在注意着外面的情况 现外面没有动手 这才安心了一些 虽然李胖子出去的时候 已经把门关上了 但是声音依旧还是断断续续地 从那扇被打破的窗户中传了进来 李文文拿过药箱来 拉过迟一的手来后 几乎是一瞬间就皱紧了眉头 一哥 这可能有点疼 你忍着点 说着 李文文这才小心翼翼地 开始处理起了伤口 迟一看了看自己的伤口 刚刚在接过那棒球棍的时候 有不少玻璃碎渣 都扎进了手心里 他轻笑两声 没事 你尽管弄就是了 也就是在李文文给迟一处理伤口的时候 一旁瘫坐在地上的周丽翼 这才缓和好站起身来 哎呦 他捂着屁股 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一哥呀 这外面的都是什么人啊 迟一冷笑一声 缺德的人 周丽翼一噎 这说了和没说有什么区别吗 周丽翼捂着屁股 随后 看着神情专注的李文文 小心翼翼地说道 文文啊 你一会儿 能帮我处理一下伤口吗 李文文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 现周丽翼再捂着屁股后 便又赶紧扭回头去 再说吧 他十分敷衍地说着 迟一醋眉 就那几个玻璃茶子 自己拔出来不行吗 周丽翼心里多少有些不满 但是张了张嘴后 还是没敢反驳 不过 他也自知理亏 毕竟伤口是在屁股上 他确实是有异心 弄好了 这两天注意一点 别经常用手 也别碰水 李文文不放心地叮嘱道 虽然都是一些玻璃渣子 但是也有一些比较长的 导致伤口比较大 还是得注意一下 要不然不小心感染了 就不好了 嗯 好你放心 迟一看着外面的情况 硬了一声 见状 李文文也是小心翼翼地询问道 一哥 你知道外面的人 究竟是来干嘛的吗 说着 李文文的语气里 满满的都是担忧 毕竟是自家亲哥哥 此时间里胖子走出去了 李文文的心里 多少还是慌张的 这些人前几天来抢过货 不过没抢走 这次看来是故意来找事的 迟一说着 便站起身来 把李文文挡在了自己身后 因为此时外面 那个大勇的目光 已经不止一次贪婪地 从李文文身上扫过了 什么 那 那他们 李文文顿时有些慌张了 尤其是看着外面的人 一个个都拿着家伙的时候 他哪里见过这个场面 安慰地揉了揉李文文的头 迟一滴声说道 没事 只要你站在我身边 那就没事的 李文文现在知道 现在不是拖后腿的时候 有什么事情 还是等到最后再问比较好 所以 他没有再问什么 只是眼眶湿润地看向了外面 现在的李文文总算是知道 之前回家后 李胖子身上的伤口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李胖子时不时地 就会带着伤口回家 但是每当李文文追问的时候 李胖子都会敷衍 说是搬货的时候 不小心受伤的 毕竟搬运货物 确实是有受伤的风险的 所以 李文文也不会多问 只是每次都会安静又唠叨地 给李胖子处理好伤口 但是现在 李文文突然就明白了 一旁的周立毅 看见这个情况 也是默默地挡在了迟一身后 因为休息室两边 有着两扇大窗户 就是为了及时观看仓库的情况 和沟通的 看着外面的情况 他心里多少也有些压力 走过去后 周立毅还十分有怨气地 看了一眼迟疑的背影 好家伙 他问就不说 李文文一问就说是吧 大勇 我们最好有事好好说 过两天 上面就要来检查了 我不想把你的事情 捅到上面去 现大勇依旧还是一意孤行 高丽便只能搬出上面冷声说道 毕竟现在李文文还在这边 他实在是不想吓坏了他 和河上面 你以为搬出你们古华邦 我就会怕你不成 谁不知道 自从前段时间 你们老大住院之后 就一直没出来 我看 再过两天 你们可能就要分崩离析了 大勇毫不客气地嘲讽道 而他后面的人 也像是气氛组一样 听到大勇的话后 便开始毫不客气地 大笑了起来 见状 高丽的脸色 不免又冷了一些 李胖子没好气得到 我们就算是在 怎么分崩离析 也比你们好吧 七 现在你们古华邦 就是女人当家 她能有什么能力 我看啊 你们就尽快降服我们吧 看在你们能力的份上 以后给我看仓库 也不是不行啊 大勇你这话说的 实在是太难听了 如果实在是谈不妥的话 那我奉劝你 最好还是赶紧 从这里离开 高丽低声呵斥的 只不过 就算是高丽这样说了 大勇也只是冷哼了一声 高丽 你以为你现在算是什么东西 你还配威胁我 你看看 我今天带来的这些人 就能知道 我今天不可能空着手离开 我知道 上次那批货 还在你们仓库里 如果你现在让 我们把货拉走的话 我还能考虑 放你一马 说着 大勇便面色十分不屑地 打量了一下高丽 又打量了一下李胖子 要不然的话 那也别怪弟弟无情 只能亲手 把你俩送进医院了 说着他便又讥讽地笑了笑 随后他又抬手指了 指休息室那几人 哦 那几个人是新人吧 也真是倒霉 刚上班几天 就要去医院 和你们一起相聚了 不过那个女人 看起来还不错 如果他伺候我 伺候得好的话 我不介意啊 我去你妈的 你狗东西也配 李胖子怒火攻心 掌红着脸质 借给了大勇一拳 高丽 你确定要动手吗 捂着剧痛的脸 大勇连连后退 随后便面目猙獰地 看向了高丽 高丽摇了摇头 随后走近两步 胖子你先回来 李胖子掌红了脸 紧紧攥紧了拳手 但是看着高丽 他终究还是松开了拳头 低垂着头后退了一步 大勇得意地看着这个场面 实实物者为俊杰 高丽你不愧是领头的呀 说大勇便用一脸 不屑的表情 上下打量了一下李胖子 不过胖子你 怎么这么激动 难不成那女人是你马子 说着大勇便哈哈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你也不用太伤心 等哥记得完完 就给你送回啊 不等大勇说完话 高丽便走上前去 对着他那裤装 就是狠狠一脚 李胖子本来气得浑身 都在颤抖 见状不免也是诧异地 看了高丽一眼 高丽回头给了李胖子 一一个眼神 随后便冷眼看向了大勇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在这里胡言乱语 周围的人均是表情变换了一下 毕竟刚刚那一瞬间 他们好像也都听到了爆破的声音 就连休息室里的周立毅 也是不自觉地夹紧了双腿 而迟一则是 看着外面的情况 微微挑了挑眉头 见高丽动了手后 他这才缓缓地 放下了手中的玻璃片 李文文虽然一直躲在迟一的身后 但是也一直都在关注着外面的情况 尤其是听到外面大勇的狂语后 也是气得浑身颤抖 李文文的世界很单纯 同时作为哥哥李胖子 虽然自己过得不算多好 但是却一直把妹妹保护得很好 这也就导致了李文文 平常过的都是学校 和家里两点一线的生活 也就是现在 还在暑假期间 所以李文文这才 执意来给李胖子送饭的 本来一开始 李胖子多少还是有些不放心的 但是高丽后面帮忙打点了一下 她这才敢让李文文中午来送饭 只不过没有想到 现在会发生这重变故 李文文红着眼眶 手里紧紧地攥着迟疑的衣杯 很显然 她也是被气得不轻 但是没法子 她知道自己也帮不上什么忙 倒不如老老实实地站在这边 争取不脱后腿 勇哥 大勇哥 你怎么样 大勇哥 你没事吧 周围人见大勇倒在地上 纷纷上前来查看 不过看着大勇躺在那边 面色猙獰 咬着牙关 紧紧地捂着身下 这不免让周围男人 也顿时感到身下一凉 尤其想到 刚刚听到的那一声爆破声 这更是让那些人背后 也紧跟着背后发凉 都特模别动我 大勇躺在那边 原本就浑身疼得不行 结果这群人还想着把他给拉起来 这让他更是疼得要死 此话一出 跟在大勇身后的人 一时之间都不知道要怎么办了 上前去也不是 不上前去也不是 你们竟然感动大勇哥 兄弟们上 给大勇哥报仇 大勇身后有个人突然喊道 一瞬间 后面乌泱泱的人 顿时就涌了上前来 有了上次的教训 大勇不光时代的人 比上次多了一些 而且还直接把他们堵在了里面 货车停在了外面 看着外面这个阵仗 周立毅顿时有傻眼了 他躲在池一身后 颤颤巍巍地说道 一 一个 他们一会儿不会要打进来吧 池一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要不然呢 你要不要出去帮忙 啊 我 听到迟疑的话后 周立毅先是愣了愣 随后便支支吾吾了起来 看着外面两人 瞬间被人群淹没 李文文也是着急地要哭出来了 本来他就害怕地眼眶通红 此时看着这个情况 也是直接哽咽出声 一哥 怎么办 要不要报警啊 是不是不能报警啊 李文文从来没有见识过这个场面 但是也是隐隐约约地知道 这个情况 好像不能报警 会没事的你放心 有我在 说完 迟疑便弯下腰去 直接捡起了地上的棒球棍 随后就塞到了周立毅的身上 接过棒球棍的周立毅顿时又猛了 他手里握着棒球棍 猛逼地看着迟疑 啊 啊 你个头啊 出去 说完迟疑直接打开门 一脚把周立毅给踹了出去 随后 他随手扯过一块布 包上了一块叫长的玻璃 一哥 你也要出去 李文文瞳孔微缩 担忧地看向迟疑 迟疑转头冲着他笑了笑 随后按着他的肩膀 让他坐在了椅子上 没事的文文 我出去帮帮忙 放心 只要你待在休息室里 我就不会让任何人进来伤害到你 看着眼前笑容温和 语气却十分严肃的迟疑 李文文竟然奇怪地镇定了不少 他知道自己是帮不上什么忙的 所以也只好轻轻地点了点头 嗯 好 那 那你小心一点 交代完李文文后 迟疑便转身踹出去一个企图 要冲进来的人 随后便走出去 直接关上了门 而此时 外面已经是一片混乱 看着被纠缠住的高丽和李胖子 两人身手不错 加上吸取了上次的经验后 李胖子也没有让任何人缠住自己 虽然此时两人均是被一群人围绕住 但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大问题 还有另外一边的周立毅 自从刚刚被迟疑踹出来后 周立毅便一直都在 拿着棒球棍挥舞着 由于对方不知道 周立毅到底是敌室友 所以 还真让这小子撂倒了好几个人 看起来暂时也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 迟疑扫视了一圈后 目光直接看向了被人抬到一边的大勇 此时的大勇 依旧还是面色惨白 但是能看出来 他现在好歹是能动了 眼看着其他人都被人给围住了 他又想要和上次一样 指挥着人 让他们去偷偷地搬货 快 直接把他们冷酷的门给砸坏 把东西都给我办出来 说到底 虽然最近古华帮里面确实很乱 但现在实力也还是在那边的 所以他还是多少有些害怕 一会儿古华帮的支援就来了 且慢 不等大勇周围的人准备去干活 便听到身后传来的声音 他们几乎都是下意识地 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转头看了过去 你特摸谁啊 大勇坐在货箱上面 不满地抬头看了过来 你爸爸 迟疑缓步走上前去 笑嘻嘻地说道 大勇没想到竟然还有人敢这样说 一时之间便瞪大了眼睛 厉声呵斥 什么 你说什么 我说 我是你爸爸 现大勇没听清 迟疑直接走上前去 十分贴心地 站在了大勇面前 一字一句地说着 下一秒 大勇的脸色 肉眼可见地难看了起来 但可惜的是 就算是此时他十分地愤怒 但也因为下面的原因 实在是站不起来 先别搬货了 先把这个兔崽子 丢弄死 他抬起手来颤颤 微微地指着迟疑 随后便冲着身后的人怒吼道 等一下先别动手 大勇话音刚落 迟疑便直接抬起手 来制止住了后面 蠢蠢欲动的人 见状 后面那些人均 是好奇地看向了迟疑 就连大勇也看了过来 想要看看 这个兔崽子 还有什么要做的 你还有扑 哦 不等大勇说完话 迟疑又是一脚踹了过去 他直接把大勇屁股下面的货物 给踹飞了出去 随即在大勇 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已经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上 这又是给了他的裤装 重重一击 他瞠目欲裂地趴在地上 生怕再蹭到下面 那下辈子就真的完蛋了 你 你特魔 大勇惨白着脸抬头看向迟疑 声音十分的轻 好似下一秒就要隔屁了一般 这不光是把大勇给弄惨了 就连后面的人都吓傻了 迟疑也是不客气 抱歉啊大兄弟 我实在是没有想到你没躲过去啊 他笑嘻嘻地说着 虽然嘴上是在道歉 可是脸上却是一点歉意都没有 给我弄死他 给我弄死他 一道惨绝人寰的声音 再次响彻整个仓库 连带着前面在打斗的人 也都惊得停下了动作 一伙人回头一下 都懵了 此时此刻 他们的老大像个王八一样 趴在地上 旁边还有个年轻人 笑嘻嘻地踩着他的屁股 别 别 大勇趴在地上 实在是连撑着地面的力气 也都没有了 别用力 求你 他十分小声地说着 刚刚迟疑那一脚 他下面又开始剧痛了起来 接二连三的刺激 已经让大勇痛得接近 要晕绝了 而此时就算是他还能说话 但是那白眼看着 下一秒也要绝过去一般 求我有什么用 你让你那些兄弟停下来才有用啊 迟疑说着 便打量着手里包裹起来的玻璃 他实在是没有想到 这个大勇这摩菜 竟然没用上 听到迟疑的话 大勇一时之间沉默了下来 迟疑还以为这小子晕过去了呢 没想到低头一看 嘿 这魂小子 那眼睛低溜溜的 不知道 在想什么坏主意呢 想什么呢 迟疑语气十分温柔地凑近了他耳边 我可告诉你啊 你要是现在不走的话 那一会儿可就走不了了呀 边说 迟疑便拿着那锋利的玻璃 在大勇后背上滑动着 此时是夏天 大家穿着都十分的单薄 而那玻璃也是十分的锋利 所以 迟疑这机下子下去 大勇的后背就已经见细了 老大 旁边有人看不下去了 急忙喊道 别动 背上的疼痛 吓得大勇伸出手去大喊一声 嘟 都特马别动 给我退出去 听到大勇的话后 周围人君是面色有些为难 随后便犹豫地看向了大勇 可是老大 上面不是发话 发话你个头啊 大勇咬牙说道 都给我出去 现大勇面色愤怒 厉声大吼着 周围人这才 犹犹豫豫地走了出去 只不过 就算是退出仓库后 他们面上依旧还是十分的不服气 尤其是之前来过的那些人 上次来的时候 就莫名其妙地吃了饼 本来今天人更多了 结果还是吃饼了 这让他们心里 多少堵了一口气 那 那能放过了我不 大勇讨好的抬头看向迟翼 那张躯黑的脸上 此时也满是汉子 他此时此刻十分地后悔 刚刚自己轻敌了 本来看这个人面色白净 肯定是刚来没多久的新人不敢动手 谁能想到 这小伙子下手正磨痕 随着时间的推移 现在大勇都觉得背后湿漉漉了 现在一想肯定都是血 放过你当然可以啊 说着迟翼便收回了脚来 而此时高丽 李胖子他们也都走了过来 闻言 大勇面上一洗 他双手撑得 忍着剧痛就要爬起来 只不过下一秒 就又被迟翼给踹了回去 啊 你 你到底要干嘛呀 大勇哀嚎着 不免有些哽咽出声 他下面现在疼得近乎 已经没有知觉了 这也让他多少有些破防 此时走过来的那击人 看着从大勇身下 缓缓流淌出来的透明液体 不免都露出了嫌弃的表情 没有想到 这货竟然吓尿了 就连退出仓库的 那些小地面上 也都有些错愕 只不过可怜的大勇 此时他的下身 早就已经没有了直觉 所以 自然也是没有发现 自己竟然已经吓尿了 迟翼也是一脸嫌恶地 后退了几步 他指了指被砸坏的 那那扇窗户 还有地上一些 被波及到的货物 这些东西 你得赔吧 迟翼此话一出 就连高丽和李胖子 也都愣住了 毕竟他们这边 经常发生混战 但是像迟翼这种 索要赔偿的都很少 毕竟其实互相都有伤害 就像是刚刚李胖子 一口气 撂倒了不少人 尤其是李胖子 许是因为李文文的事情 心里一直憋着一股火 刚刚打架的时候 就像是疯了一样 呸 呸呸呸 我呸 大勇颤颤巍巍地说着 此时此刻 他已经疼得脑子不清晰了 现在浑身上下 就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 让吃一锦快地放过自己 他现在急需要去医院 那扇大窗户2000 加上打扫卫生的1000 地上那些户5000 我和哥几个也都受伤了 一人1000不过分吧 迟一笑咪咪地 拿过了一旁公司的收款码 得到了大勇面前 大勇听到这些钱 气得都要吐血了 但是为了吓免 他实在是耽误不得了 不 不过分 不过分 用着最后的力气 他颤颤巍巍地拿出了手机 支付了一万二 迟一看向高丽 高丽看了一眼手机 随后 笑着点了点头 好了 款收到了 你滚吧 嫌弃地看了大勇一眼 迟一便招呼着 他的那群小弟来抬他 而李胖子和高丽 自然是紧张地回到了休息室 想要去安慰一下李文文 健壮 虽然心里多少 还是有些惊魂不定 但是周立毅 也是扔掉了手里的棒球棍 转身也跟着 去了休息室 毕竟为了赢得好感 他也得去安慰安慰李文文才行 刚刚在休息室里的表现 多少有些丢脸 现在 他可得好好的 维护一下自己的面子才行 文文 你没事吧 李胖子着急地打开了门 快步地走向了李文文 李文文此时 正在从窗户那边 看着外面的情况 此时听到李胖子的话后 也只是红着眼眶 笑着摇了摇头 我没事 哥你放心 倒是你和高哥 身上受了不少伤 我帮你们处理一下吧 虽然受到了惊吓 但是李文文现在表现得十分镇定 高丽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我俩没事 都是一些皮外伤 都不用怎么搭理 过两天就好了 这倒是真的 两人也就被拳头和棍子打了击下 其实也都习惯了 尤其是李胖子 身上皮糙肉厚的 被打几下 还真的伤不到里面 李文文文言 便上下打量了一下两人 剑确实和高丽说的那样厚 这才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文文啊 你帮我看看呗 我刚刚被打了好几下呢 周丽义也不客气 笑呵呵地走上前去 李文文无言 其实她也不是很想帮周丽义看 她刚刚在这边 看着外面的情况 看见周丽义 确实是撂倒了几个人 但是一路上都在大喊着自己人 然后她就一直在人群中浑水摸鱼 所以她才没怎么受伤 就连身上那击触伤口 都是被挤得碰到了 才出现的 还不如迟义呢 出去一路上救解弄倒了不少人 一想到刚刚迟义的那英勇深姿 李文文便不免有些心跳加速 哪个少女会不喜欢热血沸腾的男人呢 而且一想到 迟义刚刚四两拨千斤地解决了这件事 李文文对迟义也就更加地崇拜了 这样想着 李文文便下意识地抬头看向迟义 但就是这一眼 便忍不住让李文文瞪大了眼睛 她面色慌张地看向迟义 大喊道 义哥 小心 这一声众人一惊 众人看去 只见来搀扶大勇其中之一的一个小弟 在迟义背对着自己的时候 偷偷摸摸地捡起了地上的棒球棍冲向了迟义 眼看着那棒球棍马上就要落到了迟义头上了 众人也是忍不住平住了呼吸 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迟义懒散地转过身去 同时 那举着棒球棍的混混顿时僵硬住身子 看着梅如自己大腿的玻璃 那混混惊恐出声 甚至她已经听到了自己骨头被切断的声音 剧痛传来 她瞬间跌坐在地上抱着大腿哀嚎着 看着她这副模样 众人也是忍不住有些肉痛 毕竟她的表情实在是太惨烈了 哎呀 怎么回事 真是不好意思 我是真没看见后面有人 迟义看着地上那人 好似也十分惊讶一般 连连后退了两步 大勇 高丽 李胖子 周丽毅 好作作的眼睛啊 毕哥你没事吧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李文文小跑着冲向了迟义 不同于其他人的沉默 李文文面上和语气里满满的都是担忧 她担心地握住了迟义的手 随后便紧张地上下左右地 查看着迟义浑身上下 一直到确认迟义身上没有多出来的伤口后 她这才惊魂未定地站好 下意识地抬头看去 李文文便瞧现此时迟义正在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 面上有些发热 李文文脸颊红润地垂下头去 她有些惊慌地道 可 我 我就是有些担心你 迟一笑呵呵地点了点头 嗯 我知道 这个时候高丽他们也都走了过来 看着躺在地上的那个人 高丽眼里满满的都是鄙 大勇你手下的人真是越来越脏了 快带着你的人滚 大勇没有说话 应该是说现在的他被自己的人架着 身上的剧痛一阵阵传来 让他麻木地即将要晕厥过去 实在是没有力气开口说话了 只不过 就算是被抬着回到车子里后 他也依旧是眼神愤恨地盯着迟疑 两次的失败让大勇十分地愤怒 尤其是这次莫名其妙的失败后 而现在 看着自己倒下 又看着另外一个人被捅穿了大腿 直接昏迷过去 就算是他想要再行动 下面的人心也已经乱了 同时 大勇也明白 那个小白脸必须要尽快除掉 这样想着 大勇彻底昏睡过去 一直到看着那一辆辆的车里 开了自己的视线 李文文一直蹦紧的精神 这才松懈下来 一阵腿软 他差点就要跌倒在地 也就是在那一瞬间 一只有力的手臂 还住了他的腰肢 这才让他跌倒在地 文文你没事吧 李胖子健壮 赶紧走上前来 迟疑把李文文交给李胖子 建议道 先扶文文去里面休息缓和一下吧 外面我们收拾好了 哎哎好 感激地看了迟疑一眼 李胖子急忙搀扶着李文文 回到了休息室 见状 周立毅又想要跟着一起回去 但直接被迟疑叫住了 小周啊 干嘛去啊 迟疑笑眯眯地看了过去 听到迟疑悠悠的声音 周立毅顿时想到了 他刚刚做的事情 这让他顿时也觉得 自己下半身有些发凉 啊 没有啊 我就是想要去拿扫帚收拾一下 周立毅赶紧笑呵呵地说着 嗯 真懂事 动动麻利点 迟疑道 献周立毅勤勤恳恳地打扫着卫生 高丽这才面色严肃地 走到了迟疑面前 他轻声说道 迟疑 这两天早点下班回去 迟疑看向高丽 对上他担心的表情 心里明白 他在担心什么 没事高哥 不用担心我 虽然迟疑已经这样说了 但是高丽依旧还是十分地担心 毕竟 大勇之前针对人的手段高丽 还是见识过的 你虽然身手不错 但也还是刚来 不清楚大勇他们的手段 高丽忧心忡忡地看着外面 所以 他转过头来 表情认真且严肃地看向了迟疑 所以 你这两天 要不然就住在这里好了 要不然就早点回家 迟疑知道 高丽也是好心 但是他还真是没有把大勇 当作一回事 毕竟就看大勇 这两次带来了不少人 但每次都是灰头土脸地回去 一看这种人 就是仗着有点势力 狐假虎威的人 就算是想要对付自己 应该也是会用一些肮脏的手段 对于那种手段 迟疑从来不害怕 同时也看不上 没事了高哥 不是什么大事 再说了 我家距离这边也比较近 一会儿也就到家了 迟疑笑呵呵地说着 见迟疑不以为意 高丽便也只能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那行吧 那要不这两天早点回家好了 别等到天黑 要是真的回去的路上 绝对有什么不对劲 就给我和你胖子哥打电话 高丽拍了拍迟疑的肩膀 不放心地叮嘱道 迟疑回头一笑 好 高哥你放心 我有份寸 高丽看了看迟疑这才放心 毕竟就和迟疑说得一样 这几天地相处下来 高丽确实也发现 迟疑不是那种没有分寸 不够稳重的人 迟疑和高丽走进去的时候 李文文差不多已经缓过来了 安静地坐在一旁的沙发上 而一旁的李胖子 正在轻声细语地 在说着什么 李文文笑了笑 我没事了哥 就是刚刚事情 发生得太突然了 我现在真的没什么事了 可是 好了胖子 快点收拾收拾地上的玻璃渣子 让文文吃点饭 高丽走上前来说道 毕竟 现在比起李文文 李胖子才像是那个 惊吓过度的人 不过给高丽也比较理解 这其实都是因为 李胖子太紧张自家妹妹了 所以一直到现在 心里还是有些惊魂未定 其实说白了 也是心疼 哦 好 硬了一声后 李胖子便赶紧把地上的 玻璃渣子给收拾干净 也就是这个时候 周丽毅从外面进来了 比起其他人 周丽毅好像十分的兴奋 小周啊 收拾收拾继续吃饭 迟毅顺口喊道 其实 除了那点玻璃渣子 饭桌那边倒是一点事情都没有 哎 好嘞 周丽毅十分积极地应了一声 随后便动作麻利地去处理玻璃渣子了 这个情况 不免让迟毅多看了周丽毅一眼 既然回到桌子上的时候 李文文看着李胖子 多少有些欲言又止 但是最后 李文文到底还是没有说什么 只是沉默着吃着饭 想来 今天发现自家哥哥的工作 有多危险后 这也让李文文心里十分的担心 不过 他也知道 有些事情还是要回去 在家里说的 吃完饭后 大家帮忙收拾了 一下后 李胖子便单独送李文文出去了 奇怪的是 这次周丽毅虽然面上 看着十分的兴奋 但是 竟然没有主动上前去说 送李文文回去了 眼看着两人走远后 周丽毅便直接走到了高丽的旁边 迟毅奇怪地看了过去 就连高丽也十分疑惑地 看向了周丽毅 不知道周丽毅要干吗 高哥 咱是属于古华帮的吗 周丽毅直截了当地说着 随后他便一脸期待地看向了高丽 高丽看了看一旁表情平淡的迟毅 想了想后 还是点了点头 不过 那是之前 现在我们属于古华有限公司旗下 高丽说着 毕竟现在已经洗白了 没有仔细听高丽的话 周丽毅在高丽点头的那一瞬间 便以惊双眼放光 一脸激动地跳了起来 跳完后 许氏也察觉到了周围异样的眼光 他这才不好意思地 看了看高丽和迟毅善笑了两声 一哥你也知道 那你怎么不说啊 见迟毅这魔淡定 周丽毅便询问道 迟毅表情依旧还是淡淡的 他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啊 我只是觉得 这里工资高 所以就来了 了解到咱们公司 还是在网上吗 迟毅茫然地说着 随后便眨了眨眼睛 看样子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高丽点了点头 是 你一个啥都不知道 不过你小子出去也别乱说 现在哪有什么古华帮 不古华帮的事情了 咱们现在属于古华有限公司 嗯好 高哥你放心 我保准不乱说 说完 周丽毅便坐在了一旁的折叠床上 开始玩起了手机 看样子 那承诺看起来丝毫不靠谱 高丽面色十分无奈地摇了摇头 但是想着 周丽毅就算是胡说八道 也应该没什么事情 所以便也走向了自己的床铺那边休息去了 迟毅看了一眼 那边面色兴奋 正在不停地在手机上打字的周丽毅挑了挑眉头后 便躺在了自己的床上 之前周丽毅刚来这里的时候 他就觉得周丽毅有什么目的 现在一看 好像更加的明显了呀 迟毅拿起自己的手机 捣过了一下后 手机上便出现了周丽毅的对面 果不其然 此时周丽毅正在一个群里炫耀着古华帮的事情 群里还有一个十分熟悉的人 那就是刀哥 能看出来 上面的聊天记录 周丽毅说话十分的卑微 就连说自己属于古华帮的时候 下面的人也依旧还是将信将疑的 就连刀哥也是嗤之以鼻 觉得周丽毅是在胡说八道 但就在周丽毅说出 他们公司属于古华有限公司 还贴出了网上查到的资料后 众人这才相信 连带着对周丽毅的语气 也都好了很多 现周丽毅一直在装逼 迟毅也懒得看下去了 他刚准备关上手机 便发现周丽毅切换了一个页面 而那新闻页面上 也出现了一个迟毅十分熟悉的人 迟毅微眯了眯眼睛 看着上面出现的那位身材傲人的爵士佳人 便眼神若有所思地 看了一眼旁边的周丽毅 没想到 这个小子的心思在这上面呢 是的 那新闻页面上的人自然就是柳如叶了 迟毅倒是没有想到 能这样看现柳如叶 他耐心地等下去 随后便瞧现周丽毅下滑页面 随后便不屑地吃笑几声 顺便他还评论了几句 迟毅无语 因为他看现 这个新闻的标题叫 金 美女总裁已满老公 私自包养小鲜肉 而周丽毅不屑地发出的那几句话 也是吐槽那几个小鲜肉多么多么难看的 想到这里 迟毅无言地放下了手机 随后便看向了一旁 一直在吃笑的周丽毅 不是吧 这小子费尽心思的 就是想要勾搭上柳如叶 迟毅心情复杂地打量了一下周丽毅 最后还是沉默着 什么都没有说 迟毅安静地闭着眼睛躺在床上 好像在午休一般 但是 此时他已经默默地打开了系统 此时迟毅还有43402的反派值 倒是可以抽奖 但是多少有些舍不得 毕竟一抽奖可能就没了 犹豫了一会儿后 迟毅便抽了一发 薄金宝箱和至尊宝箱 丁丁恭喜宿主 获得系统基础枪X1 丁丁恭喜宿主 或者经商技能精通X1 温馨提示 宿主现在还有28402反派值 是否继续进行抽奖 拒绝了系统后 迟毅便惊喜地打量起 自己背包里的那把 这把枪 是迟毅没有见识过的型号 同时 名字就仅仅只是系统基础枪罢了 但是按照之前的经验 迟毅并不觉得 这把枪就仅仅只是一把普通的枪 但是可惜了 现在周围还有人 要不然迟毅好歹地拿出来体验体验 随后迟毅便把注意力 放到了刚刚抽到的经商技能上面 不得不说 虽然抽奖会有赌的成分 但是每次出来的东西 都是迟毅正好需要的东西 就像是这个经商技能一样 之前迟毅只知道 是打打杀杀对经商这方面 可谓是一窍不通 所以 就算是他现在想要经商 也只会提前去咨询一些专业人士 或者是去高兴聘请一些理财的 不过 若是不创业的话 就算是迟毅找得理财的再牛逼 那剩下的二百来万 也不会变成几个亿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享受着脑海中的专业之时 迟毅准备今天晚上 就回去看着股市大干一场 如果股市上挣了钱的话 那也就代表 这个技能确实是十分的靠谱 那个时候 也就到了迟毅该大展身手的时候了 总是依靠女人 那可是不行的 迟毅知道 世界上最靠谱的人 也就只有自己 毕竟自己的人生 可不能一直依靠别人 下午的时候 大家早早地闲了下来 毕竟 他们只接取高兴的货物 而一整个下午的时间 周立毅都一直围绕在高丽和李胖子身边 叙叙叨叨的 因为迟毅也是新人 尤其是桥县中午的时候 看见十一对古华帮也没有多少了解 所以 周立毅一整个下午 就直接把十一当做透明人了 聊了几句后 发现李胖子对帮派李的事情 也不算是多么的了解后 周立毅便就一直紧紧地 跟在高丽的身后 这让高丽多少有些烦不胜烦 高哥啊 你们去过古华帮的总部吗 周立毅激动地询问道 高丽没有说话 只是微微眯了眯眼睛 看向了周立毅 见状 周立毅便赶紧改口 嗨嗨 是古华集团 高丽轻轻地点了点头 当然去过 我们公司能开在这里 也是大嫂发了话的 什么 你还见过大嫂 周立毅惊呆了 随后便赶紧拿出了 自己之前存着的照片 高哥 大嫂真的长这个样子吗 见她直接拿出了照片 这让高丽不免微微皱了皱眉头 你小子每天都在想什么事情 大嫂也是你能觊觎的人 她不悦地看着周立毅 冷声呵斥的 高丽的指责 不免让周立毅一愣 随后她便不满地撇了撇嘴 我就看看怎么了 这下 高丽是彻底地冷下脸来 不知死活的东西 我奉劝你最好收起自己的心思 要不然 你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说完 高丽没在搭理周立毅 转身直接去了休息室里 周立毅倒是没有想到 高丽竟然能发着磨大的火 这让她不免站在那边愣了愣 没有注意到自己身后的迟疑 她便看着高丽的背影 十分不满地吐槽着 切 装什么清高 老子就不相信 她自己不心动 操 等老子攀上了柳如叶 第一个 拿你当下韭菜 说完 周立毅表情英致地 狠狠踢了踢一旁的货物 这才转身准备走拍 只不过一个转身后 她面上的凝恶的表情 便顿时僵硬住 取而代之的 便是讨好的表情 见迟毅缓缓从后面的冷库 走过来吧 她多少有些不自然的善笑道 一哥 你怎么在这里 迟毅演技上线 她莫名其妙地看着周立毅 我怎么不能在这里 还能怎么 当然是把搬货呀 说着 迟毅便把手里的货 放到了货架上面 那动作行云流水 就连面上的表情 也都十分地自然 周立毅没有着急走开 而是站在那边 仔仔细细地 观察着迟毅的表情 看见迟毅确实没有什么异常后 她这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看来 她确实应该没有听到什么 毕竟就迟毅那个暴脾气 要是听到了什么 肯定当场就教训自己 这样想着 周立毅心里便顿时轻松了不少 迟毅呀 背后传来高丽的声音 这让周立毅心里多少有些不爽 刚当对自己语气那么傲慢 现在对迟毅语气就这么好 心里虽然不满 但是周立毅也是知道做表面功夫的 瞧见高丽走出来 自然是不能露出不满的表情的 怎么了高哥 迟毅暗自观察着周立毅的表情 心里不免跟着吃笑了一声 随后她便抬头看向了高丽 高丽看了一眼时间 不放心地说道 现在时间还早 你要不就尽快下班回去吧 迟毅看了一眼时间 确实很早 现在才四点多一点 高哥现在时间是不是太早了 而且 他们现在肯定在住院 哪里能顾得上我了 迟毅十分懂事地说着 瞧瞧 老板让我提前下班 我还推辞 这种员工谁不爱啊 尤其是和周立毅一对比 迟毅确实是十分的懂事 不过 迟毅其实也就只是随口一说 毕竟谁不先提前下班啊 没事 不过就算是这样 还是早点回去比较保险 毕竟就算是大勇现在在医院 但是他手底下 也还有不少人呢 高丽不放心地嘱咐道 是啊 李胖子擦了擦自己额头上的汗 从后面走了出来 迟毅要不然 你还是提前回去吧 大勇那小子应得很 那好吧 在高丽和李胖子的几次劝说下 迟毅这才勉强地同意 随后便拿了自己的头盔 走出了仓库 迟毅啊 路上遇到什么不对劲的 一定要给我打电话知道不 高丽不放心地嘱咐道 迟毅心里乐滋滋地 正好提前回去看看股票和基金什么的 好 高哥你放心 周立毅茫然地跟着众人走了出来 随后便道 那 那我也要提前下班吗 李胖子莫名其妙地看着周立毅 你下班去干吗 还得等一会才能下班呢 啊 周立毅猛了 他指了指迟毅 那一哥怎么就能提前走 高丽双手还胸 居高临下地看着周立毅 那是因为迟毅现在确实很危险 但是你放心 你没事 不是高丽吹牛 而且他确实笃定了大勇那些人 记不住周立毅 毕竟周立毅和他手底下的那些小混混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加上他确实傻也没怎么干 没必要费尽心思地报复他 周立毅张了张嘴巴 想要说些什么 但是最后到底还是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迟毅笑呵呵地戴着头盔 转头冲着周立毅摆了摆手 好了 那我就先走了呀 说完 迟毅就脚踩着自己真爱的小电驴 夹了一下油门飞驰出去 一直到离开那个路口的时候 迟毅依旧还是能察觉到周立毅那不甘心的视线 一直在追随着自己 这次迟毅着急回家看股市 所以就没有任何停留 一心想着回家 只不过在路过一家医院的时候 迟毅眼神一瞥 看见了一道十分熟悉的声音 他靠在路边停下了车子 眯着眼睛 宰在细细地看着那道声音 确实是柳如叶没错 这样想着 迟毅便抬头看向了这家医院 这家医院位于市中心的位置 在这磨寸土寸金的位置 这家医院自然也是一家私立医院 这个医院迟毅知道 隐私性非常好 但是不得不说 位于这个位置 他的收费也是十分狠得 至少普通老百姓家 确实是住不起这个医院 他把车子随便地停在一边 看着柳如叶走进了医院后 也跟着走了进去 门口的保安看着迟毅抱着头盔 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迟毅 随意地挥了挥手 外卖通道在里面啊 叮嘱了这磨一句后 他就低下头去 继续去看电视了 迟毅愣了一下 然后看了看周围 这个时间点确实 有很多送外卖的 只不过 大部分的外卖 看起来要高级得多了 很多人身上穿着的衣服 也都是那重五星级酒店的衣服 当然了 普通的外卖小哥也是有的 迟毅挑了挑眉 没有反驳什么 便悠哉哉地 跟着大部队一起走了进去 不过后面很快就分开了 他看着柳如叶上一步电梯 但是他到底还是晚了一步 等迟毅走上前去的时候 电梯门已经关上 电梯也已经上去了 只不过 迟毅刚刚看清楚 电梯里面 只有柳如叶一个人 所以他也不着急 只是站在那边 看着旁边的楼层 见电梯 在一个楼层停下后 迟迟没有动作 迟毅这才按下了电梯 上电梯前 迟毅便看线外面的外卖小哥 均是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 但是在看着迟毅身上 什么标志都没有后 到底还是没有说什么 就这样 迟毅顺利地来到了 住院部的八层 不愧是私立医院 这医院里面的装潢就是大气 而且 这一个个病房 整得也和酒店的套件一样 在路过机个病房 看着里面伺候的人后 迟毅不紧嘖嘖称奇 有钱真好啊 住院和住酒店一样 就连护工也都十分年轻靓丽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是来享福的 这样想着 迟毅很快便走到了 最里面的一间病房 通过优越的听力 就算是病房的门紧紧关着 迟毅依旧清晰地 听到了里面的声音 王伟龙 我就问你一句 什么时候能出院 很快 王伟龙无辜的声音便响起 如烨啊 你知道的 我身体还没恢复好呢 怎么能现在出院呢 柳如烨咬牙切齿道 你少来 我知道 你的伤口 早就没大碍了 柳如烨话音刚落 一道娇滴滴的声音便传来 哎呀 姐姐 你生这磨大的气做什么 伟龙哥现在还在养伤呢 再说了 您在吃饭的点来说这个 这不是诚心让伟龙哥 吃不下饭膜 一股明显的绿茶味传来 听到那道声音 就连迟毅 也下意识厌恶地 皱紧了眉头 就算是没看见那人 尝什么样子 就听到这个声音 迟毅都能感觉到 那十分庸俗的味道 也不知道那王伟龙什么品味 眼前有柳如烨这种极品 还能看得上 那种庸之俗粉 不过可惜了 他对柳如烨却是有那个心思 但是人家对他没那个心思 你 柳如烨咬牙切齿的声音传来 但是不等他说完话 便直接被那女人给打断了话 哎呀 姐姐你就别说话了 您就不能安静一会儿吗 你这样 不让威龙哥好好吃饭 他还怎么能好好恢复身体啊 女人埋怨的声音传来 迟毅几乎能想到 柳如烨气成了什么样子 还是想大心疼我呀 如烨啊 不是我说你 有时候 你确实不如别的女人贴心啊 王卫龙说着 而且呀 如烨啊 也就只有我了 你看看其他男人 哪个敢靠近你啊 我这魔心疼你 你竟然还伤害我 说到这里 王卫龙便十分伤心地叹了一口气 就是啊 人家来医院都是来看望的 姐姐 你每次来都催着卫龙哥出院 要我说啊 你这心也太狠了吧 娇滴滴的女生再次传来 迟毅皱紧了眉头 她若是柳如烨的话 此刻肯定一巴掌甩过去 不等迟毅思索完 便听到房间里 传来了一道清脆的巴掌声 啊 你 你打我 绿茶女气急败坏的声音传来 迟毅也是明显地听到 那娇滴滴的声音 变得清脆了起来 就连王卫龙 也是诧异地看向了柳如烨 柳如烨你要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哼 只听柳如烨轻蔑的声音传来 我只是想要告诉这位妹妹 她还不配站在我面前说话 如果她再多嘴的话 那我不介意让她彻底地消失 听到柳如烨的话后 那位绿茶妹妹显然是很不服气 你说神 好了 小娜 那你先出去 不等小娜把话说完 王卫龙便已经打断了她的话 哼 不能反抗王卫龙的话 但是小娜依旧还是很不服气地哼了一声 这才推门走了出去 而一走出去 她就和坐在外面椅子上的池翼 对上了眼神 在看见池翼的时候 小娜明显眼睛一亮 毕竟在这个医院里的人 非富即贵 竟然还长得正魔帅 只不过 在看见池翼手中的黄色头盔后 她的眼神就变得鄙夷了起来 甚至还面色嫌恶地 坐到了另外一边的长椅上 池翼挑了挑眉头 想着你嫌弃我 我还嫌弃你呢 想着 池翼便垂下头去看向自己手中的黄色头盔 本来一开始买车 忘记拿头盔了 所以她就一直带着机车的那个头盔 不过看起来不是很大 所以池翼就给自己买了一个 看起来和小电驴一样 十分搭配的黄色头盔 池翼自己觉得还挺好看的 莫名其妙地看了一眼小娜 果然喜欢王威龙 确实是没有什么眼光啊 心里则责称奇 池翼这才收回了视线 小娜平常攀附权贵 其实也十分地会看眼色了 所以 在接受到池翼那莫名其妙 又有些不屑的眼神时 她心里顿时气急 你看 没打理小娜 池翼直接把头一转 靠在墙上闭上了眼睛 这让小娜顿时一噎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气急 呃狠狠地瞪了男人一眼 小娜这才愤愤不平地拿出了手机 破外卖员 神气什么 池翼慢条斯理地抬了抬眼皮 轻声道 外卖员赚的钱也比你干净 你 小娜一愣 随后面上窘货的爆红 她咬牙转头看向男人 却看见男人依旧还是坐在那边闭目养神 哼 我赚钱赚得再不干净 也比你累死累活症 那点钱好得多 你信不信我现在打个电话 让保安带你出去 听到女人的话 池翼甚至懒得睁眼看她眼 懒散地抬起手 来指了指病房门口 我跟柳如叶一起来的 不想再挨一巴掌 你仅可以打电话 池翼的话 顿时让小娜愣了起来 同时她也惊呼一声 赶紧抬起手来 捂住了自己的脸 你 你怎么知道 说着 她就拿出手机 打开相机来 看了看自己的脸 果不其然 此时她的脸上 确实已经多了一道 十分明显的巴掌印 这个死女人 竟然下手这么狠 呵呵 池翼淡淡地嘲讽了一声 小娜咬牙切齿地转头 看了池翼一眼 但是到底还是没敢说什么 可能是顾忌着 害怕柳如叶会 再给自己一巴掌 而池翼也是静下心来 听着里面的动静 柳如叶 王伟龙不要挑战我的底线 你这两天必须出院 一个帮派的老大 一直在住院 虽然公司还在正常运作 但是现在不光是和手底下的人 人心惶惶 就连一些公司 也开始虎视眈眈 王伟龙轻笑一声 想让我出院 也不是不行 听到他这样说话 柳如叶自然也是明白 他话里的意思 什么条件 你说 他冷声道 而现在王伟龙显然也是明白了 柳如叶对自己一点意思都没有 这明显地让他那大男子主意 受到了挫败 不过 这也让王伟龙明白 自己还是得要点主权才行 我要古华集团20%的股份 怎么样 不算多吧 而在王伟龙说完话后 柳如叶却迟迟没有出声 如叶啊 你要知道的 作为老大 我也是得要点面子的 你也等让我安心地 坐在这个位置上才行啊 再说了 我现在手上就5%的股份 这实在是 有些太少了 迟疑也是没有想到 这个王伟龙竟然如此地厚颜无耻 竟然能说出这种话来 难不成他还真的把自己放在了老大的位置上 没想到 演了今年戏 先把自己给骗了 而那边的柳如叶也是迟疑一样无语 听到王伟龙的话后 他先是沉默了一会儿 随后便冷笑了一声 王伟龙 你也真敢想啊 不过是念在情分上 所以在创建公司的时候 给了他5%的股份 但是每年也能赚不少 他倒是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王伟龙的野心会这么大 为了保证自己的话语权 所以柳如叶给 自己留了51%的股份 这要是真的分给王伟龙20% 后面他可能就要坑蒙拐骗 再弄10% 那到时候 这个公司可能就没有他柳如叶的位置了 而且 柳如叶现在是真的想要笑 如果不是他给了他大哥的位置 王伟龙难不成还真的以为 靠自己就能走到现在的位置吗 你什么意思啊 柳如叶你可要好好想想 我要是不出院 若是有人来探望我 那我要是不小心说出点什么事情 那可别怪我啊 王伟龙光明正大的威胁着 毕竟他自认为 自己还是知道不少事情的 王伟龙 我之前还真是没有想到 你竟然会这魔的无耻 好 那现在 我就再警告你一次 你是回去好好地享受一下 做大哥的好处 还是直接被踢出去 柳如叶冷眼 看向王伟龙 直接把话说明白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听到柳如叶的话后 惊得王伟龙 直接从病床上坐了起来 什么意思啊 柳如叶不懈地看着他 对我没用的东西 我为什么还要继续留着 听到柳如叶的话后 王伟龙直接惊得 从床上站了起来 连带着刚刚放在床上的小桌子 还有上面的饭菜 也全部都被掀到了地上 柳如叶 难不成你要和我鱼死网破 你以为我这些年的老大 都是白当的 你觉得那些人会跟随一个女人吗 病房里传来的怒吼声 还有那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 成功地下到了一旁 观察自己脸的小娜 只见他迅速地收起了 自己手中的小镜子 蹭得一下子站了起来 直接推开门小跑了进去 边跑他边惊呼道 围龙哥 你怎么了呀 没事吧 有没有伤到啊 此时不光是迟疑 就连里面正在对峙的两人 都被突然出现的小娜 给吓了一跳 迟疑无语 这也就是有点姿色 虽然看起来也不是很咋地 要不然 看着眉情商的样子 轮到别人身上 他早死八百遍了 你先走开 王伟龙没好气地甩开了小娜 步步紧逼柳如叶 柳如叶你不要逼我 要不然 我还真的不知道 能做出什么事情了 他便往前面走着 便抬起手来指着柳如叶 眼看着那手指 都要递到自己胸口了 这不免让柳如叶 微微蹙了蹙眉头 不悦地看了过去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一道低沉悦耳的声音响起 哦 那你能做出什么事情来呢 迟疑轻笑着 随后缓步走上前去 柳如叶微微瞪大了眼睛 有些恍惚地看着迟疑 两人已经好久不见了 而且还在这魔突然的情况下 这让他多少觉得有些不真实 迟疑走到柳如叶身边 递给了柳如叶 一个安心的表情 随后便没好气地 直接把王微龙 抬起手的手打开 别看迟疑 只是随手打了王微龙一下 但是 这却立马疼得王微龙 呲牙咧嘴了起来 啊 你 是你 你竟然敢打我 王微龙气急 没好气地看着迟疑 迟疑直接站在柳如叶的面前 挡住了他 我怎么不敢打你 我不介意 让你和你这位情妇脸上 多一道对称的巴掌 他冷嘲热讽道 王微龙心里 此时是又憋屈 又难受 但是无奈 他也是见识过迟疑厉害的 所以 就算是迟疑这魔地挑衅自己 他确实也不敢动手 如果眼前只是柳如叶一个人 他自我认为 还是能打得过的 但是面对迟疑 那就不一定了 好啊 柳如叶 你是故意带着他来的是吧 我说呢 你现在已经找好了下家了是吧 不能动手 王微龙 也只能气势汹汹地 看向了柳如叶 柳如叶听见他的污蔑开口就来 也是懒得搭理他 美好气地翻了一个白眼后 柳如叶这才转头看向了迟疑 在看向迟疑的时候 柳如叶面上的表情顿时就变了 他惊喜地看向迟疑 笑道 迟疑你怎么来了 迟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随后道 我刚刚下班回家呢 正好看你走进医院 我怕你是出什么事情了 所以就跟着一起来了 说到这里 迟疑好似还顿时松了一口气一般 不过幸好 幸好你没出什么事情 是这个畜生 说着 迟疑便回头鄙夷地看了王微龙一眼 听到迟疑的话后 王微龙也是一口气憋在嗓子眼里 险些没喘上起来 他上下打量了一下迟疑 看见他满身的尘土 还抱着一个劣质的头盔后 面上便露出了鄙夷的表情 平常遇见这众人 他分分钟就能碾死他 要不是柳如叶现在还站在这里 那他肯定是不会放过迟疑的 没事 你不用担心 我来就是最后询问一些事情 这样说着 柳如叶还冷冷地逆了王微龙一眼 只不过现在看来就没有必要了 我们走吧 说完柳如叶也是丝毫不避讳王微龙 直接挽着迟疑的胳膊就走了出去 嘴角还多了一抹笑意 不得不说 好些日子没见迟疑了 他还真的有些想迟疑 只不过 就是平常实在是太忙了 一开始还会得迟疑发消息 但是后面也找不到用什么理由了 加上这段时间确实很忙 见柳如叶这魔果断地就懒着迟疑走了 这让王微龙一时之间也是愣在了那边 柳如叶 柳如叶 你现在走了 可就别后悔了 王微龙大不得往前走着 企图再次威胁柳如叶 但是可惜的是 这次柳如叶并没有回头 就像是没有听到他的话一般 同时 他还面色温柔地看向迟疑 语气温和地询问道 吃饭了吗 要不要现在去吃饭 迟疑转头挑衅地看了王微龙一眼 随后便不好意思地看向了柳如叶 还没呢 会不会太麻烦了 哎呀 这有什么麻烦的 柳如叶看着迟疑这个模样 顿时心里觉得好玩得很 姐姐出了钱多就没别的了 你就当作是陪我吃饭还不吃魔 说完 见迟疑面上还是在犹豫着 柳如叶便再次地道 那就算是姐姐求你还不成吗 别别别 我去我去 好似被吓到了一般 实意赶紧说道 这下 王微龙站在病房门前 看着两人是彻底地被刺激到了 想到之前 每次和柳如叶去吃顿饭 都是他好生好气地求来的 但是没有想到 微龙哥 你没事吧 你还受着伤呢 我们还是快点啊 小娜被王微龙用力地甩在了地上 他吃痛地惊呼了一声 随后便抬起头来 瞪大眼睛美好气地看向了王微龙 因为他也是没有想到 王微龙竟然就这魔把自己给甩开了 他有些不满刚想说些什么抱怨一下 但是在看见王微龙面上的表情后 他到底还是实相地闭上了嘴巴 此时的王微龙脸色难看至极 他阴沉着脸 咬牙切齿地看着柳如叶和池翼走进了电梯 连带着面目都开始猙獰了起来 这下的小娜顿时不敢吱声了 电梯里 柳如叶十分心疼地看着池翼 随后便抬起手来 帮池翼拍打着身上的尘土 你这是去做什么了 怎么身上全部都是土 听到柳如叶这个语气 池翼便能听出来 柳如叶确实是心疼自己 心疼得不行 池翼笑了笑 打完工没来得及收拾就出来了 柳如叶刚想问池翼打的什么工 想要问问他有没有有兴趣来自己的公司 但是在看着男人的笑容后 柳如叶生怕自己会伤害到池翼 他自己说出来的话 会伤害到两人的感情 所以犹豫了一瞬间后 柳如叶到底还是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好吧 机具话的时间 两人眨眼间就已经到了地下停车场 刚刚柳如叶着急 便让司机直接把自己送到了大门口 而现在 司机已经在地下停车场等着他了 等一下 电梯刚打开 柳如叶便出去了 但是池翼却站在里面没有动 怎么了吗 柳如叶还挽着池翼的胳膊 此时见池翼站在里面一动不动 便也跟着走了回去 池翼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那什么 我的车还在上面停着 柳如叶先是茫然地眨了眨眼睛 随后看着池翼怀中的头盔后 这才反应过来 但是 若是自己坐在车里 让池翼骑着车在后面追着 柳如叶多少有些不忍心 可是 柳如叶垂头看了看自己 今天他穿着一身包囤长裙 其实再是不方便坐车 要不然 你先把头盔放在我车里 等吃完饭 我们再送你回来取车 柳如叶看着池翼 试探性地轻声说道 好像生怕 池翼会不答应你呀 嗯 好 池翼自然是把刚刚柳如叶的全部举动 都看在了眼里 不得不说 柳如叶其实还挺贴心的 见池翼答应了下来 柳如叶也紧跟着灿烂一笑 我们先去吃火锅可以吗 听说现在年轻人都 十分地喜欢吃火锅 说着柳如叶便已经拉着池翼 走到了车子前 那司机瞧见池翼 不免觉得有些眼熟 便多看了几眼 但是在看见柳如叶面上的笑容后 司机那面抹表情的脸色 也多少变得怪异了一瞬间 随后他便又多看了池翼几眼 池翼无视了司机的视线 然后笑盈盈地跟着柳如叶坐到了车上 好啊 正好我喂好酒都没有吃火锅了 池翼这倒是说的是实话 他确实很久没吃火锅了 见池翼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柳如叶便觉得自己平常刷的那些视频都没白刷 车子很快就停了下来 池翼也是没有想到那家火锅店竟然这么近 同时在下车后 看见这个火锅店的店面 池翼多少有些诧异地挑了挑眉头 本来以为会去普通的火锅店 那种海底捞什么的 但是没有想到来的这个火锅店 一看就不是普通的火锅店啊 随着柳如叶走了进去 池翼倒是没有想到 这里面竟然是会原质的 只不过跟在柳如叶的身后 池翼总觉得有一道视线在打量着自己 但是火锅店里的人识暂时太多了 尤其是服务人员 可比吃饭的人多多了 所以就在池翼转头看过去的时候 便什么都没有发现 微微拧了拧眉头 池翼到底还是没有多纠结 转头跟着柳如叶走进了包厢里面 显然 此时的柳如叶十分地开心 进去之后便让池翼先坐下 自己走到了包厢里面的小冰箱里 给池翼拿出了饮料 池翼你先坐一会儿 马上他们就弄好了 说着柳如叶便笑盈盈地坐到了池翼的旁边 由于人比较兴奋 所以在走上前来的时候 柳如叶一时之间没有把握好距离 直接紧紧挨着池翼坐了下来 那一瞬间 池翼明显地感觉到柳如叶身体僵硬了一瞬间 而他也十分有眼见利地 伸出手去拦住了柳如叶的腰肢 如叶姐没事吧 啊 没 没事我没事 红着脸放下了手中的饮料 柳如叶蹦紧了身子坐好后 赶紧说道 那就好 池翼轻笑一声收回手来 而一时之间 柳如叶却坐在那边愣张起来 尤其是池翼那轻笑一声 弄得他的耳朵都有些酥妈了起来 连带着腰肢后面 那被池翼触碰过的地方 温度都有些上升起来 这让柳如叶不由得有些出神 一直到服务员推门走进来的时候 柳如叶这才顿时回过神来 一整个吃饭期间 柳如叶一直都在敲咪咪地看着池翼 他可能觉得自己的视线不明显 但是在池翼那边却感到十分的明显 如叶姐 你丈夫现在让你很为难吗 池翼主动挑起话题 看向柳如叶 嗯 柳如叶回过神来 听到丈夫这几个字后 表情顿时冷淡了不少 他不是我丈夫 他愣神说道 池翼微微勾唇 那你之前怎么 文言 怕池翼误会自己 柳如叶便赶紧解释 池翼 我之前不是故意骗你的 就是 因为公司里面情况比较复杂 所以 我们两个只是在假装夫妻罢了 说完柳如叶生怕自己解释得不清楚 又赶紧道 我们两个之间 什么都没有发生 什么都没有发生 见柳如叶如此极限地解释道 池翼不免愣证了一瞬 随后他便看着柳如叶 有些哭笑不得地说道 我知道的 我知道 你们两个之间 什么都没有发生 说着 池翼便有些细血地 看向了柳如叶 这让柳如叶脸色顿时爆红了起来 随后他便有些窘迫地 微微垂下头去 紧张地攥住了自己的衣角 是啊 自己第一次适合池翼 所以 一想到自己刚刚那魔着急的解释 这让柳如叶更加地不好意思了 明明看起来是一个郁姐 但是垂下头去的时候 却像是一个清纯的女孩子一样 十分地可爱 看着那白皙的皮肤上浮现出来的红韵 这让柳如叶的皮肤不由地变得红润了起来 池翼喉街滚动了一瞬 随后便伸出手去触碰了一下柳如叶的侧脸 随后他的手指缓缓下滑 最后轻轻地抹撒起 他那通红的耳垂 如叶剪 随着池翼的抚摸 这让柳如叶不免也是浑身一颤 他经不住这种撩拨 连带着呼吸都开始急促了起来 池翼暗自一笑 但是到底也还是什么都没有做 毕竟这种包厢虽然看起来十分的私人 但里面也还是有监控的 池翼还没想着当着其他人的面 做些什么 如叶姐 你脸怎么红了 昨天下雨是不是感冒了 池翼收回手去 轻声询问道 啊 柳如叶敢紧轻咳两声 嗨嗨 嗯 不小心淋了雨 不过没事 顺着台阶说下去 柳如叶这 才敢抬起头来 而池翼也是贴心地 给柳如叶加着菜 这个好了 如叶姐你吃点这个吧 嗯好 柳如叶一想到自己 刚刚着急说出来的那些话 多少还是有些不好意思 所以现在池翼说什么 他都是顺着往下 而池翼也是准备把握住这次机会 好好地打听一下 最近古华邦内部的事情 毕竟知己知彼 才能迅速渗透 无孔不入吗 那如叶姐 如果王威龙一直不出院的话 对你的影响是不是很大 池翼十分担心地询问道 若是平常人询问柳如叶这个问题 那他会立马警惕起来 毕竟现在人心不稳 是该处处小心 但是此时问出 这个问题的是池翼 他年纪那磨小 看起来也是在安安分分地工作 怎么可能会有别的心思呢 所以 听到了池翼的问题后 柳如叶也是对他 没有一丝丝的提防 他眉头微微皱起 细细咀嚼 咽下了口中的食物后 这才说到 最近公司正在关键时期 所以我才想着 让他赶紧出院 只不过 我不一定需要他 说着 柳如叶便微微眯了眯眼睛 意味深长地 看向了前方医院的方向 池翼面上没变 但是他也知道 柳如叶能把古花帮 弄到现在这个位置 手段不是一般人能猜到的 如果现在王威龙能出院 那是最好 但其实 如果我想让他出院 他也在医院里待不下去 现在只是想着试探一下 他的态度罢了 毕竟一起合作好几年了 说到这里 柳如叶顿了毒 但是可惜了 现在 我们终究不是在一条路上 说到这里 他那看向窗外的眼神 都变得很利了起来 那后面 池翼试探性地询问道 柳如叶转过头来看向池翼 面上的很利顿时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 温和的表情 没事你不用担心我 后面我会 把他彻底地铲除出去 你放心 公司大部分的骨干 都是我的人 现池翼在担心自己 柳如叶好像生怕让这个处处社会的男生被吓坏 赶紧出身安慰道 池翼倒是没有想到 柳如叶会转过头来安慰自己 只不过 现在很多剧情提前了 自己也得多加准备了 尤其是王维龙那边 他最后 肯定还是要弄个鱼死网破的 那就好 只要你没事就好 池翼轻声笑道 柳如叶心里一暖 看着眼前的男人 突然就有一种 想要拥抱他的冲动 这样想着 同时柳如叶也直接这样做了 他是一个很果断的人 加上确实比较喜欢池翼 也想让对方察觉到自己的心意 突然整个人被拥抱进了一个异常温暖的怀抱中 嗅着身前的玫瑰香 池翼脑海中还是有些猛的 谢谢你关心我池翼 现在有你在身边正好 柳如叶由衷地叹息道 不过他确实说的是实话 毕竟这些天每天都十分地忙碌和烦躁 而这些心情 在遇见池翼后顿时就消失殆尽 池翼轻笑一声 回报了回去 我也很开心 吃饭期间 池翼起身出去 去了一趟厕所 而在池翼走出包厢的时候 那熟悉的视线便又盯在了他的身上 池翼没有回头看去 而是转身静直去了厕所 果然 等他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 便瞧现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在门口敲摸地看着 林薇薇小姐 没有想到 你也有偷窥男厕所的爱好啊 池翼轻手轻脚地来到了林薇薇背后 突然出声 啊 你 你怎么过来的 林薇薇被池翼吓了一跳 惊魂未定地转头看向池翼 他刚刚明明一直都在盯着 怎么这人突然就来到自己后面了 其实在池翼走进餐厅的时候 他就看见他了 毕竟他和他身边的女人 长得都十分地惹眼 只不过 池翼这一身地打扮着时 让他有些没看懂 这样想着 林薇薇便上下打量了一下池翼 随后林薇薇便露出了比翼的表情 不是吧池翼 你不是混得很好吗 现在这是怎么一回事 虽然说这是一个火锅店 但是也不是谁都能进来的 而看着池翼现在的这身打扮 说是在工地里干活 可能也有人相信 林薇薇的比翼一点都没有掩饰 主要是林薇薇也是一直对池翼怀恨在心 上次勾引池翼没有成功之后 带他走出了洗手间 林薇薇还没收拾完 便有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 走进了洗手间 自然而然的 也就便宜了那个男人 而 现在唯一能安慰林薇薇的 也就只有那个男人比较有钱了 所以 现在看着池翼混得不怎么样 他才会跑过来幸灾乐祸 林薇薇的表情 池翼全部都看在眼里 不过看着他那比翼的表情 池翼也不生气 哦 那关你屁事 仅仅只是一句话 这让林薇薇直接噎住 连带着整个人都被憋得脸色通红 看着他 好似被掐住脖子的一只鸡一般 满脸长得通红 气得要死的模样 池翼一个眉 忍住笑出声音来 你 你笑什么 信不信我让人赶你出去 林薇薇没好气地说道 池翼轻轻挑了挑眉头 哦 那你就叫人好了 让我看看 最后被赶出去的是谁 听到池翼面上丝毫不慌张 现在倒是轮到林薇薇慌张了 难不成池翼现在是装的 我刚刚分明看见 你是一个女人进来的 没想到之前装壁装得挺好 现在开始吃软饭了 面对别人的嘲笑 越是自证 越是会被污蔑 被嘲笑 唯有胡言乱语发疯 才能外号别人 所以 池翼眨了眨眼睛后 就开始胡言乱语 怎么了 我之前就是啊 嫉妒了 这下 林薇薇又是一口气憋住了 毕竟之前池翼身边的女人 身份就不菲 而刚刚两人进来 也是直接进入了包厢 看样子 那个女人也很有钱 薇薇呀薇薇呀 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走廊里 传来一道声音 在呼喊着林薇薇 林薇薇这下 不敢跟池一半嘴了 赶紧小跑着迎了过去 王总啊 你怎么来了呀 说着他 便笑容甜美地挽住了 那肥胖男人的胳膊 池一看过去 随后心里便有些诧异 看来这个林薇薇的口味 确实挺重的呀 之前那个金猪黑矮就算了 现在这个更是肥得不行啊 走个路 身上的肉 都一直在颤抖 看样子 是真的找到金猪了呀 只见那金猪笑眯眯地捏了捏 林薇薇的腰肢 哎呦 我这不是担心我的小宝贝吗 说着 两人便离开了走廊 池一无奈地耸了耸肩 本来以为这个林薇薇过来 会有什么事情 没有想到 只是过来发疯的 还被自己气得不行 这让他也比较无语 这不是纯纯找罪受 池一回去的时候 柳如叶正在电话中聊着工作 后来两人没一会儿 就吃完了 和柳如叶走出去的时候 池一依旧还是感受到了 林薇薇那犀利的眼神 池一也不惯着林薇薇 转过头就对着林薇薇挑衅一笑 眼看着林薇薇那张脸气地 猙獰了起来 池一便也更加的心满意足了起来 宝贝你怎么了 不吃了吗 耳边传来的声音 让林薇薇顿时回过神来 他转过头来 瞧着眼前肥头大耳 吃饭一直发出锁锁锁的人 先是皱了皱眉头后 便笑道 哎呀 你也知道 人家最近在减肥啊 金猪笑了笑 减肥好减肥好啊 毕竟享受林薇薇身材的是她 她也是十分地赞同的 看着眼前一直在吃东西的人 林薇薇眼睛转了转 随后试探性地询问道 话说宝贝啊 你知不知道 刚刚出去的那个女人是谁啊 刚刚出去的那个 金猪迷茫地抬起头来 林薇薇在心里暗自地呸了一声 刚刚还一脸贪婪地 看着人家的身材呢 现在装不知道了 虽然心里十分地不屑 但是表面上还是要配合的 是啊 就是刚刚那个 穿着包臀长裙的那个 哦你是说她 金猪擦了擦嘴角 她是古华集团的总监 古华集团 林薇薇有些诧异 为了勾搭高富帅 林薇薇还是了解 不少这些公司的事情的 哎呀 亲爱的 你不是古华集团的总裁 是你表哥吗 再说了 不都说古华集团的总监 和总裁是一对吗 林薇薇装作茫然地眨了眨眼睛 没想到啊 这一问竟然问出来了 看起来 现在迟一确实混得不是很好啊 竟然都开始勾搭有夫之妇了 见迟一过的那摩舒畅 林薇薇可看不下去 那边的迟一丝毫不知道 这边的林薇薇 开始琢磨着其他的事情 吃完饭后 加上饭店距离院也比较近 所以 迟一和柳如叶 是一块散步回去的 当然了 气氛到了 小手自然也是牵上了 从走出饭店后 柳如叶的嘴角 就一直没有下去过 迟一啊 现在时间正磨晚了 你自己骑着车子回去可以吗 要不然我让司机送你 到时候找人帮你把车子送回家 柳如叶转头 看向迟一 迟一攥着柳如叶软绵绵的小手 听到柳如叶的话后 便忍不住捏了捏柳如叶的小手 没事的如叶姐 好歹我也是个男人了 再说了 我伸手也不错的 你不用担心我 迟一委婉地拒绝了 其实 若是迟一自己一个人住 让柳如叶送自己回家 也就送自己回家了 但是 若是真的让柳如叶送自己 回玉亭的别墅的话 那就真的是出大事了 听到迟一的话后 柳如叶多少有些失望 他轻声叹了一口气 那好吧 其实他也是 有私心的 毕竟好久不见迟一了 他也是想和迟一 多家相处一段时间 很快 两人便走了医院门口 和迟一告别的时候 柳如叶还是有些依依不舍 一直在叮嘱着迟一注意安全 一直到看着迟一离开自己的视线后 柳如叶这才略带失望地收回了视线 坐回了车里 默默吃瓜的司机 看着柳如叶坐上车后 便也赶紧收回了自己的视线 看了一眼时间 也不算太晚 不过中间叶柔柔有给他发消息 问他什么时候回去 迟一回复他们 回去吃饭了 所以 等迟一回去的时候 大家都已经上去休息了 唯有柳青霜 还坐在客厅那边 等着迟一 青霜姐 你怎么还没睡 虽说这个时间对 自己来说不算晚 但是作为病人 这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呢 熬夜确实不大行 回来了 见迟一回来了 柳青霜便也抬头关上了电视 瞧见迟一面上的担心 柳青霜便柔和地笑了笑 随后道 我就是白天看文件 看得有点多了 所以一时之间有些睡不着 正好见你还没回来 等等你 迟一无奈地笑了笑 随后 走到柳青霜背后 轻轻推扫着他 往楼上走去 就是因为白天一直在工作 所以晚上 才要早点休息 你现在要多加 关心一下自己的身体才行啊 听着迟一的话 柳青霜心里甜滋滋的 好 我知道了 说着一个转身 他直接走到了迟一的身旁 他心疼地拍打了一下 迟一身上的尘土 要是去做卧底 那就别那么尽心尽力地干活 你看你累的 迟一黑黑一笑 你放心好了 我浑水摸鱼 还是很酱的 柳青霜文言 顿时被迟一的话 弄得有些哭笑不得 好 那你也注意安全一些 自从知道迟一是在卧底后 柳青霜一看见迟一出去上班 心里便一直忐忑不安 生怕迟一出事了 好好 我知道了 你也快点去休息 明天我早些回来帮你按摩 说着 迟一便送他回到了房间 柳青霜被迟一说出来的按摩一词 弄得有些面红耳赤 他的飞红着脸 美好气地腻了迟一眼 这才回到了房间里 见柳青霜回去休息了 迟一便也大步地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现在不是调情的时候 赚钱才是最重要的 打开电脑后 迟一便打开了股市的页面 而此时 原本那些完全看不懂的页面 现在却看起来通俗易懂得很 而且 只是看着他们的走势 迟一便能推测出后面的走向 这让迟一顿时心里一喜 有了这个外寡 那赚钱还不是手到擒来 想到这里迟一便直接操作着买了一些 只不过 他倒也没有傻到 把自己的全部身家都放进去 而是先用一部分钱 想着测试一下 忙活完这些事情 时间已经不早了 他便先去洗了得澡 等从浴室中出来 他才瞧现自己手机上有消息 本以为是莫里斯给自己发的消息 没想到是柳如叶发来的消息 柳如叶 照片 柳如叶 你的头盔忘记给你了 看着照片 确实自己的小黄头盔 怪不得迟一总觉得 回家的时候 少了点什么呢 原来是忘记头盔了 迟一 没事 以后见面你 顺手给我就撑 推算了一下时间 很快柳如叶就会下来仓库视察的 所以迟一倒也不着急 而那边的柳如叶 也在为以后 有了见面的机会而高兴 柳如叶 好 那我以后 见面了给你 早点休息 虽然柳如叶 还是想要和迟一聊些什么 但是没办法 他就是属于那重手机上聊不好天的人 迟一 好早点休息 没等放下手机 迟一便听到了系统的提示音 丁丁检测到男主小弟崇拜值 奖励200反派值 丁丁检测到男主小弟崇拜值 奖励200反派值 丁丁检测到天命女主崇拜值 奖励300反派值 丁丁 检测到天命女主好感度 奖励500反派值 丁丁检测到天命女主好感度 奖励200反派值 突然起来的系统提示音 这让迟一猛的一愣 随后 他便开始载载细细地看起来系统面板 虽然是现在提醒的 但是后面的日期 却是中午和下午的 那现在推测看来 除了最后一条 是柳如叶的 那上面的 都是中午发生混战的时候获得的 但是迟一十分地肯定 今天自己一整天都没有听到系统的提示音了 系统你在吗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中午和下午的反派值 现在才提示 迟一冷声质问道 毕竟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个玩笑 系统 抱歉 因为下午发生了一些事情 系统重新更新了一下 迟一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什么事情 系统 系统检测 天命男女主会比原著中提前回国 听到系统无情的声音 迟一眉头狠狠一跳 随后后面的剧情 自己没有仔细看 但是迟一知道 后面叶寒是跟莫里斯一起回国的 那时候 叶寒已经成功地攻略了莫里斯 所以便带着他一起回国了 只不过 现在是怎么回事 明明莫里斯现在对叶寒不感冒啊 况且 还是提前了 这让迟一百思不得其解 许师察觉到了迟一的不解和沉默 系统便继续解释着 系统 经过系统检测 不是系统出现问题了 而是原著剧情发生了改变 天命女主莫里斯会 提前跟随自己母亲来到Z国 天命男主会跟着一起回来 迟一 能检测到究竟是什么时候回来莫 她还没有拿下古华帮 实在是不敢冒险 若是知识面对叶寒也就算了 但是对于天道认证的男主光环 这多少有些冒险 系统 天命女主母亲 因回家探亲将于十月底回国 迟一陷入了沉思 现在是八月初 那就是说自己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那她确实要加快自己的动作了 本来的剧情中 叶寒可是在国外待到了年底才回来的 不过经历了这个事情后 迟一也明白了 蝴蝶笑影 原著中的剧情确实会 根据自己的行为发生改变 本来迟一还在担心 若是自己强行改变剧情 会不会受到什么反噬 但是现在看来应该不会 这样想着 迟一的眼神也变得晦暗不明料起来 晚上打游戏的时候 没等迟一主动询问 莫里斯便兴奋地说 要十月底跟着母亲一起来自一国 还询问了迟一要不要见个面 这不由得让迟一生起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莫里斯不会是因为自己 才想着要提前来自一国的吧 迟一思索了一下 装作十分犹豫地答应了 Y 那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长得并不算太好看 先让莫里斯把期待值拉低 到时候才会显得更加的惊艳 不是迟一对自己过于自信 而是迟一对系统提供的魅力值 十分地自信 莫里斯赶紧说道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 我又不是那种看脸的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莫里斯已经能看出来 Y这个人性格十分地好 不得不说 他确实喜欢这种类型 但最主要的是 一个男人 竟然隔着屏幕 隔着网线 还能震摹得有魅力 还能震摹 深深地吸引他 这让他十分地好奇 这样的男人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Y 嗯好 那你来的时候 提前告诉我一声 依旧还是十分冷淡的语气 但是听到他这样说 就已经十分让莫里斯兴奋了 游戏结束 莫里斯这骨子兴奋值 都没有下去 甚至还高兴地 发了一个朋友圈 这个朋友圈 成功地吸引了夜寒的注意力 只不过 他去询问莫里斯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么高兴 对方并没有回复他 因为昨天晚上的事情 莫里斯已经一整天 都没有搭理他了 这让夜寒心里 多少有些没底 只不过 他也在合作中 成功地收到了 另外一个消息 那就是 莫里斯十月底 要回Z国 在这期间 他必须让莫里斯 和自己成为朋友 是的 看莫里斯这个态度 夜寒已经不指望 他能短期内 答应自己的请求了 只希望两人 尽快地成为朋友 毕竟若是回到了Z国 那就是自己的主场了 夜寒认为 就算是现在 莫里斯对自己的态度 不是很好 但是等到了Z国 认识的人就只有自己 那也就是 两人感情 升温的好机会 丝毫不知道 莫里斯去Z国里游的夜寒 自顾自地这样想着 今天打游戏 莫里斯并没有叫夜寒 就算是夜寒给自己发消息 莫里斯也都没有搭理他 果然 没有了夜寒 两人打起游戏来时 也是比昨天愉快的很多 一直到玩完游戏后 莫里斯依旧还是有些依依不舍 只不过 一想到过两个月 就可以先到外本人后 这也让莫里斯 对Z国之旅 更加地期待了 一日 迟一早早地起来后 便发现 夜温晚门口 有来来往往的人 迟一下意识地看了过去 正好瞧见毒蛇 从里面走出来 毒蛇提着夜温晚的行李箱 从房间里走出去 对遇见迟一他 倒是并不意外 一直紧绷着的脸 在看见迟一后 这才显得温和了一些 孤狼 他冲着迟一打了个招呼 除了夜温之外 他们其他的兄弟 联络的还是比较多的 主要是有火狐 这个社交达人在 他们也不会直接断了联络 所以 就算是迟一自己没有说 自己给苍蝇了不少钱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了 在得知这个事情时候 毒蛇心理 其实也十分的愧疚 毕竟之前在国外花天酒地 花钱大手大脚的 但是回国两年了 惭愧的是 他们兄弟饥个 确实拿不出多少钱来 迟一上前去笑呵呵地 拍了拍毒蛇的肩膀 都说了 回国之后 就别叫我代号了 文言 毒蛇点了点头 好 迟一 见状 迟一十分无奈地笑了一下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其实 毒蛇也算是一个十分守规矩 比较古板的一个人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夜温晚也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迟一你起来了 夜温晚柔和地冲着迟一打着招呼 几天过去了 夜温晚的尴尬多少已经消散了 不光如此 因为也是因为那天晚上的事情 现在夜温晚对迟一的态度也温柔得很多 夜一你这是 看了看从毒蛇手中的行李后 迟一挑眉 看向夜温晚 你要走了吗 夜温晚轻点了下头 嗯 一会儿吃完饭就走 毕竟也待了好几天了 加上柔柔也要上班 所以我还是回去吧 毕竟家里的那些小宠物 我也放心不下 迟一轻点了一下头 好 那我让宋秦给你再熬一份药粥 您拿回去喝 现迟一是这模的体贴 这也不免让夜温晚弯了弯眼睛 他轻点了下头 嗯好 让你费心了 迟一笑眯眯地摆了摆手 没事 随后他便转头看向了毒蛇 毒蛇你吃了吗 毒蛇显然没有想到迟一会询问自己 这让他微微正愣了一下 随即他便摇了摇头 还没有 因为昨天接到了夜温晚的通知 所以他便一大早就从家里赶来了 确实还是没有来得及吃饭 不吃饭怎么行 迟一闻言直接皱紧了眉头 你之前胃就不好 不能经常空腹的你不知道吗 迟一虽然是则怪着说着 但是这钥匙的人都能听出来 迟一这是在关心人 而毒蛇就是这样一个吃硬不吃软的人 他是从小辈扔进雇佣兵里训练的 所以才会对一切东西都表现得十分的淡然 而他也只会屈服在 比自己更加强大的人面前 虽然因为苍蝇的事情 毒蛇对夜寒有些不满 但是此时在毒蛇的眼里 夜寒依旧还是他认为的最降大的人 所以不论发生什么事情 毒蛇依旧还是会听从夜寒的安排 而迟一现在则是准备 把夜寒的底气全部都敲起来 毒蛇 一个夜寒利用度比花蝴蝶还要狠的人 他执行任务的时候 心狠手辣 十分的果断 加上过于的忠心 所以 现在也是夜寒最得心应手的一个手下 也是因为这样 夜寒让他去保护了夜温婉 也是因为跟着夜温婉远离市区 这也让毒蛇对兄弟们的感情越发的冷暖 也是幸好有火湖这个社交达人 要不然 恐怕现在双方见面 就要和陌生人一样了 抱歉 面对迟疑的关心指责 毒蛇心里多少有触动 只不过他情伤不高 憋了半天 就憋出这么一句话 听到这一声抱歉 这险些让迟疑差点没绷住 笑出声音来 要不然一起吃顿饭 迟疑提议道 这 听到迟疑的话后 毒蛇便犹豫了起来 他看了看夜温婉 又看了看迟疑 刚想要摇头拒绝 随后便听到了夜温婉的声音 对啊 要不然一起吃顿早饭吧 夜温婉笑着赞同道 文言 毒蛇微微瞪大了眼睛 随后又有些诧异地看向了两声 然后他这才缓缓地点了点头 嗯 好 饭桌上多了一个人 大家都不是很惊讶 毕竟互相都认识 这里面唯一不认识毒蛇的人 也就只有宋秦了 说实话 现在就算是从国外回来了 毒蛇那凭一己之力 孤立所有人的气场 还是没变 就算是安静地坐在那边吃饭 他身上也是一股冷气 一股冷气地往外貌 这一下的宋秦都不敢吱声了 在饭桌上 也就只有坐在毒蛇身边的花蝴蝶 能和他聊两沟了 因为两人性格差不多 加上性格也多少有些迟钝 所以 两人丝毫度没有感觉出来 对方的态度有些冷淡 而饭桌上 看着身旁的毒蛇 花蝴蝶好几次都有些欲言又止 但是 最后到底还是 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现在人多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就是 现在还不是时候 所以犹豫了一会儿后 花蝴蝶到底还是什么都没说 毒蛇他们走的时候 迟一正好也要骑着 自己的小店驴离开 而看着迟一这样就要去上班 这让毒蛇十分的疑惑 见夜温晚上了车后 毒蛇便走到了迟一的面前 迟一你这是 迟一按了两下车喇叭 去码头那边上班啊 虽然迟一没有明说 但是在听到码头这两个字后 毒蛇还是猜到了 老大让你去的 这倒是毒蛇没有想到的 毕竟这个人物这魔惨烈 是的惨烈 他们都知道 之前夜寒派去的人 没有一个人能回来的 也是因为这个事情 下面的人也多少有些不满 毒蛇甚至还听到过好几次 下面的人指着夜寒无情 让弟兄们去送死 也是因为下面的声音太大了 所以 这个任务也是消停了一段时间 前段时间 古华邦发生的事情 他也有所耳闻 也传来了夜寒要趁着这个好机会 派人继续去卧底的事情 但是毒蛇怎么也没有想到 夜寒会让迟一曲 毕竟 这明显是去送死的 虽然对感情有些淡膜 但毕竟迟一平日里 对他还算是不错的 所以 这让毒蛇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头 为了老大 应该的 轻声这样说着 迟疑便缓缓地叹息了一声 况且 如果我不去的话 弟兄们也要去的 大家都是有家庭的 若是真的出了什么事情 迟疑的话 毒蛇也是明白的 其实刚回国的时候 毒蛇也是有这个想法 所以 现在夜寒派发一些任务的时候 他也想着自己做了 兄弟们就不用做了 便也一一接下 只是 他一直以为夜寒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这种事情 怎么能让弟兄们去做 没有别的人选了吗 毒蛇反问 迟疑笑呵呵地揉了 毒蛇的头 那难不成让你和蝴蝶去啊 隔壳舍不得看你们这些弟弟妹妹们出事 说完迟疑便笑呵呵呵地冲着毒蛇摆了白首 行了时间也不早了 那我也去上班了 说完 迟疑便骑着自己的小电驴 悠哉哉地离开了玉亭的别墅区 看着迟疑离开的背影 想到迟疑刚刚说的那句话 毒蛇心里不免又有些触动 没有想到 就算是长时间不见面 迟疑这个大家常 依旧也还是会牵挂他们每一个人 在上车离开别墅前 毒蛇先是跟花蝴蝶摆了白首 明显的他也察觉到此时的花蝴蝶状态 有些不对劲 从今天看见自己的时候 花蝴蝶便一直在出神 直觉告诉毒蛇 他心里肯定藏着事 只不过现在这些事情还不能说 这样想着 毒蛇便驾驶着车子离开了玉亭 准备后面再仔细地询问花蝴蝶 这边的迟疑刚把车子停在公司仓库门口 便乔县里面大家伙都在忙着 平日里来的时候 一般都是李胖子在忙着搬货 高丽只有非常忙的时候才会帮忙 毕竟他每天都要打无数个电话 看无数个货单 其实也不算是轻松 但是今天迟疑走进仓库 便罕见看见高丽也在搬运着货物 今天这是怎么了 一会儿有大货啊 迟疑见状赶紧上前去帮忙 高丽拽过一旁的毛巾 擦拭了一下额头上的汗 不是 一会儿上面要来视察 啊 这么快 真的假的 不等迟疑询问 他身后的周立翼 便一把把迟疑给推散到了一边 激动地上前来询问宝 高丽古怪地看了周立翼一眼 随后点了点头 所以 要先把货物整理得明白一些 大约下午的时候就来 一会儿 还有一批货药放到冷库里 要辛苦一些了 迟疑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 十分激动的周立翼 随后笑着耸了耸肩 这有什么的 辛苦也是应该的 而此时的周立翼 早就已经被兴奋冲昏了头脑 这两天因为迟疑的威胁 他来得都挺早的 但是今天是最慢的 他来的时候问了两句 但是高丽也只是随口敷衍了 他一下就干活了 没有想到迟疑一来 人家就直接说了 想到这里 周立翼便怨恨地看了一眼高丽那边 等着吧 等着他想办法去了总公司 有他好看的 想到这里 周立翼的心思也不在干活上面了 他先是去了洗手间 看了看自己的衣服 幸好 幸好还没有沾染上很多的灰尘 还能弄掉 要不然 等到柳如叶来的时候弄不干净 留不下一个好印象 那就惨了 今天不光是活多 加上上面要试茶 所以迟疑来了之后 也是忙得不行 没一会儿就已经满头大汗了 加上外面现在天气还热 没一会儿就热出了一身汗 现在 就算是开了工业大风扇 也没有多大的用处了 哎 不是小周那家伙呢 李胖子干了一会儿活之后 便发现有些不对劲 擦了擦汗后 便奇怪地左右看了看 但是依旧还是没有看现周立翼的影子 迟翼抽空看了周围一眼 随后摇头 不知道 好像从他刚刚来干活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看见过周立翼了 一想到他竟然光明正大的偷懒 这让迟翼微微眯了眯眼睛 高丽也不耐烦地大喊了一句 周立翼 周立翼 哎 我在这里 听出来高丽的语气 有些不对劲了 再加上 他确实是在里面待了太久了 所以 赶紧急急忙忙地走了出来 周立翼这一从洗手间里出来 大家瞬间都沉默了 不是 小周啊 你这是去厕所弄了一个发型啊 李胖子傻眼了 抬头指了指周立翼的头发 确实 刚刚还凌乱不堪的头发 现在已经被整理过了 连带着 还做了一个造型 听到李胖子这样说 周立翼就像是听不懂一般 胖子哥你说啥啊 我这就是热的 随便用水捋了捋 这下 周围再次沉默了起来 就连迟翼 也是丝毫不给面子的吃笑出声 不是 你当我们瞎呀 没有想到 迟翼这磨得不给面子 这让周立翼多少脸皮上有些发热 我 我这不是想着领导要来了 所以赶紧整理整理吗 迟翼十分明显地 冲着周立翼翻了白眼 懒得搭理他 转身继续开始干活 虽然他平常确实有些摸鱼滑水了 但是毕竟高丽和李胖子人是真的不错 该干活的时候 还是要干活 小周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是你觉得 现在是整理造型的时候吗 这一下高丽是真的生气了 直接冷着脸呵斥的 本来是觉得 周立翼现在是刚出社会 也不容易 毕竟也算是一个小孩子 要面子 所以平常还是不忍心多加呵斥的 多少也是要给小孩子留一些面子 但是在看见了周立翼这模奇葩的动作后 高丽多少还是有些忍受不了了 他眯了眯眼睛 冷着脸走向周立翼 毕竟是在古华帮混了好几年的人 升起气来 也不是周立翼能扛得住的 眼看着高丽往周立翼那边走了几步 他就已经忍不住 浑身冒了冷汗了 小周 我不管你怎么捣吃自己 但是你仅可以在干完活之后再弄 你现在弄完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是不用干活了吗 他冷眼看着周立翼 沉生道 不 不是 我错了高哥 我错了 我是脑子一糊涂 没想过来 您别误会 这磨热的天气 周立翼硬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看着高丽那会暗不明的眼神 这下的他赶紧便起到 高丽不是看不出来周立翼的小心色 他怎么可能被周立翼的便捷给唬住 加上这两天 周立翼一直在跟着他打听柳如叶的消息 他也不是傻子 稍微一想 便能想到周立翼在打什么主意 只不过 高丽只是觉得周立翼痴心妄想 毕竟柳如叶那种层次的人 怎么可能看得上他 冷哼一声 高丽也没有仔细跟他计较 也懒得戳穿他的谎言 毕竟现在干活要紧 我不管你一会儿怎么 捣翼 你现在先去给我干活 要是想要捣翼 那就等干完活再说 冷着脸放下一句话后 高丽也去干活了 身上出了一身的汗 现高丽和李胖子 都已经把短袖给脱下来了 迟翼也直接把短袖脱下来 挂到了一边 哎哟 迟翼 你这身材不错呀 李胖子面带吊侃地站在迟翼旁边 笑呵呵地说道 迟翼看着李胖子这个样子 多少有些哭笑不得 胖子哥 你这怎么像的流氓一样 高丽这个时候 正好也是搬着户去冷库 文言也是有些哭笑不得的 摇了摇头 你这就不懂了吧 你胖子哥对自己没有的东西 一直都很渴望 渴 少狐说了 干活干活 眼看着自己的心思被戳破了 李胖子没好气地笑骂了一声高丽 转过头去 继续干活了 只不过 再转过身去 他到底还是没忍住 看了一眼迟疑的腹肌和胸肌 还有那若隐若现的鲨鱼肌 回过头去 他又看了看自己一整个白花花的腹肌 不免还是没忍住叹了一口气 摇了摇头 迟翼甚至还能听到 李胖子搬着货走进冷库的时候 问高丽自己 现在要不要减肥了 说现在年轻小姑娘 都喜欢有腹肌的 在李胖子说完话后 迟翼很快便听到了 高丽那毫不留情的嘲笑声 一旁默默干活的周丽翼 自然也是注意到了那边的情况 见状他便下意识地垂头 看了看自己的身材 最后到底还是没敢把上衣脱下来 临近中午的时候 高丽看了眼门口卸下来的活 拍了拍手大声喊道 马上货就搬完了 大家一口气把货都搬完 中午吃完饭整理整理 准备准备下午的视察 文言 吃一台头道 那我要不要先订好饭 毕竟昨天发生的事情 对于李文问来说 还是太过于惊吓了 所以 小姑娘一直到晚上 都没有缓和过来 看着妹妹这个样子 李胖子也心疼得很 便让李文问接下来的时间 不用来送饭了 加上正好也快开学了 在家好好复习就行 不用 高丽刚想说不用 想说自己一会儿定就好 只不过还没等高丽说完话 便听到了仓库门口 传来了停车的声音 连带着 还有开关门的声音 听到声音 高丽下意识地转头看去 随后便赶紧迎了上去 刘总您来了 听到高丽的话 剩下的人 也均是下意识地看了过去 只见仓库门口 此时停了一辆漆黑的豪车 而车前便站了一个身形性感的美女 那爵士家人 此时打着遮阳伞站在那边 虽然戴着大大的墨镜 但是也能看出来 那小脸多么的细嫩 与平常一样 柳如叶今天穿着的 也是一件包臀长裙 与平常款式不一样的是 今天的长裙 是最近流行的褶皱款 许是因为要试查仓库的原因 所以今天柳如叶穿的是 一双运动鞋 不过 这比起平常来也并不逊色 反而还增添了一股运动风 现高丽走上前来 柳如叶便笑盈盈地摘下了墨镜 小高啊 一直以严肃示人的高丽 此时站在柳如叶面前 气势顿时矮了一大劫 他有些诧异地看向柳如叶 随后笑道 刘总你怎么提前来了 我们这边学没准备好呢 有什么好准备的 这样就行 这不是怕货都乱堆着 影响走路么 高丽解释道 柳如叶把墨镜递给一旁的司机 笑道 我柳如叶从底层爬上来 还怕这些不成 那肯定不是 好了 先带我进去看看吧 说完 没等高丽带路 柳如叶便率先走进了仓库 正在里面干活的周立一文言 顿时慌张了起来 他赶紧拍打了一下 自己身上的灰尘 又捋了捋自己的头发 这才笑眯眯地迎了上去 柳总 您来了呀 说着 周立一便快步地走到了柳如叶的面前 伸出手去 做事要跟柳如叶握手 瞧着突然走到跟前的周立一 不光是柳如叶 就连高丽 也是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头 小周 他低声警告道 柳如叶上下打量了一下周立一 随后转头看向高丽 新人 高丽点了点头 对 前段时间新招了两个人 这个时候 李胖子也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走了过来 柳总你提前来 怎么不说一声 你悄悄 我们还没来得及收拾呢 李胖子 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柳如叶笑道 有什么好收拾的 之前一起闯的时候 你们什么样子 我没见过 我狼狈的样子 你们也没少见 闻言 李胖子和高丽面上 也多了一抹笑 就是因为这个交情 所以柳如叶这才会放心 把这个仓库交给他们 对了 不是两个新人魔 另外一个呢 对 在这里呢 迟一快点来 听到柳如叶的话后 李胖子便赶紧冲着身后招了招手 而高丽也是忍不住帮迟一说着好话 柳总 你是不知道 自从迟一来了 胖子可算是轻松了 他说着说着 便发现柳如叶正在正正地盯着前面愣神 这让高丽有些疑惑 他看了看前面 前面也就只有走上前来的迟一啊 难不成是迟一身材太好了 让柳如叶都看愣神了 这让高丽喊羡的有些茫然了 柳总 柳总 一直到身边的高丽喊了好几声后 柳如叶这才顿时回过神来 瞧着眼前的迟一缓缓走上前来 眼里的诧异变成了笑意 这也让柳如叶面色微微红润了起来 尤其是看着迟一那较好的身材 这让柳如叶想要害羞地挪开视线 忍不住多看两眼 看着他赤裸着上身 柳如叶脑海中便一直浮现着两人之前的情景 那是柳如叶第一次体验如此刺激的事情 所以也一直让他念念不忘 多少个寂寞的夜晚 他都在想着迟一度过 但是没有想到 此时赤裸着上身的迟一 竟然会出现在自己的眼前 回过神来后 柳如叶先是微微垂下头去 有些不自然地倾壳了两声 随后便面色柔和地看向了迟一 迟一没想到这么巧 昨天看迟一工作那么辛苦 还想着开口 让迟一来自己这里工作呢 但是他又怕直接说出口 会让迟一误会自己 让两人之间产生隔阂 不过 现在也许就是机会 如叶姐 迟一轻点头 随后走到了他面前 我也没有想到这魔巧 这魔快又见面了 迟一装作诧异地说道 周立一刚刚一溜音地 站在柳如叶面前 没有想到被忽略了 尤其是听到高丽 一直在夸赞着迟一后 他那口黄牙 差点没要碎 他急于要表现自己 但是没有想到 柳如叶竟然看着迟一发起呆来 同时 周立一也是万万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 两人竟然认识 看着两人十分熟忍地聊起天来 周围的人不免都有些诧异 只有站在柳如叶身旁的司机 看着迟一诧异了一瞬后 便赞同地看了看迟一的身材 没有想到啊 大姐的眼光竟然正磨好 这个小鲜肉 可比王卫龙好多了 看着两人的互动 高丽和李胖子 一时之间都没有反应过来 不过李胖子的嘴比较快 他挠了脑脑袋 随后茫然地说 刘总迟一你俩认识 嗯是 之前一起钓鱼的时候认识的 柳如叶多少有些好意思地说着 毕竟想起之前 也就想起了那次的经历 两人的发展比较快 现在说着 都让柳如叶有些面红耳赤 高丽大笑 这魔巧啊 那还真是有缘分 迟一也是点了点头 是啊 昨天我还和如叶姐一起吃了饭呢 没有想到 今天就在这里碰见了 听到这话 这不免让一旁的周立一面上的表情 瞬间争鸣了一瞬 昨天他还在幻想着 和柳如叶见面 没有想到 他们两个就已经吃上饭了 不得不说 看着迟一 周立一心里 多少还是有些危险感的 但是想了想 自己还是比迟一要年轻 自己才是真正的小鲜肉 这让周立一心里 顿时平稳了许多 柳如叶看着浑身 都是汗的迟一 同时也想到了 昨天身上满是灰尘的迟一 心里不免又有些心疼了 怎么流得这么多汗 虽说那汗水在腹肌上流淌着 确实十分地诱惑人 但是柳如叶还是心疼得不行 嗯 刚刚前活干的 迟一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随后抬起手 来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这个给你 嗯 看着地道眼前的纸巾 迟一笑眯眯地接了过来 谢谢 周立一 很是无语 高丽和李胖子 则是默默地擦了擦自己额头上的汗 并没有说话 不过 这次柳如叶是来视察的 所以 就算是想要跟迟一聊一会儿 但也还是要工作的 当然了 高丽也是有眼力线的 刘总要不然这样吧 先让迟一带你看看仓库 我们那边还有点货没搬完 我们先去把货搬进来 说着高丽便直接把迟一 推到了柳如叶的身边 迟一心里自然也是乐意的 只不过 还是得先推辞一下不是 那怎么行 要不然 我帮你们干完活 再来找你 说着 迟一便低头看向了柳如叶 柳如叶自然心里也是十分乐意的 只不过没有想到 迟一竟然这魔的善解人意 听到迟一的话后 柳如叶便回头看了看外面的天气 这个时间段 外面的太阳正毒着呢 此时仓库里的气温都不是很凉快 那更别说外面了 这样想着 柳如叶便看向了正要上车的司机 小四啊 要不你帮忙搬一下货呗 闻言 司机上车的身影顿时僵硬了一瞬 不过很快 他便任命地关上车门 行 雨霸 他便跟在高丽他们后面走了 柳如叶身边的司机 自然也不光是负责开车的 也是充当了保安 所以 搬货还是手到擒来的 好了 有人去帮忙了 麻烦你带我看看了 柳如叶转过头去 看向迟一温笑道 迟一怎么可能看不出来柳如叶的心思 只不过 这种心情可不能点破 好 带着柳如叶在外面迅速地逛了一圈后 迟一便带着他去了里面的冷裤 来到里面确实一瞬间凉快了不少 你们这整理得不错啊 柳如叶看了看周围 由衷地赞叹道 迟一笑了笑没有说话 这都是高丽和李胖子 大早上来急急忙忙地整理的 参观完冷库 迟一指了指那边的休息室 如叶姐要不要去休息室休息一会儿 好啊 柳如叶欣然答应 正好也可以看看他平常休息的地方 只不过 一走进休息室 柳如叶便皱紧了眉头 这一扇窗户怎么没剥裂 那你们平常 岂不是开不了空调了 这磨大的窗户 外面气温这磨高 恐怕就算是开了空调 也没有用 嗯 这窗户是昨天刚没的 什么意思啊 柳如叶有些茫然地看向了迟一 迟一道也没有隐瞒 便把昨天的事情一一告诉了柳如叶 毕竟就算是自己不告诉柳如叶 一会儿高丽 他们也会说 大勇 之前高丽跟我说过 听说是野狼那边的人 说到这里柳如叶便沉思了下来 之前他们来找事的时候 高丽就跟柳如叶说过 但是没有想到 他们学会来第二次 那这样的话 也就说明 第二次他们准备得更加的全面 想到这里 柳如叶便又抬头看了一眼 被砸坏的玻璃 随后他便担心地看向了迟一 那 那你昨天没有受伤吧 迟一闻言 便默不作声地 把手背到了身后 没有 其实昨天也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事情很快就解决了 其实迟一步把手背过去还好 一背过去 柳如叶便也立马注意到了迟一的手 你先把手拿出来 给我看看 没有给迟一躲闪的机会 柳如叶直接上前一步 牵起了迟一的手 你这是昨天搞的 瞧着迟一手掌心上 那密密麻麻被划伤的小伤口 还有肌道比较长的伤口 这让柳如叶的脸色 也不免冷了下来 瞧着他这副模样 迟一不免暗自笑了一声 嗯 没事不严重的 说着迟一就要把手给收回来 只不过 马上就被柳如叶给紧紧地握住了 抱歉 昨天我没有及时发现你手上伤口 柳如叶多少有些懊恼地说着 毕竟昨天两人一起吃了一顿饭 还散步了一会儿 那几个小时里 他竟然一点都没有发现 迟一看着柳如叶的这个样子 心里也算是稳了 他笑着揉了揉柳如叶的脑袋 没事的 这其实只是小伤罢了 我之前 说到这里 迟一的话戛然而止没有说下去 而这却让柳如叶不免多想了 他的视线下意识地看向了迟一的小臂处 此时 上面还留着疤 那是第一次迟一为了救自己受的伤 见状 柳如叶心里便也更加地愧疚了 不行 柳如叶紧紧地握着迟一的手 甚至都没有在意 迟一突然揉了揉自己的头 他拉着迟一在一旁坐下 随后便细心地拿出了湿巾 帮迟一把手掌那边擦拭了个干净 你昨天受的伤 怎么没有缠上蹦袋 手上受伤了 你怎么还搬货 说着 柳如叶便埋怨地看了迟一眼 迟一无奈地耸了耸肩 如叶姐 没事的 我是真的习惯了 再说了这点小伤 不至于缠着蹦袋的 你再说 见迟一正魔地不珍惜自己的身体 柳如叶听着就来气 他没好气地抬起手来 用食指微微用力地 点了点迟一的脑袋 迟一哭笑不得地看着柳如叶 随后在柳如叶再次伸过手来时 便立马握紧了他的手 柳如叶没有想到 迟一会突然握住自己的手 这不免让他一愣 同时心里有些慌张 难不成是因为自己动作太不客气 所以让迟一生气了 只不过 这个想法仅仅只是存在了一秒 下一秒 柳如叶便被拽进了一个灼热的怀抱 因为迟一没有穿上衣的原因 此时他已在他的怀中 触碰着迟一的肌肤 便觉得周身灼热得很 连带着他身上都开始发热了起来 迟一搂着柳如叶 下巴有一下眉 一下地在柳如叶的头顶上磨蹭着 随后他微微垂头 把头埋在了柳如叶的脖颈间 随后他便凑近柳如叶的耳垂间 轻声道 没事的如叶姐 你知道的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不是吗 温热的吐吸 喷洒在柳如叶的耳垂脖颈间 此时此刻 他的侧脸连带着身体那一边 都顿时感到酥酥麻麻的很 此时的天气本来就热 而现在因为迟一接近 连带着柳如叶身上都开始热得冒汗 不光如此 他的手掌抵在迟一的胸膛前 更是觉得呼吸有些不稳 外面虽然吵吵嚷嚷的 但是柳如叶此时却是什么都听不到了 他瞳孔微颤 脑海中一直想着刚刚迟一说的话 是啊 迟一不是小孩子了 他是不是小孩子 自己自然是清楚的 毕竟该体验的 他也都体验到了 迟一倒是没有想到 稍微一聊拨 柳如叶便已经开始受不住了 瞧着他满脸通红 呼吸发颤的模样 迟一步免喉皆微微滚动了一下 记不清是谁先主动的了 反正等两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稳在了一起 当然了 迟一这磨大胆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休息室在仓库里面 加上中间有一堆货物在挡着 外面的人不主动走上前来 那指定是看不现里面的 最主要的是 迟一也威胁系统帮自己开门了 叶寒马上就要回来了 行动自然也要加快了 反正想不想要任务完成 想不想要提成 就看系统了 无奈之下 系统也只能忍住屈辱 主动地开始开门 迟一倒是不介意系统偷看 毕竟虽然为了任务 他有提成 但是说到底 机器也就只能是机器 暧昧的气息 在狭小的休息室中蔓延 连带着两人之间 也是变得越来越图迷了起来 柳如叶已在迟一怀中仰着头 双手也紧紧地还着迟一的腰肢 半晌后 到底还是迟一先抬起头来 他哭笑不得地看着柳如叶 调笑道 如叶姐 记得唤起 柳如叶无力地跌坐在迟一的怀中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听到迟一的话吼 直接闹了一个大红脸 看着迟一目光浅浅地瞧着自己 柳如叶不自然地微微垂下头去 他声音音哑 整个人却又看上去十分乖巧地点了点头 嗯 好 话没说完 柳如叶便顿时瞪大了眼睛 因为刚刚垂下头去 所以他也注意到了 刚刚一直没有注意到的东西 他有些无措地眨了眨眸 瞧着那东西连带着瞳孔都微微颤了颤 迟一年 红蕴服上脸颊 连带着他的眼睛里都不免波光练艳了起来 不过 此时面对这个情况 柳如叶确实多少有些慌张了 甚至是有些手足无措 他下意识地想要往后退 但是此时这个姿势 求好兄弟们点点催更 投一下推荐票 柳如叶现在是真的不知道该要怎么办了 毕竟原本的柳如叶是一个十分冷静的人 但是 但是现在的情况 可不是柳如叶能控制得住的 他原本是侧坐在迟一的腿上的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也可能是刚刚十分的入迷 所以他也没有注意到 此时的他竟然是夸坐在迟一腿上的 这让他动也不是 不动也不是 毕竟现在这个情况实在是有些把握不住了 只不过 在看些那不可控的东西后 柳如叶还是下意识地往后面退了退 死 头顶传来迟一忍耐的声音 这让柳如叶蹭得一下子抬起头来 迟一微微眯着狭长的眼睛 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柳如叶 迟一我 抱歉 我不是故意的 见状 柳如叶赶紧轻声道歉 迟一好笑地看着他 如叶姐 所以你自己做下的孽 就要这样不管吗 我 闻眼 柳如叶一下子就傻眼了 同时 一时之间 他的脑子便也一片空白 实在是不知道要做什么好了 而迟一倒也不着急 他十分好奇 柳如叶会有什么反应 只不过 现在看着一头黑发的柳如叶 微微低垂着头 双甲粉红 一双美眸好四寒波韵水一样 看起来十分耳朵诱人 主要是那双红唇 此时上面的唇膏也已经花掉了 也是因为方山的原因 一双粉唇 看上去也水嫩嫩的 不得不说 看着他这副模样 迟一也十分地想要再次地浅尝一下 要 要不然我帮你好了 犹豫了一瞬 柳如叶一闭眼 像是下定了决心一般 迟一闻言 微微挑了挑眉梢 有些诧异地看向了柳如叶 大姐大不亏是大姐大 就是有决心啊 胆量也就是大啊 哦 真的吗 如叶姐 迟一眨了眨眼睛 装作无措地看向柳如叶 随后他便指了指柳如叶身后 可是现在 大家还都在外面呢 柳如叶下意识地 顺着迟一指着的方向向后看去 而从货架中间的缝隙中 他也瞧现了 外面正在忙活着的人 这一顿时让柳如叶清醒了过来 他刚刚是脑子 被烧糊涂了吗 竟然会说出这种话来 转回头去 乔现实意面色 也十分诧异地看着自己 好像也是对自己刚刚说的话 感到十分地惊讶一般 抱 抱歉 不好意思 那 那你要怎么办 说着 柳如叶视线下滑 不过仅仅只是看了一眼 他就像是被 烫到了一般 赶紧挪开了视线 他是知道他的厉害的 所以 光是看着就很吓人 没事 如叶姐你 亲亲我就好了 说着 迟意便也重新搂紧了柳如叶的腰 一开始 柳如叶是真的忘记了 外面还有人了 现在被提醒了之后 和迟意向拥着接吻 享受的同时 心里也多了一丝难以言喻的刺激感 只不过 这也让柳如叶心惊胆战地 一直在 观察着外面的情况 同时 柳如叶心里也十分地羞耻 他刚刚竟然对迟意产生了那种想法 难不成 他是真的太即可了 一想到迟意刚刚看向自己诧异的眼神 他就恨不得一头栽进地里算了 虽然心里这魔唾弃着自己 但是 感受着迟意那经脉清晰的大手 在自己腰间游走 耳边听着迟意那强有力的心跳 这也就还是让柳如叶觉得心潮澎湃 一哥 刘总 远处传来了周立意的大喊声 这让柳如叶顿时回过神来 连带着身体都被吓得颤了颤 他下意识地想要推开身前的迟意 但是却依旧还是被迟意估得紧紧的 迟意 无奈之下 他只能赶紧喊了一声迟意 只不过 这声音从唇与唇之间传出来 倒不像是提醒 带着一丝焦中暗的味道 见迟意依旧无动于衷 柳如叶即的眼睛都要红了 终于 在周立意的声音越来越近时 迟意终于放开了他 匆匆从迟意的怀中退了出来 他赶紧整理了一下自己 同时 他也不敢抬头看迟意 毕竟他的眼神时再是灼热得很 迟意似笑非笑地看着柳如叶 刚刚之所以不着急 是因为系统还没提醒他 毕竟迟意还是比较相信系统了 果然系统的时间把握的 还是很不错的 这边柳如叶刚整理完 那边的周立意就已经推门入了 两人此时都坐在床上 因为折叠床比较矮的原因 所以 远远地从两扇大窗户那边 是看不见两人的 所以 迟意这才这么的大胆 周立意风风火火地推开门后 便着急地走了上前来 刘总一个 高哥问问刘总要不要出去看看 刚刚整理好的货 其实这个货 看不看都无所谓了 但是周立意怎么可能放过这个 能给柳如叶传话的机会呢 啊 没没事 我刚刚检查了一下还不错 柳如叶不着痕迹地 看了一眼旁边的池意 怕他一站起来就暴露 便赶紧摆了摆手道 啊 那好吧 周立意多少有些失望 原本他还准备出去的时候 直接挤到柳如叶旁边 帮柳如叶介绍一下呢 不过 好不容易能跟柳如叶搭上话了 周立意可不想枉费 同时 他也舍不得离开 咦 刘总 你脸怎么抹着魔红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说着 周立意便关心地往前走了两步 啊 这话直接让柳如叶愣住了 若是平常按照他的性格 肯定也就随便敷衍过去了 但是现在不行 因为现在的柳如叶这时有些心虚 所以 在听到周立意的话的那一瞬间 他的脑子便顿时空白了一瞬 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没事 如叶姐就是热的 你看看 你现在热的都不行 满脸通红 浑身是汗 休息室里的窗户又坏了 空调又不管用 和外面一样热 迟意开口说道 啊 也是也是 周立意笑着点了点头 丝毫没有怀疑 毕竟这个确实是事实 自从这个窗户坏了之后 周立意都不想待在休息室里休息了 里面的温度和外面一样热 睡觉简直是煎熬 献周立意丝毫没有怀疑 这也让柳如叶暗自地松了一口气 周立意进来之后 不免又让柳如叶吓出了一声的虚寒 他抬起手来 轻轻地擦拭了一下额头上的密汗 随后便没好气地 暗自腻了迟一眼 迟一回忆一笑 然后便茫然地眨了眨眼睛 这一眨眼睛 便又把柳如叶的罪恶感给弄出来了 抿了抿有些浅刻的嘴唇 柳如叶衣就还会有些心神不宁 一直在不停地说着什么 但是柳如叶依旧还是无法专注 脑海中一直浮现着刚刚的场景 连带着耳边 好似也是方山迟一的喘气声 这让柳如叶不免微微并拢了一下腿 难不成真的是他太饥渴了 毕竟脑海中的那些场景 就算是他想要驱散 也依旧还是环绕在他脑海中 刘总 刘总 周立意奇怪地看着柳如叶 好像从自己刚刚进来的时候 柳如叶便一直都在愣神 只不过 周立意也不敢说些什么 毕竟人家是刘总 再说了 能和柳如叶搭上话 已经不容易了 迟意已在一旁的床头上 好笑地看着柳如叶 随后便伸出手去 悄悄地戳了戳柳如叶的腰 随后 他便瞧现柳如叶身形猛地一颤 然后惊慌地抬起头来看向了自己 刘总 见柳如叶依旧还是在呆呆地看着自己 迟意便也轻声提醒道 小周在喊你 闻言 柳如叶便也赶紧转过头去看向了周立意 小周 他先是疑惑地喊道 毕竟他是真的没有记住 这个人到底叫什么 周立意惊喜地瞪大了眼睛 随后便赶紧点了点头 哎 是我 柳如叶前笑了两声 然后笑道 你刚刚说什么来着 周立意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然后上前一步 就是高哥刚刚提一手 刘总你要不要留下来一起吃饭 柳如叶微皱了皱眉头 他没有想到这个小年轻怎么越说话 越往前面走 无奈 他也只能并挡了一下腿 随后往旁边躲了躲 哦 这样啊 你出去看看他们干完活了吗 跟小高说不用费心了 我已经订好了酒店 一会儿我们直接过去就好 好啊 我这就去跟高哥说 周立意兴奋地跳了一下 随后直接转身离开了休息室 一想到要和柳如叶一直吃饭了 周立意便觉得激动得很 看看 他就知道自己可以的 马上他就可以跨阶级了 而那边兴奋激动的周立意 也是丝毫不知道 不知道此时的柳如叶 只是想要把他支开把了 一直到看着周立意走出了休息室 柳如叶这才彻底地放松了下来 一直紧绷着的腰肢也松懈了下来 没事的 你放心 迟意笑呵呵地揉了柳如叶的头 柳如叶倒是不介意迟意对自己的举动 相反他还挺享受 只不过 他依旧还是埋怨地看了迟意一眼 都怪你 还有 你刚刚怎么不快点放开我 迟意眼系上线 他眨了眨眼睛 有些茫然又有些无辜地看向柳如叶 如叶姐你好赖皮啊 怎么现在变成怪我了 明明刚刚都是你先凑上来的啊 啊 这句话让柳如叶不免愣了愣 但是他仔细地想了想 好像还真的想不起来 一开始到底是谁先主动的 只不过 在柳如叶的心里 迟意确实一直都挺老实 都挺单纯的 所以说 认真的思考了半天后 就连柳如叶也觉得 刚刚是自己主动的 嗨嗨 抱歉 不过也不能全部都怪我吧 那是 都怪我把持不住 但是还是因为 如叶姐太有魅力了 见状 迟意赶紧给他台阶下 文言 柳如叶扑斥一声 没忍住笑出声音来 只不过 心里却是甜蜜蜜的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外面再次地传来了脚步声 这也吓得柳如叶 赶紧直起了身子 柳总 先推开门的人是李胖子 他笑呵呵地走上前来 听小周 说你订好了酒店 高丽也走进来 多少有些不好意思 柳总这多让你破费啊 柳如叶挑眉看向两人 现在这摩客棋做什么 好了好了 时间也差不多了 收拾收拾 我们就去吧 啊 好 那我就先去收拾收拾 听到柳如叶这样说 不等其他人反应 周丽毅便已经一头扎进了洗手间 高丽健壮 十分无奈地摇了摇头 等众人收拾得差不多了 便准备出发了 我也开车 你们坐我的车去吧 高丽回头 看向李胖子和周丽毅 毕竟要是都坐柳如叶的车 也坐不开 况且 毕竟是领导的车 都挤上去多不好啊 哎 好嘞 李胖子欣然答应 随即便打开车门 直接坐了进去 周丽毅犹豫了没上车 随后便看向了柳如叶那边 那边的柳如叶 现在还笑盈盈地 和迟毅说着什么 见他们都上车了 便也笑道 迟毅 要不你坐我的车吧 话说你的头盔 现在还在车里啊 背部盯着周丽毅 那十分妒忌的视线 迟毅同样也是欣然答应 好啊 那我就不客气了 柳如叶哭笑不得地看着迟毅 你跟我客气什么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周丽毅也走上前来 那什么 刘总 一哥要不然我跟你俩几几倍 周丽毅嬉皮笑脸地 走上前来说道 迟毅挑眉 随后便瞧现身后车子那边 高丽面色无奈的 都快无语了 高哥不是在等你吗 迟毅十分实诚地指了指 后面站在车子旁边的高丽 周丽毅下意识地回头看去 随后面上便僵硬了一瞬 嗯 我 我这不是前胖子哥 总是嘲笑我 和我打闹吗 周丽毅笑呵呵地说着 随后便看向一旁的柳如叶 他甚至还往前走了两步 可以不留总 闻着身前扑面而来的汗臭味 随后又看了看眼前的周丽毅 虽然此时周丽毅看起来 比刚刚多了一个发型 但是很显然 为了弄出这个发型 上面都是水 湿答答的 看着就像是油眼 随后又瞧着他 丝毫没有距离感地走上前来 柳如叶面上的笑容顿时僵硬住 眼瞅着眼前的周丽毅 距离自己越来越近 柳如叶不免心里不爽地皱了皱眉头 只不过 还没等柳如叶表达出自己的不满 眼前便多了一道宽阔的背影 连带着把那讨厌的人和汗臭味 全部都给挡住了 微微抬头 瞧着迟毅这充满安全感的后背 柳如叶心里不免一暖 果然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丁丁检测到天命女主好感度 奖励二百反派值 周丽毅也是瞧着 突然挡在自己面前的迟毅 也是一愣 一个 你这是 迟毅皮笑肉不笑地 看着周丽毅 同时 瞧见迟毅这个模样 这也让成功地 让周丽毅心里一凉 但是前面的可是柳如叶啊 为了柳如叶 就算是得知了迟毅又有什么 况且 就算是得罪了迟毅 那等之后勾搭上了柳如叶 那迟毅还算个屁 迟毅看着周丽毅这执毅 要上车的模样 眼神也逐渐冷了下来 他指了指周丽毅身后的车子 胖子哥在叫你呢 啊 周丽毅疑惑地回头看去 只不过还没等他回过头去 便直接被身后的人 给揽住了脖子 哎呀 小周 刚刚不是还说在车上聊聊天魔 怎么现在过来这边了 边说 李胖子边 拉着周丽毅往前面走去 边走边给迟毅使了一个眼神 迟毅失笑 回头看向柳如叶 如叶解上车吧 嗯 好 丝毫不知道 前面发生什么的柳如叶 看着迟毅的眼神 异常温柔地点了点头 而另外一边的周丽毅 是想要试图反抗的 但是没办法 李胖子的体格放在那边 身形也放在那边 所以就算是周丽毅使尽了全部力气 也依旧还是反抗不了一点 等周丽毅被拉上车子后 他赶紧下意识地回头 看了一眼柳如叶那边 但是 此时那边的车子和人 早就已经没有了影子 驾驶座上的高丽 把周丽毅的动作尽收眼底 小周啊 快点坐好关上门 刘总都已经走了 听到高丽不悦的声音 周丽毅也不敢发呆了 赶忙老老实实地关上门 然后坐好 一路上周丽毅脸色都十分的不好看 十分遗憾没有和柳如叶做到一起 又生气池毅 没想到池毅装得那么轻高 还不是也想攀附上刘总 自己攀附也就算了 还阻挡自己 这让周丽毅越想越生气 毕竟是刚出社会上的人 所以现在周丽毅的表情 直接就放在了脸上 这让高丽也皱起了眉头 小周啊 他轻声喊道 啊 低着头的周丽毅顿时回过神来 他下意识地抬起头来看向高丽 咋拉刀割 高丽打着方向盘 漫不经心地道 一会儿吃饭的时候 坐我和你胖子哥中间知道不 别乱说话 啊 为啥呀 周丽毅多少有些不服气 要是这样 那自己还怎么勾搭上柳如叶 错过了这次机会 以后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还能见到柳如叶呢 眼看着这个蠢货 一点都不知道好歹 这也让高丽的脸色冷了下去 没有为什么 柳总不是那众随便就能攀附上的人 你以为 他对谁都是磨好脸色 确实平常柳如叶对他们这些兄弟们也不错 但是若是犯了错 那柳如叶也不会给他们好脸色的 但是不得不说 在柳如叶手底下干活 确实非常舒服 因为他公平公正 像周丽毅这种蠢货 自己上前去找死没问题 但是他们可不想被连累 现在帮派内部议论纷纷 喜白和公司上市的关键时刻 柳如叶能让他们哥俩来码头仓库看着 这也就是说明 柳如叶想要重用他们 也是比较信任他们 而帮派里面的老人都知道 帮派里面真正的老大是柳如叶 所以 他们自然也是效忠于柳如叶的 高丽想得比较长远 但是这些话 周丽毅可不会听下去 为什么 一哥都能上去说话 凭什么我不能 瞧着周丽毅一脸不服气地说出这些话 就连比较迟顿的李胖子都觉得无语了 小周啊 你就听你高哥的话吧 你高哥说的话肯定是没错的 这一点李胖子深有体会 毕竟对人情事故上面 李胖子多少有些迟钝 所以 关于这些事情 很多都是高丽打点好的 现李胖子也都这么说了 周丽毅也知道 这两个人不是跟自己一伙的 况且 他还需要在这边工作 所以 就算是心里不服气 也只能硬着头皮点头 嗯 知道了 高丽从后视镜里 看了周丽毅一眼 没再说什么 只不过他也能看出来 周丽毅十分的不服气 但是他已经警告过了 后面出了什么事情 他也不会大力了 车子很快就到了饭店 其实柳如叶一开始 没有想着要在这里吃饭 只是在看见迟一后 突然改变了主意 然后顺便让司机刚刚订好了 餐厅罢了 总走进餐厅 和进入包厢后 周丽毅一直都在 兴起的左右看着 毕竟这种地方 他可是进来都不敢进来 光看还不行 一路上周丽毅 一直在拿着手机拍拍拍 然后就是发在群聊里炫耀 看着群里人的感叹 这也成功地满足了 周丽毅的虚荣心 只不过 就算是这样 周丽毅也还记得一件事情 那就是 得趁机坐在柳如叶身边才行 看着站在柳如叶身边的迟一 周丽毅默不作声地 直接走上前去 直接挡在了两人中间 迟一挑眉 没有想到 这小子会来这一招 眼看着柳如叶坐下了 就坐在柳如叶旁边的周丽毅心里 顿时狂喜 他下意识地 就要坐在柳如叶身旁 但是身子却一动不动 同时两个肩膀处 都传来了剧痛 小周 胖子哥在那边喊你呢 迟一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周丽毅咬牙要坐下 只不过迟一的力气实在是太大 他完全反抗不了 哦 我知道了他敷衍的硬了一声 迟一冷哼一声 见着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 直接胳膊一甩 把周丽毅给甩到了一边去 然后自己慢条斯理地坐下 被甩出去后 周丽毅费了好大的力气 这才没摔个狗吃屎 结果 等他回头看去的时候 柳如叶两边已经坐满了 一边是迟一 另外一边是司机 这下 周丽毅鼻子 差点都要气歪了 李胖子看热闹不嫌是大 他乐呵呵地拍了拍自己旁边的位置 小周啊 过来坐呀 周围的人都坐下了 现在就只有周丽毅没坐下 多少是有点尴尬 没办法 周丽毅也只能低着头 脸色不好看地坐了过去 见柳如叶 一直都在低头和迟意聊着 周丽毅憋得不行 话说 经常见面 刘总不知道 一哥在这里上班吗 周丽毅大声问道 此话一出 众人不免都看了过来 毕竟声音确实很大 哈哈 我是真的不知道 毕竟也没有问过 柳如叶干笑两声说道 哦 这样啊 不过我也没有想到 一哥和刘总真魔术 看得我都要羡慕了 周丽毅再说 这下 柳如叶也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能让你羡慕 那我还挺高兴的 迟意由衷地说道 听到迟意这话 坐在柳如叶旁边的司机 差点没绷住 笑出声音来 哈哈哈哈 那刘总 和一个经常见面吗 这话一出 周围人的脸色 也都怪异了起来 主要是 现在不是个傻子 都能听出来 周丽毅到底是有什么目的 毕竟 他实在是太明显了 这就差点直接把目的 对在柳如叶脸上了 还行吧 柳如叶面上的笑意 渐渐消失 然后敷衍了两句 只不过 那边的周丽毅 可不是一个会看脸色的人 见柳如叶和自己说话 整个人就已经开始飘飘忽了 柳总平常没事经常来仓库里玩 要不然一会儿加个联系方式吧 周丽毅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柳如叶 这让柳如叶心里涌起了一股不适 看着一脸猥琐笑意的周丽毅 柳如叶面上的表情也是彻底地冷了下来 高利剑情况不对 赶紧笑骂了周丽毅一句 然后拍了拍她的肩膀 只不过那一巴掌可不轻 你小子胡说八道什么呢 柳总平常那魔盲 怎么可能经常来这里 哈哈哈哈 也是也是 周丽毅吃痛说道 看着眼前这一切 又看了看面色冷峻的柳如叶 迟疑也是丝毫没有 说话要缓和气氛的意思 毕竟她知道 柳如叶不会把气签扯到自己身上的 而这个周丽毅蠢货 她自己做死 和她没啥关系 没事 我平常还是会经常过来检查的 倒是你们 现在干活累不累 尤其是这个天气 没在搭理周丽毅 柳如叶笑着看着各位 语气关心道 还行 平常货物也不是很多 休息的时间也还是挺多的 高丽回答道 这个确实是实话 那就行 不过你们休息室的那个窗户 高丽赶紧接话 已经联系了人 说一会儿就给安装上 文言 柳如叶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那就行 还有昨天混战受伤的都算工伤 唉 好 高丽赶紧应声 柳如叶一只手搭在桌子上 有一下没一下地敲打着 他微微眯了眯眼睛 至于野狼帮那边 我会去警告他们的 让他们知道自己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嗯 那就劳烦刘总了 高丽道 眼瞅着气氛逐渐严肃起来 就连比较吃顿的李胖子 都做好了不少 周丽翼则是痴痴地看着柳如叶 没有想到柳如叶这魔的有魅力 他不敢想象 若是有这样一个女人屈服在身下 那会有多魔的爽 现在他仅仅只是想想 就已经要激动得不行了 视线下滑 周丽翼看向那白花花的汹涌 主要是 比起还比较青色的李文问 柳如叶实在是有料得很 身上的女人味也是十分的足 周丽翼的目光实在是炙热得很 加上因为想象 此时 他的脸色也逐渐长红了起来 这让周围的人不注意到都不行 眼看着气氛逐渐凝固起来 柳如叶冷下脸来 就连丝鸡都皱起了眉头 高丽赶紧戳了戳身旁的周丽翼 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是真的一点脑子都没有 可惜的是 周丽翼确实是把持不住自己 此时还直勾勾地盯着柳如叶 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 丝毫没有注意到高丽的举动 最后 还是迟意打破了这个氛围 他把剥好的虾 放在柳如叶面前的盘子里 随后笑道 小周是怎么了 是喝酒喝多了 还是中暑了 赶紧去洗手间洗把脸吧 他倒是不介意 看着周丽翼自己做死 但是看着周丽翼 瞧着自己的女人歪歪 这多少让迟意心里有些不爽 啊 听到迟意那阴森森的语气 周丽翼顿时回过神来 然后 他便察觉到了 自己身体的不对劲 不管是浑身发热 就连 好 我这就去 说完 周丽翼急忙站起身来 夹着腿快步跑了出去 看着周丽翼跑了出去 门关上后 高丽便一脸自责地端起酒 站了起来 抱歉刘总 是我没看清他是什么人 就直接招了进来 雨吧 高丽直接把面前的一杯酒灌了下去 不过 就算是这样说了 柳如叶面色依旧还是不好看 毕竟 坐在那个位置上这磨多年了 柳如叶很久没有预现像周丽翼 这种大胆的人了 也不是没预见过 应该是说胆子大的都被解决了 要是现在 时翼还在这边坐着 柳如叶不介意让周丽翼 直接去医院住几天 这也不怪高哥 小周却时刚出社会 大家都挺关照他的 前两天也挺老实的 就是不知道 这两天怎么回事 说着 池翼便给柳如叶加了一道菜 听到了池翼的话后 柳如叶的脸色 这才好看了不少 嗯对 就像池翼说的这样 这也不怪你 坐下吧 柳如叶摆了白手 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 高丽不由地感激地看了池翼一眼 既然已经报备过了 那后面就算是周丽翼 再怎么做死 也都不会连累到他们了 等回去 我就把他辞退了 嗯 不着急 等有了新人再说 柳如叶说着 便看了池翼一眼 他知道 少一个人 那那一个人的活 就要平摊了 这也让他想到 今天池翼类的汗流加倍的模样 李胖子没明白柳如叶的意思 但是高丽却瞄懂 好 那等之后招聘到人再说 一顿饭接近快完的时候 周丽翼这才姗姗来迟 只不过没成想 方山还是晴空万里的天气 竟然转眼间 就变得乌云密布了起来 幸亏他们是开车来的 要不然 还真是没发回去了 没想到 雨竟然一下子下得这么大 司机看着外面感叹道 如叶姐 要不然一会儿 你先自己回去好了 我跟着高哥他们的车子 回去就好 看着外面的情况 池翼面色担忧地 看着柳如叶道 柳如叶心里一暖 但池翼放心不下他 他又何尝放心不下池翼 没事 反正都是在车里 我顺路送你回去就是了 再说了 回去之后 还得好好和高丽了解一下情况 刚刚都没怎么了解 文言 池翼挑眉戏血 又内疚地道 怪我怪我 脸上微微发热 柳如叶腻了池一眼 此时 周立毅正好走了进来 听到他们 再说回去的事情 周立毅便也激动地道 刘总 刚刚来的时候 车子 停得还挺远的 正好我借了一把伞 送你到车上 说着 周立毅便面色得意地 举了举手里的伞 看着他手中崭新的伞 迟一眉忍住笑了笑 随后便在心里默默地骂一句蠢货 难不成周立毅觉得大家都看不出来吗 高丽无语地看了一眼这个蠢货 实在是不想搭理他了 而柳如叶虽然听到了周立毅的话 但是也并没有说什么 这时 他身旁的司机 缓缓直起了身子 他笑隐隐地走到了周立毅的身边 随后接过了他手中的伞 谢谢你啊小兄弟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的 心思还挺细腻 说着他便一脸如此可笑也得 拍了拍周立毅的肩膀 周立毅笑容僵硬地看着眼前的司机 张了张嘴后 到底还是没敢说话 下午一起干活的时候 他可是见识到了 这位的力气有多大了 哦对了 小周是吧 那司机走出去没一会儿后 便像是想到了什么一般 回头看向了周立毅 啊 周立毅茫然地回头看过去 小周啊 你刚刚是不是没喝酒啊 跟我一起把车子开到门口吧 高丽文言也附和着 对呀 小周 我们都喝酒了 就你还没喝酒 钥匙给你 回去的时候你开车吧 说着 高丽就把钥匙扔给了周立毅 就这样 周立毅努力了一天 依旧还是没有靠近柳如叶一点 说是回去找高丽了解一些事情 柳如叶就真的只是在工作 回去之后 两人便进了休息室 开始聊工作 其余的人都在外面忙着搬货 因为柳如叶发话了 所以司机小司也只能脱了西装外套 下车来干活 干着活的时候 周立毅就不老实 一直往休息室那边看 只不过休息室那边多少有些远 所以干活的时候 是听不现什么 也看不现什么 这可把周立毅给急坏了 只不过 就算是看不现柳如叶 他依旧还是没有停下自己的小心思 迟毅这边正在摸鱼呢 周立毅就凑过来了 一哥呀 跟你打听个事呗 迟毅看着周立毅这不老实的样子 就知道 他心里没想什么好事情 侧过身去没搭理周立毅 迟毅指了指那边的货架 还有一点东西没搬完 等搬完东西再说话 啊 我 帮你搬 周立毅现在只想打听一些柳如叶的事情 所以 也没有想那么多 直接就开始干活 见状 迟毅也不摸鱼了 直接摆烂了 等周立毅一鼓作气搬完 那些货物后 一转身就瞧见迟毅坐在椅子上 和其余几人在聊天 他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刚刚是被迟毅给蒙了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周立毅面上挂着笑容 直接坐到了迟毅的身边 一哥一哥 他一脸谄媚 讨好的笑着 嗯 怎么了 迟毅挑眉看向周立毅 就好似忘记了刚刚的事情了一般 那些话 周立毅可不想当着其他人的面 直接说出来 所以 他便有些犹豫地 看了看其余两人 随后小声递道 一哥 要不我们去一边聊 迟毅直接揣着明白装糊涂 为什么 这边凉快得很 见迟毅这魔说 都雷打不动地坐在那边 又看了看那边聊得正欢的李胖子 和小思 他也只能无奈递道 好吧 说吧 有什么事 迟毅有一下眉 一下地敲打着手指 扭头看向周立毅 他倒是想要看看 周立毅要怎么从自己这里打探消息 一哥 那什么 你和刘总很熟悉吗 周立毅先是问出了这摩一句话 迟毅没忍住笑出来 要不是刚刚周立毅去洗手间了 没瞧见自己给柳炉叶家菜和波下 要不然 他还真不会问出这重问题来 迟毅点了点头 非常熟 啊 周立毅顿时呆滞了一瞬间 迟毅嘴角微微勾起 骚年啊 发挥你的想象吧 想象一下 我和刘总到底是有多么的熟悉 可是 你不敢想象的熟悉啊 那 那你俩这样 刘总老公不介意啊 周立毅可是知道柳如叶是有老公的 你是说王维龙啊 昨天刚见过面 迟毅坦坦荡荡地说 听到这话 周立毅的脑袋顿时空白了一瞬 不是 这迟毅不是存着和自己一样的心思吗 这样 他都和柳如叶这模亲密了 还刚捂到老大面前 虽然周立毅确实对柳如叶十分有想法 但是他作为一个小虾米 也实在是不敢那么大胆啊 周立毅瞪大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向迟毅 那 那你 那 他脑海中顿时成了一片江湖 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迟毅笑呵呵地看着他 随后便随意地耸了耸肩 年轻人啊 你这就不知道了吧 有资本我慌什么 啊 周立毅依旧还是呆滞地看着迟毅 迟毅笑道 看来有一句话 你确实没有听过呀 啥 啥话呀 周立毅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话 能让迟毅一个搬货的 舞到帮派老大面前 迟毅得意得到 不被爱的 才是小三 听到迟毅这句话 周立毅顿时感到自己的思想都被颠覆 什么意思啊 这是 迟毅这是把帮派老大 比作小三了 周立毅在群里炫耀 和柳如叶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 梅少人嘲笑周立毅 是在异想天开 但是现在 周立毅觉得 这个词放在迟毅身上 要更加地合适 看着眼前的周立毅 彻底地傻在了眼前 迟毅不禁嘖嘖撑起 小伙子 你还是太年轻啊 说着 迟毅便静止地起身 走向了休息室那边 迟毅的话 听得周立毅实在是恼火得很 只不过 他到底还是没说什么 只是幸灾乐祸地 看着迟毅去休息室的背影 随后看向了柳如叶的随行司机 刚刚自己想要偷偷摸摸溜进去的时候 还被司机给拦住了 看他那摸自信 一会儿丢不丢人 只不过 在眼睁睁地看着迟毅 走进了休息室后 周立毅面上的笑容 顿时僵硬住了 他看了看小司 又看了看休息室那边 百思不得其解 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司机也关注到了这边的事情 但是他也是懒得搭理周立毅 所以就装作在聊天 没有看见迟毅走进休息室 笑话 迟毅和周立毅 自己还是分得轻轻重的 从第一次迟毅和柳如叶见面 弄得柳如叶大半个月念念不忘 他就明白了 明白迟毅这个男人 大有前途啊 所以如果巴结好了 那自己也就大有前途 他可不会傻到 自己断了自己的前途 礼貌地敲了敲门 迟毅这才走了进去 前面正在聊宫室的两人 文言也下意识地看了过来 而柳如叶原本一直板着脸冷着脸 但是在看见进来的人是迟毅时 面上的表情顿时柔和了不少 这也让高丽成功地感受到了对比 如叶姐 高哥你们继续聊 我就是给兄弟们拿点冰棍 刚前完活有点累 迟毅笑着指了指外面坐着的人 柳如叶看过去 果不其然 现在大家都热得浑身冒汗 他面色柔和地点了点头 好 活干完了 那就多休息一会儿 我们这就聊好了 嗯 好 没事你们慢慢聊也行 迟毅拿了东西后 便笑盈盈地走了出来 一直关注着这边的周立毅 健壮 脸色也是气得铁精 只不过 另外一边的司机 却在心里暗自狂喜 瞧瞧 瞧瞧 自己这不就赌对了 公司里的人可都是知道的 在柳如叶聊公事的时候去打扰 那就相当于是在找死 但是面对迟毅 柳如叶却是一点都没有发火 这还不代表 他没看错人魔 悠哉悠哉地走回了自己的座围 把手中的冰棍分给了众人 随后便看向一旁的周立毅 小周啊 有些事情 是你羡慕也得不来的 迟毅直接摆明了说着 周立毅也不敢直接和迟毅对上 也只能暗自咬牙点头 下午的活干完 迟毅差不多也就到了下班的时间 好今天的事情就说到这里 之后要是有什么问题 你直接联系我 说着 柳如叶便站起身来 高丽整理着眼前的资料 不由得点了点头 心里对柳如叶的一些想法 十分的佩服 嗯 时间也不早了 刘总你路上小心 正好迟毅也要下班了 文言 柳如叶转身离开的步伐 瞬间一读 不过 柳如叶也想起 自己昨天遇见迟毅的时间 确实也比较早 许是看出来柳如叶有疑惑 又想到了柳如叶对迟毅的特殊态度 高丽便解释着 是这样的 因为昨天混战的事情 我多少是有些担心迟毅 就想着 让他早些下班 快些回家 听到高丽的话 柳如叶不由得赞同地点了点头 嗯 你的想法很全面 不错 心里对高丽的满意度上升 听到休息室的门一开 周丽叶率先站起身来 冲着那边的柳如叶笑了笑 刘总 你要走了呀 做事周丽叶便要上前去 准备送送柳如叶 面对周丽叶的热情 柳如叶也只是面色淡淡地点了点头 随即他便看向了一旁的迟毅 迟毅你也要下班了 一起 迟毅暗自得意地看了周丽叶一眼 然后直接走到了柳如叶的旁边 好啊 柳如叶笑道 正好你的头盔还在我车里 正好拿给你 说着柳如叶便回头冲着高丽 打了声招呼 准备要离开 迟毅也跟着摆了摆手 那高个我就先走了 哎 好 那你们路上小心 周丽叶不服气地跟到了门口 却在中间直接被司机给拦住了 那司机本来个子就高 看着周丽叶也就还是死活不改地跟上来 面上也冷峻了下来 他居高临下地看着周丽叶 小子 我奉劝你 最好离刘总远点 要不然 我可要不客气了 要不是看着刘总顾忌着迟毅 司机也早就想要动手了 没办法 这个人实在是蠢得很 刚出社会 确实还需要毒打 看着眼前高自己一个头的人 周丽叶不由地紧张地蹦紧了身子 随后便下意识地退后了两步 不知道是不是周丽叶的错觉 他总觉得周围好像有杀气 轻蔑地看了周丽叶一眼 那司机冷哼一声 转身直接离开 一直到看着那司机上车后 周丽叶这才感到身上的压迫感顿时消失 只不过他依旧还是被吓得不轻 以至于都不敢凑上前去了 柳如叶自然是关注到了这边的情况 见状不免肯定地看了司机一眼 随后他便笑呵呵地转头看向了迟毅 迟毅 要不然我烧着你回家吧 迟毅拿着头盔坐在自己的小垫驴上面 文言只是哭笑不得地看着柳如叶 如叶姐那怎么行 那明天早上来我就不方便了 说着迟毅便戴上了头盔 乔县戴上头盔的迟毅 柳如叶不免失笑 没想到迟毅戴上头盔这么可爱 这可比那边的周立毅顺眼多了 那行吧 那我就先走了 说着迟毅便冲着柳如叶摆了白手 骑着自己的小垫驴离开了 柳如叶也摆了白手 见迟毅走了 他便对着后面的高丽点了点头后 转身直接上了车子 跟上去 今天虽然迟毅看起来没有做什么 但是其实他一直都在暗地里 关注着柳如叶的态度 不过观察了一天后 迟毅多少有些诧异 没有想到 柳如叶对自己这么的偏爱 不得不说 这多少让迟毅有些受宠落惊了 只不过 其实迟毅自己也清楚 这里面也是因为自己打造的人设的原因 这样想着 迟毅便用余光看了一眼身后 见柳如叶还在跟着自己 迟毅便直接驾驶着车子 来到了之前那个买东西的小卖部 他相信自己的直觉 跟在自己身后的肯定不仅仅只有柳如叶 这样想着 迟毅直接把小电驴停在了小超市门口 然后走进去 随意地拿了几个棒棒糖和口香糖 结账的时候 见前抬光头哥一直在盯着自己 迟毅便挑眉回望了回去 那光头被迟毅这栋作弄的一笑 你小子最近很出名啊 他笑道 何出此言 迟毅爽快的结账 回问道 但是显然 对方并不能多说 所以那光头也只是无奈地耸了耸肩 只不过 他依旧还是奉劝了迟毅一句 小子 你最好现在骑着车子赶快走 最近上班下班 路上别停车 迟毅拨开棒棒糖的动作一读 随后有些惊讶地看向光头哥 可在迟毅看过去的时候 那光头哥已经重新垂下 头去忙活着了 他自然明白 有一群人要找自己麻烦 只不过 他倒是没有想到 这哥们竟然还主动提醒自己 真是个大好人啊 谢了 撒闯地摆了摆手 迟毅转身走了出去 兄弟 就在迟毅刚迈出超市门口 便有人把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迟毅脚步一读 余光瞥见柳如叶的车在角落里 随后便笑容和善地回头看向那人 怎么了 他上下打量了一下背后这人 不得不说 这人第一眼看上去挺像的老实人的 但 也仅仅只是第一眼 雇佣斌的直觉 一下就让直一查绝出了不对劲 虽然这人穿着长袖长裤 但是领口处依旧 还是暴露了他的部分纹身 加上本身气质就不想 所以 就算是再伪装 也依旧还是不想什么好人 小兄弟啊 那什么 我手机刚刚被一个小孩子抢了 我实在是跑不过他 你看看 能不能帮帮忙 说着 那人便抬手指了指小巷子那边 望着那熟悉的小巷子 迟疑不免心里冷笑一声 只不过面上却没显露出来 啊 那我帮你报警好了 说着 迟疑就直接拿出了手机 看着迟疑这个操作 那人直接懵了 不是 这小子是不知道码头上的规矩吗 竟然敢报警 哎 别别别 他吓得赶紧组织了迟疑的动作 嗯 迟疑疑惑地抬头看去 那什么 这里不能报警的 这以后 我一家老小不好过日子的 说着那人便一脸愁容地看向迟疑 迟疑也懒得和这个人掰扯了 毕竟这人的演技实在是太差了 要不是柳如叶还在这边看着呢 迟疑一会儿还真想教教他 什么叫做影帝级别的演技 迟疑看了看小巷子那边 说 那你带我去看看吧 那人一喜 面上也是直接笑了出来 哎呀好 那你跟我来 说着他便直接带着迟疑走向了小巷子那边 看着迟疑跟着一起走了过去 司机通过后视镜看了看后面的柳如叶 柳总 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 柳如叶紧紧地皱着眉头 看向小巷子的眼神晦暗不明 就像是迟疑所想的那样 小巷子里面果然有不少的熟面孔 倒不是熟人 只是因为昨天确实也掀过面 见人把迟疑给带了过来 里面的人顿时拿起了家伙 来了来了 迟疑回头看向自己旁边的人笑道 兄弟 你不是说只有一个小孩子吗 你这不厚道啊 那人冷哼一声 厚道 你去医院跟我们永哥说厚道吧 见状 里面的人也都开始狂笑了起来 臭小子 没想到吧 这魔快落到了 我们手里了 哈哈哈哈 是吗 那可不好说啊 迟疑微微眯了眯眼睛 瞧着眼前这群人 不得不说这群人确实是带着必定弄死自己的心来的呀 瞧瞧 这个架势可比那个刀哥要好得多啊 只不过突然间迟疑的视线一读 随后便瞧见了几个熟悉的人 而后面那几人中 尤其是艺人那可是特别的熟悉啊 嗨刀哥 没想到你也在啊 迟疑抬起手来 笑嘻嘻地冲着后面的刀哥 摇了摇手 一时之间 众人皆是一愣 随后便都下意识地回头看去 刀哥哪里能想到 加入野狼帮的第一单 是这个祖宗啊 见迟疑笑呵呵地给自己打招呼 刀哥可是一点都不敢吭声 直接低着头不作声 迟疑也不着急 反而是回头看向了带着自己来的那人 兄弟啊 你别着急 我刀哥在这里 肯定能把手机还给你 闻言 领头那人像是 看着傻逼一样 看着迟疑 不是 他刚刚都已经把大勇给搬出来了 这傻呗 就算是脑子再不好使 应该也会反应过来吧 难不成 这人是脑子不好使 想到这里 他多少有些怀疑 大勇到底是不是这人弄进医院的 就在他发呆这几秒的时间里 迟疑已经笑容和善地走到了刀哥身边 他哥俩好地揽住了刀哥的肩膀 哎呀 刀哥 没想到又见面了 这些都是你手底下的人吧 快给弟弟说句好话呀 说着 迟疑还乐呵呵地 拍了拍刀哥的肩膀 而就在迟疑说出这句话后 那一道道阴森的视线 便顿时聚集在了刀哥 身上 这让他身子顿时僵硬住 冷汗也是忍不住的 大颗大颗往下流 不 不是 不是 他颤抖着声音 赶紧摆了摆手 随后便试图逃离迟疑 哎呀 不是傻呀 刀哥 你之前不是跟我说过吗 说你手底下百来好人呢 迟疑笑眯眯地说着 他倒不是一个小心眼的人 但是也不是一个能忍气吞声的人 说着 迟疑又哥俩好的 用肩膀撞了一下刀哥 哎呀 哥 你可真炫酷 混得真不错 周围一片寂静 那刀哥 甚至还能听到自己 心惊胆战的心跳声 领头那人 听到迟疑的话后 简直都要气笑了 他缓缓走上前来 那这魔说 小刀 我还得让你多照应照应我了 说着 那人还微微眯了眯眼睛 把手搭在了刀哥的另外一边肩膀上 刀哥 哦不 是小刀顿时慌了 刀哥 刀哥 这个人我真的不熟啊 他 他就是碰瓷啊 听到小刀的话后 迟疑不免 微微挑了挑眉头 没有想到这魔巧啊 眼前这人也是刀哥呀 去你马的 给老子滚一边去 说着 那刀哥没好气的 直接一脚 把小刀给踹开 小刀也是个会保命的 被踹开后 便赶紧自己跑开了 生怕接下来的战况会 危急到自己 兄弟 你就别做妖了 落到我们手里 你以为你 还能好好地出去 那刀哥看着迟疑讽刺一笑 面上满是不鲜 同时 他身后的人 也都开始嘲笑了起来 刀哥 把他叽叽给踢爆 对 让他进去陪大勇哥 哈哈哈哈 这小子 还把兄弟的大腿给弄断了 一会儿 咱也得给他弄断 何止大腿 老子今天让他全身都骨折 听着周围人一句句的 已经把自己的部位 都分配好了 迟疑也是不免摇了摇头 他不仅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我们都做一个善良的人 不好吗 刀哥好像听到了什么笑话一般 直接笑出声来 不是哥们 你特么傻逼吧 随后他便怀疑地看向了周围的人 不相信就是眼前这人 搞了他们两次 你们亲眼看见 大勇是他搞下去的 周围人迟疑了一会儿 虽然一开始 是被人踢的大勇裤裆 但是确实是眼前这人 彻底地把大勇给搞趴下的 所以犹豫了一瞬后 他们便又点了点头 但就是一开始的犹豫 让刀哥也犹豫了起来 毕竟眼前这个小白脸 怎么看都不像是什么厉害的人物 不是 你们该不会是在耍我饿啊 刀哥不耐烦地看着身后那些人 可也就是这个时候 他腹部传来一阵剧痛 整个人变顿石飞了出去 而其余的人 也均是没有反应过来 就连当世人刀哥 也是没有反应过来 不过 躲在角落里的小刀 却是把这个情况 看得清清楚楚的 他就说吧 这个刀哥画着魔朵 肯定会被那小子赢 这样想着他便赶紧退后几步 直接离开了这个小巷子 前两天被这家伙 打得伤都还没好呢 他嫌丢人 大热天的 也一直穿着长袖长裤 所以 现在可不想再吃亏了 扑 可嗨嗨 刀哥躺在地上 颤颤巍巍地颤抖着 但是此时 不论他怎么努力 依旧还是不能 从地上站起来 一直到现在这个时候 他这才反应过来 刀哥一脸愕然地看向那边 笑得云淡风轻的迟翼 这下是彻底的明白 原来一直从刚刚开始 迟翼都在装 迟翼哑然地看着 躺在地上孤勇了半天 就是起不来的刀哥 哎呀 刀哥你怎么躺下了 你们这些人 真是没看见刀哥 在地上吗 也不服一下 说着 迟翼便大步地走到了刀哥面前 说实话 周围的那些小喽啰 每次也都是狐假虎威 之前是现在也是 现在看见刀哥都躺在地上了 他们也不敢吹牛逼了 一个个都老老实实地站在那边 笑话 刀哥那大肌肉和体格放在那边 都能被一桥踹飞 那就别说他们这些小身板了 虽然你们不是什么善良的人 但是我可是十分地善良啊 不如我让你去陪你的好兄弟吧 刀哥闻言 瞳孔猛然睁大 随后 他也不管自己身上到底还疼不疼了 孤勇就要往后面躲 别别别 别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他生怕迟疑那一脚 下一秒就踹到自己裤裆上 赶紧求饶 现在的刀哥十分地清楚 自己确实是躺在这边气不来了 有话好好说 那你们有想着跟我好好说吗 迟疑缓缓蹲下去 微微眯了眯眼睛看着眼前的刀哥 边说 他边拿着手里拎着的红色塑料袋 拍了拍刀哥的脸 这对于刀哥来说 无异于是屈辱的 毕竟 自己在这些人眼里一直都是大哥的位置 什么时候这磨狼背过 但是为了男人的尊严 现在丢人就丢人吧 他昨天晚上去医院看大勇了 那个场面 他是看着就疼啊 毕竟下面已经血肉模糊了药 他也是亲耳听见医生说了 只能尽量治了 治不治得好还不一定呢 就算是治得好 那医生也说了 也不如以后好使了 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大勇就是浑身一凉 所以 现在就算是把老脸给豁出去了 他也不能让医生对自己的裤裆下手啊 我错了 都是大勇让我来的 我本来也不想来的 说着 刀哥还看了看旁边的人 为了尽可能地保持住自己的尊严 他已经用自己最小声的声音和迟疑说话了 嗯 那好吧 那你叫我一声 爸爸我就放过你 但是说好了 既然放过你 那你也是欠我一个人情啊 医生想了想后 便恶趣味地说道 闻言 那刀哥便也赶紧激动地点了点头 不就是喊一声爸爸吗 反正自己小点声音 周围的人也都听不见 也丢不了人 哎哎好的爸爸 迟疑 不等刀哥把话说完 小巷子口便传来一道女声 迟疑下意思地转头看过去 便瞧见柳如叶 快步地走向了自己这边 柳如叶刚走进来 看见这里面满满当当的人后 心便不由地跟着一紧 一直到走进来瞧见迟疑没事后 他这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如叶姐 你怎么来了 迟疑洋装差异地看过去 柳如叶大步走上前去 满脸担忧地拉住了迟疑的手 他四下扫视了一下迟疑身上 见迟疑没什么事情 心里的石头这才落了地 而周围的人 在看现柳如叶本人的时候 均是惊讶地愣在了那边 同时 周围人也开始怯怯私语了起来 现在古华帮弄出的公司要上市了 连带着报道了也出了不少 所以 众人自然也是认出了柳如叶 但是 他们也是万万没有想到柳如叶竟然会这样出现 而且 还是为了一个小喽啰 众人顿时面面相亏 难不成这个迟疑 背景不一般 就连刀哥也是棱在了那边 他惊讶地看着柳如叶和他身后的保镖 磕磕绊绊地道 柳 柳总 文言 柳如叶便也冷眼看了过来 这些人都是你叫来的 柳如叶目光冷若寒霜地看着他 彭扶像是在看一个死人一般 气势的压制 一时之间让刀哥说不出话来 同时 他也是没有想到 这个叫迟疑的小伙子 背景竟然这么大 我呀 看着后面那群准备离开的人群 刀哥刚想而为自己辩解 下面便传来一阵阵的刺痛 虽然今天的柳如叶眉 有穿高跟鞋 但是那一脚下去 力道多少 还是不少的 迟疑昨天暗算大涌的时候 还没觉得呢 但是现在亲眼看线柳如叶动手 迟疑心里 多少也是对刀哥充满了怜悯 凄惨的喊叫声 响彻整个小巷子 有眼力见的人 已经开始准备偷偷地溜走了 刀哥瞪大眼睛 瞬间眼睛里便充满了血丝 刚刚他是疼得起不来 现在他是疼得想要晕过去 整个人也是顿时说不了话了 最主要的是 他没想到躲过一劫 后面又来了一波大的 迟疑我们走 小巷你处理一下 警告一下他们 冷声说着 柳如叶便牵着迟疑的手 大步离开 闻言 周围围着的那些人 顿时都慌了 不是 他们都还没来得及做什么呢 报复这就来了 就这样 柳如叶直接带着迟疑 回到了车子里 上了车后 柳如叶便冷着脸 坐在那边一动不动 也不说话 迟疑微微挑了挑眼尾 好笑地看向了柳如叶 如叶姐你怎么了 柳如叶下意识地转过头 来看向迟疑 他想要说一些什么 但是张了张口后 到底还是什么都没有说 你生气了 迟疑见状也不墨迹了 直接俯身 上前去拦住了柳如叶的腰 随后便一脸委屈地 把头埋在了他的脖梗间 如叶姐 你是生我气了 听到迟疑这抹委屈的声音 柳如叶心里那点气 早就消失得烟消云散了 最主要的是 他也不是对迟疑生气的 而是生气 那群不知死活的人 竟然想着来赌迟疑 没有 我就是 就是 反正不是 在对你生气 柳如叶抬起手来 赶紧拍了拍迟疑的后背 轻声解释道 迟疑暗自里勾存 不过如叶姐 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说着 迟疑便抬起头来 看向了柳如叶 柳如叶顿时身子一僵 随后他便赶紧解释道 我就是突然想到 有个东西忘记查看 所以想着赶紧回来看看来着 没有想到 正好看见你的车子 这个理由 多少是有点牵强了 但是迟疑还能怎么办 当然是选择相信他了 没想到这么巧啊 迟疑在柳如叶的脖梗上蹭了蹭 随后便直接枕着他的脖梗 看着柳如叶 柳如叶微微垂下头去 便能瞧见迟疑在看着自己 昏暗的车厢内 暧昧的气氛顿时蔓延 柳如叶甚至有一股冲动 那就是主动吻上去 而就在柳如叶 即将要吻上去的那一瞬间 一旁便传来了敲玻璃的声音 柳如叶下意识地回头看去 便瞧见是司机回来了 因为车上都贴了防窥膜 所以外面是看不进里面的 但是谨慎的司机 依旧还是选择进来之前 先提醒一下 迟一眼看着柳如叶 都要低头凑近了 却没有想到 他直接又痛快地离开了 看着柳如叶装 坐若无器地坐好 想要开口说什么 迟一便微微瞇了蜜狭长的眼眸 眼里闪过一丝不悦 下一秒 他直接伸出手 用大手扣住了柳如叶的后脑勺 随后便微微用力 让他被迫垂下头来 随即 迟一抬头 重重地稳住了柳如叶 泽泽声顿时 在空旷的车厢内响起 这个声音 就连当世人柳如叶 自己听得都羞得脸红 只不过 他也是没有想到 迟一就这魔 突然地稳住自己 而且 攻势着魔的猛烈 嗯 迟一 此刻 他只觉得浑身酥软 纵使这些年 他表现得十分清醒 但是他心里也清楚得很 若是再继续下去 恐怕自己就要彻底地沦陷了 迟一眼里含笑 看着面色飞红 眼眶湿润的柳如叶 不得不说 此刻的柳如叶 十分地诱人 但是可惜的是 这个环境 多少有些不好 半赏后 迟一这才放开了柳如叶 而此时柳如叶 依偎在迟一的怀中 只觉得浑身没力气 他微微张着湿润的红唇喘息着 胸前的白花花 也是不断地在起伏着 埋怨地看了迟一眼 但是最后 柳如叶到底还是没说什么 毕竟谁让他 刚刚自己 也是纳磨得沉浸 纳磨得享受 时间不早了 如叶姐 我该走了 雨霸 迟一低头在他额头上 留下一吻 转而推开车门 走了出去 温热的怀抱消失 周遭变得清冷的同时 柳如叶同时也觉得空虚得很 他下意识地抬手去寻迟一 而他早就已经推开门走了出去 方山两人还亲热地不行 但是现在 却又距离地震摩远 巨大的落差感 让柳如叶 近乎有些受不了 迟一笑眯眯地冲着车子里的柳如叶 摆了白手后 便骑着自己的小电驴离开了 司机见状 这才敢坐进车子里 瞧着前面远去的迟一 他谨慎地询问道 大姐 还需要继续跟下去吗 柳如叶紧紧地皱着眉头 不用了 瞧着柳如叶情况有些不对劲 那司机犹豫了一瞬间后 到底还是开口询问道 大姐你 没事吧 如果你身体不舒服的话 可以去医院看看 闻言 柳如叶登时冷眼看了过来 司机顿时身体一僵 随后 赶紧低下头去 抱歉刘总 是我愉悦了 嗯 懒散地应了一声 柳如叶抬起手来揉了揉眉心 随后道 回去吧 好 车子驶过前方路口时 柳如叶下意识地抬头 看向了路口那边 瞧见那熟悉的身影 一闪而逝 柳如叶陷入了沉思 说实话 第一次的时候 柳如叶便知道 迟意地伸手了 他清楚 迟意地伸手肯定不错 但是眼看着他走进了小巷子里 柳如叶心里 多少还是有些焦急 所以 在找到迟意后 柳如叶这才多少有些失态 虽然今天 自己已经出面为迟意撑腰了 但是 就像是野狼帮这个名字一样 里面的那些人 都是一些疯子 难保之后 不会有人再对迟意动手 而 一直把迟意放在仓库码头这边 他也是不放心的 稍微思索了一会儿后 柳如叶便准备找个理由 把迟意调到自己的身边 同时 柳如叶微微闭上眉眸 手却缓缓地放到了心口处 他也明白 自己对迟意的感情 是不一样的 所以 他也渴望 想要和迟意在一起 尤其是今天 几番刺激后 柳如叶对迟意的思念 也是越发地深厚了起来 所以 此时的柳如叶也准备 把迟意放到身边后 好好吊 叫一下 让他效忠 于自己 那边的迟意 骑着小电驴 悠哉哉地回到家里 他今天确实是 桥线柳如叶的车子 在后面 他才下车的 所以 今天的一切 都是他故意 让柳如叶看见了 他也想着 柳如叶可能会把自己 调到他自己身边 但是 迟意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在算计柳如叶的时候 柳如叶也已经 在准备着算计自己了 只不过 就算是迟意知道了 他也不会有什么想法 毕竟这种事情 最后还是道横高的人 更胜一筹 他虽然想要调 叫自己 但是最后 指不定是谁调 叫谁呢 悠哉哉地迟意 便回到了玉亭 刚走进去 迟意便瞧见 花蝴蝶一个人 坐在客厅里 面上的表情欲言又止 怎么了 迟意笑着 走到花蝴蝶面前 随后揉声询问道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若是有什么事情 尽管告诉哥 花蝴蝶原本还有些 拘谨地坐在那边 在听到迟意的话后 一直紧绷着的身体 这才逐渐地放松了下来 迟意 今天毒蛇找我聊天了 他缓缓说道 然后呢 迟意挑眉看向他 而这句话 也是在迟意的意料之中 花蝴蝶坐在那边 放在膝盖上的手 也是紧张地握紧了 又松开 然后 我就把猴子的事情 告诉他了 说完 花蝴蝶便紧张地 迅速转过头来 看向迟意 他目光盈盈地看着迟意 生怕他会生气 但是 他耐心地等待了两久后 发现迟意面上 依旧还是面无表情 不过 这并没有让花蝴蝶松一口气 反而更加地紧张了 他微微拧着眉头 耸着眉头 紧紧地握住了迟意的手 迟意 抱歉 我那时候就是脑子一糊涂 忘记跟你说一声 就直接告诉了毒蛇 其实迟意并没有生气 毕竟这一切的一切 都在迟意的意料之中 没事 在花蝴蝶紧张地表情中 迟意安慰了他一句 随后便抬起手 来揉了揉他的脑袋 那你能告诉我 毒蛇都说了一些什么吗 毕竟 我怕老大那边 迟意这话并没有说话 但是意思也已经很明显了 就是老大那边知道了 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你放心迟意 我已经告诉毒蛇了 千万不要让老大知道 要是老大知道了 如果你有什么事情 我也不会坐以待毙的 花蝴蝶赶紧保证 有花蝴蝶这一句话 迟意便彻底地放心了 毕竟性格差不多 花蝴蝶的话 毒蛇还是会听的 随后 花蝴蝶便把手机拿出来 给迟意看了看 迟意看了看两人的聊天记录 很明显 毒蛇对猴子 被叶寒解决掉这件事情 十分的意外 但也仅仅只是意外 他并没有说什么 也许他心里可能是难受的 只不过 他并没有说出来 毕竟 他只笑忠于强者 花蝴蝶明确地告诉了毒蛇 这次迟意新甘情愿地 去古花帮卧底 其实就是想要试探一下 叶寒的态度 只不过那边的毒蛇犹豫了很久后 便劝花蝴蝶不要多管闲事 毕竟在他眼里 他十分地不理解 难道效忠于强者 不是正确的吗 只要老实地 跟在强者身后 他们都不会 有什么意外 但是他这个想法 很快便被花蝴蝶击碎 毕竟若是真的那样 猴子也不会死 迟意也不会去古花帮 苍蝇也不会没钱给父亲做手术 一天打三份工 随后便是花蝴蝶威胁他 不要告诉叶寒的话 见毒蛇保证了 迟意也就放心了 而迟意看了聊天记录也才知道 花蝴蝶不经常揭取任务后 那些鱼出来的任务 大部分都是去让毒蛇做了 不得不说 毒蛇和花蝴蝶 确实是叶寒强大的帮手 不光是强大在实力上 而是两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也会保证百分百的没有私心 冷酷无情 迟意揉了柔花蝴蝶的头 随后把手机还给了他 没事不用着急 毒蛇既然答应了 他肯定不会乱说 至于我也会没事的 花蝴蝶犹豫了一瞬 随后直接俯身 上前去拥抱住了迟意 迟意怎么办 我突然感觉 我们之前好不真实 感觉老大这个人很虚假 但是好奇怪 为什么之前我就蠢到心甘情愿呢 他紧紧地抱着迟意 语气无助地说道 迟意轻轻地拍了拍花蝴蝶的后背 很想告诉他 之前是因为男主光环罢了 而现在 也是因为自己让他们清醒过来了而已 可能是以前我们 自认为和叶寒的关系 非常要好吧 迟意无奈道 花蝴蝶沉默了下来 但是不得不说 他的话十分地有道理 他们自认为和叶寒十分要好 自认为叶寒对 他们像是亲人 但却没有想到 在绝对的利益面前 一些感情都是徒劳的 丁丁检测道 宿主有离间天命 男女主感情行为 奖励二百反派职 听到这话 迟意心底一乐 只不过 就算是系统不提示迟意 他现在也已经确认 花蝴蝶是自己人了 毕竟 不说之前 就说聊天记录中 花蝴蝶已经明确地警告了毒蛇 若是叶寒知道了这件事情 真的危害到了自己 那他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易哥易哥 你回来了 就在两人深情相拥时 外面便传来了 叶柔柔兴奋的声音 听到动静时 花蝴蝶便像是触电了一般 迅速地从迟意的怀中退了出来 见状 迟意便有些好笑地 看了花蝴蝶一眼 但是没说什么 叶柔柔乔建 迟意的车子停在门口 便兴奋地快步走了进来 刚踏进门 叶柔柔便瞧见紧紧挨着 一起坐在沙发上的二人 见状 叶柔柔不仅眸光一闪 连带着嘴角的笑意 都变得苦涩了起来 柔柔 你回来 迟意转过头看向叶柔柔 笑道 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 叶柔柔顿时回神 随后便笑盈盈地 快步走到了迟意的身旁 坐了下来 他拧着精致的眉头 粉唇微微嘟起 没办法 本来我是下班要走的 但是没有想到突然就被叫住 让我留下来加班 迟意想了想 你领导是那个周梅对吧 听到迟意的话后 叶柔柔便顿时闭上了嘴巴 原本想着不提到周梅 不提工作来着 糟糕一个没忍住 这样想着 叶柔柔便微微抬起头来 看向了迟意 嗯 就是他 边说 叶柔柔便关注着迟意的表情 之前的时候 周梅对待叶柔柔的态度 就和其他人不一样 而自从 见不到迟意之后 周梅好像就认定了 是叶柔柔故意不让自己 陷到迟意一般每次见面 或者是做什么的时候 都会暗自嘲讽一波 甚至还说 叶柔柔上下班坐着的车 都是富二代买的 这期的叶柔柔 这段时间 一直自己开着一辆 比较低调的车上下班 甚至都不让花蝴蝶跟着了 一哥 你怎么还记得他 叶柔柔不免带着埋怨的语气说道 迟意好笑地看着叶柔柔 你知道的 我本来就记性好的 怎么了 她是不是又为难你了 花蝴蝶也好奇地看了过来 因为这个女人 她也遇见过 前段时间 她去接叶柔柔下班的时候 把车子停到路边 就是一个叫周梅的女人 来敲的窗户 那个时候 这女人还询问迟意去哪里了 不过 花蝴蝶当时十分地有警惕心 直接摇头说不清楚 后面跟叶柔柔说了这件事情后 她才知道 原来周梅是她的领导 叶柔柔纠接着 到底要不要说 毕竟她实在是 不想让迟意想起那个女人 就是 就是平常她确实是有些为难我 毕竟羡慕到迟意后 周梅便把怨气 全部都发在了叶柔柔的身上 迟意皱了皱眉头 这个事情 你没有反应给你哥吗 我 我这不是 不想让我哥知道吗 叶柔柔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毕竟她也算是一个成年人了 也不想毕了业了 都工作了 还要靠哥哥 迟意无奈道 这又不是什么小事情 之前是每天加多工作量 现在是每天加班 那后面累积下来 你岂不是很吃亏 听着迟意的分析 就连一旁的花蝴蝶 也是十分赞同地点了点头 而叶柔柔顺着迟意的话 也想了想 随后便发现 迟意说的 确实十分地有道理 她有些苦恼地憋了憋嘴 想要说一些什么 但是到底还是没有说出来 只是微微仰着头 有些无助地看向了迟意 迟意看着叶柔柔眨巴着大眼睛 瞧着自己的模样 多少也是有些哭笑不得 你之前不是还是个小模女模 怎么现在人家针对你 你就变得正模听话了 叶柔柔无奈道 这不是我妈跟我说 上班的时候 不要跟领导对着干模 还跟我说 要听领导的话 不要给人家添麻烦 况且 还是自家公司 还是好好干活比较好 迟意听到叶柔柔的话后 一个没忍住 直接笑出声来 所以 你就是因为这几句话 这才变得正模听话的 叶柔柔闷闷地点了点头 随后直接往后一倒 倒在了沙发靠背上 我现在是真的不想上班了 上班回来 真的好累啊 说着说着 叶柔柔眉 忍住又叹息了一声 柔柔啊 所以你要是换了工作 就不会这么听话了 花蝴蝶脑洞也是兴起 直接询问道 叶柔柔点了点头 这要是换做别的公司 我早就受不了了 所以说 你为什么要在自家公司受委屈呢 叶仪虽然也说了 让你不要给领导添麻烦 但是没有说让你受委屈啊 再说了 周梅也不算你真正意义上的领导啊 说白了 你真正的领导是你哥啊 迟意缓缓说道 听到迟意的话后 叶柔柔这时是反应了半天 但是不得不说 反应了一会儿后 叶柔柔确实觉得 迟意说的话十分的有道理 再说了 他给你家的工作量都是别人的 让你完成了 别人就摸鱼了 你家工资就白发了 见叶柔柔神奇地理解了叶温婉的话后 迟意也是用新奇的角度 更给叶柔柔讲了一些道理 而听完这些话后 叶柔柔彷复是打通了什么思想一样 他直接一拍掌 你跟你十分的有道理 不光是如此啊柔柔 你也说了 这是你家公司 那你平常可得好好地监视一下周梅 他把工作量给你了 每天他都提前下班 你看 文言 叶柔柔直接眯起了眼睛 哼 明天我就好好看看 瞧着眼前突然来的精神 变得神奇的女生 迟意更加有些哭笑不得了 第二天 迟意正常准备上班 一路上 他心里都美滋滋地哼着小曲 不是因为别的 是因为昨天他看了看自己的股市 那可谓是涨势良好啊 一想到那白花花的银子 嘖嘖嘖 其实迟意之前也刷到过 说就算是股市涨了 那赚的也都是小钱 毕竟你投进去的也就那些 你指望能挣大钱 但是迟意不一样啊 迟意就敢玩大的 所以挣的也都是大钱啊 来到公司 迟意刚准备去干活 就听到高丽在叫自己 迟意啊 你过来一下 高丽站在休息室那边 冲着迟意摆了白手 迟意应了一声 顺手把东西放下后 便转身走上前去 只不过 背后 周立意那忧怨的眼神 实在是明显得很 怎么了高哥 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走进去后 迟意疑惑地看向了高丽 高丽琢磨了一下 最后还是开口了 是这样的 你也知道 最近是在公司上市的 关键时期 迟意文言 点了点头 这个 我自然是知道的 这句话 要是从别的公司听到 迟意那肯定觉得 对方是想要辞退自己了 但是这句话 从柳如叶的公司听到 那迟意只觉得 自己要升职了 果不然 高丽下一句 果然就提到了柳如叶 那个 刘总啊 昨天跟我打电话 说了一些情况 说想要借用你一段时间 借用我 一段时间 迟意狐疑地看向高丽 她倒是没有想到 柳如叶竟然会想到 这个借口 瞧着迟意狐疑地看着自己 就算是高丽品尝 再怎么会说话 都不免有些心虚 毕竟被迟意的 那双眼睛看着 她甚至还会有一种错觉 那就是 自己直接被迟意给看透了 嗨嗨 是啊 高丽心虚地转过身去 装作整理文件的样子 就是 最近情况特殊 我们老大也是一直在住院 所以人心不稳 你也看见咱们仓库的情况了 但是刘总身边 也好不了多少 高丽觉得自己 现在说的话十分有道理 便又转过身来 所以 大家也都知道 你的身手好 刘总也想要借用你一阵子 想让你去他身边 当一阵子保镖 当然了 这个报酬 也是不会亏待你的 价格肯定是比我们这边高的 一个月四大不了 说实话 听到这个薪资 就连高丽也十分地缠得慌 虽然对那些有钱人来说 这点钱不算是什么 但是对于他们这种普通的打工族 这些钱真的十分地丰厚了 保镖啊 让我想一想 迟意装作十分为难的样子 毕竟虽然咱想去 但是 咱也不能表现得太过于明显不是 见迟意犹豫了起来 这可把高丽给筹坏了 嗨嗨迟意啊 毕竟你也和刘总认识是不是 她一个女人 确实挺难的 你过去之后 也好照料 照料不是 为了让迟意同意 高丽也只能想尽方法说服她 只不过 这些话高丽说出来 自己也十分地违心 毕竟柳如叶的身手和心狠手辣 她也是见识过的 嗯 高跟你说的十分有道理 台阶都来了 迟意便也缓缓地点了点头 见状 高丽也是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成功完成任务 就行了 那行 那你等我消息 我这就跟刘总汇报一下 高丽面上这才忍不住露出笑容 拿出手机 就开始联络柳如叶 迟意点点头 嗯 好 那个高哥你先聊着 我出去干一会儿活 接下来什么安排 你尽管告诉我 说完 迟意便转身开门走了出去 看见外面的情况 迟意默默地关上了休息室的门 不悦地瞇了瞇眼眸 她缓缓地走到了周丽一身后 猛地抬起手来 拍了拍周丽一的肩膀 小周啊 你在做什么呢 身后突然传来的声音 让周丽一猛地背下了一跳 没有想到 迟意会突然回来 所以周丽一先是背后一凉 连带着手中的物件 也没拿稳 迟意见状 迅速地伸出手去 接过了自己的手机 只不过另外一只手机 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直接边角落在地上 屏幕都摔得粉碎 我的手机 听到手机破裂的声音 周丽一猛地哀嚎一声 随后便赶紧弯腰去捡手机 迟意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机 然后又看了看链接两个手机中间的数据线 小周 你这是在做什么呢 迟意冷哼一声 低声询问道 周丽一蹲在那边拿着手机 身体顿时僵硬住 他站起身来 先是善笑了两声 随后道 我 我这不是听说 手机能给手机充电 就买了一根数据线试试吗 哼 没想到 你好奇心这么重啊 迟意上前一步 直接拿着自己的手机扇到周丽一的脸上 周丽一吃痛 面上顿时猙獰起来 只不过 到底还是咬牙没有哀嚎出来 他知道 这个时候 最不能得罪的 就只有迟意了 再说了 这件事情让其他人知道了不好 不如赶快过去 大家都不是傻子 其实他的举动 还是十分明显的 献周丽一隐忍着没有出声 迟意微微挑眉 但是也丝毫不跟他客气 手下的力道加重 迟意好笑地看着周丽一 所以 这就是你随便动我手机的理由 对 对不起 一个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周丽一紧紧地攥着拳头忍着 迟意看了一眼周丽一那屏幕和手机分裂的手机 冷笑一声后警告道 以后再让我看见 你动我的手机 可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这句话让周丽一顿时松了一口气 随后他便赶紧连连点头 我知道了一个 你放心 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他赶紧保证道 只不过 心里却在嘲讽着 迟意傻逼 果然什么都不懂 竟然就这魔的放过了自己 这样想着 周丽一心里顿时也狂喜 见他保证了一句后 迟意便没搭理他 转头去忙自己的了 而周丽一则是拿着自己的手机 赶紧走到了一边 幸好 幸好只是屏幕坏了 修好之后 应该还能用 主要是刚刚接受的那些数据 肯定也都还在 这样想着 周丽一便顿时对 自己手里的水果手机不心疼了 毕竟若是勾搭上了柳如叶 一个小小手机算什么 他就不信 柳如叶能对自己这个小鲜肉不心动 这边的周丽一 美滋滋地思索着自己的未来 而那边的迟意 则是操作了机下手机后 便再次地把手机扔到了一边 小周啊 别发呆了 快些过来干活 迟意喊道 哎 好嘞好嘞 我这就来 周丽一赶紧应声 随后便把自己的手机 小心翼翼地放到了背包里 这才转身去干活 迟意冷笑地 看着周丽一这个动作 若是仔细看去 便也能清晰地 看清他眼底的嘲讽 说是要干活 但是今天活不多 迟意便走到一边 去找李胖子聊天了 独留下周丽一 在那边吭哧吭哧地干活 周丽一也不埋怨 主要是也不敢吭声 不敢得罪迟意是一回事 怕让迟意怀疑 刚刚的事情也是一回事 迟意啊 就在这个时候 高丽缓缓从休息室里走了出来 笑容满面 高丽一向都是以笑容示人的 所以这个表情 自然也是引起了周围人的好奇 高哥啊 你这是中彩票了 就连李胖子 也是十分好奇地看着高丽 去去去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要是中彩票了 那可不能让你们知道 高丽没好气地摆了摆手 不过 这对于高丽来说 也算是一件事的高兴的事情 虽然把一个能干的迟意借走了 但是柳如叶 也同时给他们公司 剥了一笔资金 那都可以招好几个人了 现高丽一直喜气洋洋地看着迟意 这顿时让周丽一的心里 生起了一股不好的预感 果然下一秒 高丽便走到迟意面前说道 迟意啊 刘总说一会儿让人来接你 你快些准备准备 什么意思啊 周丽一站在一边 听到高丽的话后 顿时懵了 他瞪大眼睛 指了指迟意 随后难以置信地说道 刘总说要来接一个 为什么 周丽一惊讶得 实在是过于明显了 连带着声音也不由得增大了 你这魔惊讶做什么 刘总亲口说的 要调用迟意 去他身边做一阵子的保镖 闻言 周丽一的那嫉妒心 便猛然生起 凭什么呀 说完这句话后 周丽一许事 也觉得自己这话有些不同 赶紧闭上了嘴 只不过面上的表情 依旧还是不服气 小周啊 你好像很嫉妒我呀 迟意慢条思理地说着 要是平常 周丽一肯定就摇头说不是了 但是现在 他心里十分地不平衡 所以听到迟意的话后 也只是紧紧地抿着唇 站在那边没说话 高丽紧紧地皱起眉头来 小周你这是什么态度 人家迟意是有身手 所以 这才被刘总介去接任一阵子的保镖 对啊对啊 李胖子再迟钝 都看出不对劲来了 他看向周丽一 小周啊 你要是觉得自己身手不错 也可以和迟意比试比试啊 对啊 小周 要不我们比试比试 迟意笑呵呵地看向他 这下周丽一是彻底的闭嘴了 毕竟他可是 亲眼瞧见过迟意伸手的 现周丽一彻底的沉默了 其他机人也懒得搭理他了 迟意看向高丽 高哥 刘总刚跟你说完 高丽点点头 面上依旧还是笑呵呵的 对啊 你快点收拾收拾自己的东西吧 毕竟迟意这才来多少天啊 不光是前两天 从大勇那边给自己挣了不少钱 现在也是变相的 从刘总那边给自己拉来了投资啊 所以现在高丽越看迟意 那越是觉得像是一个福星 那我去跟刘总再说一声 就不劳烦 他让人来接我了 我得骑着我的小电驴 说着 迟意便指了指门口的小电驴 哎哟 你看我这个脑子 高丽一拍自己的头 忘记了你 还有车了 没事没事 我跟刘总说一声就好 说着 迟意便拿着手机走到了一遍 只不过 迟意并没有柳如叶的电话号码 有的是VX联系方式 古华集团顶欧 肃静的会议室内 VX铃声突兀地响起 看着最前面冷着脸 坐在那边的柳如叶 众人便赶紧垂下头 去看了看自己的手机 见铃声不是自己的手机 这也不由得让众人 顿时松了一口气 对啊 他们就说嘛 来开会之前 他们明明都静音了的 这样想着 那些人便纷纷抬起头来 想要看看到底是哪个倒霉蛋 竟然在刘总开会的时候 没开静音 只不过 众人扫视了一圈后 纷纷都是看到了茫然的眼神 但是 一会儿过去了 VX铃声依旧还在想着 众人这才闻声看去 随后便瞧现柳如叶 微微醋眉 好似有些困惑地 拿起了自己的手机 这下众人顿时屏住了呼吸 连带着赶紧收起了 自己看好戏的眼神和表情 柳如叶拿起自己的手机 带看青来电人时 那醋着的眉头 便顿时松了开来 他站起身来 随意地摆了摆手 你们先开着会 我去接通个电话 说着 柳如叶便转身走出了会议室 见会议室的门关上后 众人这才忍不住 开始窃窃私语了起来 不是 刚刚想起来的是柳总的手机 这是你的关注点吗 我倒是好奇 到底是谁打的电话 竟然能让柳总在开会的时候接通 文言 众人纷纷沉默了下来 毕竟就算是之前王维龙 他们老大给柳如叶打电话的时候 也会直接被毫不留情地挂断 现在情况是不是不一样了 老大毕竟在医院 所以柳总这次接通电话呢 众人觉得 这人说得十分有道理 赶紧点了点头 更有人打去道 不是老大 难不成 还是哪个小白脸 给柳总打的电话 众人顿时哄笑成一团 毕竟这些年他们也知道 不少人想要讨好柳如叶 不停地往他身边 送着小鲜肉 只不过那些人 不光是一一被拒绝了 同时之后也没得到柳如叶的好脸色 从那之后 就没人敢做这种事情了 行了 你们是来开会的 还是来八卦的 就在众人聊得正欢的时候 一道愉怒的男生顿时响起 沙内间 会议是顿时安静了下来 众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都没说话 谁不知道 魏总是刘总的小迷地啊 在公司里待得久的人都知道 魏总其实也是喜欢刘总好些年了 不过 刘总对此一直没有回应 不光如此 就说人家刘总都是有家事的人了 再怎么喜欢都应该收敛一些 但是这个魏总并没有 尤其是这段时间王维龙住院了 他也更加的嚣张了 这让大家多少有些百思不得其解 魏总看向走出门口的柳如叶 目光意味深长 毕竟 方才柳如叶面上出现的表情 是他从未侨陷过的 这让魏总心里不免警惕了起来 公司里最老的这些男人 古华帮的这些长老们 其实都知道柳如叶和王维龙 只是假扮夫妻 所以很多时候 瞧见王维龙利用身份装逼的时候 他们都挺不屑的 而魏总也是从来没有把 王维龙放在眼里 门外的柳如叶拿着手机缸走出门口 便迫不及待地接通了电话 看了一眼周围 柳如叶直接走到了楼道里 喂 迟疑 柳如叶笑着打招呼 如叶姐 事情高个已经跟我说了 迟疑的话从对面传来 闻言 柳如叶语气则是更加的开心了 我一会儿就能开完会了 你来到之后 先去我的办公室等我 他笑呵呵地说道 迟疑自然是能听出来柳如叶那开心的语气 等一下如叶姐 还有个事情 等一会儿 我自己去你公司找你吧 别麻烦司机来接我了 柳如叶几乎是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头 那怎么行 再说了 平常我上班 司机又没什么事情 让他去接你岂不是正好 听着柳如叶的声音 迟疑多少是有些哭笑不得 不是的如叶姐 你忘记了吗 我现在都是骑着自己的小店驴上下班的 我坐着车去你公司了 我的小店驴怎么办 啊 抱歉 忘记这一回事了 柳如叶一心只想着 赶紧让迟疑来公司 是真的忘记小店驴这个事情了 没事 你记得跟司机大哥说一声 一会儿我自己去就行 嗯好 那 那你路上小心 好 那如叶姐 我就先挂了 一直到迟疑挂断了电话 柳如叶心里 都觉得多少有些舍不得 但是一想到 马上就能经常看见迟疑了 这让他不免微微勾了勾唇 轻壳一声 他这才拨打了司机的电话 让小司不用去接迟疑了 快些回来 走到半路的小司 虽然十分的无奈 但是上司的话 还是要听的 就这样柳如叶好心情地 走回了会议室 但是 就在打开会议室门的那一瞬间 他面上的笑容 便也顿时消失 其他人或许没有 瞧见柳如叶的表情变化 但是 这却被魏宗看得清清楚楚 这也让他心里越发地警惕了 到底是谁打来的电话 能让柳如叶这么地开心 难不成真的是王威龙那小子 是他要出院了 不 肯定不是 就他那个样子 就算是要出院了 恐怕柳如叶也不会 因为听到他的声音笑得出来 对于那边的情况 迟一并不是很清楚 他稍微收拾收拾了自己的东西 便十分愉快地 同店里的人打了个招呼 瞧着迟一要走了 李胖子心里多少还是有些舍不得 不知道 刘总什么时候 能把迟一还回来 迟一笑着耸了耸肩 这个我也不清楚 心里有了猜测的高丽梅说话 只是笑着 抱着头盔走出去的时候 迟一还专门跟周立一打了一声招呼 小周啊 我不在的时候 你要记得好好干活啊 对了 记得修一下你的手机 说着 迟一便笑呵呵地走了 而身后 周立一紧紧地攥着推车的把手 气得脸都长红了 他本想着 获取迟一的手机数据 好去勾打柳如叶 但是他也是万万没有想到 仅仅只是过去了一天 迟一就要去柳如叶身边了 不管身后周立一表情如何 这都阻挡不了 迟一心情良好的事实 转身骑着小电驴 悠哉哉地上了路 迟一还十分悠闲地 买了两杯奶茶 想着一会儿 自己一杯柳如叶一杯 就这样 迟一按照地址 很快便来到了 古华集团的楼下 把车子停到路边 迟一抬头看了看这所大楼 规模不小 看来这些年柳如叶 确实没上努力工作 这样想着 迟一便领起了自己的奶茶 想着把头盔放在椅子下面来着 只不过 里面此时此刻 还装着雨衣 还有刚刚在仓库里整理的东西 剑头盔装不进去了 迟一也不在意 抱着头盔 拎着奶茶就进去了 迟一走到前台 刚想要询问一下 柳如叶在哪个楼层 便听见前台头也不抬得到 快递放在那边台子上就可以 说着 那美女 前台依旧还是头也不抬的 在那边点着鼠标 迟一定睛一看 好家伙 这是在逗地主呢 不是 我不是来送外卖的 迟一礼貌地敲了敲桌面说道 闻言 那美女前台这才下意识地抬起头来 在看向迟一的脸时 她眼中不免闪过一丝惊艳 连带着脸上都带了一抹笑意 只不过在瞧见迟一手里 拿着一个黄色头盔 还拎着两杯奶茶后 她眼里的经验顿时消失 转而变成了不屑 就连脸上的笑意顿时消散 不是都告诉过你了吗 外卖放在那个桌子上 真是的 耽误我时间 美好气地埋怨了迟一句 那女人瞪了迟一以后 便又垂下头去 开始打游戏 迟一虽然脾气算是比较好的 但是也不想惯着这种 狗眼看人低的人 我你没听见我说话吗 我说我不是来送外卖的 她冷声说道 服了 说了 那女的一甩鼠标 随后瞪着迟一 直接站起身来呵斥道 不是 你有病啊 大呼小叫什么啊 有没有叫养啊 你 谁大呼小叫了 迟一站在前台那边 看着面目猙獰的女人 冷不丁地 直接被气笑了 明明是你没叫养大呼小叫的 不过我也理解你 毕竟看你耳朵也不好使 迟一说的是实话 一楼大厅来来往往的人也不熟 这女的一嗓子吼出来 大家都不免看了过来 本来上班的时候 就挺枯燥的 所以大家看线这边有热闹 都没忍住 停下来看了过去 见着魔多人看着自己 那前台底气 也就更足了 她被迟一的话气的脸色涨红 毕竟作为古华集团的前台 还真没人敢震魔跟自己说过话 哼 我就是不想搭理 你怎么了 多跟你说了 外卖方那边 你装什么呀 你不就是一个送外卖的吗 迟一吃笑一声 难不成 不送外卖 就不能拿着头盔买奶茶了吗 那女前 跆拳荡迟一在胡说八道 她双手还胸 面色巨傲地看着迟一 好啊 那你倒是说 你到底是来干嘛的 我来找你们刘总的 听到这话 那女前台面上嘲讽的表情 便也更加的明显了 毕竟偌大一个古华集团 虽然员工不少 姓柳的也有好几个 但是 刘总却只有一个 她直接吃笑出声 面上的讥讽 也是更加的明显 好啊 那你倒是说说 你是几点的预约啊 此时 不光是这个女前台面上面带嘲讽 就连周围的围观的人 多多少少 也都开始一轮开来 其实大家多多少少 都不是很喜欢这个前台 所以 一开始也是抱着怜悯的态度在围观 毕竟这个女前台前优荣 经常仗着和魏总的关系好 就对人指高气昂的 但是 听到眼前这个小伙子 说是来找刘总的 大家也都开始怀疑了起来 现在的 你们刘总说 让我到了直接去办公室找她就好 迟疑倒也不慌张 面上也不生气 与其慢条思理地说着 那还真是不好意思 刘总今天上午开会 一直到中午都没有预约 前优荣面带不屑 微微抬起手来扣着自己的指甲 没远住翻了个白眼 没想到这小伙子 长得挺帅的 就是脑子不好使 现在 就连周围的观众 也都不免怀疑了起来 这个小伙子 不会是自认为长得帅 所以就想办法来勾搭刘总的吧 毕竟之前也有不少人 干过这样的事情 就连一些小明星 也都来过 信不信随你 这样吧 我给你们刘总打个电话说一声 说着 迟疑便拿出了手机 这下 前优荣是真没忍住笑出声来 还打电话 你要是有刘总电话 你还能站在这里上不去 他没忍住又翻了个白眼 然后直接用作几乎叫了保安 保安 来前台这里 这里有个疯子 迟疑猝眉 他可不想来这里的第一天 就把柳如叶公司里的人打了呀 那边的电话很快便接通了 柳如叶的温柔的语气同时传来 喂迟疑 你到了 我下去接你吧 柳如叶话音刚落 迟疑便瞧见远处缓缓走来的保安 如叶姐 你再不来的话 我就要被保安赶出去了 话说 我能动手打你们公司的保安吗 什么 没事 他们要是过分你 直接动手 你等等我 马上下来接你 说着 那边的柳如叶便语气着急 急急匆匆地挂断了电话 看着迟疑这个操作 钱优荣没忍住直接笑出声音来 来找柳总的人 我陷多了 但是像是你这样厚脸皮 不要脸还细多的人 我还真是没见过 说着 钱优荣便冲着那边的保安招了招手 保安 就是这个人 快点把他赶出去 这下周围的人 看着迟疑 不免也是摇了摇头 忍不住有些惋惜 毕竟没想到 看起来挺帅的一个小伙子 脑子竟然不好使 这样想着 众人便准备离开 小伙子 你是自己走 还是我们抬着你出去啊 那前面的保安 显然也是习惯这种事情啊 所以来到之后 并没有直接动手 反而是笑呵呵地看着迟疑 看着眼前的保安大叔比较和蔼 迟疑也就歇了想要动手的心思 毕竟人家一个打工人 不容易 说 我真的是来找人的 他马上就下来了 说着 迟疑便摇了摇自己手上的手机 不过 虽然迟疑这样说了 但是那保安看样子 也是并没有相信迟疑的话 他上下地打量了 一下迟疑 瞧着迟疑 也不像是脑子不正常的人 那好吧小伙子 我们就在这边陪你等一等 就等两分钟 要是还没人下来的话 你就得自己出去了 不然我们只能抬着你出去了 迟疑笑着点了点头 我明白 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让你们为难的 见迟疑说出这样的话 你保安看着迟疑 也更加的不像是精神不正常的人了 毕竟这个小年轻 看着还是挺有礼貌的呀 之前来的那些小明星的 还有什么做生意的小伙子啊 都瞧不起他们这些保安 后面还不是被他们给抬出去了 不是 你们还和他聊什么 直接把他抬出去算了 他和之前那些来找刘总的小白脸 有什么区别 那钱幽容桥县他们 竟然聊了起来 多少有些恼火 没事没事 就等上一会儿而已 见状 那保安赶紧和和气气地说道 不是 老王啊 你是不是老了糊涂了呀 信不信我让你直接被辞退回家种地啊 钱幽容没好气地说道 此话一出 周围的人多多少少 又开始议论了起来 毕竟钱幽容这话实在是太过分了 但是没办法 大家又不敢说些什么 谁让钱幽容确实是有背景的呢 谁让他会勾搭人呢 那保安老王文言也是顿时脸色一变 就连整个人也都变得拘谨了起来 他多少有些无措地看了看钱幽容 随后又有些为难地看向了迟疑 而此时 另外一边的人群不由地吵吵嚷嚷了起来 原本准备离开的一些人 转过升纲走到电梯那边 便乔县柳如夜步履匆匆忙地 从专用电梯里走了出来 不过 大家也都没有提醒钱幽容 毕竟正好可以让刘总看看 平常钱幽容是怎么为虎作仓的 让谁回家种地啊 我倒是不知道 你一个前台 也负责人事部的工作 一道冷声响起 周围的气氛顿时凝固住 这也让周遭的人顿时愣了愣 就连钱幽容也是顿时愣在原地 他眨了眨眼睛后 随即便不可置信地 转头朝着 是声音传来的方向看了过去 只见那围着看好戏的人群 非常自觉地让出了一条路 而此时 那面若寒霜 缓缓走上前来的 不是柳如夜还是谁 柳 柳总 钱幽容愕然地看着 突然出现的柳如夜 一时之间 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见状 迟意也给了保安大哥 一个放心的眼神 如夜姐你来了 迟意笑道 柳如夜冷着脸 意味深长地看了钱幽容一眼 随后便走到了迟意身边 而在走到迟意身边时 他的面色也是顿时柔和了起来 你怎么不早些给我打电话 他们没怎么你吧 柳如夜语气担忧地说道 瞧着柳如夜这个样子 周围的人顿时都有些傻眼 不是 这还是他们公司的 那个女魔头吗 这还是那个冷酷无情的柳总吗 没事的如夜姐 保安大哥人挺好的 就是这个前台 柳如夜冷眼看向前台 做前台的基本礼仪 你都忘了 对人这魔不礼貌 你是故意想要给 公司抹黑魔 不不不不是 都是误会 都是误会 柳如夜的气势时 再是太强大了 站在他面前 此时前幽容简直都不敢抬起头来 不过 听到他的话后 他到底还是慌了 误会 什么误会 我都跟你解释了 你不听 自己打斗地主 输了 还怪我 迟意在一旁补充道 听到迟意这话 前幽容简直是冷汗直流 而柳如夜的 眉头则是皱得更紧了 一会儿去人事办理离职手续 你放心 若是你没错 该有的补偿 我们也不会少你的 恩家 意也会打到你的卡上 是 什么 文言 前幽容的脸色 顿时变得煞白 柳如夜的话 让他顿时僵硬在原地 他现在做着前台悠闲的工作 托卫总的福 他每个月偷偷地拿的工资 也是同事的好机呗 若是现在被辞退了 按照原本的工资赔偿 恩家一塌 也是亏的 刘总 刘总你听我解释 这次真的只是一个误会啊 说着 前幽容便求助地看向了周围 想要看看 有没有人能帮自己说话 只不过 在他看过去的那一瞬间 周围的人便顿时转移开了目光 前幽容的恶名 早就传遍整个公司了 他们是傻了 才会给他求情 误会不误会地 等人是看了离职就知道了 不过礼貌问题是大忌 就算是误会 我也不能留你 听到柳如夜的话后 前幽容的心 也是彻底地冷了下去 没有继续搭理前幽容 柳如夜看向一旁的保安 你们表现得不错 这个月会有一笔额外的奖金 老王一听 连带着后面的那些保安 面上也是顿时一喜 而现在 此时柳如夜 是直接明显地表现出了 自己对迟疑的偏心 周围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里 看见了疑惑 毕竟这个男人 到底是刘总的什么人 竟然能把前幽容 这个钉子户给敲走 听到周围小声议论的声音 柳如夜便转过头去面无表情地扫射了眼 一瞬间 那边还站着在看好戏的人 纷纷离开 顿时 整个大厅中 也就只剩下了迟疑柳如夜 还有面色惨败的钱幽容 是我疏忽了 我应该提前下来等你的 柳如夜有些愧疚地 看向了迟疑 迟疑摇了摇头 没事 是我忘记打电话通知你了 两人边说着 边朝着电梯那边走着 丝毫不在意 后面眼眶通红的钱幽容 见两人乘坐着电梯上去后 他便拿出手机来 赶紧拨通了电话 那边的电话刚接通 钱幽容便忍不住 委委屈屈地道 喂 魏总 怎么了 不是说上班时间 别随便找我吗 一道男生传来 赫然就是方山会议上的魏总 他此时坐在办公室里 听到那头钱幽容的声音后 不由地皱紧了眉头 虽然他一心想要追求柳如夜 但是男人哪有不花心的 所以 这个钱幽容 也是他的一个消遣 只不过他之前就叮嘱过他 别在公司随便联系自己 虽然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若是让柳如夜瞧见了 那可就不好了 我 我这不是 有事情磨呜呜 那头的钱幽容 忍不住哭了起来 你怎么了 出什么事情吗 魏总揉了揉自己没心 询问道 我刚刚被刘总辞退了 你能帮帮我吗 您知道的 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的 要是您能让我继续留下 那 那晚上随便你怎么折腾 都可以 你想怎么玩都行 若是平常魏总听到他说这话 肯定会忍不住心动 但是现在 他的注意力 已经被另外一句话给吸引了过去 你说什么 刘总 你得罪柳如夜了 魏总的语气冷了下来 而那听到他的话后 那边的钱幽容 也顿时反应了过来 不是不是 魏总你听我解释 今天又有男人来找刘总了 我就和之前一样 给他拦住了 但是没有想到 刘总为了一个男人 直接把我辞退了 前幽容自然是知道 魏总喜欢柳如夜的 所以在解释的时候 直接避开了重点 果不其然 这大大的引起了他的注意力 什么意思 那男人是谁 魏总着急地询问道 我也不知道啊 我 我本来以为他是来送外卖的 结果他死活不走 非要献刘总 没想到最后打了个一个电话 真的把刘总给叫下来了 呜呜 之前来找刘总的那些人 我都是这魔处理的 但是没有想到 刘总这次直接把我辞退了 呜呜你 可要帮帮我呀魏总 我也都是为了帮你啊 他语气十分委屈地说道 只不过依旧还是在避重就轻 献魏总不说话 他又继续道 呜呜魏总 你是不知道 刘总在看见那个男人的时候 面上的表情都变温柔了 大家都看见了 魏总被他哭得 实在是心烦意乱 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你今天先工作着 我去了解一下 敷衍了一句后 魏总便直接挂断了电话 只不过 他的眉心却在 一下一下不停地跳动着 求推荐票 求催更 求评论 刚刚从电话中 听到钱优荣的话后 这便让魏总心理隐隐约约的 有些不安 他拧着眉头 坐在椅子上 犹豫了片刻后 还是站起身来 朝着柳如叶的办公室走去 柳如叶的办公室在顶楼 所以要去他的办公室 那必然也是要经过办公区 走到电梯那边的 而 就在魏总刚走出办公室 便听到了办公室里的议论声 不是吧 刘总亲自为一个男人出头 真的假的 这摩金包 那肯定是真的呀 刚刚我们都在楼下看见了 你是不知道 刘总多么喜欢那个男人 为了给那个男人出气 直接把钱优荣给自退了 那感情好啊 这个钱优荣 为非作歹好久了 终于被辞退了 这简直是大快人心啊 对呀对呀 还有就是你可不知道啊 平常看习惯 刘总面无表情的样子 突然瞧见刘总表情 变得温柔起来 这还真是把我们吓了一跳 真的假的啊 真的有你们说的这模夸张 听到众人的话后 魏宗的脸色 顿时就黑成了锅底 他大不得走到了电梯门口 不由地攥紧了拳头 而刚刚还在八卦的那两个员工 发现自己身后 好似有人突然走过去 便下意识地回头一看 看见是魏宗后 便赶紧低头老老实实地工作 一直到魏宗上了电梯后 那两人这才顿时松了一口气 哎呦哎 吓我一跳啊 魏总 是啊是啊 不过你说他是不是知道了呀 你看看 他的脸色都黑成锅底了 嘖嘖嘖 那有可能 毕竟他都喜欢刘总那磨多年了 结果还是爱而不得 哼 这个渣男就算了吧 要不是他 钱优荣也不会一直为非作歹那磨酒 你说的很有道理 两人的话 魏宗一点都没有听到 他冷着脸站在电梯里 待电梯门打开后 他便直接快步了走了出去 魏总你 没搭理前面柳如叶的助理 魏宗直接搭不上前去 直接推开了柳如叶办公室的门 门猛地被推开 这让里面的两人 下意识地转头看了过来 两人紧紧挨着坐在办公室另外一边的沙发上 甚至柳如叶面上的笑意 还没来得及收起来 看着两人手里各拿着一杯奶茶 看样子聊得还不错 这更是让魏宗怒火中来 之前他找了各种理由 邀请柳如叶去高档餐厅吃饭 他都不去 现在倒是被这小子廉价的奶茶给收买了 那助理没有想到魏宗走上前来 直接就把门给推开了 这让他也不免愣证了一瞬间 匆匆地追了上来 看着柳如叶彻底冷下来的脸色 助理赶紧道歉 抱歉刘总 我没有想到魏宗 接下来的话 助理没有接着说下去 而是窃窃地看了一眼身旁的魏宗 柳如叶点了点头 冲着他摆了摆手 嗯 没事你先去忙吧 说完他便有些不悦地看向了魏宗 魏总要是有事情的话 就进来聊吧 看着悠闲地坐在柳如叶身边的男人 魏宗到底还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随后关上门走上前去 迟疑反应得很快 听到魏总这两次的时候 立马就连想到了 别人议论的钱幽容的靠山 所以 瞧见魏宗黑着脸走进来的时候 他便疑惑地说道 魏总 你就是钱幽容说的那个靠山吗 你是来给他求情的吗 魏宗脚步一读 猝不及防 直接被迟疑的话弄得一愣 柳如叶本来对魏宗擅自开门 进来这刻行动就十分地不满 而听到迟疑的话后 原本冷淡的脸色顿时也阴沉了下来 如果你是来为钱幽容求情的话 那你还是回去吧 他犯的是原则性的问题 柳如叶缓缓地放下自己手中的奶茶 目光如炬地看向了魏宗 魏宗正了正 不是 我来 此时柳如叶看魏宗十分地不爽 所以也就根本没有耐心 听他继续说下去 之前你们两个在公司里谈恋爱 我不追究 毕竟我知道你能拿捏得住分寸 但是现在这个事情没得谈 说完 柳如叶便冷冷地看着魏宗 态度十分地明确 魏宗被柳如叶的话 弄得脑子顿时就乱了 随即他反应过来 扭头咬牙恶狠狠地看向了迟邑 迟邑并排坐在魏宗身边 瞧见他看向自己的视线后 便好心情地笑了笑 面上的挑衅十分明显 魏宗没理能想得到迟邑这魔的大胆 一时之间也有些错愕 魏总 若是你没其他事情的话 那就尽快离开吧 还有以后进我的办公室注意敲门 要不然 柳如叶说着便狠立地眯了眯眼睛 威胁之意十分地明显 本来就是古花帮的 他的意思已经十分明显了 魏宗身体顿时一僵 想要说什么 但是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柳总我和钱优荣不是男女朋友关系 还有柳总这个男人 说着魏宗便十分不服气地指了指迟邑 这个男人是谁 你怎么可以带着他随随便便来公司 如叶姐 他是不是因为钱优荣的事情 在迁怒我啊 迟邑有些无奈地看向了柳如叶 文言 魏宗一口老血差点没有吐出来 他掌红着脸看着迟邑 奈何现在柳如叶还在这边 所以这口气还不能直接发出来 我都说了 我和钱优荣妹有任何的关系 他气得咬牙切齿地说道 行了 柳如叶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他用力地拍了一下桌子 随后便满脸怒容地站起身来 魏宗 我再说一遍 你现在立刻 马上给我出去 要不然 后果自负 柳如叶怒气冲冲地指着门口说道 已经好久不见柳如叶发震磨大的火了 魏宗见状 不免一愣 只不过 他还是想要为自己再辩解一下 柳总 你相信我 我和钱优荣 柳如叶现在看着魏宗就烦 之前没有看出来 魏宗震磨的墨迹 但是没有想到 他竟然是一个震磨墨迹的男人 他冷着脸看着魏宗 周遭的空气不断温度下降 快点出去 魏宗知道 柳如叶这个样子是真的生气了 没办法 就算是心里再不甘心 他也只能愤愤不平地转身离开了办公室 而就在魏宗关上门的那一瞬间 正好瞧现 那坐在沙发上的男人 面上露出了讥讽的笑容 这是个男人多少都有些受不了 所以他一把推开了面前的门 直冲着迟疑而去 在古华集团有职位的人 在原先的古华帮都是长老职位的人 所以身手自然也是不差的 几乎只是一瞬间 魏宗便飞奔到了迟疑的面前 他横眉怒目 絮满力的拳头 直直地冲着迟疑而去 下一秒 办公室里便传来了一声巨响 还有男人的哀嚎声 这下的外面的助理和秘书 赶紧眼关鼻 低着头不敢说话 看着把桌子给撞飞 而跌倒在地上的魏宗 迟疑装作惊魂未定地站起身来 他诧异道 如叶姐 她刚刚是想要 柳如叶甩了甩 自己刚刚出手的拳头 然后嗡了一声 魏宗 你这是要造法吗 柳如叶冷声呵斥 这一拳下去 柳如叶只是用了五分力道 不过 这也足以让跌倒在地上的魏宗 缓呼了许久 这才站起身来 柳总说笑了 下属不敢 魏宗面上冒着冷汗 赶紧说道 这个时候 他已经不敢再说些什么了 现柳总的时间多了 他差点都要忘记 之前柳如叶是什么样子的了 同时 身体上的剧痛也提醒魏宗 自己刚刚都干了什么傻事 本来以为柳如叶 一直和王伟龙假装夫妻 身边也从来没有任何人 他原本还以为 自己会进水楼台先得月 但是没有想到 柳如叶的身边会 突然多出来一个人 这让魏宗刚刚 多少有些不清醒的愤怒 而现在 他才明白 自己刚刚的行为 简直是在挑衅柳如叶 没有这个想法就好 做好自己的工作 别的事情少管 好 我明白 说着 他也只能咬牙转身开门 离开了办公室 见柳如叶的办公室的门 被人推开后 外面的助理和秘书 也均是有些好奇地看了过来 毕竟刚刚里面的动静 实在是太大了 不知道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像隐隐约约 还有人的惊呼声 梅达里这些好奇的人 魏宗冷着脸走向了电梯 迟一看着魏宗 就那近乎是落荒而逃的背影 差点直接笑出声音来 怪不得男人这么喜欢绿茶 没有想到 这一招在女人的身上 也十分的受用啊 不过 确实也是因为 刚刚魏宗是气糊涂了 所以 这才得了迟疑的心意 毕竟虽然站在魏宗的角度上 柳如叶是在为自己出气 但是 站在柳如叶的角度上来看 就是魏宗没大没小 直接推开了门不说 说了一堆废话后 便直接出言挑衅 这确实成功地触犯到了 柳如叶作为老大的威严 总之 此时此刻 迟一只想说一句 还是道行不够啊 见魏宗出去了 迟一便赶紧起身去帮忙 把歪倒的桌子给扶了起来 没事的迟一 这些的一会儿 让其他人来就好了 不好意思啊 我也不清楚 他到底是发了什么神经 柳如叶多少有些头疼的 柔了柔眉心 毕竟他也是没有想到 迟一这才刚来 自己公司里就折磨得不消停 这多多少少是有些丢脸了 迟一扶起桌子来后 便转身开始安慰起柳如叶来 没事的如叶姐 他也就是现在不清醒 为了一个女人和你犯婚 但是很快 他就会知道错了的 迟一劝道 而柳如叶的思绪 也是成功地被迟一给带偏了 他坐在沙发上微微皱了皱眉头 最后点了点头 嗯 我也是没有想到 他们两个人的感情 竟然这磨盛 再喝点奶茶吧 听说喝点甜的 心情会好很多 说着 迟一便把桌子上的奶茶 递给了柳如叶 见状 柳如叶心里也是不由的一暖 果然人和人是 不能比的 看迟一多省事 不过如叶姐 我之后负责什么事情 迟一看向柳如叶 柳如叶笑了笑 你不用有太大的负担 你只需要出门的时候 负责我的安全就可以了 迟一疑惑 那你平常不是在家就是在公司 那我岂不是没有用武之地 说实话 柳如叶的这个借口 真的很拙劣 要不是迟一想要配合 还真的没什么用处 毕竟柳如叶自己的身后 就好得不行 还说让别人保护 嗯 听到迟一的话后 柳如叶也是微微顿了毒 似乎是在思考 接下来话要怎么说 扣扣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外面传来了敲门的声音 文言 这也顿时让柳如叶松了一口气 不得不说 这人来的确实是个时候 进来吧 刘总 不好意思回来晚了 一人推开门走了进来 迟一一看 或者不是柳如叶的司机 小思吗 没关系 也没有耽误多少时间 话说你老婆在医院里没事吧 柳如叶关心地询问道 而就在柳如叶说完话的那一瞬间 小思也再也压抑不住地笑出声来 没 没事 我老婆在医院 是因为他怀孕了 小思十分开心地说道 真的 就连柳如叶的面上 也是多了一抹的笑意 突然之间 他好似也反应过来了什么 咱们公司的政策 还是很不错的 这样吧 给你放产假 去陪你老婆怎么样 柳如叶突然来了这抹一句话 让小思多少都没有反应过来 啊 你放心 带心 柳如叶轻咳一声 随后开始暗示道 这两天 小思待在柳如叶的身边 亲眼看见了柳如叶对待迟疑的态度 心里自然也是 明白得十分迅速 好的 那我现在就去办理休假程序 说着 小思便跟柳如叶打了声招呼后 转身便离开了 笑话 有这个好事 从现在开始带心休假 傻子才不答应好吧 柳总如乐意 他也想了福 这样想着 小思走进电梯后 一个没忍住 直接笑出声来 柳如叶满意地看着 小思远去的背影 没忍住点了点头 有个脑子好使的下属 果然说话不费劲啊 迟疑啊 你看情况来的突然 柳如叶有些为难地 看向了迟疑 怎么了如叶简 迟疑有些茫然地 看向柳如叶 当然了 也是装的 柳如叶为难地 看了看小思的方向 随后满脸愁容地摇了摇头 没有想到小思的老婆会 突然怀孕 如果她放了产假 那司机的位置 和助理的位置 柳如叶的暗示 十分地明显 没事的如叶简 如果你放心的话 我帮忙也是可以的 迟疑十分时胜地说着 见迟疑如愿以偿地上钩 柳如叶也是心满意足地点了点头 因为迟疑现在还没有办公桌 所以直接就在柳如叶的 房间里待着了 很快便到了中午 柳如叶干脆 连带着迟疑的午饭 也一起订了 吃着午饭 享受着空调 迟疑感到十分地惬意 而中午休息的时间 也是员工们 开始八卦的时间 一时之间 大家几乎都知道了 魏宗黑着连勇床 柳如叶办公事的事情了 大家议论纷纷 不过也有人说 看见了柳如叶带来的男人 长什么样子了 确实十分地帅 也有人说 关系户对上关系户 那人一来 直接把钱优荣给怕撕了 实在是大快人心 而有人欢喜有人忧 钱优荣自从给魏宗打了电话后 就一直待在自己的岗位没有动 中午吃饭的时候 也是一点都不想遇见人事部的同事 眼瞅着都已经中午了 听说魏宗上午的时候 也是去找了柳如叶 所以 中午午休的时间 钱优荣犹豫了半想 到底还是上了电梯 去了魏宗的办公室 钱优荣去的时候 魏宗甚至气得连饭都吃不下去 轻手轻脚地推开门走了进去 钱优荣目光悠悠地看向魏宗 随后柔声喊道 魏宗 魏宗本来还在出神 闻言顿时回过神来 他猛地转过头来看向钱优荣 脸色也是立马冷了下去 一想到因为钱优荣自己被柳如业务会 他就气不打一处来 尤其是看见钱优荣连门都不敲 直接走了进来 你怎么不敲门进来 美好气地扔过去了一个文件夹 他直接呵斥道 慌张地躲过了迎面而来的文件夹 这下的钱优荣不免惊呼一声 瞧着满脸怒容的魏宗 他赶紧战战兢兢地道 那 那人家敲门就是了 说着 他便关上门后 这才又敲了敲门 魏宗现在依旧还是心烦意乱 所以 就算是听到了敲门的声音 依旧还是语气不好地道 进来 这次一直听到魏宗的音韵后 钱优荣这才 小心翼翼地推门走了进来 进来后 他便又亲手亲脚地关上了门 生怕再次地激怒了魏宗 魏宗 你怎么了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虽然钱优荣是为了自己工作的事情来的 但是这种事情 还是不能直说 毕竟 若是让魏宗以为 自己一直是在利用他 那就不好了 没事 你怎么了来了 不是告诉你 平常在公司里 不要来找我吗 说到这里 魏宗心里 便又莫名地来了一股紫气 对了 你平常是不是在公司里说 咱俩是男女朋友关系了 他没好气地询问道 闻言 钱优荣心里顿时咯噔了一声 这个事情 他是怎么知道的 随后又瞧现魏宗没好气地看着自己 他更是怯怯地有些不敢抬头 我 我没有啊 你知道的 我胆子一直比较小的 我也一直很听你的话的 你不让我说的事情 我是坚决不是说的 魏宗闭了眯眼睛 有些狐疑地看着钱优荣 但是不得不说 他平常确实很听话 尤其是在C事上面 皱着眉头摆了摆手 魏宗烦躁地说 行了行了 知道了 你还是快点回去吧 别被人看见了 见魏宗着急要打发自己走 钱优荣心里顿时慌张了起来 自己进来后 魏宗就一直没有说自己工作上的事情 难不成刘总没松口 想到这里 钱优荣顿时胆战心惊了起来 他赶紧上前去 温柔地把手放在了魏宗的肩膀上 随后缓缓下滑 这一招 钱优荣用过好几次了 男人吗 只有爽的时候 才是最容易说话的 见魏宗面上没有抗拒 钱优荣便微微俯身 红唇吻在了他耳边 魏总他娇嘀嘀地喊了一声 随后便做事要到进魏宗的怀里 本以为这次也会顺水推舟地进行下去 魏总 我们去你的休息室好不好说着 钱优荣的手也是越来越往下 我们和上次一样啊 没等钱优荣说完话 他整个人便被魏宗给推散到了地上 他在地上的钱优荣顿时 惊恶地瞪大了眼睛 他怎么想 也没有想到 魏宗会把自己推到地上 魏总你 他转过头去 不解地看向了魏宗 但是没有想到 正好瞧现魏宗一脸扭曲的表情 这顿时又把钱优荣给吓了一跳 也顾不得他推自己的事情了 钱优荣赶紧匆匆忙忙地 从地上爬了起来 魏总 魏总你这是怎么了 钱优荣手足无措地看向了魏宗 不是 他这不是悬什么都没干吗 你 给我滚出去 魏总本来气得 就连饭都吃不下去 现在好了 本来身上的伤口瘀青 好不容易不疼了 现在被钱优荣一屁股坐下去 顿时又给他疼得不行 钱优荣被他这个样子 给吓了一跳 况且 他马上就要被辞退了 现在再不好好坚持留下来 等出了魏宗的办公室 他还能找谁帮他 这样想着 钱优荣走到魏宗的面前 直接跪了下来 他手直接伸了出去 放在了他的大腿上 抱歉魏宗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是不是坐疼你了 那我不坐了 我就这样跪在这里好不好 他泪眼汪汪的看着魏宗 随后便又往前挪了挪坐时 就要垂下头去 魏宗刚刚那一下却实疼得不轻 不过一想到自己 确实也是好几天都没有放松了 所以见钱优荣真的失去 他也就没有计较 魏宗我会好好表现的 晚上等你来 我们玩点新花样好不好 钱优荣动作温柔 与气焦滴滴的说道 吃钱就算是上班时间 钱优荣也总是来 魏宗的办公室来找他 所以时间一长 自然而然的 他也就摸透了魏宗的喜好 魏宗已在椅子上 缓缓地尝出了一口气 到此憋屈的心情 总算才是好了很多 两久后 钱优荣从魏宗自带的 休息室里的洗漱间里走出来 他用纸巾擦了擦手上 和嘴上的水渍 看着那边心情 好像还不错的魏宗 赶紧走上前去 不敢再坐在魏宗的身上 他直接站在他身边 伸出胳膊 去轻易地挽住了魏宗的脖子 随即撒娇道 魏总 您这也舒服啊 那你还记得 上午答应人家的事情吗 说着 钱优荣便伸出手去 用手指轻轻地 在魏宗的胸口处绕着圈圈 本来魏宗的心情 总算是好了不少 但是一听到钱优荣说 上午的事情 这顿时又让他 觉得烦躁得很 这个事情 你就别提了 说着 魏宗便没好气地 抓住了他的手 甩向了一边 柳如叶都已经觉得 自己和钱优荣 是男女朋友关系了 刚刚是自己糊涂 弄得柳如叶生气 所以 没来得及解释 之后 得等到柳如叶的情绪 好一些了 他就得赶紧找个机会 好好地解释一下 自己是单身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不能再和 钱优荣扯上关系 他刚刚就是被误会 是去给钱优荣求情的 若是现在 还上赶着说这个事情 那他就是蠢到家了 这边的魏宗司 锁着事情 而那边的 钱优荣却是在 听到魏宗的话后 面色顿时 沙白了起来 魏宗 你不是答应人家了吗 您知道的 这份工作对我很重要的 说着说着 钱优荣的眼泪 便啪哒啪哒地掉了下来 虽然不想 和钱优荣扯上关系了 也不想帮这个忙了 只不过 作为一个男人 瞧见一个女人 这样在自己眼前哭 魏宗多少 还是有些心软的 毕竟在某些事情上面 钱优荣确实 也比较符合自己的喜好 听话 现在是关键时期 要是把你留下来了 我就危险了 魏宗面上 换上了温柔的表情 哄道 啊 为什么 魏总是不是 还是刘总不愿意呀 我 说着 钱优荣又开始擦起了眼泪 见他这样 魏宗心里 多多少少又烦躁了起来 你自己做的事情 你自己不清楚吗 你知道 你现在 是彻底得罪刘总了吗 收回手来 魏宗直接冷声说道 我 我 魏宗无奈地看着他 你在公司底心已经比其他人高了 现在你得罪了刘总 他要是稍微一查查出来什么 我怎么交代 你就老老实实地拿着赔偿离开算了 等之后 我再帮你找一份工作 他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就看钱优荣想不想接受了 钱优荣也不是个傻子 毕竟就连他自己也知道 因为魏宗的原因 自己在公司的薪酬 已经快比上中上层了 所以 听到魏宗这样说 他不免 也有些心虚 加上听到魏宗也说了 会帮自己找工作的 这让他多少也安心了一些 那好吧 那说好了 亲爱的 一定要帮我找工作 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要是没什么事情 你快点走吧 眼看着午休时间都要结束了 魏宗便也赶紧催促道 见着人爽完了 现在这急赶 自己走了 这让钱优荣心里多少有些不满 他抿了抿唇 但是想着 以后还要倚靠魏宗 到底还是听话地转身离开了 而此时柳如叶的办公室里 两人在吃完午饭后 柳如叶便主动让池义 去了自己休息室 准备休息 毕竟睡午觉 还是很重要的 池义倒也没有推辞 转身直接去了休息室 不得不说 毕竟是女人 就算是公司里的休息室 布置的也十分的精致 竟然猛的一看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是家里的卧室呢 就连那床榻 也是十分的柔软 池义躺上去后 便顿时被一股熟悉的香味 给包裹住 下午 因为池义的到来 柳如叶确实落下了一些工作 只不过 她的工作能力放在那边 所以很快 便把工作都处理干净了 这些年来 她也一向都习惯午睡 所以 在处理完那些文件后 她下意识地伸了个懒腰 准备去休息室 但是在走到休息室门口 手握到把手上的那一瞬间后 柳如叶顿时反应过来 此时迟疑正躺在里面呢 柳如叶站在那边犹豫了一瞬 两人十分亲密的事情都做过了 所以 就算是共睡一床 那也没什么的 但是 若是自己就这样的突然走进去 谁在迟疑的身边 等迟疑醒过来 瞧现自己 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十分轻浮的女人 想到这个可能 柳如叶便收回了自己的手 转身躺在了沙发上 可是 等到下午 她迷迷瞪瞪睁睁开眼睛时 却正好对上了面前含笑的眼眸 听着耳边传来熟悉的轻笑声 还有着熟悉的怀抱 这不免让柳如叶顿时一愣 可 我不是在外面睡的吗 怎么 说着 柳如叶便抬头看了看躺在自己身边的迟疑 迟疑笑容温柔地看着柳如叶 我怎么忍心 让如叶姐一个人睡外面 柳如叶心里一暖 随后又抬头看向了迟疑 你为什么不忍心 迟疑缓缓垂下头去 伸出胳膊来抱紧了柳如叶 这个你不明白吗 柳如叶紧紧地贴在迟疑的胸膛前 熟悉的气息让他想到了前几次的热血沸腾 他不免呼吸急促 随后主动伸出手去拦住了迟疑的腰肢 其实柳如叶的性格十分地果断 现在他察觉出来迟疑对自己也是有意思的 所以在某些方面上 他也就不再犹豫了 他那双心嫩的柔衣丝毫不老实 原本只是在抱着迟疑 虽然随后便探进了迟疑的衣服里 随后一双小手胡乱地挑逗着 虽然能感觉动作轻涩 但是确实也让几分情趣 见迟疑眼神混沌地看着自己 但依旧还是不为所动 柳如叶直接红唇一挑 随后再次靠近了一些 手缓缓下衣 迟疑 你在坚持什么 他微微抬头凑近迟疑耳边 红唇轻起 缓缓地说道 迟疑微微眯了眯眼睛 瞧着眼前不断在挑逗自己的女人 如叶姐 这可是你主动的 说着 他直接翻身起来 占据的主动权 啊 等一下 柳如叶没有想到迟疑的动作这摩突然 瞧见他眼神凶狠 动作更是有些凶猛 多少有些被吓到了 如叶姐 托你的福 我现在可等不下去了 说着 迟疑直接俯身下去 此时已经下午了 员工们也都已经午休完开始工作了 一个助理 敲了敲柳如叶办公室的门 见里面没有声响 随后便疑惑地回到了座位上 刘总不在里面 助理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啊 是不是还在午休啊 奇怪 刘总不是一向准时准点地上班吗 助理再次地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啊 不过 确实午饭之后 刘总就没有出来过啊 两人感到奇怪 但是到底 还是没有说什么 等一下 你有没有 听到什么声音啊 一人奇怪地说道 助理眨了眨眼睛 什么声音 那人仔细地听了一下 就是咚咚咚的声音啊 现在好像又消失了 听不现了 助理无奈地耸了耸肩 或许是楼上楼下在装修吧 那人赞同地点了点头 应该是吧 要不然 不是在装修的话 怎么动静静磨大 而此时外面的两个员工 再怎么想也想不到 此时里面一强之格的休息室里 是怎样的翻云覆雨 嗯 等一下迟夜 你慢点 柳如叶仰着头咬牙说道 此时他拱着身子 脖子到后背 成一条完美的弧度线 叮铃铃 装修的声音 不断地在休息室里响起 同时 不知是谁的手机 发出了铃声 如叶姐 是你的来电 要不要接 迟已拿过一旁柳如叶的手机 瞧见来电人后 便微微眯了眯眼睛 呃 趣味地凑近柳如叶的耳边 轻声说道 而此时的柳如叶一时迷迷糊糊的 哪里 能听的轻迟 到底在说些什么 所以 他也只是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 一直到手机贴到耳边 一道声音传出来后 他混沌的一时 这才清醒了一些 喂 刘总 下午的会议马上要开始了 您看 对面的声音显然是魏宗 经过了上午柳如叶的教训后 现在听他的声音 果然老舍不少 柳如叶听到声音后愣了愣 随后这才想起 自己确实还有一场会要开 我 刚想要说话 但是察觉到身后人的举动 这下的柳如叶赶紧又紧紧地闭上了嘴 迟一嘴脚勾起一抹坏笑 随后他 直接打开了电话的免提 把手机直接扔在了柳如叶的面前 刘总 刘总 你怎么磨了刘总 对面的魏宗语气 多少有些疑惑 柳如叶紧紧地抿着唇 转过头来祈求地看着迟一 随后他 赶紧摇了摇头 说实话 被那泪眼汪汪的眼神看着 迟一多少有些把持不住 但是多少怕他之后生气 所以迟一多少也是缓了缓 柳如叶隐忍着张开了红唇 随后这才咬牙道 你们先等一下 我马上就到 说完这一句后 柳如叶这才赶紧挂断了电话 浑身乏力地 直接跌倒在QM上 或许是被刺激了一下 或许也是电话里来的突然 最主要许是 没想到电话会被接通 所以柳如叶多少也是被吓到了 他吓得身子微微颤抖 随后便埋怨地看向了迟一 迟一管二一笑 如叶姐 要起来去开会了磨 柳如叶缓合着 虽然埋怨地看了迟一样 但是并没有生气 反而是一脸的燕足 迟一起身 温柔地在柳如叶面上留下一吻 然后去给柳如叶倒了一杯水 而柳如叶看了一眼时间 到底还是咬着牙 起身准备换一身衣服去工作 迟一从办公室 在走进休息室后 正好瞧现地上 被自己扯坏的衣服 还有已经换好衣服的柳如叶 如叶姐喝点水 说着迟一便把水抵了过去 匆匆忙忙地喝完水 拿好手机后 柳如叶便赶紧出去 把办公桌上的文件 都收拾了一下 我出去开会 你待在这里老实点 柳如叶说着就要离开 见状 迟一感紧揽住了她的腰肢 柳如叶拿着文件 面色无奈地看着迟一 不行了 我还要工作 迟一失效 如叶姐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我是想要提醒你 你现在面红耳赤的 确定直接出去 柳如叶猛地抬起手 来摸了摸自己的脸 果不其然 却实还有些烫烫的 无奈看见了迟一眼 柳如叶知道 现在不能赶时间了 要不然现在出去 被人瞧现她这个样子 舆论就又要起来了 她索性直接摆烂 颤颤巍巍地 已在迟一的身上 那你扶我去沙发那边坐一会儿 许是两人之间关系 更加地清静了 此时柳如叶的语气 也多多少少地 带了一丝的撒娇 迟一闻言 更是心满意足 看来 柳如叶的好处 叶还是一点都捞不着了 柳如叶这边休息了一会儿 迟一前脚刚 把休息室收拾好 外面就传来了敲门声 看了一眼 已在沙发上休息的柳如叶 迟一便去开了门 本以为是柳如叶的秘书 或者是助理 但是没有想到 外面站着的 竟然是魏总 魏总 迟一挑眉 看向眼前的男人 随后笑道 你怎么来了 魏总看着眼前的小白脸 就是一阵火气上冲 但是他知道 目前在公司 自己还是不能直接 和面前这人翻脸 要不然 柳如叶那边不好交代 柳总呢 我找柳总 魏总说着 瞪了迟一眼 便直接越过迟一 没好气地往里面走着 刚走进去 他便瞧现了 你在沙发那边 皱眉看向这边的柳如叶 虽然换了一身衣服 但是面上依旧 还是那副冷峻的表情 他顿时停住脚步 随后解释道 时间不早了 大家都在问 我就自己来叫您去开会 各位大哥求推荐票 求好评 求催更